何兮兴建天宫 功证浩大 此行何兮 其实许多人就是想看看 仙宫到底是何等恢弘的 那天宫戒备森严 而且是皇帝的道场 别说这种异团了 便是达官贵人 那也不是谁都有资格进入天宫的 此番有机会进入天宫 大家心里自然是十分兴奋 可是此时才知道 孔雀台此番 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 毛人居此时 终止初恋说道 姑娘 如果这是孔雀流云的话 咱们此番进入 至少是五个人 金灵雀为点禽手 除了我 双花双鱼必不可少 楚华有些疑惑了 不知这双花双鱼 觉得是什么 毛人居就在楚华身旁 见楚华疑惑解释道 主大侠呀 姑娘的孔雀流云 是在云团之上表演 自为双语 旧法都是孔雀的两只翅膀 一个顶住祥云团 一个则是在旁协助姑娘起落 只若双花 也是九天之上的两株鲜花 是孔雀流云的一部分 楚华对异团并不了解 毛人居这般解释 楚华却还是有些听不大明白 金灵雀此时 已经向楚华说道 主大侠 我已经答应写你入宫 自然不会失言 可是却要委屈你 成为双语之一 他说到这里 挥手说 主大侠和毛领队先留下 其他人先下去歇着吧 众人都有些无奈 却还是尊令纷纷散去了 毛人居等众人离开 才问道 姑娘 主大侠既然作为双语出场 不知是众语还是轻语呢 金灵却想了一下 才问楚华说 嗯 主大侠 众语脱降云 轻语则是要与我配合默契 时间匆促 这一两天也不可能练得出来 若是主大侠愿意 不知是否能够担任我的众语 楚华笑着说 姑娘是说众语是利器活 对不对 金灵却微点禽手 确实是这个意思 利器活就交给我 楚华笑着说 我不懂异计 要说配合实在是难为我了 倒是利器活不成问题 顿了顿问道 只是我这副模样 一看就是江湖浪人 登不得大雅之堂 主大侠放心 毛人俱在旁笑着说 咱们既然是双语 自然是要精心装饰一番的 保证谁也看不出我们的样子 何西总督府内 冯元破此时 正皱着眉头 冯天笑就站在他身边 你确定他们没有谈到其他 冯元破神情严峻的问道 冯天笑点头说 太子就要行员之后 立刻召见了原宗上和梅龙 太子召见他们 主要是为了剿匪之事 太子让他们在祭天丹礼的时候 想圣上禁言 定要发兵剿匪 没有说其他 冯天笑说 我们的人从头到尾都一直听着 并无说到其他 太子其实没有说太多 倒是原宗上再三向太子表忠心 说 七天淡礼之后 他立刻赶回安逸 找起兵马 听送旨意 只要旨意一下 立刻发兵 冯元破淡淡笑着说 安逸缺兵少粮 当初为了清算皇室一门 皇帝派主皇 前往安逸抄家 别是搞出个穆将军来 穆将军死了 皇家被抄了底 这安逸早已经是元气大伤了 父亲说的是 冯天笑冷笑地说 当初西两人打到西北 西北物资紧缺 安逸和西瞻两道 被抽掉了大批物资 将到西北 本来就已经十分虚弱了 皇家后来又被抄掉 看似是斩草除根 可是安逸哪一处 没有皇家的影子 这一刀砍下去 不但砍掉了皇家 会将安逸砍得支离破碎的 朝末皇家的钱粮 都被纳入国库 送到京城 安逸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他原宗上大言不惭 要召集兵马剿匪 朝廷拿不出钱粮 他自己也无钱无粮 我倒要看看他能召集多少人马 冯元破不屑一笑 元宗上 梅龙这些人 不过是跳梁小丑 不值一提 夫妻说的是 冯天霄低声说 元宗上和梅龙不足为虑 便是西山的乔冰堂 虽然比元宗上要强一些 可以折腾不住什么风浪来 说到底 还是赤练垫 最难对付 魏晨吟目光中显出几分钦佩之色来 低声说 副帅当初想到修建天宫 而且未要朝廷分文 只凭何欣一道之力 未要建出天宫 汉尔当时还颇有微词呢 便是手下那些官员 似乎野心重不满 可是现在回过头去看 附近这一招 实在是一箭竖雕 精妙绝伦啊 冯元宝端起茶杯 拿起茶盖 吹了吹茶沫 笑着说 一箭竖雕 你又明白什么了 当时西北动乱 东南造反 何为擎天王 也是死灰复燃 冯天孝在冯元宝身边的椅子上坐下 反观朝廷 皇帝修道 兴建通天殿 朝中的官员更是谈抹成风 国库空虚 那种时候 朝廷必然会向各道伸手 争钱争凉的 冯元宝放下茶盏 只是轻抚长须 并不言语 看看安逸道 这几年下来 底子都已经被抽空了 冯天孝冷笑地说 可是父亲早早就向皇帝上见 要在何夕修剪天宫 不要朝廷一分银子 只是朝廷却想不到 我们固然不需要向朝廷 索要一分银子 可是朝廷却没有道理 再向咱们争掉钱两啊 冯元宝的嘴角 反几次笑意 依然没有说话 不但如此 我们既然要为皇帝修剪天宫 那么何夕的钱两 自然都有父亲一手掌控了 无论增加何样赋税 朝廷自然明白 是怎么回事 也就不会再插手了 冯天孝轻笑地说 如此一来 父亲可以在何夕增加赋税 何夕百姓都知道 这些赋税 是要为皇帝修剑天宫 如此一来 我们增赋加税 老百姓怨恨的 只能是皇帝 而不是我们 冯元宝终于笑着说 哈哈哈哈 何夕百姓对朝廷 都是满浮于暗掩 父亲只要下去走一圈 就知道老百姓的心思了 冯天孝说 何夕百姓对皇帝恨之入骨 这几年来增加的赋税 他们都以为是皇帝的意思 冯元宝叹道 哎 民心可用啊 除此之外 为了修剑天宫 父亲征召了大批的轻壮 这上上下下十几万人 都是身强体壮的老李 冯天孝轻笑地说 如果他招真要剿匪 只要打开兵器库 这些人转眼就能编制入骨 根本不必在大洞干戈四处装兵 虽然在修剑天宫上 花费了无数银钱 可是不管怎么说 这些银钱 终究还是留在了何夕了 不思安逸等到 被生生抽空了 冯元宝说 若不是因为修剑天宫 平定何备晴天王的钱两 朝廷必然是要从何夕整掉的 若果真如死 你我父子现在 只怕是连池康燕草也困难了 方言天下 现如今能够强顾我们的 也只有赤连殿了 冯天孝握拳说 只要赤连殿一死 他收起那帮部将 必然四分五裂 辽东必将动乱不堪 到那时候 说到这里 冯天孝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眼中却是灼灼声光 呼听的门外传了声音 急报 冯天孝立时起身 问道 何事 谭前后派人急报 辽东总督赤连殿 已经进入五州 门外来人禀道 最迟明日 就能抵达五平府 冯元宝也是豁然起身 神情变得严峻起来 赤连殿 果真来了 谭前后禀报 赤连殿带了八百尺背突起 已经在帆门一带 来人恭敬地说 谭前后请逢都指示 是否要拦住那八百尺背 河西道下辖三州之地 五平府城坐落在五州境内 五州下辖九县 樊门县是九县之一 距离五平府其实并不遥远 只是河西道境内多山 道路颇为曲壤 所以就算进入了樊门 想要直入五平府 却并不容易 樊门县得名字境内的樊门山 樊门山陡峭险峻 可说是五州南面的门户之地 就如同一座大门 横跟在五州大地之上 一直以来 在樊门山一带 河西都是著有军队 居高临下占据地势之力 若是没有河西军队允许 任何队伍想通过樊门山 那极无可能 旗帜在风中飘动 一队青一色红甲骑兵 立于樊门山下不到十里地 所有骑兵都已经下马来 他们的战马 也都配着最精良的马鞍 这些战马腿长飙肥 身体的线条流畅 棱角分明 没有丝毫的坠肉 而且毛发油亮 风儿一锤 棕毛飘动 肌肉则是散发着雄浑的力量 便是再不懂马之人 也能看出这些战马 绝对是一等一的良局 而精通马道之人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这些马匹都是辽东马 而且是从辽东马中千里挑一 精选出来的 马是好马 人也是勇士 数百红甲骑兵都是被挂弯弓箭盒 腰配长青马刀 而且头盔也都是异常精良 头盔更是设计了铜皮面罩 可以将双眼之下全都照在铜皮之下 更加增添了威势了 辽东铁骑天下闻名 赤贝已出 谁与争锋 没有人敢否定 辽东的赤贝铁骑 乃是天底下最强的骑兵 这些骑兵战士 无一不是从成千上万的兵士之中 挑选出来的 他们所经过的训练 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对于辽东十万骑兵来说 他们最终极的荣耀 便是成为赤贝突起的一员 赤贝突起就象征着荣耀 很多人都知道 当年赤连殿作为皇帝陛下 手下的勇将之一 蒸发辽东 便是由他全权负责的 要从高利人手中 夺回被他们吞噬的辽东道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高利骑兵也曾横行东北 杀人如麻 那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军团 赤练殿攻伐辽东 手中不过千骑而已 大秦强大的骑兵军团 由皇帝带领攻伐关中 但是凭借手中的骑兵 赤练殿生生击败了 兵力远胜于他的高利铁骑 甚至最终将高利人 完全驱逐住辽东 只有高利人才知道 赤练殿的凶狠 也只有与赤练殿手下骑兵交锋过的人 才知道赤练殿手下骑兵的残忍 那支凶残永汉的骑兵 便是赤背突起的前身 西洋西下 所有的赤背突起 都是站立在自己战马边上 虽然身负长弓剑河 却毫无疲倦之态 他们都是铁打的身体 更是同住的意志 终于 西洋余晖下 一队骑兵自前方飞驰而来 当先一人黑甲在身 说领十多骑飞马吃进 距离不到百米 勒马停住 赤背突起之中 一人翻身上马 一斗马将缓缓上前 他头盔的铜皮和尚 只露出一双犀利的眼睛 到他近处 勒马停住 对方众人扫视数百赤背突起 眼中都是显出了惊讶之色 惊讶之中却不无钦佩 他们都是军人 当然能够看得出来 赤背突起是何等的训练有素 我是五州军千户 谭奴 敢问殿帅 是否在此 黑甲将高声问道 上前的那名赤背突起 淡淡地说 赤背千户五旋 赤背八百 请你们准备八百人的帐篷 领有我们的口粮 明日一早 我们要过山 他的声音平淡冷漠 与其也说不上是请求 还是命令 就像是在说一个天经地义 不中拒绝的事实 谭奴笑着说 吴千户 实在是对不住 你说的话 本将听不明白 八百人的吃住 由你们即可安排 吴璇重复一句 说道 我们是奉执护卫殿帅 前来参加祭天诞礼 所需一切 必须由你们提供 谭奴笑着说 吴千户此言差异啊 圣上只照见殿帅 却并没有要照见赤背突起 若是几十号随从护卫 我们还能够勉强 进进地主之意 可是你们一下子 来了近千人 我们实在无法提供持住 再一次问道 殿帅在哪里 吴璇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坦路 陈吟片刻 终于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奉执而来 你们却不想解决 我们的持住 五千户 如果殿帅带领 千军万马过来 难道我们还要负担 千军万马的食宿吗 坦路大笑地说 只若你们明天早上想要过山 我已经派人飞马去报了 上面如果同意 我自然是遵定放行的 扫射了八百赤背一眼 心里虽然对赤背突起的装备 以及气势颇有些钦佩 但面上自然不能露出丝毫的钦佩之色 只是嘀咕道 点山虽然名动天下 却用不着八百赤背跟随保护吧 五璇却不再多言了 调转马头回到阵前 高声道 原地歇息 翻身下马 盘膝坐在马边 竟是闭上双目 宛若在闭目扬神 坦路身后一骑凑近上前 低声说 千呼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坦路淡淡一笑 低声说 不管什么意思 在冯都吩咐下来之前 便算他们是赤背突起 也不许走过凡门山 赤炼天怎么没有出现呢 身边部将低声问道 他是不是在这其中啊 坦路扫尸的眼 也是有些疑惑 我们已经问过了 既然没有答话 我们就当他不在 吊转马头 领着部下 将八百赤背突起 丢在旷野之上 并不理会 夕阳缓缓落山 最后一次阳光 消失在地平线之后 五旋终于睁开眼睛来 沉声道 百户金钱 去凡门帝都 从队伍之中 历史有四人起身 迅速的到到五旋身边 都是单膝跪下 其中一人 已经将一张地图 铺在五旋身前的地面上 五旋扫了一眼 这是一幅极其详细的 城池平面图 斜角写着 帆门县城图 五个字 平面图上 竟是将帆门县的 大小街道 都是表明的 十分的清楚 便是连县衙门 等诸多所在 也都是清晰的 标注在旗上 五旋扫了几眼 双目寒光闪闪 暗住了地图 坛卢率众 静子回到帆门山 帆门山上 有精心建设的兵营 连绵树立 作为河西南方的门户 帆门山的驻军 一直都不在少数 而最近 又是调来了不少兵马 山上的兵力 不下五千人 恶守住帆门山一带 因为祭天淡礼在即 正是非常之事 坛卢奉逢远魄之命 亲自在帆门山坐镇 所以 静子回到帆门山 奔赴部下 守住帆门山一带的 各个要地 而且派人远远 叮嘱赤背突起 但又轻举妄动 立刻来报 坛卢知道 赤背突起 乃是极其强悍的 骑兵军团 但是却明白 帆门山一带 地势起伏 山岭众多 并且道路 也都是曲折环绕 守在帆门山上 居高临下 四周情景 尽收眼底 这片地区 实际上并不是 以骑兵作战 而且山上 有数千兽军 坛卢倒也并不担心 赤背突起 赶在自己眼皮底下 闹出使端来 深夜之时 坛卢忽然得到消息 近千赤背 已经离开 先前所在之地 暂时下落不明 坛卢皱起眉头 他现在只担心 赤背会悄无声息 越过帆门山 他奉令看守门户 若赤背果真 穿到帆门山以北 对坛卢来说 自然是奇耻大辱了 当下 传令各处加强戒备 更是亲自巡视各处 好在各处要道 都没有赤背的身影 坛卢微微松了口气 他巡视到了半夜 回到住处 还没有喝上一口茶呢 已经有人匆忙来报了 帆门县城遭遇不明袭击 数百期在半夜 突然冲入城中 直取咸衙门 坛卢大吃一惊 他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赤背突起 帆门县城 在帆门山以南 不过二十里地 乃是河西南部的 第一座城池 此时听闻 竟然有数百骑兵 杀进县城 自然想到 就是先前 没了踪迹的赤背突起了 心下吃惊 还想 南部城赤殿殿 即使凭借八百骑兵 出其不意 便攻下了帆门县城 若情况属实 赤背突起 就等着是造反了 事出意外 手下部将纷纷请求 立刻召集兵马 杀到帆门城 虽然赤背突起 名声响亮 可终究只有八百人 而帆门山 有守军五千 兵力是赤背的六倍都不值 赤背既然敢突袭帆门城 何西军 当然要迅速地 前往救援了 谭卢却是心下惊骇 他无法肯定 帆门城背攻 是否就是赤背突起所为 就算是赤背突起所为 是否真的就代表 辽东军开始对何西 发起进攻呢 谭卢作为何西军的 高层将领 心里其实也很清楚 何西军只怕迟早 与辽东军有一战 但是至少在目前 在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况下 谁也不敢轻起战断 谁要是先动手 也就等如是谋判 是朝敌 大秦固然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可是只要稍微聪明一些 谁也不想背负叛逆的罪名 辽东军今夜突然发起袭击 这让谭卢措手不及 他瞬间就想到了 如果辽东军真的已经准备 对何西发起全面进攻了 那么绝不可能 仅仅排出八百赤背 八百赤背很可能只是先锋 在其背后 必然还跟着辽东主力兵马 樊门山虽然有数千兵马 可是如果此事真的下山救援樊门城 很有可能落入辽东军的圈套之中 到时候 樊门山无兵驻守 南部门户大开 辽东军过了樊门山 便可以直插五平府 整个河西便将危急了 谭卢知道事关重大 不敢轻易做出决定 当下传领驻军严阵以待 恶守樊门山 随即派人立刻向五平府飞马传报 令派人迅速赶往樊门城附近打听 谈听明白樊门的具体情况 等到天亮时分 樊炉终于弄清楚了 夜袭樊门县城的 竟当真就是那八百赤背 樊门城虽然只是一个县城 但是作为河西南边的第一座城池 城内自然也是有进迁驻军的 而且樊门县城的戒备十分森严 太阳下山便会立刻关闭城门 太阳不出 樊门县城的城门也不会打开的 按照樊炉得到的情报 八百赤背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太阳下山了 就算脚下飞快赶到樊门县城的时候 城门也必然已经关闭了 他们都是身着甲骤骤着战马 这样的军团 樊门城自然是更是戒备了 绝不会轻易放他们入城的 樊门很难想象 那八百赤背是如何攻入城中的 等到朝阳升起 终是有人来报 樊门县城由守军趁夜逃了出来 已经上山来求援了 樊炉立刻吩咐将人带过来 询问樊门城的具体情况 原来樊门县城昨日 倒也按照往常一样 早早地关闭了城门 半夜的时候 守军听到城外动静 便瞧见八百赤背 已经是兵临城下了 赤背叫喊守军开城 守军职责所在 而且赤背手中 没有逢源破的守令 自然不可能打开城门了 再三要求赤背撤军 熟知赤背根本不予理会 守军聚开城门 赤背竟然有人直接攀爬城墙 爬上了城头 爬上城头 贪卢吃惊地说 他们如何能够爬上城头呢 他心里很清楚 樊门城虽然只是一座县城 但是城市高大 便是江湖高手 向徒手爬上墙头 那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 而赤背都是身负重甲 想要爬上城头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来人解释道 当时我们也是惊骇不小 后来看到 他们手中都是套上了铁钢子一样的武器 就像动出铁爪来 攀爬城墙的时候 铁爪牢牢扣在城墙上 他们攀爬城墙 几乎是如履平地啊 你们就眼睁睁看着 坦卢怒道 来人忙说 他们自称是辽东赤背突起 是奉了圣上的旨意 护卫赤炼店 前来河系 参加祭天淡礼 他们说要入城修整 我们看他们的装备和战马 倒像真是赤背突起 我们虽然关闭城门 不放他们入城 可是 可是他们直接爬上城头 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坦卢冷笑地说 如此说来 帆门进迁守军 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大摇大摆进城 当时我们已经禀报了县令 县令吩咐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说一旦动起手来 很有可能 就会引发双方的大战 其实我们心里也是担心 所以眼睁睁看着他们打开城门 八百支背尽数入城 来人苦笑地说 他们入城之后 倒也没有胡作非为 可是兵分两路 一路人马控制了帆门城的仓库 仓库里都是兵器和粮食 另一路则是驻扎在县衙门 现如今帆门县令 也落在他们的手中了 谭卢是恼怒不已 骂道 愚蠢至极 都被人打到家里了 还得娘的不要轻举妄动 连藏库都被人家占了 前呼大人 只被图骑进了城之后 霸道至极 说他们是奉旨护送赤炼店前来 何夕却不负责他们的支柱 他们只能自己取用了 来人也是有些懊恼 而且当时他们已经入城了 只想许多官员都已经在他们手中 我们就算再要动手 也是投鼠祭气啊 我问你 除了那八百赤被 凡分父亲 可还有其他的撩动兵吗 谭卢沉声问道 不曾瞧见 入城的就只有那几百号骑兵了 谭卢握起拳头 当下又招来人寿 第二波信使急速赶往五平府 五平府此时已经是张灯节彩 虽然祭天弹礼是在天宫举行的 但是皇帝的祭天弹礼 那是万民同乐 近在咫尺的五平府城 自然也是要一副喜气洋洋的气氛的 官府早已经向城中下令 要贴上喜庆的对联 但凡是商铺大宅 更是要在自家的门头挂上灯笼 如今五平府城的大街小巷 几乎是处处张灯节彩 不管百姓心中如何想 表面上到处都是一片喜庆气氛 可是此时的和气总督冯元珀 脸色却是十分的难看 赤被突袭并不血刃 占据了樊门城 这对冯元珀来说 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实际上樊门山和樊门城 形成了一个基角之势 樊门县城的地理位置十分的特殊 处于高地与樊门山遥遥相对 而且城池坚固 对河溪来说 樊门城与樊门山 实际上就组成了河溪南部的 第一道樊门防线 在这道防线上 河溪兵没有少花费心思 樊门山居高临下俯瞰大地 拥有地理之势 恶守制高点 也就让自己处于绝对的战略优势 而樊门城距离樊门山不过二十里地 城墙高大 城内则是储存了大批的粮草器械 与樊门山遥相呼应 当初樊门城的修建 本就是以樊门山为基点 形成一个完善的防御体系 可是一夜之间 樊门城就兵不续认地 被赤背突弃所占据了 这就等若在一夜之间 将河溪南部的第一道防御体系 瞬间破坏 对冯元破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时间了 自取自足 冯元破神情阴冷 嘴角发起音效 赤连殿哪赤连殿 你还真是老奸巨华呀 率领八百赤背前来何夕 本就没挨好心 转身之间就找到借口 占据樊门城 这 这无疑就是要造反哪 总督府内已经聚集了数名将领了 河溪禁卫军统领冯破炉 已经冷声道 冯渡 赤连殿让八百赤背 占据樊门城 其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樊门城 那是我河溪南边的第一道据点 距离樊门山紧在咫尺 而且樊门山的攻击补充 一直也都是储存在樊门城的 如果樊门果真被他们掌控在手中 咱们的南部门户也都等如是被他们打开了 云州军千户 魏安也是点头说 冯渡啊 卑职只是担心 赤背突齐只是前哨 赤练殿只怕已经准备进西我河溪了 如果他的主力从后面跟上来 事情可就麻烦了 冯温破却是俯着长须 紧皱眉头 若有所思地说 赤练殿当真敢在这个时候 对我何惜进犯吗 赤练殿用兵 素来不宜常理 魏安说 咱们都觉得 他这个时候不会进去妄动 所以在繁文一带 并没有囤积太多的兵力 可是赤练殿是否 就是看到此情景 所以要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呢 咱们都以为 他正在和青天王杀得你自我活 而且正值几天淡礼来临 这种时候突然发起侵袭 实在是让人难以防范的 其他人也都是纷纷汗手 冯元破摇头说 不对 本都知道赤练殿用兵不尊常理 可是那只说明他善于打仗 但是现在的问题 却并非是战场问题 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 赤练殿不是糊涂人 生上在河西 这种时候他进行河西 对他没有一点好处 是明目张胆的造反 谁都在做婊子 可是那面牌坊 谁都不会弃之不要的 在场众人大都是武将 虽然都是和其肖将 但是显然不能深究其中的厉害 副帅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冯天孝肃然说 樊门城落到辽东人的手里 咱们的门户就等着是握在他们手中 当务之急是要补惜一切代价 夺回樊门城 冯破鲁拱手说 冯渡 占据樊门城的不过八百骑兵而已 被之请命 率领两千禁卫军 协同樊门山守军 一举夺回樊门城 冯破鲁显然并没有轻敌 虽然赤背只有八百之中 但是他当然知道 八百赤背绝不是普通的骑兵可以比拟的 赤背突骑号征仪当时 虽然有夸张之嫌 但是若不能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 想要击败赤背突骑 极无可能 冯元破魏陈尹 终于问道 本都现在想知道 赤链垫到底在何处 他是否与八百赤背在一起呢 众人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 从樊门传来的消息 虽然确定赤背已经夺取了樊门城 但是却并没有确定赤链垫的下落 赤背所致 很难想象赤链垫不在其中 但是到现在 却并无人确定他的行踪 他就如同游魂一样 行踪难觅 副帅 管他在哪里呢 冯天笑握拳说 如果他真的和八百赤背在一起 那倒是好事 他帅人夺取樊门 公然造反 咱们趁势就在樊门城 将他和他的八百赤背 尽数灭了 咱们大可以将宜蛮骑兵 也调动过去 让那些宜蛮人和赤背厮杀一场 我就不相信 咱们聚集十几倍的人马 还能击灭不了几百赤背 冯元破冷笑地说 如果赤链垫如今就在樊门城 那就是本都最不想看到的结果了 只要赤链垫在那里 抹住他那边有八百人 就算只有八十人 想要击灭他们 也绝非一事啊 众人互相看了看 有几人的眼中 便显出不以为然之色了 你们不相信 冯元破冷冷地说 四大上将军 你们可知道 最难对付的是谁 他扫视众人 私人之中 最年轻的就是赤链垫了 而活到现在的 也只有赤链垫 你们或许不知 当年他有一个外号 只怕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 外号 风天小皱眉说 什么外号 鬼不兽 冯元破一字一句地说 意思是说 连阎王小鬼都怕他 不敢收他进鬼门 冯天孝忍不住说 鬼不兽 大言不惭 我就不相信 一刀砍他脑袋 他还能不死 冯元破瞥了冯天孝一眼 淡淡地说 你们可知道 十年帝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卑职知道 他的父亲 曾经是华朝的 一个小官吏 当时就在 金陵一带围官 华朝灭亡 诸侯争霸之时 天下动荡 道口丛生 那些道口最喜欢的 就是决夺 官吏使慎的家财 魏安念过四询 当时老成持重 缓缓地说 赤链垫一家子 就是被道口所害 家人几乎全部丧命 众人顿时 都看向魏安 赤链垫那时候 最喜欢的 就是结交游侠儿 虽然是官家子弟 但却喜欢 与侍警之人 混在一起 当时他并没有在家中 等他回到家里 已经是家破人亡了 魏安回忆的 那时候赤链垫 不过二十岁出头 据说他打探出 仇敌的下落 乃是当时 在精灵一带 势力不小的道飞 上上下下加起来 据说竟然有上百号人 赤链垫 揪起了平日的好友 大概有十来人 便是他们 直接杀到了 道飞的巢穴了 哦 冯天孝皱眉说 那 后来如何 他明知道赤链垫 现在好好活着 而且名动天下 却还是忍不住 问了一句 呃 赤链垫这边 最后活起来三个人 其他全都死在 盗费巢穴了 冯天孝忍不住 笑着说 哈哈哈哈 意气用事 凭借十几号人 就想闯 道飞巢穴 那些道飞 大家结社 都是亡命之徒 岂然那样容易对付呀 少帅错了 魏安叹道 哎 一百多号道飞 全军覆没 鸡犬不留 而且 一把货烧了道飞巢穴 据说 当时匪穴 还有老人孩子 也全都没能幸免 冯天孝一睁 张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冯元破看着魏安 问道 后来又如何了 他显然 并非不知道这些事 这一般问 明显上魏安 将赤连殿的往事 告知众人 魏安对赤连殿 倒似乎真的颇为了解 继续说 报仇血恨之后 赤连殿自己 却是揪集了一帮人 干起了大家结社的买卖 不过时间并不长 因为那时候 圣上已经在 现如今的安逸道骑兵 招贤纳士 说起来 赤连殿的眼睛 倒也是毒辣得狠 他没有留在金灵 反倒是带了几十号人 去了安逸 投奔到了 圣上的兵马之中 众人互相看了看 其实心里 都是颇有些赞叹 虚知那时候 诸侯林里 实力强大 独霸一方 名闻天下的 没有十八路诸侯 其他自立 为王为侯的势力 更是多如牛毛 有志之士 投奔诸侯 那也是多如牛毛的 只是那时候 秦侯营元 虽然起兵了 却并不见得 异军突起 赤连殿 在那种情况下 竟然从金灵 跑到安逸 去投奔营元 如果不是运气好 那就确实 有着独到的眼光 不过 谁也不会以为 那仅仅是 赤连殿的运气 这时候 投奔到 圣上麾下的人才 不在少数 圣上当时 有黄菊等人 在后面的 钱粮之池 招兵买马 可说是兵多将广 赤连殿 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 带了几十号人过去 做了一名小校 那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可是短短几年 他就一路高升 等到最后 更是带领一支军团 征伐辽东 更是成为四大 上将军之一 能有这般成就 可不是一般人 能做到的呀 慧安 神情凝重 眼中并无 钦佩之色 只有担忧之色 显然是 对何熙 也有这样一个敌手 感到忧虑 冯元破的神情 也变得凝重起来 缓缓地说 四大上将军之中 论起战功 实际上赤连殿 个人的战功 最为了得了 他从小校开始拼上 秦军一开始的攻法 他几乎每一战都参与 而且 每一战都能立下战功 中沙在前从不落后 也正因如此 赤连殿殿一开始 还被人称为人徒 他若有所思 缓缓地说 我记得当年第一次 见到他的时候 便是看到 他带着十几名兵士 从战场厮杀回来 这些人无一例外 腰间都挂着人头 你们可知道 赤连殿当时 是什么样子呀 众人面面相觑 随即都看着风元破 风元破冷笑地说 他腰上挂了一圈人头 密密麻麻 鲜血淋漓 披头散发 那时候 他已经升任为百户了 却依然重逢县阵 据说 他有一本账簿 记录的不是前辆车马 而是每一战 砍落人头的数目 从安一开始打天下 南征北讨 到他后来蒸发辽东 打过高丽 也杀过遗漫人 本都实在想知道啊 那边人头账簿上 究竟有多少亡魂在其中 赤连殿这绝世人徒 手中到底有多少血债呀 其实包括冯元破在内 在场的众人 无一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永汉之辈 但是谈起当年的赤连殿 众将领显然还是颇有些心计 冯元破宁是卫安 赞赏地说 卫安对赤连殿的前世 十分了解 你们都该向他学习 知己知彼 方丈百战不殆 你们应该清楚 我们最大的威胁 就是赤连殿 即使如此 自然要对他了如指掌了 随即才说 本都先前说过 此人有个外号叫做鬼不兽 据我所知 他至少有三次必死无疑 却偏偏活下来了 哦 冯天孝却是来了兴趣了 副帅 是哪三次 攻打虎国的时候 赤连殿补下 竟是有人被地方收买 泄露了军情 赤连殿那次 秦帅一小队人马 潜入敌人的境内 本想夺关 放大军入关 当时只带了不到一百个人 却中了敌人的拳头 风原破缓缓地说 他们被敌军 设下的拳头团团围住 当时谁都以为 他们必死无疑 也是皇帝都觉得 他断无活命之理 可是最后 他不但好好活着 而且还杀出了一条血路 攻占了关爱 他手下那一百多名兵士 最后只活起来十来人 他自己在那一战之中 身负十七处伤口 却偏偏被他活下来了 中将勤不自禁地 想到了当时的情景 深情愈发的凝重了 第二次的时候 攻打墨河城 一个多月都没能打下来 他亲自冲阵 却被敌方一名剑手 射中了猴鹿 非但如此 他胸口还被射中两剑 抢回阵中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风员破叹道 当时啊 军中最好的大夫 全都抢救 无力回天 都是上了要害 换作一般人 只怕还没有 才会打赢就死了 可是他却生生撑住了 按理说连大夫们 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是彼此无疑 可是他这一次 其又偏偏没死成 喉咙胸口都中剑 伤其要害还能活命 风天孝吃惊地说 风员破淡淡地说 只是因为他命不该绝 就是有人除不首 救了他一命 谁能救他 当时有人送来的一种奇药 具体是什么样子 本都也只听说 并不曾亲见 据说 那是世所罕见的奇珍 宫廷归宝 甚至有奇死回生之效 风员破缓缓地说 就算这只是传言 但是那奇药 最后却是被赤莲殿服下 赤莲殿不但活下来 据说还大大增进了宫里 你们自然 也听说过西北的天山雪莲 那奇药 恐怕也不弱于天山雪莲 副帅 那到底是什么药 风天孝好奇地说 赤莲殿的性命 又是何人所救 你们自然想不到 当时出手相救的 乃是当今的皇后娘娘 风员破缓 你们或许不知 皇后娘娘 其实是前朝的公主 国婆之后流落天涯 后来投奔到了圣上身边 她是华朝公主 身上带有宫廷瑰宝 也并非什么奇事 只是当时赤莲殿的地位 还远远不能与余部区等人相提并论 那奇药可说是价值万金而不可求 皇后身上却偏偏拥有那当奇药 而且将之用来救下赤莲殿的性命 你说此人是不是命不该绝啊 众人闻言都是暗暗成奇 暗想着赤莲殿还真是福达命达 自那以后赤莲殿便有了鬼不兽的外号 风员破腐须缓缓缓地说 她半生征战 生死无数 加上后来在蒸发辽东时候的一次险境 三次必死 却都大难不死 只若其他险群食客 更是多如牛毛 如此人物 想要取她性命 绝非易事啊 就算她如今在返门城 我们集结重兵前去围剿 是有八九 也是无功而返 双眸泛寒 赤贝虽然占了帆门城 却好歹拿出了一个借口 说明他们也还有所顾忌 如果这时候我们攻打帆门城 不但要损兵折将 而且必然会和辽东全面开战 她扫视众人一眼 问道 你们觉得 这是与辽东全面开战的好时机 冯天孝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 副帅说的是 帆门城被他们占据 南部防线已经崩溃 如果攻打帆门 却不能立刻拿下 等到辽东主力赶上来 咱们手中没有帆门 只怕将难以抵挡啊 不错 冯元破点头说 帆门城 咱们必须要夺回来 但是就其他法子 他们并不协认拿下了帆门城 咱们为何不能并不协认收回呢 众人见冯元破双眸闪烁 知道冯元破心中很有可能有了计较了 这些部将都知道 冯元破十分狡猾 对付敌人通常都是使出计谋 只有万不得已才会动用武力的 天笑 你和卫安即刻调动一蛮骑兵 往帆门山秘密移动 记住 动静越小越好 最好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到了帆门山也不要张扬 没有本都的命令 更不能对帆门城轻聚妄动 冯元破神经严峻 随即又吩咐冯破鲁 破鲁 你这边按照原计划不便 注意皇家禁卫军的动静 另外派人打探赤连殿的下落 一定要弄清楚 他现如今是否就在帆门城 报 冯元破话声未落 门外响起急报之声 禀报冯度 辽东总督赤连殿已经抵达天宫 厅内众人都是骤然变色 便是连冯元破眼中也显出了惊讶之色 空气似乎凝固了 但很快 风元破便沉声问道 何时抵达 带了多少人 是否已经进了天宫 来人禀道 回禀风度 只带了五名随从 现在已经到了天道殿正门之外 只是圣上并没有传召 赤连殿已经去了福殿 哦 风元破问道 他没有准备来武平府 他已经让人传话 明日便是祭天淡礼 祭天淡礼既然在天宫举行 他如今就在天宫 不好来回折腾 来人恭敬地说 他传话说 今夜就在偏殿歇息 哦 风元破釜着胡须 若有所思 玄吉眼中显出了锐利之色 冷笑地说 赤连殿既然在天宫那边 那么樊门城就只有赤贝了 没有赤连殿的赤贝便是再锋利 也不足为据呀 副帅 是否想到对策了 冯天笑忙问道 风元破位已沉隐 终于说 天笑 这事儿要你亲自跑一趟 不过 你到了帆门之后 必须按照我的吩咐去办 绝不能有丝毫差错 你是否能做到 冯天笑立誓拱手说 孩儿 愿立下军令状 好 就立军令状 风元破肃然说 若是出了差错 即使你是我的儿子 也要军法从事 冯天笑并不犹豫 让人拿来执笔 当众立下军令状 冯元破这才召唤冯天笑靠近 低声吩咐 冯天笑微皱眉头 却还是微微点头 冯元破随即 又叫魏安靠近 低声吩咐了一番 魏安恭敬地说 风都放心 为止 愿效仿少帅 当众立下军令状 祭天诞礼 如期举行 参加祭天诞礼的一团礼队 在天还没有亮之前 就已经按照吩咐 向天宫进发了 而礼布斯以阳镇为首的众多官员 则是在头一天 就已经到了天宫了 祭天诞礼 对于大秦帝国来说 自然是难得一见的盛事了 同时 对于天宫护卫来说 自然也是最紧要的时刻 虽然一般人不能轻易接近天宫 但是天宫的修建 并没有完全竣工 依然在此的民夫 还有数万之中 鱼龙混杂 对于安全工作 自然是要大打加强的 虽然天道殿外面 有薛元绍统领的皇家禁卫军保护 但是守卫天宫的主力 还是冯破鲁率领的河西禁卫军 五千河西禁卫军 几乎都被调到了天宫附近 就驻守在天宫的外围 这一次的祭天诞礼 除了大小官员 河西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都是分然而至 便是河西的百姓 虽然不能进入天宫 却能够破例靠近天宫 看一看天宫的外墙 之前的规定天宫十里之内 平民百姓不得靠近 这条规矩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自然是网开一面了 皇帝要与民同庆 自然又要调来一匹兵马 为之秩序 提防别有居心之人 趁虚而入 巡逻队伍也大大增加 天道殿前的广场之上 已经是荆棘招展了 皮修起 柳瑶起 金龙起 迎风招展 在宽阔的广场之上 则是搭建了八处高大的台子 这八处台子的方位 也是大有讲究的 按照八卦的方位搭建 而且八大台子 四黑四白 十分显严 楚欢随着孔雀台 来到天宫之时 心中便已经是大为赞叹了 虽然他知道天宫的一砖一瓦都加含着天下百姓的血泪 可是那鬼斧神功的手艺 批开其他 只论那些匠人的手段 实在是让人坦为观之 五平府内的一团 在天亮之前 就已经在何西里布斯官员的带领下 自五平府出发 赶往天宫 此番的祭天淡礼 操执事务 主要是落在何西里布斯的身上 只要学会安这些金管 反倒诸事都无法插手进去 只能是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而已 而主持这次祭天淡礼的主角 当人不让 就是长生道的掌门 玄真道宗 除了广场上 最显眼的八个大台子 在靠近宫墙附近 则是临时搭建了一排木质房舍 显然只是临时搭建 却是十分讲究 井然有序 这一排木质房舍的门头之上 都挂着木牌 一开始许多道长的官员士绅 都弄不清楚 那到底是什么所在 但是当一团抵达之后 所有人都明白过来了 那是专门给异团临时搭建的换装社 祭天淡礼洗净为主 自然少不得异团表演了 此番前来的异团 大大小小 总共有三十六家 和天公的三十六天罡树 临时搭建的三十六处房舍 门头都标明异团的名称 在表演之前 这些异团可以在其中换装 以及歇息 而且表演前 会有专人前往传唤 若是没有得到传唤 擅自走出防射 将从众治罪 这些异团虽然都是名声在外 可是在世人的眼中 终究只是下酒流的人物 今次祭天淡礼献祭 已经是还好当了 只是这样一群人除了献祭之外 当然没有资格在天公境内 四处转悠了 孔雀台的临时房舍 排在最后一间 相比起前面的几十间房舍 最后两间房舍 显然要大出许多 除了孔雀台这一间 另一间便是隔壁的镇扣风 偌大的房间之内 孔雀台只有五人前来 而且经过岗哨的时候 还经过了严格的检查 楚欢此时 正在前屋研究莲花台呢 虽然是临时搭建的房舍 但是房舍内部 中间用木板隔开 分为前后室 显然也是为了方便 各一团男女不至于混在一起 顾名思义 莲花台是一个莲花形状的道具 如同两朵莲花底铺互扣 一面朝下 一面朝上 其实体积也并没有多大 这莲花台显然是用木料所制的 不过显然不是普通的木料 造型美轮美奂 精致异常 八朵莲瓣 灿然绽放 莲蕊也是工艺精美 楚欢绕着莲花台转了一圈 边上毛人居 含笑轻声说 朱大侠 这东西看起来大 其实没有多少分量 就算架上姑娘 要举起来 也是十分轻松的 楚欢笑着说 我倒不担心举不起来 只试着莲花台 颇有些狭窄 这么点地方 姑娘能够在上面进行舞技吗 朱大侠放心 这是姑娘的拿手绝活 换成别人 莫说在这莲花台上表演了 只怕站也站不稳的 毛人居轻声说 到时候朱大侠就知道 姑娘的舞技了 不过瞧这阵势 咱们可还要等好久啊 历史班伙根本轮不上我们 李不思的官员说 咱们押后 轮到咱们时 少说也还有好几个时辰 朱大侠可以先歇息一番 楚欢却已经凑到窗边 透过窗帘远远望过去 只见到广场之上人来人往 大都是锦衣华府的官员和士绅 其中也有太监宫女来回走动 而此刻已经有一团出场了 去到那八座台上 开始表演技艺 楚欢知道 近日盛世 异团众多 皇帝不可能观看所有的表演 大多数的异团 终究还是表演给其他人观看的 孔雀台和镇口风的待遇 比起其他异团要强出许多 那么很有可能 皇帝最后观看的表演 就是这两只异团 楚欢 目光如电 扫过眼中的每一道身影 却是发现 虽然人来人往 但是却没有瞧见兵士巡逻 目说兵士便是身上佩戴武器的人 也是一个不见 此时想起来 进入天宫之前 都是经过检查的 对于兵器的检查 最为严格 进入天宫的上下人等 无论是谁 都不能携带兵器 诶 楚欢扫尸之间 目光忽然定住了 毛人居在旁瞧见 顺着楚欢的目光望过去 只瞧见在广场之上 一名一身银色甲州的武将 正缓缓地向天道殿店门走过去 且不说此人一身银色甲州 极其显眼 只论个头 却也是十分显眼 倒不是因为 此人有多高大 恰恰相反 此人的个头极为矮小 便是和平常人相比 要爱上大半个头 此人身上并没有佩戴兵器 显然此次祭天淡礼 一视同仁 无论是谁 都无法携带兵器 进入天宫 这银甲匠虽然个头不高 走过别人身边之时 好看一些 也只是到人家脖子处 若是边上有个个头高大之人 甚至指到别人胸口 楚欢双眉索起 神情已经变得严峻起来 毛人居在旁瞧见 见楚欢神情低声问道 朱大响 哪是谁 你自不认识 楚欢摇摇头 说道 我并无见过 但是咱们应该能猜得出来 哦 他那身甲昼的智史 乃是总督一级的 封疆大吏 才能够传戴的 楚欢轻声说 据说此番前来 参加祭天淡礼的 一共有三位总督 胡景总督 安义总督 和辽东总督 此人十有八九 就是这三人之中的 其中一人了 楚欢虽是这样说 其实心里已经确定了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个头矮小的银甲匠 十有八九 便是辽东总督 吃点点 个头矮小气势却是十足 而且全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子冷力气息 行走之间 每一步踏出 都是纯正的军人风子 楚欢认识袁崇尚 袁崇尚也是武将出身 但是眼前这人 既然不是袁崇尚 就只能是赤连殿了 楚欢心里 其实一直在怀疑 赤连殿是否真的会 前来参加祭天淡礼 毕竟何夕之地 可不是什么善地啊 此刻看赤连殿的样子 显然是对何夕毫不畏惧 赤连殿走在人群之中 身边并无随从 他所过之处 身边的人 无论认不认识 竟是情不自禁地 向后闪开了 给他让出了一条 直通往天道殿正殿的道路了 其实在场认识赤连殿的 并不多 但是无一例外的 边儿上的人 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到 这个人的个头矮小 只是感觉到 这个人的稳弱磐石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赤连殿每一步走出 给人一种山岳气势 让人忍不住肃然起敬 胜出敬畏之心 这天下间偏偏就有这样一类人 虽然不多 但是赤连殿无疑是其中之一 赤连殿捧如无人地 走到天道殿的玉街之下 仰头望着那两扇关闭的殿门 顿时便如同一颗挺直的轻松一般 傲然而立 玉街两边的栏杆边上 则有禁卫武士战哨 只是事先有吩咐 天宫之内禁止刀兵 以免玷污灵境 所以这些兵士都没有佩戴兵器 只是这些人一个个虎背雄腰 即使没有佩戴武器 徒手搏斗的手段也是不弱 这些武士本来习惯于目不斜视的 但是此刻看到赤连殿离于玉街之下 身为军人 这些禁卫武士自然很容易就从赤连殿身上 看出他的军人风骨 他们当然也知道 这矮个子绝非普通之人 任何一名禁卫武士的个头都比赤连殿要高 但是看到赤连殿的禁卫武士 无一不显著敬卫之色 殿帅 赤连殿的身后传来脚步声 他并没有转身 直到有人走到他身边 他在微微扭头 却见到一身关炮的猿虫上 站在旁边 已经向他率先行礼了 两人虽然都是一道总督 但是赤连殿还有上将军的爵位 而且无论是资历还是影响力 袁中尚都是难以比及赤连殿的 赤连殿上下打量一番 微皱眉头 说道 袁总督是军人出身 今日改传甲咒 而不是官袍 袁中尚一愣 虽然赤连殿直接批评 但是袁中尚显然没有丝毫生气 反倒是拱手说 呃 hogser说得是 这是今日忌天淡黎 礼部也说过 天宫之内不已刀兵 所以袁某没有配夹 袁总督 你我都是跟随圣上 南征北战的武将 齿连殿欢欢的说 甲州在深 不但是我们武人的习惯 也是为了能够随时 杀口卫国 如今天下动荡 五人之辈更应该夹不离身 袁崇尚尚未说话呢 却听到一阵弦乐之声缓缓响起了 这一次赤炼殿也是回过头去 只见到一群道士正缓缓过来 八名道士抬着一座八卦台 全真道宗此时就坐在八卦台上 他一身八卦道仆 合法童颜手握浮沉先锋刀骨 坐在高大的八卦台上宛若神仙 在八卦台的前面 是四名手握浮沉的道士 脚步轻盈 道观道袍就是崭新的 而八卦台后面 又是跟了二三十名道士排成两列 道教在秦国十分反胜 皇帝信道 那是天下皆知的 而且能够进入天宫的 住了一团之人 其他的非富其贵 自然知道 长生道在秦国的势力 着实不小 而且事先许多人都知道 主持此次几天淡礼的 便是长生道的长教 玄真道宗 更有许多人清楚 实际上如今的道宗之尊 其实就是玄真道宗 道教大大小小各派 除了被朝廷使为祸患的天门道之外 谁也无法与长生道的实力相比 玄真道宗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道宗之首 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 对于长生不老自然都是求之不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并不会完全否定长生不老的存在 很多人都知道 玄真道宗能够成为道家之首 说到底 就是能够帮助皇帝达成长生不老的心愿 皇帝固然是真龙天子 而玄真道宗也被世人视为窥破生死的神人 此时众人亲眼看到先锋道鼓的玄真道宗 不少人已经是肃然其境了 八卦台所致 广场众人是纷纷闪到两边 而且许多人都是对这位宛若神仙的玄真道宗恭敬行礼 玄真道宗跟随皇帝北群带来了一大群弟子 这群弟子以前都是身处身宫 与玄真道宗一同服侍皇帝修道 此番这些从深宫出来的道家子弟斩下在人前 陆少人就感觉从皇宫出来的道士 似乎真的比普通的道士要多出几分仙气 他们行走之时步伐轻盈 与常人颇有不同 赤炼殿远远望着高高在上的玄真道宗 眼中滑过一丝冷丽之色 身边原虫上的脸色也是有些难看 披肩赤炼殿看玄真道宗的脸色似乎不善 当下也是召着玄真道宗冷哼里声 赤炼殿听到原虫上的冷哼声 也不看原虫上 只是淡淡地问道 原总督似乎对这群道士并无好感呢 殿帅 袁某听人说过一句话 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原仲上轻声说 哦 赤炼殿看了原仲上一眼 原总督指的是哪句话呀 天师道悟过 太平道乱过 原仲上轻声说 这帮道士借着圣上的崇信 张扬放肆 咱们大秦就是被这帮道士祸害成 说到这里 终究是没有说下去 又是一声冷哼 赤炼殿也不说话 一双眼睛却是从玄真道宗身上一看 缓缓落下 玄真道宗的队伍也是往这边过来了 赤炼殿一双英九般的眼睛 扫过八卦台边上那群道士 陡然间双眸一紧 双拳已经握起了 眼角微微抽动 原仲上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只是冷声说 一个道士 这排场倒比逢腔大力还要大 太子殿下还没有到 赤炼殿忽然问道 原总督是从武平府过来 是 原仲上立刻说 殿下最近疲累得紧 而且 而且话有腿疾 总是有些不便的 不过应该很快就到了 赤炼殿 微微汗手 又问道 太子 可曾见过圣上的 并无见到 原仲上轻声说 太子 来到河西之后 先是直接到了天宫这边 叫面圣 只是圣上当时龙体 微秧 没有召见 所以太子 就是仍先去了武平府 我等已经觐见过太子 商讨凭贼之策 赤炼殿 微微汗手 随即问道 圣上没有召见太子 太子 就直接离开了 可否觐见过皇后娘娘呢 这 圆仲上摇头说 这个我确实不知 我进见太子之时 太子只说面圣不成 然后才返回武平府 有没有进见皇后 太子没有说 我们做臣子的 自然也不好多问了 也误一了一下 才压低声音 问道 殿帅 太子殿下 似乎和皇后娘娘 多年不曾相见 哦 这脸点面无表情 圆仲上叹道 哎呀 太子啊 多年没有进宫了 而皇后 也是许多年不曾出宫 自然是难以见到了 圆大人 你想说什么 赤炼殿 转世圆仲上 圆仲上的目光 接触到赤炼殿的目光 便感觉身体一寒 此时赤炼殿的双眸如电 冷力异常 圆仲上面对这位 朔国谨存的上将军 就宛若面对的是一把锋利无比的锋刃 他当年 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勇汉非凡 立下赫赫战功 否则也不至于能坐上安逸道总督的位置 可是此刻 心中竟然生出一阵畏惧感 殿帅 袁某誓言 十连殿抬起头 此时太阳正当空中 他喃喃自语 快到正午了 转身向居仙殿的方向看过去 轻声说 圣上应该也快出来了 冯天孝连夜出发 只带了不到一百名骑兵随同 马不停蹄 他对五周境内的道路情况了落指掌 而且骑成的是从宜蛮得来的宜蛮良居 忠实在正午之前赶到了帆门山 潭卢见得冯天孝亲自赶来畏畏吃惊 冯天孝倒是干脆利落 直接问道 帆门城 情况如何 潭卢早已经将帆门一带的地图铺在桌子上 稍帅 情况已经完全打探清楚了 八百赤被占据了帆门城 控制了县衙门和仓库 就在今天早上得到消息 帆门守军全都被绞了蟹 却并没有被驱赶出城 冯天孝一睁 眼中冒出火来 被绞蟹 岂有此理 城中有一千守军 赤被不过八百人 这一刀都没砍下去 就气血投降 我全说 帆门城的守将不是胡招吗 他怎么可能气血投降呢 帆门城作为军事重力 城防守备自然不是由县令插手 而是由冯元破的新副将领胡招镇守的 胡招早年就跟随冯家一起 乃是冯家军团的一员虎将 对冯元破更是忠心耿耿 勇猛加上忠诚 这才被冯元破违派在帆门城 按照冯元破的话说 就算自己的亲生儿子背叛自己 胡招也不会背叛的 此时冯天孝听说 胡招竟然缴械投降 自然是大吃一惊 谭卢神情严峻的说 胡招为何气血 背着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帆门城周围并无辽东兵马 卑职排探马 昨夜就已经在帆门城方元五十里之内打探了 决定帆门境内除了这八百赤背 再无辽东军一兵一足 冯天孝冷笑地说 如此甚好 赤背突起 号称是天下最强的骑兵 本少帅这一次 就要将这天下最强的骑兵一口吞下 让他们渣子也省不下 天宫之内 广场上已经有了四五百人之中 人数虽然不少 但是在空阔的殿前广场上 也并不显得拥挤 全真道宗到了天宫之后 穿过广场到的殿前 已经瞧见赤帘殿了 在八卦台上朝着赤帘殿点了点头 赤帘殿确实拱了拱手 双方并无交谈 全真道宗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道士们上了台阶 走到天道殿前 已经让人打开天道殿的大门 一群道士抬着全真道宗 镜子进了天道殿之内了 圣上还没有入殿 这老道士就比圣上还要早啊 圣中上冷笑地说 长生道的这帮道士 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他话声刚落 却见到十几名道士 就要从殿内出来 这十几名道士 合力抬出了一只铜顶 虽然合了十数人之力 但是铜顶十分巨大 这些道士的力气 显然也是不小 随即又有人 抬了一张长形的金色暗机来 摆在铜顶后面 广场之上 本来许多人 正在观看八个台子上的一团表演 看到天道殿 殿门前的动静 都是纷纷侧目过来 不少心里当即便想 这摆设台案 想必就是为了祭天所用 便在此时 却又听到一阵骚动响起 众人目不挟接又转身过去了 却见得又是一队人马 从宫外过来 已经有人高声唱道 太子殿下驾到 在场的人们听到声音 互相看了看 不少人都显出了惊讶之责 虽然大家都知道 皇帝在河西 但是却并无几人知道 太子也来到了河西了 而且会在这时候出现 太子乃是帝国储君 听闻太子驾到 谁也不敢怠慢 广场上的人们 都已经纷纷跪到在地 俯身低头 把这台子上的义团 也迅速停下了表演 就在台上向太子跪拜 赵全此时 一身近装 推着太子的轮椅 太子一身正装 头戴官帽 眉目分明 不怒自危 在轮椅边上 则是身披粉红色大肠的琉璃 数着功绩 大肠之下 则是一身青涩衣裙 他步伐轻盈 就如同一片流云 飘荡在太子身旁 风姿绰跃 在这宽阔大气的广场之上 更显得娇美绝伦 雍容贵气 楚欢此时 在窗边 也瞧见了 突然出现的太子和琉璃 太子到和琪时候 行踪本就十分隐秘 并没有公之于众 楚欢却想不到太子来临了 此时看到流利 就在太子身边 微皱眉头 此时倒不是想到 与流利之前的羁绊 而是忽然想到 此番寄天淡礼 该来的不该来的 全都过来了 这寄天淡礼 看上去喜喜洋洋 可是其中暗流涌动 他已经敏锐感觉 今日的祭天淡礼 恐怕不会顺顺利利完成的 赤连殿瞧见太子 大家来临了 早已经和园中上赢了上来 侯金道总督没拢 此时也忽然出现 往太子这边过来了 三大总督 倒到太子面前 齐齐行礼 太子已经喊笑说 今日盛典 三位总督聚集一堂 许多国事 此番也可以迎刃而解了 看着赤连殿 说道 殿帅也终于到了 臣接到圣上之意 自当遵旨而来 赤连殿拱手说 殿下一向可好 太子笑着说 本宫倒没什么 只是殿帅助手辽东 宝京风霜 哎 叹道 已经多年不曾见到殿帅 殿帅似乎又老了一些 赤连殿笑着说 殿下 臣已经是五十的人了 年过半百 容不得臣继续年轻了 太子微微寒手 苦笑地说 当年跟随父皇 打下大秦江山的老臣 如今已经锁上无几了 我大秦四大赏将军 如今也就只剩下殿帅了 雷将军的事情 臣已经听说了 臣殿肃然说 老将军为国尽忠 好起肝云 乃是天下臣子的楷末 太子也不多言 说道 进殿再说吧 四处看看 问道 父皇是否已经入殿了 哦 尚没有见到圣家的 袁中尚忙说 太子微皱眉头 向居仙殿帮过去了 父皇龙体微壤 莫非现在还没有康复 太子身在广场 所有人都不敢起身来 当下太子 在几名总督的簇拥下 缓缓向天道殿过去了 正午时分 弦跃声响 居仙殿方向 终于传来动静了 只见到仪仗队 举着滑盖走在前方 一辆金车 正缓缓地 往天道殿这边过来 金车边上 一左一右两人 左边是白发如雪的 轩辕绍 也是唯一携带兵器之人 在右边 则是和其总督 逢元破 金车之后 跟随着太监宫女 六匹纯白色的骏马 拉着金色的大车 车座之上 正是皇冠龙袍的大秦皇帝 和身着凤袍的皇后 金车到来 广场上的人们 早已经列队迎候了 官员一队 士绅则是另一队 按照地位高低 从前到后 站立在 汉白玉扑九的道路两边 等到金车靠近 早有礼布斯官员 大声唱大 皇帝陛下 和皇后娘娘 假道 数百人早已经纷纷跪下 跪在道路两边 齐声叫道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此时太子已经从天道殿内出来 包括玄珍道宗和赤链殿等人在内 已经到得台阶下面了 站成一排 等金车过来 也纷纷上前参拜 太子腿急 只能坐在轮椅上行礼 他望着金车上的皇帝 见到皇帝的气色并不是很好 脸色有些苍白 目光也微微闪烁 倒是皇后镇定自若 涌入华贵 只是太子目光 落到皇后脸上时 皇后却并没有向她看过来 皇后已经是四十多岁年纪了 可是看上去却宛若三十出头 没有丝毫衰老的迹象 而且气质华贵 她身上流淌着真正的地宙血液 前朝公主本朝皇后 实乃是当今天下最为尊贵的女人 而她的容颜也完全匹配这样的尊贵 皇帝扫着众人一眼 又看向广场上的戏台子 总是缓缓站起身来 含笑向金车前的众人说 这近日身体有些不适 好在祭天淡礼之日已经是康复 诸位爱却为了祭天淡礼 辛劳至此 朕很欣慰 朕的受淡 希望能有诸位爱却的陪伴 众人都是闲 此时皇后已经站起身来 皇帝伸出手 皇后犹豫了一下 终是递出手 任由皇帝握住 皇帝握紧皇后的柔蹄 走到车梯边上 由太监和宫女上前来 皇帝皱眉说 退下 朕还没有老道要人服 冯元珀在金车边上听见 嘴角泛起似笑意 他当然知道 这是假皇帝 之前一直在居县殿内 不与人接触 倒也并无大事 可是今日乃是祭天淡礼 皇帝自然要出来接受朝贺 在众目睽睽之下 若是出现纰漏 被人敲出破绽 后果自然是大大不妙了 他本来还有几分担心呢 但是此刻 见着假皇帝做出如此反应 倒是微微地松了口气 冯元珀不得不承认 这假皇帝虽然是傀儡 与真皇帝虽然面貌相似 但两人的能耐 却是天壤之别 可是单就演戏而言 这假皇帝倒也并不弱 想来 假皇帝心里也很清楚 他的家人都在冯元珀的手中 若有疏忽 死的可就是他的那些家人了 自然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皇帝牵着皇后的手下了金车 他虽然年迈 但是气势不见 环步走到太子面前 打量一番 太子看了皇后一眼 见皇后面无表情 但是一只柔蹄 却还是被皇帝牵着 眼角微微抽动 却还是拱手说 儿臣见过父皇 皇帝只是淡淡地说 朕并没有想到 积天淡礼你能赶来 儿臣此来是要亲自向父皇请罪 太子恭敬地说 儿臣辜负父皇的期望 丢了秦城 无能至极 请父皇责罚 儿臣还恳请父皇 即刻召集群臣 商讨剿贼事宜 早日发兵 剿灭叛匪 皇帝周梅说 朕听说京城失陷 不是天门叛匪所致 而是一帮暴民闯入城中 可有此事 冯元破心向暗想 京城失陷的事情 自己并未向伟帝说起过 伟帝知道此事 恐怕是从工人口中知道的 京城失陷的消息 自然是早就传到了 和溪这边了 跟随皇帝来的朝官 自然都已经知道了 人多口杂 事情传到工中 也并非奇怪的事情 只是伟帝此事 却装模作样的 竟是质问起了太子了 冯元破眼角悲跳 他固然担心伟帝不知所措 却担心 燕戏眼的太过火了 反倒是适得其反 在场的众人 哪一个不是精明过人之位啊 盲说 圣上及时将至 京城之事 陈景身上稍后在意 他弓着身子 现在十分前功 在别人的眼中 倒似乎是在给太子解围 皇帝也不多言 劝着皇后继续前行 走过琉璃边上 皇后却是停下步子 俯视打量 随其才轻声说 抬起头来 琉璃抬起头 一张倾国倾城的角色脸庞顿时便显现在众人面前 皇帝却是情不自禁地看过去 皇后却经柔声说 你就是帮助太子 朕吃腿脊的琉璃 琉璃声音柔和 回禀皇后娘娘 臣妾正是琉璃 琉璃 皇帝在旁边喃喃自语 布满皱纹的脸上忽然显出一次笑容 向皇后说 皇后 朕忽然发现 她很像一个人 皇后脸上显出一次浅笑 问道 圣上说的是谁 皇帝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看向赤连殿 说道 赤连殿 你觉得这位琉璃夫人 眉眼像谁 冯元破在旁 却是皱起眉头来 安想 伟帝当真是无事找事啊 这时候怎得说起琉璃夫人的相貌来 有些想示意伟帝收敛一些 可是众目睽睽之下 却不好有什么表现 赤连殿已经抬头 说道 回禀圣上 臣以为 琉璃夫人的五官 与皇后颇有些相似 哦 皇帝笑着说 你也看出来了 冯元破在旁听见 忍不住 先是看看琉璃夫人 最后看了皇后两眼 之前她并没有发现 但是此刻说起来 她却觉得琉璃夫人的样貌 竟然真的与皇后有几分相似 特别是那线条优美的嘴唇 风润烟红 倒是有八九分的相似 皇后比这琉璃夫人的年纪 要大上许多 如果不经人提醒 因为年纪差距在那里 很难让人会联想到 这两人有什么相似之处 可是如果仔细观察 却发现除了嘴唇和眉角 便是脸型轮廓 乃是微妙微笑 两人的气质 都是颇为高贵典雅 透着端庄气息 只是琉璃年轻 端庄之中还带着娇媚青春 而皇后却是成熟风云 雍容华贵 冯元破这才明白 伟弟为何有此一言 他知道这伟弟颇为好色 之前甚至差点玷污了皇后 所以干脆给伟弟做了宫行 只是看来此人虽然已经不男不女了 但是对美色却显然没有完全失去兴趣 皇后端状贵气 成熟丰美 伟弟显然是一直观察 如今琉璃夫人出现 谁都打心里承认 太子身边的这位美人 国色天香 是乃局势罕见的国色游物 伟弟眼前一亮 发现琉璃眉眼与皇后有些相似 倒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毕竟他现在以皇帝身份出现 别人不能随意乱看 他却是毫无顾忌的 别人不敢盯着皇后和琉璃细看 但是伟弟却敢 被他发现其中的相似 也是理所当然的 赤连殿恭敬地说 琉璃夫人的相貌 与皇后当年有七分相似 刚才臣看到琉璃夫人 也是有些惊讶 如果不是太子介绍 臣还以为 犹豫了一下 却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以为什么 皇帝一手牵着皇后 另一只手则是抚须轻吻的 赤连殿说 臣还作以为 琉璃夫人乃是皇后娘娘的亲眷 她先前没有说出来 也是有些顾忌的 毕竟皇后乃是前朝的公主 大华朝皇族朔国仅存的血脉 如果琉璃夫人与皇后是亲眷 那就有可能 也是华朝的遗脉了 皇后身为前朝公主 如今黯然无事 完全是因为 她已经是大秦的皇后了 如果出现华朝 其他的遗脉 还流传在世上 皇帝未必能够容下 琉璃夫人此时 毕竟恭敬地说 臣妾出身于西北 乃是小民之家 不敢与皇后娘娘高攀 皇帝抚恤笑着说 皇后 难得有这缘分 你若是愿意 回头大可以收她为女儿 朕可以赐给她公主封号 冯元博文言 眼角微微跳动 阿详 这位帝胡言乱语 这句话可是大大不成体统啊 瞧想边上众人 这件众人也都是神色古怪的 琉璃夫人是太子的姬妾 虽然并没有扶正为太子妃 但事实上 已经是皇帝的媳妇了 让皇后将媳妇 说为女儿 更要赐下公主封号 这总是不伦不类啊 皇后已经喊小说 臣妾倒有些何样的想法 只是琉璃已经是太子的姬妾了 圣上这样安排就却不妥了 皇帝扶须笑着说 是啊 真糊涂了 太子是你的皇子 琉璃是你的儿媳妇 这已经是一家人了 忽然想到了什么 向太子问道 太子 琪王在哪里 朕怎么没有瞧见琪王呢 父皇 此事 儿臣正要向您详细并报 太子微皱眉头 但声音却还是十分恭敬 皇帝偶利声 逢元破见皇帝废话太多了 也是皱起眉头 在旁已经恭敬地说 圣上 时辰已经到了 您看 向不远处的玄真道宗使了个眼色 玄真道宗倒是反应快速 单手梳在胸前说道 圣上 即时已到 可以祭天了 皇帝微微汉手 牵着皇后的手 在玄真道宗的引带下 上了御阶 此时参加祭天淡礼的 官员使身们都已经到了台阶之下 黑压压的一群人按照身份地位站立当地 太子等人自然没有跟随上去 在前面站顶了 刘立站在太子身边 逢元破 赤连殿 元忠上 和梅龙等人 都是站在太子身后一排 而随皇帝北巡的一干朝官 纳颜周庭 礼部尚书薛怀安 礼部尚书林元芳 护部尚书马洪等大小官员 也都是纷纷站定 大顶之后 是一张长行案机 其后 则又摆了两张 金光灿灿的椅子 宫女们打着滑盖 站在椅子后边 皇帝和皇后分别坐下之后 便听得龙骨金鸣之声响起了 玄珍道宗先锋道鼓 走到了暗基后边 抬头看了看天空 又回头看了看皇帝 见皇帝微微汗手 玄珍道宗才长声说 即时已到 祭天诞礼 开始 在场官员士绅 都已经纷纷跪倒在地 却见到一名道士 已经向玄珍道宗 称上祭天道文 玄珍道宗拿着祭天道文 走到大顶边上 高声宣读 道文的内容 无非是感谢上仓 此早华美 众人对道文的内容 并不感兴趣 只是见到玄珍道宗 一大把年纪了 但是声音却是十分响亮 远比身强力壮的年轻汉子的声音 还要响亮 都是暗暗称奇 心想 这玄珍道宗 要帮着皇帝求长生之道 看来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道文显然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念完的 日照当空 本就奢华的天空 在阳光笼罩之下 泛着一层光芒 充满了祥和喜庆的气息 众臣低着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听到玄珍道宗的声音 戛然而止 众人这才抬头 却见到大顶之内 不知何时 已经烧起了大火了 玄珍道宗 已经走到大顶边上 将手中捣纹丢了进去 群臣顿时齐声高呼 数百人齐声高呼 声音本就不低 再加上广场空旷 声音远远传开 气势十足十分恢弘 此时才有道士 走到皇帝身边 低语了两句 皇帝起身来 缓步走上前 扫射群臣 群臣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 皇帝抬头 看了看苍穹 忠实大声说 朕当年南征北逃 灭国无数 打下了大秦江山 朕就万民于水火之中 让他们安居乐业 一直以来 朕别想开创大秦盛世 万邦来朝 众臣都是屏息聆听 只听皇帝继续说 朕受命于天 但是这天下 却总有跳梁小丑 要给朕找麻烦 朕这一生 无论对错 也不是天下人 能够评判的 太子围皱眉头 不少官员 也都是左右瞧了瞧 逢元破 望着高高在上的伟帝 心想 这一番话 估计伟帝是准备多时了 朕知道 有很多人觉得 朕是昏君 皇帝缓缓地说 他们觉得 朕重新修道 不顾苍生 乃是遗害天下的 昏君暴君 朕不许论是与非 只想告诉天下人 只要朕在此 而等终究是臣 朕要告诉那些 想与朕为敌的人 朕的江山 依然如画 万里江山 朕可以纵情书画 朕要明明白白 告诉世人 君临天下者 是大秦皇帝 大秦缘 八千里江山 朕从前 纵横驰骋 无人可敌 如今 朕也依然可以 纵横天下 绝世无双 所有人 都是微微变色 实料不到 皇帝说出 这一番话来 人群之中 倒有些人心中 不以为然 皇帝的话 虽然说的傲气凛然 可是事实上 秦国的京城 都已经陷落了 半壁江山沦陷 皇帝称他 依然拥有万里江山 那已经是 自欺欺人之语了 只若纵横天下 谁都不敢否认 当年的秦后姻缘 确实是 盖世无双 但是现如今 在众人眼前的 显然 只是一个 老眼昏化的老朽 谁都不会相信 就凭这样一个老朽 还有能耐纵横天下 更不必说 绝世无双了 皇帝说完 扫尸群臣 这才欢欢转身 走到皇后的身边 牵着皇后的手 缓步走进了 天道殿之内 玄真道宗 却也已经转身 进入大殿 很快 一名道士 大声叫道 阁道总督 六部侍郎 以上官员 入殿 进界 广场上的众人 这才纷纷起身来 赵全推着太子的轮椅 走在前面 赤连殿 冯元破 元忠上和梅龙 四大总督 紧跟其后 其后便是纳严周庭 以及包括在场的 六部侍郎 以上官员 纷纷跟上 加起来 其实也不过寥寥十六七人 而已 见得皇帝召见众臣 其他人 这才送了口气 方才 玄真道宗 宣读道文 有大半个时辰 许多人的双腿 都已经跪得 有些生疼了 纷纷起身捶腿 而八只台子上 已经开始 有一团 继续表演了 天道殿上 皇帝 已经携着皇后 坐上了金龙榻 大殿之内 掀起阴云 却是大殿之内的水池之中 飘荡着雾气 雾气之中 甲山连夜 起化一草 美轮美奂 众臣从池子两边的汉白玉 走到走过 纷争两裂 那头向皇帝叩拜 皇帝吩咐众人起身 直接看下冯元破 问道 中国公 何西的官员 今日 是否都已经到齐 冯元破出列 跪倒在地 恭敬地说 回禀圣上 何西三州支县以上的官员 除了极少一部分人 因公事无法离开 都已经到齐了 哦 皇帝汉手笑着说 这似乎没有看到 令狼的身影 冯元破恭敬地说 回禀圣上 小卷冯天孝 其实一直也在筹备 此次的祭天断礼 冯家几代人 受圣上荣恩 所以冯天孝此番 只想为圣上的祭天断礼 献上一份心力 以报圣上 对我冯家的眷顾之情 可是 就在昨天夜里 接到紧急军情 冯天孝 这才连夜出发 如今 已经不在武平府 也无法参加 圣上今日的祭天断礼 哦 皇帝府须说 紧急军情 冯元破肃然说 而正是 那言周庭 周媚说 郑国公 这紧急军情 能够劳动 令狼出马 自然是河西军情了 北方 衣满不敢轻举妄动 衣满十三个最强大部落的酋长 如今都在武平府 本官先前 还看到广场上 有他们的身影 那么军情 自然不是从北方而来了 冯元破向周庭说 周大言 所言极是 军情并非来自北方 而是来自南边 南边 周庭说 难道是河北青天王 冯元破看了赤莲殿一眼 只见赤莲殿 身体如钟 山岳般 站在大殿之上 没有表情 这才向皇帝禀道 圣上 此事说起来 还与殿帅有关 赤莲殿 皇帝看向赤莲殿 问道 究竟出了何事 赤莲殿已经拱手说 回禀圣上 臣也不知道 冯总督是何意思 殿帅 可能有所不知 冯元破立刻说 就在昨天送来紧急军行 河西南部的樊门城 刚刚被人突袭占据 如今樊门城的守军 被搅了谢 而且仓库和官府衙门 都已经被控制住了 殿上众臣都是吃了一惊 大多数人第一想法便是 河北青天王的骑军 偷袭了樊门城 袁中尚和梅龙等人 对河西的地貌 颇有几分了解 知道一旦凡门失窃 对河西将意味着什么 倾天贼口真是胆大包天啊 礼部少数林元坊 历时一脸愤慨地说 圣煞 倾天贼口现在真是猖狂至极 殿帅的辽东兵马 在浮海道连战连截 这倾天王在浮海步步后退 想不到 他竟然敢主动侵袭河西 陈寻声上下肢 发兵平乱 一万兵已经编入河西军 此时正是发兵的好时机啊 皇帝尚未说话 冯元破却已经大声说 诸位误会了 据飞马来报 占据河西的 并不是倾天王的人马 众人又是一争 冯元破瞧了赤链殿一眼 指尖的赤链殿 依然是镇定自若 才继续说 举报 占据樊门城的 乃是八百名骑兵 而且清一色 红甲红盔 便是连马 也都是红色 众人更是大吃一惊 目光已经纷纷落到赤链殿的身上 红甲红盔 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 当然就是辽东的赤链突起 辽东起兵明动天下 而赤链突起 更是名声响亮 普天之下 以红甲红盔为装扮的起兵军团 也只有辽东赤链突起一家了 别无分毫 谁也没有想到 赤链殿的赤链突起 竟然攻占了樊门城 但是 只一瞬间 许多人便觉得 此事十分蹊跷 如果说赤链突起 攻占了樊门城 那就已经违背了大秦的军规了 辽东禀和和西军 都是大秦军队 在没有皇帝的旨意 和兵部调令的情况下 莫说占据他到城池了 便是越境 乃是触犯国法 等同于造反 如果那些红甲骑兵 真的是赤尾突起 他们攻占樊门城 已经等同于谋反了 若是赤链殿此时不在场 众人倒觉得 赤链殿有可能真的野心勃勃 攻打和西谋反 可是现在赤链殿就在大殿之上 如果赤链殿有心谋反 又怎么可能出现在和西 又怎么可能参加祭天丹礼呢 冯都是不是弄错了呀 礼部尚书薛桓 忍不住说 赤链突起是殿帅的部下 殿帅如今就在大殿 赤链突起怎么可能去攻占樊门城呢 瞧了皇帝一眼 才小心翼翼地说 有没有可能是 比有居心之辈 伪装成赤链突起 小生乱呢 薛不疼 言之有理 周庭立刻说 有没有可能是青天王的人假冒赤链呢 周庭尚未说完 赤链殿忽然开口说 冯总督没有说错 现在在樊门城的正是赤链突起 八百骑兵是随同我前来和谐的护卫 周庭和薛桓安本来还在为赤链殿辩书 甚至于在场众官员都觉得这中间是场误会 可是赤链殿此时却是当众承认 樊门城的兵马就是赤链突起 这让所有人都是悚然变色 太子固然揮皱眉头 皇帝却是眼角微眺 天道殿上正在说起樊门城之事 而此时的樊门城下 却已经有一队骑兵正在等候 当先一人正是河西五州军千户弹卢 身后则是跟随了十多名骑兵侍从 此时的反门县城却是大门紧闭 日照当空 并没有过太久 赤链千户五旋出现在城头了 依然是一身红甲头戴红盔 居高临下的盯着城下坛链一行人 并无说话 坛链瞧见城头上的五旋 五旋是赤链千户 甲州的样式与普通的赤链骑兵有些不同 坛链之前已经见过 此时看到立刻拱手说 可是五旋千户 五旋应当 谭千户来死不知有何贵干 谭某是来向赤链的兄弟道歉的 谭鹿探道 哎 昨日怠慢了赤链的弟兄 还望千户和诸位兄弟不要见怪 哦 五旋淡淡的说 谭千户既然专程来道歉 不如进城来坐一坐 谭鹿笑着说 哈哈哈哈 坐倒不必了 我是来带诸位赤链兄弟过山的 过山 五旋说 过什么山 吴千户难道不想过山 坛链又 GOT 比便说 它 "' 难道还要留在这里不成' 哦 原来是这事啊 吴君轩笑着说 哈哈 有牢谭千户挂念了 我们跟随殿帅来到这里 确实是要护为殿帅 参加几天探离 本来昨天我们确实要过山 但是现在却不用了 吴千户这是什么意思 殿帅已经去了五平府 吴轩朗声说 谭千户今天就是祭天淡礼 抬手冲着天空指了指 日照当空挣到五十 祭天也会选个好时辰 这时候应该是最好的时辰了 如果不出意外 祭天淡礼现在正在举行 殿帅如果此时还在帆门 岂不是要误了祭天淡礼 圣上寿担 下着宣兆 殿帅当然不会耽搁的 哦 坦卢勉强笑着说 如此说来 殿帅已经去了五平府 不错 吴轩说 殿帅既然去了五平府 我等不必相随 自然也就不必过山 留在这里等候殿帅便是 坦卢笑着说 这只怕有些不妥吧 五千户 樊门城乃是河西重镇 你们如今尽数驻扎在城内 只怕会被人误会 误会 吴轩笑着说 误会什么 难道会误会我们 赤为谋反 谭千户 先前我们说过 只要你们供应 赤柱 可随主便 哪怕是简单一些 我们也会听从 你们的安排 可是谭千户 当时说过 你们无法承担 赤柱 让我们自己想办法 既然谭千户 都这样说了 我们就只好 自己想办法了 好在樊门城 持住都是县城的 我们来这里歇息两天 莫非不可以 谭卢说 吴轩户 这话不对吧 樊门城 是河西县城 里面的一颗米 一匹布 也都是属于河西 你们占据城池 不等他说完 吴轩已经打断 说道 谭千户且慢 什么叫做占据城池 我们只是入城 借助而已 入城之后 吃的每一颗粮食 都是登记在侧 等离开的时候 自然是坟文不欠 顿了顿 笑着说 樊门城 宋贤令 对我们很是欢迎 而且答应我们 可以暂且在城中住下 这樊门城 既然归属宋贤令管辖 他就是主人 主人都已经热情接待 谭千户莫非 还能阻止不成吗 淡淡一笑 背负双手 谭千户是统军武将 难道连正式要插手 军政分离 圣上立国时 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没有圣上的旨意 军人插手正式 那是要满门朝展的 弹卢脸上变色 正要说话呢 呼听的后方 传来一阵马蹄声 谭卢回过头 城头上的五旋 却已经看见 从远处飞尘来一队人马 这次也只有五六旗之多 飞马如电 只是片刻间 便已经到了城下 当先一人 一身甲咒 英姿勃勃 谭卢瞧见 习忙下马 拱手说 少帅 马上指人 正是何其少帅 风天啸 见到谭卢 这是二话不说 举起手中马鞭 劈头盖脸的 便朝谭卢抽打了过去了 谭卢吃了一惊 却没有多闪 而是直直挺挺的站住 冯天啸连抽了十来鞭子 有几鞭抽打在谭卢脸上 已经是抽出血痕来 无论是城头的赤背 还是谭卢的随事 都是十分惊讶 十几鞭子抽打过后 冯天啸已经厉声喝止道 使你怠慢赤背 对他们施礼 谭卢单膝跪下 拱手说 我杯子该死 冯天啸抬头 向城头大声说 哪位是赤背千户五玄 五玄回道 逼人便是 你是 冯天啸拱手说 我是冯天啸 家父何其总督 我是奉圣上之命 特地来传召赤背千户五玄 即可赶往天宫 抬头看了看天色 周梅说 已经是正午了 玄武千户 时间急促 你立刻带上二十个人 赶紧随我起程赶往天宫 圣上和殿帅他们正在等候 五玄皱眉说 去天宫 我并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啊 冯天啸并不废话 已经从怀中取出遗物 举过头顶 这是圣上的旨意 五千户是打开城门 让我送你去 还是派人出来取 冯少帅既然是拿了圣上的圣旨 如果方便 不如入城传旨 吴轩笑着说 生上的旨意 总不能在城外宣读啊 弹炉在旁 已经压低声音 说道 少帅 不能入城 他尚未说完 冯天啸已经说 那就有劳你们打开城门 冯某入城传旨 城门打开 弹炉皱起眉头 冯天啸却是没有丝毫有欲 甚至连一人也没有带 拍马入城 入城之后 五玄已经从城头下来 冯天啸翻身下马 拱手笑着说 我一直听说 辽东只为突起 名动天下 而天下闻名的辽东三十六旗 都在辽东赤卫之中 赤卫通旗 有三大千户 五千户 想必就是辽东三十六旗之一了 五玄淡淡地笑着说 想不到少帅 对我辽东的情况 如此了解呀 倒也不是我特别了解 而是辽东军 本就天下闻名 你们辽东三十六旗的名头 比之雷将军的精雷旗 和于将军的虎一旗 更要名动天下 与西北封寒孝大将军的十三太保齐名 冯某又岂能不知呢 冯天啸含孝说 否则 此番圣上就为何偏偏传召五千户 带领二十名骑兵 前往天宫呢 这二十名骑兵 自然也是从辽东三十六旗中选出了 冯少帅是说 圣上下旨 要让我带领二十旗去往天宫 吴玄皱眉说 圣上为何会有如此旨意呢 冯天啸说 五千户 你我都是军人 你就不来婆婆妈妈那一套了 他将手中圣旨递给吴玄 你自己瞧一瞧圣旨 五璇接过圣旨 打开看了看 第一眼不看内容 而是瞅向落款 赫然看到盖着玉玺 抬眼看了冯天啸一眼 只见冯天啸也正一脸 肃然地盯着自己 当下扫视内容一遍 旨意倒是简单 只是让五璇率领二十名骑兵 接到圣旨之后 立刻赶赴天宫 不得有丝毫耽搁 具体原因 上面却并没有写清楚 冯少帅 貌媚问一句啊 圣上召我们前往天宫 所谓何事啊 五璇咒媚说 殿帅有令 驻留此地等他返回 冯天啸说 吴千呼 我也貌媚说一句 你们是辽东兵 殿帅是你们的总督 听从将领 本来也没有错 可是殿帅的将领 难道还能 大得过圣上的旨意吗 他语气 带着几分不满 五璇文言 倒是显出一次笑容 说道 啊 少帅说的是 我们自然是要遵从圣旨了 其实 圣上搬下这道旨意 殿帅就在旁边 风天啸说 当时圣上召见几位总督 我也蒙圣上龙恩召见 圣上当场搬下这道旨意 家父便派我连夜快马赶过来 可是到这里比我预计的还是晚了一些 随即一笑 我出发之前 倒想过向殿帅求的一些信物 没有殿帅的信物 只有圣上的圣旨 我只怕还请不动五千户 五璇皱眉说 冯少帅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五千户千万别误会 冯天啸立刻说 只被突袭 乃是殿帅的禁卫军 普天之下 也只有殿帅可以调动 我是个军人 说话不管摸角 就只怕五千户对冯某心存戒备 不会遵旨行事 只不过当时圣上和众官都在场 不若真的向殿帅索要信物 反倒众人真觉得 圣上的旨意比不过殿帅信物 那反倒让殿帅为难 不过话说回来 冯某对赤配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感 这趟差事 如果不是圣上所派 我也是不愿意过来的 想必是圣上觉得 我对何夕的地理熟悉 所以才派我前来 武璇盯着冯天孝的双眼 只见冯天孝 倒似乎真的对这趟差事 有些不情不愿 淡淡地说 连少帅对我赤配 都没有什么好感 这也难怪 进了帆门 连吃住 到我们自己打理了 原来失刻 这一点是弹路做错了 我带他向你们道歉 冯天孝抬头 看了看天色 说道 吃杯既然想在城里留几日 尽快留在这里 想来祭天淡礼 结束 天帅总是要带你们返回辽东的 不过 圣上的旨意 我已经带到了 武璇千户 如果愿意前往 还请即刻点击人马 咱们在今夜子时之前 务必要赶到天宫 参加圣上在天宫举办的喜夜宴 喜夜宴 冯天孝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 哎 武千户 实话对你说 让你们前往 倒也未必是让你们参加宴会 不过今夜要养我国威 倒需要你们赤杯精锐前往 哦 武璇疑惑的说 何出此言呢 这一次祭天淡礼 还邀请了 宜蛮十三部落的酋长 本来 我们已经安排好 诸多的节目 可是这宜蛮人 倒也不示弱 说是要为圣上献上节目 冯天孝冷笑的说 他们自夸宜蛮的骑兵天下无敌 而且言辞之中 竟是提到了辽东铁骑 声称辽东最强的赤杯 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真要是与一蛮精锐骑兵比试 也未必能赢 武璇大笑的说 哈哈哈哈 一蛮人还真是恬不知耻啊 当年我辽东铁骑 也并非没有到过漠北 赤杯手中 也是沾满了一蛮人的鲜血 只为他们的骑兵 粗也有余 却不值一提 冯天孝说 这句话我倒是赞同 和宜蛮人打了那么多年 他们有几斤脊粮 我们和西军是最为清楚的 那倒是 武璇不无讽刺的说 和西与宜蛮关系密切 对他们自然是十分了解了 冯天孝冷笑的说 五千户此言差异啊 在我眼中 宜蛮人只是一群蛮夫 本少帅还从未将他们放在眼中 不过这次 他们指名道姓 说是想与辽东铁骑 彼是骑术和剑术 本来这种建议 我们并不在意 谁知道那位力部尚书 林元芳对此 倒是十分的热衷 竟然向圣上戒严 说什么要让宜蛮人瞧瞧我 辽东赤辈的厉害 就是这一句话 让我连夜跑到这里来 到了 五千户 今夜的喜业宴 已经安排你们和宜蛮骑兵一脚高下 抬头看了看天 说道 五千户现在是否可以立刻出发呀 武璇也是抬头看了看天色 为沉吟 拿起手中的圣旨再次看了一遍 却见冯天孝已经转身 边走边说 五千户 我在外面等你们办炷箱的时间 你们若是要走 办炷箱之后即可出发 若是不想前往 我也只能回天宫赴命了 冯天孝的脚下根本不坐停留 走到马边翻身上马 拍马如同一只利剑般出了城门 到了城外 弹炉迎上前来 拱手低声说 少帅 五璇是否出城 该做的我已经做了 冯天孝的神情变得阴冷起来 就看五璇敢不敢抗旨了 去日当空 阳光明媚 城之内外一片肃静 片刻之后 只听得马蹄声响 五璇率领一队骑兵出了城来 出城之后 身后的城门立刻被关上了 冯少帅 事不宜迟 既然是圣上的旨意 咱们立刻动身 五璇拱手说 冯天孝点头说 咱们可要加快速度啊 圣上和殿帅都在天宫等候 可别误了时辰 到时候圣上和殿帅责怪下来 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要火声响起 众人策马挥鞭 轰隆咚向北而去 和西总督府 囚禁媚娘的院子外面 守卫森严 三不一岗 五不一少 这些都是和西禁卫军中的精锐 和西禁卫军本就是和西军的精锐 这些又都是禁卫军中的精锐 母说媚娘已经中了毒 全身乏力 就算安然无恙 想要轻易从总督府突北出去 乃是难上加难 正午时分 阳光扫落到院中 阳光透过院中大树茂密的枝叶 扫拾到地面上 如同满地点点碎金 一名禁卫兵士 领着一名一身轻衣小茂的家丁进了院子 这家丁两手各领了一只饭盒 走到屋门前 将一只饭盒放在地上 领着另一只饭盒 镜子推开门 进到了屋内 媚娘此时 却是躺在一张软踏子上 身体斜躺着 看上去慵懒无力 金卫兵士和家丁 看到媚娘曲线起伏的曼妙身姿 禁不住 都是喉咙微微蠕动 心头都是一荡 毫无疑问 像媚娘这样的角色有我 莫说是他们了 别是达官贵人 也是极其罕见的 媚娘任何一个身姿动作 都能让任何男人心魂荡漾 但是他们都知道 莫说触碰眼前这个女囚了 便是连废话也不能多说一句 上面已经有了交代了 按照时辰送餐 不要一句废话 否则全家送命 亲为兵士站在门前没有进屋 只是远远地看了转榻上的媚娘眼 便不敢多看了 家丁低着头 向饭盒送到桌边 打开饭盒 将里面饭菜摆上 转身不要走 只走出两步 就听到身后 那媚到骨子里的声音 有气无力地说 小 小哥哥 你 你等一等 这声音既媚且软 又显得柔弱无力 便是铁骨汉子 那也瞬间被这酥软之声融化了 去去家丁 如何能够抵挡的 只是感觉全身都有些发酥 却不敢回头 只是站着 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小哥哥 你 你过来一下 帮我看一看 媚娘的声音听上去虚弱至极 一种酥媚的腔调 发出如此虚弱的声音 更让人心腰悸动 家丁低着头 嘴唇动了动 可是却偏偏不敢说话 我 我好难受 媚娘的声音 依然钻入家丁的耳中 你瞧瞧我 是不是 是不是生病了 家丁禁不住抬头 先是看向门外的禁卫兵时 那禁卫兵士 竟已是喉咙颤动 脸上就是有些泛红了 见家丁看向自己 立刻撇过头去 家丁犹豫了一下 终是回过头 却不敢立刻说话 微微靠近过去 只见媚娘已经 勉强地撑起了上半身 如同一条美人鱼般斜躺着 她身段柔美 曲线玲珑 半张面具看上去 更是妖眼夺目 可是另半张脸旁 却是惨白如雪 而且 明显可以看出 她额头上 想看珠子乡下滚落 便是眼睛再不好使的人 也能立刻看出 媚娘一定是患病在身 家丁见得眼前 这个娇滴滴的大美人 如此重病 上门吩咐的话 早已经抛到脑后了 急忙上前 说道 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我 我难受得紧 媚娘有气无力地 一双迷人的媚眼 楚楚可怜地看着家丁 小哥哥 你 你姓什么 家丁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纪 看上去与媚娘年纪相仿 被媚娘一口一声 小哥哥叫着 只是觉得浑身发软 不知为何 看到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人 被病痛折磨 而且看到那张美艳的脸上 带着楚楚可怜之色 家丁只觉得心里有些发酸 忍不住想 这样一个柔弱的美人 被关在府里 说是反贼 可是无论怎么看也不是坏人呢 只怕是冯天向那狗杂碎 看上姑娘美色 所以关在府里 准备霸占如此佳人 想到这样美丽的姑娘 要被冯天孝强行霸占了 家丁心中一酸 轻声道 我 我姓丁 我叫丁阿三 啊 是 是 阿三哥哥呀 媚娘勉强挤出一次笑容 她脸色惨白 此时笑来更是增添一副 欺然之态 声音虚弱 阿三哥哥 你 你看我是不是病了 我 我好难受 你好害怕 家丁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到 本来站在门前的禁卫军士 已经走到院子里 背对里面 先是一争 随即明白什么了 毫无疑问 那禁卫军士 显然也是看到媚娘患病 心有不忍 按照常理 家丁违背命令 与媚娘说话 他应该制止 甚至是禀报 可是现在的态度 明显是准许丁阿三 与媚娘交谈 此刻站在院中 恐怕还是在为两人放哨呢 家丁当然明白了 那禁卫军士 当然不是看在自己 小小家丁的面子上 自然也是看在媚娘的面子上 姑娘 你 你不要害怕 家丁见禁卫军士 包庇自己 顿时有了底气了 低声说 姑娘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尽管说话 我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 一定帮姑娘 想办法 媚娘显出感激的笑容 她虽然脸色惨白 但是容貌绝美 这般一笑 惨若芳华 轻声说 阿三哥 你 你们府上的总督大人 还在吗 你是说老爷 家丁忙说 姑娘有所不知 老爷和少爷都不在府里 似乎有意显示 自己在府里 并不是一个 一无所知的普通侠人 低声说 今天 在天宫那边 举行祭天诞礼 就是皇帝陛下的寿担 昨天晚上 少爷就已经不在府里了 想来是去了天宫吧 今天天还没亮的 老爷率领城中的大校官员 还有一些和谐士绅 都去了天宫 他们都是要去为皇帝陛下祝寿 我听府里的人说 这几天淡礼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 搞不好 今儿个老爷他们都不得回来 阿三哥 你知道的真多 美娘处处动人的说 那府里 现在只剩下女眷家人了 是啊 丁阿三 闻到美娘身上 散发出来的罪人体香 此时距离美娘极近 见她虽然脸色惨白 可是那肌肤娇嫩细腻 似乎只要用手指头戳一下 就能瞅出水来 又见她对自己和颜悦色 说话轻柔娇腻 一颗心砰砰直跳 虽然美颜如玉 却不敢盯着看 咔了一眼 就感觉脸红心跳的 所以低着头 大人们都已经去了天宫了 姑娘 你现在生病 可是老爷和少爷都不在 这个如何是好啊 妹娘身受腹在胸口 欺然一笑 看来我的命就是如此 我现在身子难受得及 你们老爷又不在府里 我 我该如何是好啊 如果你们老爷 或者少爷在府里 我 我也可以让他们 去帮我请大夫 丁阿三忙说 姑娘 我也可以帮你请大夫的 话一出口 却历史醒悟 自己有些拖大了 自己得到的命令 只是每日给妹娘送餐 而且上面再三叮嘱 送餐之后 立刻离开 不要多说一句话 自己现在不但说了话了 反倒是情不自禁 说要给妹娘请大夫 这回头府上知道 自己只怕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可是此言一出 自然不好收回了 妹娘 无眉一笑 娇艳不可方物 轻声说 阿三哥 你 你真的可以帮我请来大夫 丁阿三 怎好说不可以啊 只能说 姑娘 你稍等片刻 急忙出门 拉过那名禁卫军士 低声说了几句 禁卫军士 冲着屋内瞧了瞧 也低语了几句 丁阿三很快便回来了 向妹娘说 姑娘 你能不能先等一等 我们现在去请大夫 但是 但是大夫现在 就算来了 也不能入府呀 啊 妹娘的媚眼 带着一次失望之色 苦笑地说 阿三哥 我不能为难你们 你先去忙着吧 我 我歇一歇 或许就好了 小姐屋门外 还有一只饭盒 轻声道 你是不是 还要给 给别人送饭 哦 就在你隔壁的屋子里 丁阿三忙说 姑娘 那是不是你的同伴呢 同伴 是个魁梧的汉子 看起来很威猛 不过现在 却是连走动 也很困难 丁阿三低声说 姑娘 你还能走动 那汉子 却是连走动 也不能了 啊 妹娘已经显出了 焦急之色 她怎么了 哦 姑娘别担心 她并无危险 姐妹娘着急 丁阿三急忙说 只是听说 她被下了药 身上没气力 不过 少爷还不放心 让人将她 绑在了屋里 所以更是不能动她 吃饭的时候 都是咱们 给她喂上几口 少爷还说 姑娘这边 要好好招待 不过那汉子 倒是不必 每天给她 喂几口饭 喝几口水 这要饿不死就成了 见妹娘 对隔壁汉子 十分关心 不知为何 丁阿三心里 竟是生出一丝 醋意 轻声问道 姑娘 那汉子是你的 妹娘悠悠叹道 他是我兄长 丁阿三问道 是你亲哥哥 是 妹娘柔弱地说 阿三哥 怎么了 丁阿三却是感觉 心里是疑疹的轻松 笑着说 没事 既然是姑娘的兄长 我不会亏待她的 定然让她每顿 都吃得饱饱的 又说 是了 姑娘 我刚才的意思是 府里有规矩 特别是 老爷和少爷 不在府的时候 不许任何人 轻易靠近府邸 就别说入府了 不过到了晚上 等天黑下来 我倒是有法子 将大夫请过来 啊 妹娘眼睛微亮 声音更软了 阿三哥 你 你是说到了晚上 你可以找大夫 给我看病 丁阿三 将妹娘迷人的眼眸子里 满着期盼之色 一时间好起肝云 排着胸脯说 姑娘放心 此事抛在我身上 到了晚上 我定然将大夫 给你请到这里来 妹娘 显出一次钦佩之色 软绵绵地说 阿三哥 你真是厉害 你在这座府邸 一定很有地位吧 丁阿三笑了笑 却不好说话 他虽然知道 不该在这里 留太长时间 可是此刻 却又舍不得离开 一时间犹豫不决 妹娘 妹眼微微流畔 轻声问道 阿三哥 你 你可知道 那位少爷 为何要将我们 关在这里 少爷说 你和你兄长 是反贼 丁阿三皱眉说 可是我当然是不信的 姑娘的样子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是反贼呀 哎 还是阿三哥明白 妹娘悠悠地说 其实 我心里明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和兄长是外地人 兄长 一直都是做些生意 听说 北家贸易城 可以和乙满人 做生意 所以我们兄妹 专门来这里看看 谁知道 一到何夕 就被 苦笑一声 说不出的无奈 丁阿三 胸有怒火 压低声音说 姑娘 其实少爷平时 倒也不干这些事 或许是看到姑娘 看到你太过美貌 所以才会 阿三哥 你们少爷难道 还没有娶亲 妹娘咬着红唇 眼眸泛波 他这样强强民女 他的妻事 难道不管 姑娘 少爷的脾气 除了老爷 谁能管得了啊 丁阿三 也是无奈地说 老爷也只有 这一个儿子 却希望冯家 相伙旺盛 他巴不得 少爷的女人 越多越好 怎会管这样的事呢 只若少夫人 连上几个少姨娘 少爷 已经有了 三位妻事了 那他们 都在总督府 妹娘急忙问道 丁阿三摇头 对妹娘说 除了少夫人 几个少姨娘 在城中 有其他的宅子 并不住在这总督府 本来少爷 也有自己的府邸 不过平时 住这里较多 而且少夫人和夫人 是亲眷 夫人就让少夫人 在这总督府住着 老爷和少爷 经常不在府里 在外公干甚多 夫人和少夫人 在一起 也就有个伴 妹娘 浅浅一笑 如此说来 夫人和少夫人 如今 又都在总督府 是 丁阿三点头说 大户夫人 总不会 常出去 抛头露面的 本来这次 鸡田蛋里 我们还以为夫人 她们也会前往 但却并不过去 都留在了府里 又说 姑娘 你先吃点东西吧 可别饿坏了身体 阿三哥 你真好 妹娘面带感激 像你这样的好心人 真是越来越少了 以后 神若是嫁给你 一定好幸福 天到殿上 赤炼殿语出惊人 众人面面相觑 冯元波显然也没有想到 赤炼殿如此直接 争了一下 他很快便急笑着说 原来这是殿帅的人马呀 我一开始 闻知 有轰甲蚩尾 进入帆门城 我却不相信 心想 殿帅的辽东兵 怎么可能 在没有兵部 调令的情况下 擅自进入 河西城镇呢 那可是 有为国法呀 韩笑看着赤炼殿 声音 却带了一丝恭敬 殿帅 这是不是中间 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缘由呢 他也算不上迫不得已 赤炼殿盯着风元波 辽东军如今 正和清天王交战 清天王手下 都有江湖败类 萧小 聚集齐下 这些人大的本事 他没什么 但是偷鸡摸狗 行刺暗杀这些手段 却炉火纯青 所谓君子 不理危强之下 今次前来河西 参加几天断礼 身边自然是少不得 带些护卫的 哦 风元波笑着说 哦 哈哈哈哈 那些护卫啊 倒也没什么 只是殿帅的人马 为何美京准许 就入住返门城呢 赤炼殿平静的说 随心护卫太多 如果禁述带到天宫 本帅反倒觉得 有些不妥 所以赤卫都留在 帆门等候 他们到底为何 入住帆门 本帅现在 也弄不清楚 想必其中 必有缘故 转向皇帝 公寿说 圣上 臣赶来的途中 心中急切 当时赤卫 是停歇在 帆门城外 并未入城 为何现在入城 臣也是很为疑惑 臣肯请圣上 派人前往调查 如果当真是赤卫 触犯国法 臣甘愿受罚 皇帝抚恤笑着说 哈哈哈哈 辽东兵入住 河西城池 朕也很想知道 是为什么 朕自然会派人 前往调查 顿了顿才笑着说 今日是朕的受担 不谈国事 所有的事情 等到明日 再行商谈 群臣文言 只能成事 皇帝这才看向 礼部尚书薛范安 问道 薛爱卿 今日 有些什么节目 薛范安 出列拱手说 启禀圣上 此番总共传召了 三十六只义团 都各有决意 圣上喜爱冰月 镇口风 也已经从京城传召过来 此外 金陵孔雀台 也传召而来了 孔雀台 皇帝双眉一展 薛范安立刻说 正是 孔雀台的金陵雀 便是当年被圣上 此封为国姬的 那名武姬 此番 也带团起来献议 皇后此时 却是显著浅浅笑容 说道 她的武姬 确实很好 是了 孔雀流云 是否就是 是她所表演呢 正是 薛范安笑着说 皇后娘娘还记得她 这还是中国宫派人 从金陵传召过来的 冯元破 已经拱手笑着说 臣以前 也听过 金陵孔雀台的名头 不过并不熟悉 此番筹备 祭天探礼 臣凡事 都是向薛布棠请教 特别是这压咒一团 更不能马虎 孔雀台是薛布棠 向臣推荐 臣听说那名武姬 曾被圣上封为国姬 想来是深得圣上 和皇后娘娘赏识 所以这才派人 请路过来 薛范安 微皱眉头 心想这冯元破 果然是两面三刀啊 之前薛范安 担心皇帝 不满金陵雀前来 会牵累自己 冯元破拍凶保证 一切由他承担 可是此刻 决当众声称 传召金陵雀 是薛范安的意思 这等若不管皇帝 是否满意 都不会牵累到 他冯元破的 只是 当时冯元破连续询问 自己倒是提到了 金陵雀了 虽然只说了名字 可是终究与自己 也脱不了干系 皇帝不知可否的 点点头 冯元破却已经回头 大声说 杨主氏 几天断礼 接下来是何章城啊 此番的寄天淡礼 乃是何系里布斯主氏 杨震具体操办的 所以虽然他的地位不高 但却是入殿来 负责具体的章城 启禀圣上 按照章城 接下来就应该是一团献祭 之后会向圣上敬献授灭 晚上是有夜宴 杨震跪倒在地 恭敬地说 即使如此 一团的名单赶紧呈给圣上 冯元破沉声说 杨震并不犹豫 小心翼翼地说 臣已经制作了名单 从怀中掏出一碟文毒来 竟是有七八份 众人见此都有些奇怪 杨震尴尬地说 其兵圣上 夏臣对朝廷的规矩 并不是完全熟悉 所以制作名录的时候 多制作了几份 以为诸位大人 已摇过目 冯元破皱眉说 都是对你说过 若是有不懂的规矩 就该向学步堂请教吗 该死 杨震有些慌张 额头甚至已经渗出冷汗来 臣请圣上降罪 皇帝却已经笑着说 今日是朕的受担 你做事周全 倒也没有错 朕说过 今日的受担 并非朕一人之受担 而是普天同情 将名录 发给几位总督 他们为朕 镇守地方 劳苦功高 今日 朕要与诸位爱卿 共乐 冯元破拱手说 受上英明 这才向杨震说 还不将名录呈上 杨震拱着身子上前 先是将一份烫金的名录 呈给了殿前太监 太监这才将名录 转成给皇帝 随即杨震亲自将名录 发给在场的官员 殿上有十几名重臣 名录不过八份 只能按照战位发放了 杨震拿着名录 呈给赤连殿 赤连殿摇了摇头 皇帝乔建 毕竟笑着说 天帅 朕手辽东 劳苦功高 朕知道 你喜欢体恤冰月 好在朕口风 已经到了 回头 自然可以一关冰月 指着杨震手中的名录 说道 中国宿 中国公为了操办这次淡礼 杀费苦心 殿帅也点一出技艺 不要博了中国宿的颜辩 皇帝都这般说了 赤连殿只能接过名录 拿在手中 随意扫看了一遍 终是笑着说 圣上 您知道 臣是个带兵打仗的粗人 这些异团 臣还真是陌生的紧 还是圣上钦点吧 皇帝倒是很有耐心的 看了一遍 这才伸手 要过猪皮 点了几个异团 殿前太监 正在拿着名录 交给了杨震 杨震再无犹豫 拿着名录 及格下去安排了 皇帝说 今日是受淡 不便多提国事 太子的神经看上去 虽然很是淡定 但是眼眸深处 却隐隐待的一次交集 异团很快 便来到天道殿内 众人虽然都陪着皇帝 观赏表演 可是心中却各有心思 河西关岛之上 冯天孝一行人 正快马加鞭 往武平府赶路 冯天孝领着十几名随从 飞马在前 武璇则是率领挑选出来的 二十名赤背紧随其后 红甲铁面 威风淋淋 夕阳西下时分 呼听的前方传来一阵马蹄声 武璇抬头望去 只见前方的旷野之上 忽然出现一条黑线 黑线越拉越紧 很快便见的是一群骑兵 正迎面而来 那群骑兵少说有数百之众 武璇皱起了眉头 一只手已经摸上了自己的腰盘了 冯天孝却是马不停蹄 也不回头 直往那群骑兵就迎上去了 武璇的双眸变得寒冷起来 忽然抬手 他身后重骑在一瞬间 剧都勒马停住了 动作同意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 已经将腰间佩刀拔出来 他们久经战争 有着敏锐的嗅觉 此时即使武璇没有提醒 众人也知道危险逼近了 遗漫人 赤北之中已经有人沉声道 迎面而来的骑兵 虽然骑着高头大马 但是装束却并不同意 黑色为主 这些赤北虽然主要与高丽人打交道 却没少和遗漫人接触 一眼就看出来 迎面而来的数百骑兵 正是漠北的遗漫骑兵 前护大人 那边有埋伏 边上一名赤北厉声道 只听着从左边方向 也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群人 也是数百骑兵 正往这边飞马奔驰过来 也几乎在同时 从右方也显着一对黑色骑兵 何其人使诈 一名赤北厉声道 前护大人 我们被包围了 武璇却是毫无犹豫 盯着冯天孝的背影 早已经摘下背上的长弓 万弓搭剑 毫不犹豫 朝着冯天孝就射了过去 剑如流星 冯天孝显然已经有所察觉了 他的反应着实不满 眼见的箭矢已经到了他背后 却见他身体猛然一侧 便如同要从马上摔落下去 只是双腿还在马背上 却是倒挂马背 躲过了这一劫 马蹄隆隆 五弦沉声道 回头 后面也有埋伏 此时从后面 又是一阵马蹄声传过来 二十名赤北 此时四面还地 一直被彻底包围在旷野之中了 赤北固然是天下最强的骑兵 单兵作战了得 在平原旷野所向披靡 最适宜他们的战马厮杀了 可是此刻 对方却也是青一色都是骑兵 而且四面加起来 少说有六七百之中 人数几十倍于赤北 便是神仙下凡 赤北是插翅难飞了 冯天孝与那群迎面而来的 宜蛮骑兵擦身而过 这才勒马转身 历声高喝道 将这些辽东赤背 尽数杀死 取一颗手机 赏云千两 宜蛮骑兵中 历史便有人大声宜蛮语 高呼了几句 这些宜蛮骑兵 大都不懂中原话 冯天孝大叫之时 他们倒没有听明白 是说什么呢 等到同版之中 有人用夷蛮语翻译过来 这群夷蛮骑兵顿时士气大震 千两赏银 对于任何一名夷蛮骑兵来说 那都是天文数字 百两银子 就可以让他们无所畏惧 千两银子 已经足以让他们将自己的性命 完全置之于脑后了 骏马飞驰没有丝毫的停顿 对于四面围上来的 宜蛮骑兵来说 眼前这二十名赤背 就如同二十颗 价值连城的珠宝 脑袋只有二十颗 谁都担心会被别人夺走了 一个人偷千两百银 那是谁都不会放过 如此发家致富的好机会 所有的宜蛮骑兵尚未交手 眼睛就已经泛红 盯着二十名赤背 就如同一拥而上的狼群 争夺二十头肉糊糊的绵羊 五旋已经力声叫道 阵 二十七赤背迅速列阵 只是转眼之间 每五名赤背面朝一面 拉成一线 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的小阵 虽然如狼似虎的一蛮骑兵 从四面冲上来 但是五旋却没有被数十倍的敌军所惊住 而是极其冷静地发号施令 赤背历时都从自己的马带中 拿出了小型弩剑架在手中 弩剑制作精巧 因为制作的程序复杂 而且成本昂贵 秦帝国的兵马并没有多少能够配剑弩 除了皇家禁卫军 地方上的兵马很少拥有这种连弩 这些赤背却都是人手一支剑弩 而且这些赤背显然对剑弩的应用十分熟练 几乎是瞬间就已经用两只手臂加好了剑弩了 五旋没有发令 这些赤背便都是冷静地以剑弩瞄准来敌 对于宜蛮骑兵来说 区区二十名赤背 几乎用手指头就能够捏死了 即使有人看到赤背架起的剑弩 却毫无畏惧 马蹄如雷大地轰隆作响 五旋一是手段剑弩 双眸如兵 冷冷地瞧着急冲而来的一蛮骑兵 等到一蛮骑兵距离渐进 五旋力声叫喝 射 赤背另出如山 二十架剑弩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扣动了机关了 只听的空中响起嗡嗡的声音 那声音就如同被捅了的马蜂窝一般 一时间争先恐后冲在前面的一蛮骑兵 一瞬间连人带马已经有十多骑纷纷倒地了 一蛮骑兵前面战马栽倒翻滚 后面抢上来骑兵顿时也都被翻倒的同伴绊倒了 战马悲死 一是响起一蛮骑兵的惨叫声 骏马翻倒在地的咕咚扑通之声 如同惊雷 中击在大地之上 一瞬之间 没有十多名遗满骑兵倒地毙命了 赤背出手准确利落 几乎每名赤背都射杀一人了 遗满骑兵数百之众 虽然眨眼间便损失了十多人 而且不少骑兵也被半倒在地了 但是更多的骑兵依然是争前恐后的冲上来 在战场上无所畏惧也蛮残酷 这便是冯元破看中遗满骑兵的重要一点 一轮弩剑过后 五旋沉射恶道 撒 一众赤背迅速从马带之中 掏出小布袋子 拉开袋口 不作犹豫 将手中的布袋子奋力向前方扔了过去 布袋子在空中就如同一朵云彩 从中似乎飘洒出无数的雨点来 只见到许多黑漆漆的雾势从袋子之中洒落出来 而后纷纷地洒落在地上 弓 当布袋子抛出去之后 五旋敌事件高声和令 中赤背动作划一的 以最快的速度摘下了背负的长弓 剑上弦 毫不犹豫地瞄准冲过来的敌军射了过去 赤背突起的骑兵 几乎每一个都是身经白战 无论是骑术还是剑术都是小群雄 遗瞒人虽然是天生的骑兵 可是赤背与其相比毫不逊色 利剑飞出 虽然人少见息 可是每一剑都是命中目标 即使没有命中要害 却足以让敌军栽落下马 又是一阵惨叫声传来 不少一蛮骑兵纷纷落马 此时一蛮骑兵距离赤背越来越近 忽然之间 本没有被剑使命中的一蛮骑兵 夸下战马纷纷背思 随即翻滚在地 一蛮骑兵连人带马重重摔落下去 冲在前面的骑兵 已经是乱作一团了 此时又一蛮骑兵却是发现 地面之上竟然布满了 主动小刺为样的铁器 铁器四周举都是铁刺 虽然不大 但是锋利异常 这时候 一蛮人才明白 刚才赤背扔出布袋子 从布袋子里洒落出来的 便是这种铁刺 骑马密密麻麻的冲锋 许多战马踩上铁刺 铁刺立刻灌入马掌之中 也难怪众多战马纷纷翻倒了 本来如狼似虎的一蛮骑兵 这冲锋之间却是连续被阻 尚未冲到赤背身边 便已经折损了好几十人了 这固然是因为赤背训练有素 手段多端 而且配合默契 但是更为重要的 确实一蛮骑兵从一开始 就太过轻视赤背了 赤背虽然名闻天下 但是屈居二十名赤背 在数百遗满骑兵的眼中 实在是不堪一击 所有遗满骑兵 都只想着争抢人头 重逢之时 毫无秩序可言 几乎是一团散沙 也正因如此 府一开始便遭受挫折 冯天孝此时 已经飞马奔到一处小山坡之上 眼瞧着数百遗满骑兵围捕赤背 本以为眨眼间 便能将这些赤背尽数歼灭 可是瞧见遗满骑兵一开始 竟是连续折损人手 皱起眉头来 身边一名随从 忍不住说 少帅 赤背突起 明动天下 果然有些道理啊 冯天孝神情冷峻 淡淡地说 不如说 这般遗满人贪婪成性 毫无纪律 不过也幸好如此 如果这帮亡命之徒纪律森然 咱们也未必能够镇住他们了 遗满骑兵 终归也是天生的骑兵 遭遇挫折之后 已经由遗满将领 大声叫喝 便见到许多遗满骑兵 纷纷摘下了自己的弓箭了 武旋瞧见 敌人准备利用弓箭攻击 神情严峻 他知道 如果遗满骑兵 只是利用弓箭 对着这边乱射 自己和手下 自己和手下这些赤卫便是再厉害 也终究无法抵御 只能是被全部射杀了 把刀 近战 躲正中 武旋的声音 铿锵有力 简单干脆 已经是握刀在手 力喝一声 五人一排 已经直接冲了过去 一满骑兵 见到赤卫冲过来 都是大喜 又争前恐后 叫合着迎上前来了 冯天孝 在山坡上望见 嘴角泛气似冷笑 赤卫终究是以寡敌众 人数太少 手段用完了 就只能进行短兵相接了 区区二十名赤卫 要与数百凶悍勇猛的 一满骑兵短兵死杀 尽数被奸 也就只能是时间问题了 武旋 人如猛虎 马如神龙 如同一道闪电一般 只望一满骑兵 人群就冲过来了 冲在前面的一满骑兵 见到武旋率先冲过来 马上回刀砍过来 武旋只是一伸手 竟然绕过他的长刀 抓住那人手腕 反手夺下他的长刀 只是一斩 那人的脑袋 已经飞上了半空了 他空手入白刃的功夫 稳准很快 抢过长刀 和令连连 人却是往一满兵 最密集的地方冲过去了 他身后的四名赤背 亦是骁勇非凡 紧随其后 死杀之间 却又都是互相保护 武旋冲到人群之中 两名一满兵 纵马来拦 武旋却已经立鹤一声 双腿一加 战马冲了过去 那两人纵马冲来 长刀交错 斜斩过来 就要把武旋拦腰 砍成三段 武旋锤刀斜指 三马交错的一瞬间 却已经是陡然除刀 他此时是手握两刀 一把是他自己的战刀 一把是刚刚夺过来的 寒光只是两抹闪现 下一刻的功夫 冲上来拦截的两名一满骑兵 已经栽倒在马下 都是被砍中要害 当场毙命了 冯天孝在山坡上远远看见 心下是又惊又怒 惊得时 赤贝果然是名不虚传 身为赤贝千户 刀法出众 杀起凛然 怒得却是 一满骑兵 此时挤在一起 显得十分混乱 武旋转眼之间 便即连杀三人 仿生长啸 有如狼嚎 他手下的兵士 也都是长生怒吼 声传九霄 少帅 他们这是自寻死路 身边有人冷笑地说 他们冲到人群密集之处 这岂不是 自己往死路走吗 冯天孝淡淡地说 今日他们是必死无疑了 可是他们这样做 反正能多活一会儿 哦 这是武旋精心挑选出来的 赤贝精兵 每一个都是伸手了得 冯天孝抬手 指着在弥漫人群之中 厮杀的一众赤贝 他们若是往人少住土北 弥漫人反倒有机会射杀他们 而且可以发起冲击 可是他们现在挤在人群之中 看起来是现在最危险之处 可恰恰人多 弥漫兵互相拥挤 反倒有利于赤贝 几百个异漫兵 上二十个赤贝 倒要看看他们有多能耐 边上随从冷笑地说 他们便是神仙下凡 此凡也难逃天罗帝王吧 冯天孝似乎也觉得 武旋和那些赤贝 已经是死人了 抬头看天 现在夕阳正在缓缓下落 自语说 弹炉那边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斩杀这些赤贝 樊门城的赤贝就群龙无首了 到时候洋装这些人的样子 在夜里将城门转开 到时候可将樊门城的赤贝 一网打尽 此时武旋等人已经是战况激烈 被重重围住了 虽然赤贝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 但是宜寡敌注 而且对手都是汉不被死的宜蛮兵 已经有几名赤贝受伤不清了 武旋的身边 也有一名部下被长江刺穿了大腿 鲜血淋漓 便在此时 呼听的天边传来低沉的号叫声 号叫声来自南方 冯天孝正想着今夜该如何 歼灭樊门城的赤贝呢 陡然听到号叫声了身躯一震 抬起头来 举高临下向天边遥望过去 只见夕阳余晖之下 南边的地平线上 忽然红霞满天 一片火红 冯天孝看着天边的红霞 很快就听到了笼笼马蹄声了 他的眼角抽搐 眼中已经显出惊骇之色 是声的 不 不可能 他身边的随士 此时也已经看到了 天边的那一抹红了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骤变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 天边那道红霞正如同旭日出生般 正迅速的浮起 又如同海浪一般迅速向这边翻滚过来 马蹄龙龙 红甲四斜 他们当然已经知道 从南边奔腾而来的正是一群赤背突起 他们也迅速地判断出来 奔驰而来的赤背突起至少在五百起以上 少帅 身边已经有人惊呼 冯天笑脸上肌肉抽搐 双拳握起 该死的 赤背 他们 他们使诈 坦龙 坦龙这个蠢货 怎么放了他们过山呢 边上师从低声道 少帅 这些赤背 难道 难道是从樊门城跟过来的 除了樊门城 哪里还有赤背 方天笑握拳说 五轩这个无耻之徒 竟然蒙骗本少帅 原来 原来他早就留好了退路 只怕咱们一出发 后面的赤背就已经跟上来了 少帅 恐怕五轩那么一路之上 还给后面的赤背 留下了限索痕迹呢 师从也是惊骇地说 赤背突起 一旦冲起来 反门山的兵马 根本来不及阻挡 而且 谭前护在准备晚上 对樊门城发起攻击 肯定没有想到 这帮赤背 竟然突然杀过来啊 他们这是自寻死路 风天笑冷笑地说 他们冲过反门山 那就是后路被断 不错 谭前护肯定已经知道 他们从山边冲过来了 也定然已经在后面 不止拦截了 身边随从说 赤背能过得来 想要再出去 只怕是南上加南呢 另一名随时说 为前护正在调动兵马 向凡门方向而来 只要为前护的兵马一到 前后围堵 别说八百赤背了 就算八千 又能如何呀 冯天笑 显然没有那么强的自信 瞥了那人一眼 冷笑地说 八千 如果赤练殿 真有八千赤背 天下就已经是他的了 别是他的三千赤背 尽手前来 我们只怕 也难以抵挡 数百赤背 真正是如同旋风般席卷而来 宜蛮骑兵自然也察觉到 南边传来的马蹄声了 许多人向南边望过去 便见到一排又一排 红色的骑兵 排山倒海般集中而来 比起宜蛮兵之前的冲锋 赤背安静得多 除了龙龙马蹄声 并无一人叫喊出声 可是赤背 既然无声 反比一蛮骑兵先前的叫后 更让人恐惧 五旋剑的赤背主力 已经赶到了 双尾一斩 此时 他已经是血染战甲 只是他的甲咒 本就是红色的 鲜血沾染在战甲上 荣为一体 二十名赤背 在宜蛮人凶狠的围攻之下 此刻已经有六人命丧其中 六人战死之后 宜蛮骑兵一哄而上 疯狂地抢夺手机 乱作一团 有不少人因为争夺手机 甚至互相动起刀子 赤背来袭 倒有不少宜蛮骑兵 根本没有察觉 宜蛮将领此时 已经是在人群之中 大声呼喝 声若红雷 忠疑蛮兵 这才察觉有敌来袭 而此刻 赤背距离疑蛮骑兵 越来越近了 飞鲜的赤背 都已经是长弓在手 长弓席而向天 飞鲜之中 听到号令升起 数百赤背 齐齐松手放剑 剑势如鱼 铺垫盖地地 往疑蛮骑兵阵中 就射过来了 剑势受身体的声音 不绝于耳 接下来便是连续 不断的惨叫声 本来就已经乱作一团的 伊蛮骑兵 此刻更是陷入混乱之中 伊蛮将领挥舞马刀 显然是鹤领伊蛮骑兵 集结成阵型 只可惜伊蛮骑兵 虽然凶寒好战 但是纪律性实在太差了 而此时此刻 配合声速反应缓慢的致命弱点 便完全显露出来了 连续剑势射杀众多的伊蛮骑兵 一时间吼声如雷 嚎声似鬼 而赤背 已经是迅速收工 长刀在手 骑马呼啸 铺上前来 距离越来越近了 听得号叫声响 正在往前冲锋的赤背突起 骤然间两边迅速拉开 中间依然直扑上前 而两边各分出上百骑兵 就如同三叉戟 狠狠地向伊蛮骑兵刺过来 伊蛮骑兵虽然凶残永汗 可是面对整齐画衣 如风雷般的赤背 许多人早已经变了颜色了 赤背突起 就如同燃烧的红色陨石 呼啸之中 狠狠地撞击在伊蛮骑兵的阵中 一时间人仰马翻 鬼哭狼嚎之声 弥漫四野 赤背突起 就如同地狱而来的幽冥军团 燃烧着地狱的火焰 他们的马刀长而锋利 扎入伊蛮骑兵阵中之后 夕阳之下 马刀闪烁着寒光 总情地挥舞砍杀 战马卑斯 人声怒吼 包抄到两翼的赤背 也已经从左右两个方向 就如同钳子一般 向中间合拢 宜漫骑兵先前四面合围 小围捕五旋等人 此时却被赤背是三面合围了 其实此刻宜漫骑兵的人数 不在赤背之下 甚至还要多出不少 可是战长的情势 倒似乎是赤背有千军万马 在围捕伊蛮骑兵 鲜血弥漫 长刀锁过 人头落地 伊蛮骑兵慌乱之下 不少人还来不及挥刀 就已经身手分离了 伊蛮将领怒吼着 咆哮着 伊蛮人血中的狂野 终究还是被激发出来 他们如同野兽般嚎叫着 虽然队伍混乱不堪 却还是分力抗击 旷野之上 双方的骑兵战争一团 只是伊蛮骑兵 几乎都是各自为战 而赤背 不但在战争中保持着队形 而且尽力保护身边的同伴 对于他们来说 在战场之上 自己的同伴完全值得信任 也完全可以放心地 将自己的后背 交给自己的战友 片刻之间 战场上已经横七竖八地 躺满了尸首了 伊蛮人往往要付出 十个人的代价 才可能杀死一名赤背 他们的身材 比这赤背更加魁梧 但是动作显然比不得赤背灵活 赤背胯下的战马 不但是精挑细选的两举 而且他们的战刀 也都是金刚所致 异常锋利 比起遗瞒人的武器 显然是大战上风的 冯天笑 练色泛青 他实在想不到 战场的形势 竟然在片刻之间 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他本以为自己的调虎离山之际 完全得逞 他相信自己在帆门城的表演 已经足够的逼真精彩了 可是最终却还是被对方算计 看着红色的骑兵 在旷野上纵横驰骋 看着伊蛮骑兵 一个接一个的倒在雪坡之中 冯天笑知道 这数百伊蛮骑兵 已经成为赤背的猎物了 这些伊蛮骑兵 在伊蛮战士中都属于精兵 可是面对赤背 显然是难以抵挡的 虽然伊蛮骑兵损失惨重 但是这些北方的来客 在逆境之中 却还是表现出了强悍的斗志了 他们虽然战斗纪律薄弱 但是与敌人交上手 却并无愧退的情形 依然是怒吼着与赤背战成一团 少帅 侍从看到伊蛮骑兵 被赤背疯狂绞杀 只看得惊心动魄 伊蛮人挡不住了 咱们要车走 冯天笑咬紧牙关 他亦有血性 此时很想去信马刀冲入战阵 但是他更明白 此时自己冲上去 无非是让赤背多些猎物而已 少帅 不好 你看 身边人惊呼道 冯天笑已经瞧见了 一对赤背 竟是从战争之中冲出来 竟是往自己这边飞马而来 瞧前面那人正是吴玄 冯天笑虽然不乏勇气 但是看到吴玄 带着十多名赤背 如猎豹般冲杀过来 心下倒是吃惊 他知道 定然是自己身处山坡之上 十分显眼 被吴玄发现 吴玄这才带人来立出 秦贼先秦王 冯天笑根本不做犹豫 调转码头 立刻向北面而走 身边众侍从 也知道情势危机 纷纷拔刀在手 跟在后面 冯天笑胯下的 当然是好马 本着树里路 便已经将自己的部下 甩在后面了 而赤背的战马 都是耐力十足 渐渐拉近距离了 五旋收刀曲弓 身后的赤背 也都是弯弓搭建 简石连防 被冯天笑 甩在身后的侍从 纷纷落马 冯天笑此时 狼狈不堪 他这一生 从无如此狼狈过 本出十余里地 听到后面 依然是马蹄声声 浮在马背上 回过头去 却见到十几道 红色的身影 在死死咬住 而且一种赤背 都是长弓在手 冯天笑的额头 已经伸出冷汗了 又奔出树里地 呼挺地自己 夸下战马一声悲似 随即感觉身体一沉 冯天笑知道 大事不妙了 双腿一用力 踩着马灯 是腾空跃起 手握马刀 等他落地之时 自己那匹战马 已经是翻倒在地了 瞧见马屁股后面 一只羽箭 知道赤背 射杀了自己的战马 赤背突起 如风般飞着而来 十余鸣赤背 瞬间就将冯天笑 团团围在当中 马刀雪亮 铁面之下的 那一双双眼睛 如同寒冰一样冷峻 武玄已经收起长弓 手握马刀 刀锋指向冯天笑 淡淡地说 冯少帅不是要带我们去天宫吗 抬头看了看天色 说道 距离喜业业 还有些时间呢 咱们可要抓紧时间赶到 我让圣上等急了 冯天笑紧握手中战刀 神情冷峻 并无表现畏惧之色 冷笑地说 武玄你好算计 连本少帅也被你骗过了 不是我好算计 武玄淡淡地说 天帅离开之前 已经吩咐下来 若是有人拿着圣旨前来传诏 必然是叛逆 可以将计就计 冯天笑已争 你说什么 一切都只在 殿帅的预料之中 武玄铁面下的寒谋 紧紧盯着冯天笑 占据樊门城 你们心中不安 说不准就要调户离山 而我们也并未想过 巨手樊门城 如果真的有人 拿着圣旨来请我们 我们当然是谨遵旨意 他取出怀中的那份圣旨 这是你送来的圣旨 我们有了这道圣旨 自然可以前往天宫 无论谁挡住我们 都是叛逆 你们 你们一开始就要去天宫 冯天笑吃惊地说 你们在等着 武玄淡淡地笑着说 八百吃卫 本就是要前往天宫的 没有这道圣旨 名不正言不顺 殿帅说过 如果圣旨不来 我们就没有必要前往天宫 一切无恙 可是一旦真的有人 想要将我们调住樊门城 那么必有蹊跷 赤北突齐 必入天宫 夕阳西下 天道殿内 却是月升铿腔 此时殿内群臣的面前 都已经摆下了暗基 群臣盘膝而坐 暗基上摆放着瓜果点心 中间的场地上 18名身穿甲咒的男子 正在表演异技 他们身上的甲咒 并非大前甲咒 而是用来表演的戏服 但是穿在身上 却是威风凛凛 18名汉子动作协调 每一个动作都是干净利落 充满了军人的 刚毅果断之风 这是表演军乐的 震扣风 虽然看了一个下午的表演 但是在座众人 都没有疲倦之态 便是皇后看上去 也并没有因为时间太久 而有丝毫的疲惫 能够进殿献艺的 都是精挑细选的异团 无疑不是将自己的 拿手绝活献上来 为了这次祭天诞礼 各异团当然都是经过了 精心准备 使出了浑身解数 每一个技艺呈现出来 还真都是精彩绝伦 让人难生疲惫之心 大家都知道 震扣风之后 便是最后的压轴大戏 孔雀台 号称国际的金灵雀 将献上孔雀流云 在场的官员们 看着震扣风的表演 都是焦头截耳 面喊微笑 低声评点 赤链殿则是正经危坐 目不斜视 依然是一副军人的标准坐姿 皇帝靠在椅子上 轻浮长须 等到震扣风表演完成 皇帝才笑着说 果然是铿枪激扬啊 向皇后问道 皇后 你觉得如何 皇后轻笑地说 圣上都说好 那么一定是极好的 那倒未必 皇帝笑着说 一阵看来 皇后只怕更喜欢孔雀台的表演 向震扣风领队说 你们做得很好 朕准许你们留在殿内 一同观赏国籍之舞 中官员文言到一些惊讶了 心想 皇帝虽然年纪老迈 看来却依然喜爱沙场之风 前面那么多异团都登台表演 而且不少表演都是精彩绝伦 皇帝自始至终 也没有太过夸赞 此刻就将震扣风留在了殿内了 而且准许他们观看孔雀流云 这可是莫大的恩惠 震扣风领队立刻带人谢恩 随即在太监的带领下 退到了一旁 这天道殿宏伟空阔 容纳数百人都不在话下 震扣风十几人身在其中 自然是毫无压力了 金灵雀的名声在外 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大殿之内 环卫在四周的道士们 已经在玄珍道宗的指示下 点上了宫灯 在殿外的广场之上 此刻也是亮起了数百盏宫灯 偏道殿内外亮如白昼 玄金灵孔雀台入殿 殿前太监得到吩咐 向殿外大声传令 很快广场上的人们就看到 只见一座华美的莲花台 正缓缓向天道店移动过来 那莲花台在灯火照耀之下 异常的精美 许多人见到莲花台移动 先是感觉眼前一亮 随即有人奇怪地说 那台子怎么自己会动啊 随即便有人说 瞧清楚了 台子下面有人嘞 众人仔细去看 才看清楚 原来莲花台下面一双腿 正缓缓走动呢 莲花台四周有莲花散看 所以举着莲花台的那人 不过是露出半个身子 胸口以上根本是看不见的 莲花台太过精美耀眼了 所以不少人一时间倒是忽略了 下面竟还有人举着 而且这莲花台看上去虽然不算庞大 却并不小 乍一看去 很难想象 一个人就能撑起这样一座莲花台 很快众人的目光 就被莲花台后面的情景所吸引了 只见金灵雀 一身孔雀霓裳 身性婀娜 步伐轻盈 彩衣鸟鸟 还真如同一只五彩孔雀 在金灵雀的身边 一左一右各跟着一名女子 她们也是打扮惊艳 一名女子一身青色衣裳 另一名女子则是一身火红色的衣裳 脸上都涂抹了彩妆 根本看不清真容 那是青龙火凤 已经有人大声说 青龙火凤在神话传说之中 是紧自于凤凰的神鸟 青色为蓝 红色为凤 青龙火凤随着孔雀 自然是异常夺目了 在其身后却又是一名 全身羽毛装扮的怪鸟 看体型显然是一名男子 不过全身上下都是黑羽在身 也看不清楚真容 当孔雀台的五人组合 进入大殿之内时 倒也是让殿内众人眼前一亮 冯元破却是目光扫动 略过黑羽 随即目光落在莲花台之下 看着莲花台下 那双裹裹着白羽的双腿 眼中滑跪似笑意 走过每轮美奂的殿中水池 莲花台停下 一身孔雀霓裹上的金灵雀 已经上前去 行李说 金灵孔雀台 拜见皇帝陛下 拜见皇后娘娘 皇帝微微汗手并不多言 便在此时去见得何信李布斯主事忽然出列说 祈奏圣上即使已到 正是敬仙受灭之时 微臣请圣上用过受灭再观五计 冯元破盲说 圣上正是敬仙受灭之时 皇帝点头笑着说 今日是真的受灭 这碗受灭 朕还是要用的 冯元破回头向杨震说 杨主事还不让人呈上受灭 很快便见两名工人出现在殿外 都端着玉盘 玉盘之中便是金碗盛装的寿面 早有两名道士接过受灭 转入殿中 经自往殿上送过去 两碗受灭 自然使皇帝和皇后同享 两名道士登台上殿 正要将受灭呈上呢 却听得一个声音忽然说 且慢 众人一睁 寻声看去 却见说话的正是辽东总督 赤连殿 殿帅这是什么意思 冯元破围皱眉头 正是惊贤受灭之时 天帅为何出言阻止啊 这可不是吉利之时啊 赤连殿淡淡的说 彭总督 圣上尽善难道没有规矩吗 莫非之前圣城和皇后娘娘 所用膳食都是如此马虎吗 冯元破围皱眉说 殿帅这是什么意思呀 赤连殿淡淡的说 据我所知 尽见圣上的善食 自然是要先检查一遍 确定安全才能实用 可是我见寿命呈上来 并无检查 所以才出声阻止 转向皇帝 拱手说 圣上 今日祭天淡旅 乃是帝国盛世 自然是普天同情的喜庆之事 可时日正因如此 更应该加倍小心 此刻两名道士 已经将寿命 撑到皇帝和皇后面前 皇帝并未端起 看向赤连殿 笑着说 你的意思是说 这寿命有问题 冯元破立刻跪倒在地 大声说 陈景圣上下旨 将臣斩杀于殿前 众人都是以争 皇帝抚须说 中国公为何会这样说呢 启禀圣上 今次祭天淡旅 每一道程序 臣都是嘱咐再三 而且严格拔棺 冯元破的声音 就是哽咽起来 圣上的善食 臣更是加倍小心 不敢有丝毫麻烦 可是到头来 臣胆惊疾虑 却受到殿帅怀疑 能让殿帅怀疑 就已经证明 臣做得不好 几天淡旅如此大事 臣有做得不好之处 就只能恳请圣上僵罪 中国公太敏感了 皇帝白手笑着说 致连殿 不过是小心谨慎 并非针对你 丰元破摇头说 其兵圣上 殿帅对臣的不满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今日殿帅此言 也不是吸血来潮 赤炼殿 面不改色 只是面无表情地 看着丰元破 皇帝偶立生问道 哦 中国公何处此言呢 冯元破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 回禀圣上 自从圣上北巡 驾离何夕 何夕上下心怀感激 龙行于此 乃是何夕的福分 何夕居民 都是赶目圣上的龙恩 顿了顿 抬头看着皇帝 眼睛竟然有些泛红了 但是臣因却因此 被一些人诟病 哦 皇帝皱起眉头 冯元破正色说 臣是个粗人 一心只想笑弄圣上 保驾卫国 为了圣上 抚堂讨火 而在所不辞 臣对圣上的忠诚 问心无愧 天地可堵 而且 臣一直说 臣是圣上的一条狗 忠心护主 圣上让臣咬谁 臣就咬谁 谁要是敢触犯天威 臣便是粉身碎骨 要和他拼个你死我活 他义正词言 可正因为如此 反倒被些人 是为严中定 肉中刺 赤连殿冷笑地说 冯总督所说的一些人 是否包含我赤连殿呢 冯元破转世赤连殿 冷冷地说 天帅自以为的 本帅很奇怪 本帅只是提醒 要对圣上 使用的膳食多加小心 却想不到 让冯总督如此生死历劫 赤连殿淡淡地说 冯总督为何会因为一句话 竟如此激动呢 难道这中间 当真有什么问题不成吗 冯元破冷笑地说 如果这句话出自别人之口 我只会以为是善意 是对圣上的忠诚 不会如此激动 可是此言 出自你赤连殿之口 我就不得不争辩了 他此时已经直呼其名了 显然已经是当众撕破脸了 在场众官员都是一惊 便是太子 爷爷皱起眉头 大家都知道 冯元破是个左右冯元的人物 此人最大的本事 就是敢于自损自贬 与人交往 总会显出一副 交心交肺的姿态 不明真相之人 往往都会被他所迷惑 只觉得这位何系总督 是性情中人 待人忠诚 一直以来 冯元破给人的感觉 都是彬彬有礼 一脸笑容 莫说这赤链殿 这样的帝国元勋 开国功臣 便是比冯元破地位 要低上许多的普通官员 冯元破也从来不摆架子 对人显得十分的热络 谁也想不到 今日几天淡礼 就因为赤链殿一句话 冯元破却反应如此激动 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 竟是当众与赤链殿撕破脸 这与人们心中的冯元破 简直判若两人 殿上众人都是帝国高官 都明白 始终反常 必有妖孽的道理 冯元破如此反常的行为 让众人隐隐感觉 今日事情似乎有些不简单呢 冯元破站至身子 淡淡地说 圣上 事到如今 有些话 臣不得不向诸位谈言了 他挟视赤链殿一眼 冷笑地说 哗哗哗 诸位可知道 赤链殿虽然出兵浮海 但是辽东军的主力 却并没有完全调动 而是集结在辽东西部重镇 换句话说 就是集结在辽东与河西的边境之处 众臣文言都是微微皱眉 却无一人说话 皇帝问道 中国宫 辽东军集结西部 难道有什么别的意思 冯元破冷笑地说 哗哗 放着何为青天王不去围剿 却将辽东主力 集结在西部重镇 赤链殿的目的 当然是迟之何西了 纳言周庭忍不住说 中国宫 有些话可不能胡说呀 且不说辽东军 是否真的在西部重镇集结 就算真的如此 那也未必是冲着何西呀 无论辽东军还是何西军 都是我大秦的军队 你们的敌人 都只能是帝国叛匪 风元破探道 周大人所言极是啊 所以我何西 一直都是以此为认的 而且我已经与圣上商议过 直等祭天淡礼结束 便立刻发兵河北 看向皇帝 圣上 臣没有说错吧 他双眸死死盯着皇帝的眼睛 只见皇帝 轻浮长须 微微汗手 说道 嗯 中国宫没有说错 朕确实与中国宫商议过 等到祭天淡礼过后 便将发兵河北 平角擎天贼寇 风元破探皇帝这般说 脸上显重了笑容了 圣上英明 运筹帷幄 随即 冷眼看向赤连殿 可是 身为辽东总督 殿帅 你的所作所为 实在让人失望 赤连殿 淡淡的说 你觉得本都 是想对付你 风元破笑着说 莫非你没有这个意思 京城陷路之后 你野心勃勃 谁都知道 你挥下十万精兵 更有五万铁骑 千两充足 你若当真有心 报销朝廷 早在青天王 打到浮海之前 就应该出兵了 为何持之安兵不动啊 如今 更是将主力留在辽东 谁又能瞧不出 你的心思呢 众人顿时都皱起眉头了 按想 风元破看来 对赤连殿 是狠之入骨了 否则也不可能 在这种时候 突然发难了 其实谁都知道 赤连殿回下 精兵猛将 实力强大 放眼天下 如今辽东道的实力 首屈一指 正一如此 赤连殿被人怀疑 心存野心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便是在场的官员们 心中也未尝没有过 这样的疑虑 但是此番 赤连殿能够前来 参加几天淡礼 从某种角度来说 已经打消了 许多人的疑虑了 如果赤连殿 当真心怀不轨 此番 必然是不敢轻易 前来的 赤连殿 发出古怪的笑声 盯着风元破 说道 本都一直还在怀疑 你对朝廷的忠诚 但是此番却是确定了 确定什么 赤连殿冷笑地说 确定你的谋反之心 逢元破遍 不改色 不怒反笑 你是说本都谋反 圣上 赤连殿忽然转向皇帝 拱手说 臣 始终是奸 并不自便 圣上心中 如同明镜 你在风元破 欺君往上 还请圣上下旨 极客擒拿 皇帝目光闪烁 却不说话 赤连殿忍不住抬头 看着皇帝 再一次说 圣上 请下旨 皇帝皱眉说 你是说 风元破是逆贼 有何证据 圣上 赤连殿脸上 忽然显出一丝 诧异之色 圣上不是已经发现了 风元破的谋逆之举 此番臣前来 正是要擒拿叛逆 孔雀台几人 此时站在一旁 他们本来是上殿表演的 可是还没开始表演呢 风元破和赤连殿 就已经正面相对 此刻只能站在一旁了 楚欢 举着莲花台 他力大无穷 也是在举上几个时辰 也不在话下 别人虽然只能看到 他的双腿 可是他却能从 莲花台的缝隙之中 看到大殿上的情景 站在侧面 也可以清晰看到 赤连殿的神态表情 其实殿上的情景 楚欢倒也是有些疑惑的 风元破苦心布局 今日应该是胜券在握 而且底气十足 但是瞧赤连殿的架势 赤连殿竟似乎 也是成主在胸 若说风元破底气十足 那自然是理所当然了 这毕竟是在河西地盘上 作为河西的主人 一切都在风元破的策划之中 风元破没有道理 没有底气 可是赤连殿孤身而来 虽然他是帝国上将军 功勋和威望都是极高 但毕竟不是在辽东 很难想象他有信心 在河西之地搬到风元破 但是赤连殿给人的感觉 竟似乎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赤连殿最后向皇帝请旨 抓捕风元破 也似乎是早有准备了 倒似乎今次的寄天淡礼 就是为了给抓捕风元破 创造机会 楚欢隐隐感觉其中大有蹊跷 他虽然早就知道 今日的寄天淡礼 必然有大事发生 可是此事却隐隐觉得 这其中只怕是蹊跷非常 比自己想的还要复杂的多 风元破见皇帝皱着眉头 历时上前两步 拱手说 叔叔 臣不知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但是赤连殿造反之心 人皆共知 肯定圣上下旨 极可擒拿 众臣此时面面相觑 想不到情势竟然发展到如此地步了 赤连殿和冯元破针锋相对 这两人竟似乎定要置对方于死地 皇帝却是目光闪烁 并不说话 赤连殿 双目一寒 陡然说 圣上 清除叛贼 乃是臣分内之事 臣容不得小小之辈 霍乱大秦 若是臣有罪 臣事后 愿意向圣上请罪 双眉一紧 臣声道 拿下叛贼冯元破 众人都是义争 心想 赤连殿到底是在吩咐何人呢 须知 这大殿之中并无武士 而且因为天宫禁忌刀兵 所以连护卫的武士都极少 殿中除了玄珍道宗带来的一群道士 便只有一群官员和两只义团了 冯元破却竟握起拳头 他知道赤连殿绝不是空穴来风 双拳握紧 拉开了与赤连殿的距离 自下里看了看 随即神情顿变 却见到被皇帝留在殿中 观赏孔雀台表演的镇扣风 十多人的目光都奇奇地向自己看过来 随即便瞧见树人已经如狼似虎地向自己冲过来 风元破赤了一惊 怒声道 赤连殿 原来他们是你的人 此时 楚欢也是赤了一惊 一直想不到 镇口风竟然会是赤连殿安排的人手 先前没有对镇口风太过注意 此时才发现 这十多人一个个龙惊虎猛 身发轻盈 一看就知道不是泛泛之辈 圣上 赤连殿勾结乱党 一同谋反 风元破大声叫道 他竟敢在大殿直中埋伏刺客 赤连殿已经冷笑地说 风元破 本帅知道 此番几天淡礼 你本想设下圈套 对付本帅 只可其圣上运筹帷幄 对你的谋反之心 了如指掌 今次祭天淡礼 正是要借此机会 拿下你这不忠奸徒 历声喝道 十八起听令 岂可拿下风元破 众人闻言又是一惊 在场之人 瞬间就醒悟过来了 难道这表演军乐的镇口风 竟然是赤连殿麾麾下的辽东三十六旗 辽东三十六旗 那是赤连殿的亲兵 都是仪当时的高手啊 与风寒笑的十三太宝齐名 如果说这十八人 就是辽东三十六旗中的十八旗 其战斗力便实在惊人 楚欢皱去眉头 心想今日之事 当真是出人意料啊 谁能想到 表演军乐的镇口风 竟然是赤连殿的辽东三十六旗 假扮的 如果说这些人都是假的 那么真的镇口风又在何处 辽东三十六旗 既然假冒镇口风来到天宫 也就说明赤连殿此前 早就已经有了计划了 毫无疑问 冯元破处心积虑 想要借此机会除掉赤连殿 对方孤身附会 却是早就做好了谋划 一是想借此机会除掉冯元破 十八旗动作迅速 赤连殿一声令下 早已经分散开来 如狼似虎的向冯元破扑过来 在场众人都是豁然变色 太子已是紧皱眉头 琉璃站在他身后 此时禁不住 伸手搭在太子肩头 若是换作平常 琉璃虽然是太子的妾室 却也没有资格入殿的 但是今日乃是皇帝受担 皇帝传召众臣入殿 赵权无法入殿 倒是琉璃推着太子的轮椅 进了大殿 皇帝此刻却是面无表情 皇后柳眉锦足 便在此时 所有人却听到一阵怪异的声音响起 站在殿上的众人 却感觉脚下似乎在晃动 楚环已经察觉 自己脚下的地面 有些不大对劲了 低头看去 只见到大殿的地面 是用一块块正方形的 大理石板铺就的 此刻自己脚下的大理石板 竟隐隐在颤动 不但楚环有所察觉 包括太子在内的其他人 也都是察觉到地面有些不对劲了 许多人都已经变了颜色 蒙听的赤连点沉声道 底下有问题 也几乎在这时候 所有人都纷纷向后退 琉璃也拉着太子的轮椅 迅速往后退过去 楚环这边也是早已经往后连退 就听得咔咔咔咔之声连续响起 所有人都看到 本来光滑如镜的地面 只是在片刻之间 那大理石板侧翻过去 地面一瞬间 就出现无数个方形的窟窿 冲向逢源破的辽东十八旗 反应倒是极快 有人已经腾身而起 有人则是踩着大理石板的边缘 腾身而起的十八旗尚未落下呢 却从那方形的窟窿之中 陡然弹出绳子来 绳子如同毒蛇一样 瞬间就缠住了几名辽东旗的双腿 就如同腾蔓一样 死死缠住 让辽东旗无法脱身 而且绳子缠住辽东旗的身体之后 立刻往下拉 宣元绍此刻 却已经闪身到了皇帝的身前 按住佩刀双目如冰 天道殿前的广场上 此时却是一片歌舞升平气息 八只台子上 一团表演精彩分成 人们围拢在台子边上 鼓声隆隆 乐声阵阵 而且广场上早已经准备了 刮锅点心任人取用 天道殿大门紧闭 此时谁也没有注意 殿内的动静 楚欢此时 已经退到一根大柱子后面了 瞧见大殿中间的地板侧翻 心下也是吃惊 此时才知道 这天道殿内 在修建之时 便已经设下了机关了 毫无疑问 殿内的机关设计的异常的巧妙 很难察觉这地面有问题 此刻 逢元破 也早已经闪退到一根柱子后面 而抓拿他的辽东十八旗 此时却已经是陷入困境之中了 这些人自然没有想到 大殿之上竟然有如此机关 他们虽然伸手不凡 反应机民 如果仅仅是地面侧翻 那倒也罢了 可是从方形窟窿下面 却是探出了一条条绳子 这都是早有预谋 数名辽东旗被绳子缠住身体后 一时间根本无法挣脱 若是手中有利刃 凭他们的身手 未必不能在瞬间斩断绳子 但是 没出天道殿内了 便是整个天宫 也是禁止携带兵器入内的 几名辽东旗被绳子扯着往下沉 无法脱身 而此刻 从那方形窟窿之中 竟是由铁枪指毛而出 迎着坠落下的辽东旗就刺了过去 长枪此处快若闪电 狠辣无情 当下 表三名辽东旗被长枪 从身下刺入身体之内 硬是没能躲过 但是 剩余的辽东旗 显然对困境 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 虽然猝不及防 也有同伴中了陷阱 但剩下的辽东旗 却依然如同苍蝇样跃起 有的却是身体扭转 像蛇样弯曲 所有人的目标只取风圆坡 辽东旗身在空中 却感觉刀光呼气 只见得从那方形的窟窿之中 一叨叨身影 就如同猿猴样 陡然蹦出 这群人 就如同地狱而来的幽灵 动作敏捷迅速 一看就知道 那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他们从空隆跃起之后 挥动手中兵器 直取那些扑向冯元坡的辽东旗 大殿之上 一时间惊心动魄 纳颜周庭等一杆人 都是脸色苍白 林元芳和马洪等人 远远躲开 找寻地方隐藏 道士薛怀安和周庭 都是护在太子的身前 而轩元少 手腕佩刀 横刀立马 在皇帝面前并不出手 此刻从方形窟窿中 已经窜出二三十号人了 全都是兵器在手 人数占优 而且面对的都是 赤手空拳的辽东旗 辽东旗 不愧是生命在外 虽然身处逆境 却没有一个有畏惧之色 此刻无论是对辽东旗 还是河西杀手 都是严峻的考验 不但要生死搏杀 而且还要注意脚下 一个不小心 便要踏入窟窿之内 何西杀手倒也罢了 辽东齐雪不知 那窟窿身主到底是什么 不敢掉以轻心 赤链垫 双手握拳 眼看着局势 在片刻间演变至此 眼眸身主 也显出一次吃惊 但是他久经沙场 纵横半生 经历太多的生死时刻了 只是一瞬间便就恢复了平静了 向高中的皇帝瞥了一眼 随即身形如同英旧 已然跃起 两个起落便经腾身到的陷阱处 看着一名杀手 探手往那人的喉咙 直直地抓了过去 赤链垫的招式看起来并不玄妙 甚至速度乍一看去 也不见得如何的迅捷 那名杀手的武功 看起来绝非泛泛之辈 可是 即使如此 赤链垫探手抓出 那杀手想要躲闪之间 还没有闪开呢 赤链垫如同铁锢一样的手 已经抓住了杀手的脖子 杀手知道那是不妙 反应也是迅速 被赤链垫抓住脖子的一瞬间 直到脱身无望了 握刀的手 挺立向赤链垫的腹肩就刺过去了 但是 刀锋还没有碰到赤链垫的身体 就听得咯噔一声响 赤链垫竟是生生地用手 掐断了杀手的颈骨 只是这一下子 杀手全身的气力便瞬间消失了 赤链垫此时 已经夺下那人手中的大刀 手上用力将这杀手的尸体制住 这一杀手的尸体就如同武器一样狠狠地撞在另一名杀手的身上 那名杀手 宛若被千斤重锤狠狠砸中了 云俩尸身一同飞了出去 刀光剑影 魅影重重 楚欢金不住 向门外看了一眼 却见到天道殿的大门紧闭 大门边上 四名长生道的道士站在那里 门外虽然鼓跃声震震 但是大门之外 却并无一人进来 他心下 有些差异了 方才他看得清楚 虽说天宫之内并没有携带兵器的兵士 但赤手空拳的禁卫武士也不在少数啊 天道殿的正门之外 并有五六名人高马大的禁卫武士在守面 按理来说 天道殿外的声音便是再响亮 这大殿之中死杀至此 门外的禁卫武士也终归能听到大殿之内不对劲啊 作为殿前武士 如果发现殿内情势不对 完全有责任和权力入殿查看的 但是此刻 天道殿的大门是纹丝不动 根本没有任何一人闯入殿内 楚欢心下只觉得事情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了 斜眼看了边上的金灵雀等人一眼 只见金灵雀倒是显得十分淡定 一身黑雨的毛人鞠户在金灵雀身边 小莲和小宁则是站在金灵雀身后 几人都是藏身在一根巨大的玉柱的后面 何西杀手虽然人多势众 而且一个个显然都是训练有素的 但是面对人数处于劣势的辽东起 并没有占据绝对的上风 反倒是赤链殿出手之后 转瞬之间就有四五人死在赤链殿的手中了 辽东起本来处于劣势 赤链殿这般出手 反倒让辽东起士气大振 而且行驶也有所好转 厮杀惨烈 近三十号和其杀手 这些片刻之间竟然有半数丧命了 而辽东十八旗虽然摆脱了一开始的困局 此刻却死伤七八人 实力大减 楚欢此时躲在边上却是看到了 赤链殿的武功简单而实用 并无太多的画画架子 举手投足之间力道十足 看似后手 但往往是后发先制 眼见得辽东十八旗 渐渐取得上风了 但此刻众人却发现 冯元破却忽然消失 已经不见了踪迹了 正在此时 楚欢忽然听到头顶上方忽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只是他此刻举着莲花台 一直也不知道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太子等人此时却是发现了 天道殿的顶部忽然间又是一条条绳索 如同毒蛇般从顶部向下是逼射而出 十多根绳子下垂之后 从顶部闪现出许多身影 如同猴子般顺着绳索就往下滑动 而他们身形下滑之时 手中却都是拿着剑弩 举高临下 冲着底部的身影是暴射而出 弩剑破功极响 电上惨叫声连连 此时不但庶名辽东奇中箭了 便是那些与辽东奇厮杀在一起的河西杀手 转瞬间又数人中箭毙命了 乱剑之中 却见得赤连电手唬吼一声 矮小的身形已经腾身而起了 他身形矮小 动作又显得十分的敏捷 探手抓住了悬域半空的一根绳子 随即手上用力整个人借力而起 一条绳子上正有一人向下滑落了 现在赤连电已经抓住绳子 立刻将剑弩对准了赤连电 只是这一次赤连电的动作就是极其迅速 那人还没有来得及扣动机关 赤连电已经探手而出 就在飘摇的绳子上扣住那人的手腕 听得咔嚓的骨头碎裂之声响起了 那人的手骨已经被赤连电生生捏断了 不等那人惨叫出声呢 赤连电悬在绳子上一个翻身 整个身体倒立 一脚向上踹出 正中那人身体 那人顿时被踹起飞出 脱离了绳子 随即又如同一块石头般直坠而下 落入了地下的一处方形窟窿之中 如此重创 想要活命也就是万难 此刻从大殿顶部垂下来的绳子 有十数条 本来居高临下对地面的辽东旗发起进攻 但是赤连电却出其不意地飞升而起 占据了一条绳索 这些人的目的本就是为了对付赤连电的 顿时都利用绳子将自己的身体 稳在了半空中 众人的剑路勤急对准赤连电 殊知赤连电早有防备 他一只手抓紧绳索 拎着手拿着剑路身体用力控制绳索旋转起来了 没有固定位置 众人想要瞄准他已经是极其困难了 而且随着绳索的转动 他连扣剑路 嗤嗤嗤数声响 已经有数人重剑从绳子上脱落下去了 赤连电的四周都是敌人 发射主剑自然是毫无顾忌了 而一群杀手无法找准他的位置 放眼处悬在半空的反倒都是自己的同伴 轻易射箭 只怕射不中赤连电 反倒会伤了自己的同伴 赤连电的身法敏捷 这种剑路之中最多只能配八只弩剑 八剑射完便需要重新装填了 只是此种情况下 八剑射出剑路也都等着成了废物了 赤连电八剑射完射杀了三名杀手 而他借着绳索的旋转之势靠近到另一条绳索 整个身体已经如同灵猴般跃出 从这条绳索上已经跳上另一条绳索 不等拿绳索上的杀手反应过来 将手中已经没有见识的剑路狠狠地砸向那人头部 那人与赤连电同在一条绳索上 根本无法闪躲 被剑路重重砸在头上 一阵巨痛钻心 血流如注 而赤连电此刻在那杀手的上方身形下滑 随即一个倒立 双腿夹住绳索 双手朝下 趁着那人疼痛之时 反扣着男的脖子掐在手中 另一只手又去夺那人的剑路了 太子此时 神情已经是冷军到极致了 他两只手按在轮椅把手上 实际上已经是按在机关处了 殿内厮杀惨烈 中间难辨 对于太子来说 此时此刻 谁若是朝着自己过来 必然是要杀之无赦的 他当然也察觉到 今日之事 异常诡异 且不说冯元破和赤连殿当众撕破脸面 刀兵相见 就有些古怪 此时双方厮杀至此 殿外的禁卫军守卫 却是迟迟没有动静 这也是 大是蹊跷啊 太子 目光闪动 此时有一点 却是十分清楚 这冯元破 必然是居心叵测 否则也不至于在天道殿内 修建如此机关了 天道殿的地面可以翻动 顶部还有刺客埋伏 这一切只能说明 冯元破早有预谋 须知 天宫的各门 都是由皇家禁卫军把守的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进得来 今日进来的官员士绅 也都是经过严格的检查 莫说这些刺客 人人都有兵器在手 就是想要混进一件兵器 也不容易 可是事实就在眼前 不但混进了数十名刺客 而且都有兵器在手 甚至早就埋伏在天道殿 太子心中自然疑惑 这些刺客和兵器 是如何进入来的 天宫的守卫 是交给玄元绍的 玄元绍的禁卫军 把守戈门 按照正常情况 刺客携带兵器进入天宫 如果没有禁卫军的允许 那是绝不可能的 但是太子很难想象 这些刺客会使 宣元绍故意放入天宫 如果当真是宣元绍 放入这些刺客进入的 那么宣元绍 当然对眼前的情势 早已知晓了 也就是说 宣元绍和冯元婆联手 准备除掉赤炼殿 宣元绍是皇帝的心腹爱将 他既然与冯元婆联手 除掉赤炼殿 当然需要得到皇帝的授意了 难道这次祭天诞礼 竟是皇帝撤下了陷阱 将赤炼殿引诱到天宫 与朱沙 太子紧皱眉头 心中却隐隐觉得 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太子虽然曾经一度多年 不曾参与朝堂之事 但他当年 也是跟随着皇帝 南征北讨的开国功臣之一 对于帝国的情史 实际上是辽若执掌的 虽然赤炼殿一直以来 对皇帝都表现得十分忠诚 而且皇帝 也一直对赤炼殿宽容器重 可这并不表明 皇帝对赤炼殿便无戒心 赤炼殿坐拥辽东 会下十万辽东兵 都是精兵强将 任何人坐在皇帝位子上 对这样一股势力 都会防范的 当初西北有风寒啸 京中有雷姑横和渝不屈 四大上将军 就向帝国的四根柱子 保证帝国的稳固 同时又互相制衡 但是如今 四大上将军 仅剩赤炼殿一人了 而且拥有当前最强大的官兵 自然对已经沦丧 半壁江战的大秦 形成了致命的威胁 皇帝想对赤炼殿下手 实际上也并非不可离遇之事 太子念及之词 心下却是暗暗心寒 可是从皇帝的角度来说 却并不是错误的抉择 而且太子对皇帝的性格 十分了解 皇帝杀法果断 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 从来都是狠辣无情的 如果只是如此 那么今次的祭天淡礼 只是一场捕杀赤炼殿的陷阱 只是太子同时也想到 如果这一切是皇帝的指示 那么负责此次行动的 当然就是冯元破 在河西之地 当然是要借助冯元破的势力 铲除赤炼殿了 他现在只担心 就算皇帝真的除掉了赤炼殿 却未必真的能够高枕无忧 冯元破在河西 那也是兵相马庄 而且皇帝和群臣 如今都身在河西之地 冯元破一直以来 最忌惮的就是赤炼殿 接此机会除掉赤炼殿 当然是冯元破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是赤炼殿一旦真的死在天宫 那么冯元破最大的忌惮便消失了 没有了赤炼殿 冯元破倒成为了最可怖的人了 太子神情冷峻 禁不住向皇帝看去了 只见皇帝靠坐在金蚁之上 脸上毫无表情 但是一双眼睛却是闭着 实在看不透这九五之尊的心中 究竟是何想法 随即目光瞧向皇帝身边的皇后 目光移过去 只见到一双清亮的眼眸 也正瞧着自己 四目相接 太子禁不住身体一振 而皇后却在一瞬间 将目光移开了 便在此时 太子却感觉肩头一紧 微转头仰慕看去 只见站在自己身边的琉璃 脚中苍白 一直一手正搭在自己肩头 那双迷人的眼眸子 带着一丝惊恐之侧 心中知道 殿上如此残杀 琉璃定然是心中害怕 抬手握住肩头琉璃的手 轻声道 不要怕 琉璃低下头 见太子看着自己勉强一笑 轻声道 殿下 这 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 你会不会很危险 太子摇摇头 淡淡地笑着说 冰难将当 恩公道看看 谁敢动我 他话声刚落 忽然感觉眼角的光亮突然一暗 心下知道出了变故了 而此刻却听到连续的叮叮叮之声响起 侧眼望去 却见到大殿的左侧忽然变得昏暗起来 天道殿正殿十分的空阔 除此之外 还有左右两殿 形成一个辉弘的宫殿 本来长生道的道士们 在殿内点上了大大小小近白盏宫灯 让大殿亮如白昼 而此刻大殿靠左 却是宫灯连续熄灭 让光亮一下的变得暗淡下来 便听到有人力声道 抓住叛贼赤连殿 我让他跑了 太子抬头看时 却发现 石井跟绳索都是软软垂着 依然摇摇晃晃 可是绳索之上 却都已经没有人计了 本来攀附在绳索上的人 一下子巨都不见了 特别是赤连殿 更是不知所踪 楚欢却是看得清楚 赤连殿在空中与杀术搏斗 占据上风 连续杀了数人 随即绳索一个幅度极大的摇摆 往左侧荡去了 而楚欢更是清晰地看到 当绳索往左边荡去的一刹那 赤连殿竟是借着一荡之力 整个人已经脱手而出 如同炮弹一样 向左殿方向就射了过去 随即便听到叮叮叮之声响起了 宫灯连续被打灭 主欢新知 那定然是赤连殿出手击灭的 毫无疑问 赤连殿显然知道事情不妙了 这里是冯元破的底盘 赤连殿根本无法知晓 冯元破究竟安排了多少杀手在此 杀手杀之不尽 赤连殿便是神仙下凡 也终究抵挡不住源源不断的此刻 而且天道殿之内明显有处处机关 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着了机关的道 赤连殿显然是想躲避锋芒 而且此刻正殿之内 辽东十八旗不过剩下五人而已 之若何西杀手不过剩下五六人 大殿之上看上去一片狼藉 有的尸首落入窟窿之中 一有不少就挂在窟窿边缘 本来每轮每换清澈间谍的水池之中 此刻已经有数据尸首飘浮其上 本来清澈的池水已经变成了红色了 几名辽东奇此时背靠背聚在一起 他们此刻都已经从刺客手中夺得武器 每一个人脸上都是血无浸染 看上去异常的阵营 瞧见赤连殿已经没有了踪迹了 辽东奇互相看了看 目光在大殿里扫尸 似乎还在找寻逢源破的踪迹 赤连殿借住绳子从正殿离开 利用手中的弩箭连续打灭树盏攻灯 四家里昏暗起来 他身弱鬼魅 闪过一道玉石制作的大石瓶闪到后面 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直通往天道殿的左殿 他脚下如飞 丢开手中那只已经没有弩箭的箭弩 却是握了一把刀在手 迅速地向昏暗的左殿过去 在其身后 从绳子上落起来的五六名刺客 依然是尾随而来 左殿之中 一片昏暗 并无点灯 天道殿是天宫的主殿 规模自然是非同小可 便是左殿也是宏阔无比 放眼望去 殿狱之内十分空旷 皇帝北巡 带来的官员都住在其他殿狱 禁卫军更是驻扎在天宫之外 随同而来的工人 也主要在居仙殿 彼不得京城之中 皇宫之内的太监宫女数以万计 此番随是北巡的工人 太监数量本就不多 平时天道殿甚至都没有安排人职守 更何况这处侧殿了 便显得异常的冷清了 赤练殿听的后门有脚步声尾随而来 他私下里看了看 瞧见宫殿边缘处有玉石吊顶 环绕一周都是龙凤雕士向外突出 而吊顶和顶部之间有空隙 赤练殿身形展开 先是跃上一只铜鹤的身上借力飘到一根玉柱之上 若是一般的玉柱 光滑润首还真是无法攀附的 好在这宫殿的柱子都是十分讲究 都有龙形雕纹卷在柱子之上 痴炼殿身法灵活 蹭蹭蹭攀爬上去 随其猛一用力如同苍蝇一般飘起 伸手抓住吊顶边缘 手臂用力整个人便轻飘飘地钻入了吊顶的缝隙之中 此时在大殿之内即使抬头 也根本瞧不到赤练殿的所在 赤练殿藏身其中 脸色却是难看至极 双眸冰冷无比 透过吊顶门室那极小的窟窿 举高临下看过去 昏暗之中 只一吸看到几道深井 在大殿之内搜寻 他的嘴角泛起冷笑 片刻之后 那几道身影便即消失 寻到其他地方去了 赤练殿深吸一口气 目光冷立起来 随即皱着眉头 似乎在寻死什么 片刻之后 寂静之中 却听到下面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透过文氏缝起向下看去 却见到一名轻衣道士 正淋漓至登陆 正从自己的下面经过 天道殿内 几名辽东旗 在搜寻冯元破的踪迹 却听得脚步声响 只见得从右殿方向 又冲出十多名汉子 当先一人 却正是冯元破 冯元破 不看那几名辽东旗 竟自向皇帝那边过去了 神经肃然 拱手说 圣上 臣护雅不立 还请圣上治罪 皇帝 只是看着冯元破 笑着说 朕还好好的 郑国公 并无护驾不立之罪 宣元绍 本来是护在皇帝身前的 此刻 却已经走到皇帝身盼 冯元破 一脸痛心疾首地说 圣上 臣虽然知道 赤连殿居心叵测 有不臣之心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竟然派人扬装震口风 混入天宫 更是在祭天淡礼之时 固然谋反 是臣安排布州 才致使乱党入殿 惊扰圣驾 实在是嘴该万死 朕也想不到 赤连殿 竟会如此狼子野心 皇帝叹道 哎 中国公 接下来 该怎么办 群臣都是一争 心想这种时候 皇帝自己 怎的没有决断 反倒询问 冯元破 该怎么办了 冯元破拱手说 圣上 当我知己 且是要将赤连殿 捉拿正法 他此时 就在天道殿内 那一脱身 此番无论如何 也不让他逃脱 皇帝汉手说 嗯 有理 冯元破此时回过头 见到几名辽东旗 正对着自己怒目而视 冷然一笑 大声说 赤连殿图谋造访 你们还要非我扑火 连圣上都说 赤连殿造反 难道你们还真想为他陪葬 还不放下手中兵器 缴械投降 你们若是放下兵器 那就说明 你们只是被赤连殿所蒙蔽 若是还要顽固不化 本都定当为圣上 剿灭你们这群叛贼 辽东旗面面相觑 但是目光却都十分坚定 并没有放下兵器的打算 冯元破皱起眉头 看向皇帝 皇帝轻抚白须 看向那几名辽东旗 淡淡地说 中国公的话 作非你们没有听见 一名辽东旗大声说 圣上 殿帅的圣上忠心耿耿 此番前来 就是要捡住冯元破 这个奸臣 冯元破处心积虑 圣上万不要被如此小人所蒙蔽 臣等今日 竟然无法铲除奸宁 既对不起殿帅 也对不起圣上 只能一死献罪 吊转刀锋 对着自己的咽喉 一刀滑了下去 心血喷茧 辽东旗当即一头栽倒在地 其他几名辽东旗 都是毫不犹豫 吊转刀口纷纷自问 皇后早已经转过头去了 其他人也都是不忍多看 辽东三十六旗 乃是赤连殿的亲命 每一个都是千里挑逸的勇士 此刻赤连殿没了踪迹群龙无首 对于只遵从赤连殿命令的辽东旗来说 皇帝下旨 不能遵从 就只能自尽了 假扮连殿口风的辽东十八旗 尽数死在天道殿 太子眼角周动 眼中显出惋惜之色 随即瞥了冯元破一眼 眼中却是带着冷力之色 冯元破却是毫无表情 向皇帝说 圣上 乱贼赤连殿尚未勤拿 臣定当迅速拿下 只是此处已被血污所染 恳请圣上和皇后娘娘 移驾居仙殿 此时其他众臣也纷纷说 请圣上和皇后娘娘移驾 皇帝摇头笑着说 中国宫啊 主要爱情 朕本就是铁血立国 难道还会害怕血污 今日朕要亲眼看到 中国宫拿下赤连殿 朕当众嘉奖 冯元破的眼中 华鬼似异色 心想这傀儡此时自作主张 当真是胆大妄为 但是此刻群臣就在旁边 他自然不好多说什么了 拱手说 臣定当竭力报销圣上 此时力部尚书林元坊已经说 中国宫 天道殿外面都有禁卫军职守 赤连殿的部下虽然静默 但是赤连殿却依然藏身 在这天道殿之内 如果让赤连殿从天宫脱身 返回辽东 那可就后果不堪设想啊 林不堂说的是 风元破肃然说 本都是绝不会让他逃出天道殿的 中国宫 不如让薛连将军 调集禁卫军前来 林元坊说 天宫附近 还住有数千禁卫军 调上几百人过来 赤连殿便是插翅也难飞了 风元破笑着说 哈哈哈哈 林不堂放心 今次秦拿赤连殿 都是圣上运筹帷幄 事前圣上早已经有了吩咐 我已经在天宫的各种要道都设有埋伏 且不说赤连殿根本无法离开天道殿 就算走出天道殿 那是走不出天宫的 众人文言都是一争 随即都看响了皇帝 见皇帝神情自若 心中这才明白 原来今次祭天淡礼 竟果然是设下的陷阱 为的就是不拿赤连殿 听冯元破所言 毫无疑问 事前皇帝已经与冯元破有过密意 只是将群臣蒙在鼓里而已 冯元破上前一步 拱手说 圣上不过有一事 臣不得不进言 哦 皇帝扶须说 郑国公想说什么 圣上 镇口风混入进来 实在是臣的疏忽 冯元破皱眉说 不过此次祭天淡礼 一开始的时候 臣并没有想过招来镇口风 如果按照臣的想法 镇口风也就没有办法 记住天岛殿 或许吃连殿这些同党 也就无法进入 林元方在旁 立刻问道 中国公 是谁指明镇口风前来啊 冯元破 瞥了群臣一眼 目光盯在礼部尚书 薛和安的身上 周美说 薛不堂 此事应该由您来解释 你为何再三向本都要求 将镇口风请过来 薛和安的脸色瞬间惨白 额头冒汗 神经显得异常的不自然 林元方健壮 立刻逼问道 薛不堂 镇口风 是你要求传召而来的 薛和安神色慌张 抬袖擦着额头的汗水 只觉得口干舌燥 甘色地说 这 这确实 确实是我向中国公推荐的 可是 可是我并不知道 赤点点会利用镇口风 意图作乱的 立时转向皇帝 跪倒在地 圣上 臣确实不知此事 会变成这一番模样 臣只以为 圣上喜爱冰月 所以 所以这才举荐 镇口风前来献祭 臣 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哪 皇帝 只是轻腐白须 并不说话 见皇帝没有说话 丰元颇叹道 哎 圣上哦 薛布团或许 真的是无心之过 但是此种情况下 凡事都要小心 顿了顿 却并没有说下去 皇帝问道 中国公觉得 该怎么办 圣上 薛布团 举荐 镇口风 所为何故 自然要派人 降假调查 封元颇政策说 在调查住 真相之前 既不能说 薛布团 有勾结 叛贼之局 却不能 调以轻心 只能先将 薛布团收押 等回头 调查住 真相 再做处置 周庭 周眉 出列说 圣上 薛布团 对朝廷 对圣上 素来都是 忠心耿耿 凡事 也是谨小慎微 绝不可能 勾结 叛贼 还请 圣上 明鉴 林元方 在旁 冷笑地说 周那颜 你就敢 担保 薛桓 对圣上 忠心耿耿 若是薛桓 当真与赤连殿 四下有牵连 你周那颜 又该如何 林元方和马洪等人 在朝中属于新党 素来与周庭等人 并不和睦 周庭也是颇得皇帝器重 但是却不属于新党成员 对于新党来说 新党以外的官员 都是敌人 更何况 还是被皇帝所器重的官员 周庭 转示林元方 陈胜道 林大人 你我都知道 郑寇峰 曾经多次入宫 向圣上献祭 得到圣上嘉许 薛不堂 在祭天淡礼之时 建议传照郑寇峰 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郑寇峰被赤连殿利用 我们都不知道 薛不堂 也不会知道 看下冯元破 沉声道 周库公 说直言 郑寇峰之前 一直都是住在 武平府城 而且 此番寄天淡礼 主要都是由你们 何西官员 所筹划 薛不堂 想插手 似乎也无能为力 如今 郑寇峰出事 所有的罪责 便推到薛不堂身上 是否有些 过分了 冯元破 盯着周庭 淡淡地说 周那言 这话 本都倒是听不懂了 难道 郑寇峰之事 还与我 何西官员 有关 至少 负责筹备 此事的官员 难辞其咎 周庭 冷笑地说 去不堂 只是举荐 郑寇峰 但是 派人传召 郑寇峰 以及郑寇峰 来到何西之后 都是由何西官员 接待的 为何何西的官员 之前一直 没有看出破绽呢 若说何西官员 一点责任也没有 那也说不过去吧 冯元破 点头说 嗯 周大言所言即是 此事 自会详家调查 皇帝抚须说 此事 回头再做调查 中国公 你既然已经在天道殿 布下天罗地网 朕问你是否 已经拿下赤连殿 风元破拱手笑着说 呵呵 受伤放心 赤连殿 已经是瓮中之别 臣已经安排人 在殿中搜掌 很快 便能将赤连殿 绳之一发 赤连殿此刻 就在吊顶之中 居高临下 看着从下面 轻步而行的 清离道士 那道士手里 拎着一盏宫灯 走到赤连殿 正下方 忽然 停住了脚步 赤连殿 皱起眉头 暗想 自己并无声息发出 难不成 下面那人 竟察觉到了 自己的行踪 他看得出来 那清衣道士的衣着打扮 不过是长生道的 一名普通道士 这天到殿内 像这样的道士 有二三十人 只是不知为何 这名道士会单独来到侧殿呢 清衣道士站在下面 竟然无声 赤连殿也是屏住呼吸 忽然之间 赤连殿没脚一跳 也几乎在同时 那清衣道士 已经如同指鸢般腾空而起 竟然也是攀到 刻有文士的玉柱之上 一个借力 便即轻飘飘地 向赤连殿的藏身之处 袭来了 人未至 他手中的宫灯 已经丢向赤连殿 静若处子 动若狡兔 从清衣道士腾起 至发起攻击 这是转眼之间 赤连殿只瞧一眼 心下便及大惊 这清衣道士 显然不是普通的道士 其武功实在是了得 清衣道士很可疑 独身在侧殿 就已经让赤连殿 起了疑心了 此刻腾空而起 赤连殿虽然已经有了防备 但是却还是没有想到 对方的武功竟然如此之高 浑暗之中 寒光闪动 清衣道士 已然杀到眼前了 赤连殿已经无法再躲 毅然出刀 出刀至极 却已经隐隐看清楚 对方的面孔了 只见 那道士竟然蒙着青色的布巾 只露出一张眼睛来 看不到完整的脸 但是那双眼睛 却是犀利异常 轻衣道士出刀极快 赤连殿出刀也不慢 藏底正两刀交汇 随即听得当当声响 两刀第一次交错 就是瞬间都是断成了两截子 赤连殿心下惊骇 那轻衣道士一双眼睛 也危险吃惊之色 双方俯一交手 当然都不会手下留情了 虽然是出刀 但是刀身却已经灌入禁气 禁气相撞 刀刃断折 便是双方也都感到 一股逼人的禁气 冲入自己的体内 两人都是感觉 五脏六腑是微微颤动 只是一瞬间 两人都知道 是生死攸关的时刻 对方的武功 都比自己的想象的要高 双方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 轻衣道士气刀成爪 往赤连殿的胸口就抓了过去 他五指弯曲 尽风激荡 赤连殿却是单手成全 依然从吊顶之中飘出 带着雷霆之势 激向轻衣道士的面门 双方都是身在半空 宛若两只鹰鹫 从空中飘荡而下 但是一招一拳 互相交错 赤连殿的权力雄浑 他自信 天底之下 能够挨他这一拳的人 实在是少之又少 只是轻衣道士 竟似乎毫无畏惧 一找迎拳 拳找相接之时 赤连殿竟是感觉 自己霸道十足 脆枯拉朽的一拳 竟似乎搭在棉花上一样 正子吃惊了 却见到轻衣道士那只手 极其灵巧的一番 已经覆在自己的手背上了 而轻衣道士 另一只手也是承招 镜子往赤连殿的胸口 抓过来 赤连殿心下更是吃惊 轻衣道士动作敏捷 招式怪异 而且出招 显然是早就算计好的 他横拳欲挡 但是轻衣道士的速度 现在是快出一筹了 赤连殿甚至已经感觉 自己的胸下前进风激荡 他没做任何犹豫 左手及时护在自己的胸口 也就在此时 轻衣道士竟是画招成掌 一掌派在赤连殿的手臂上 赤连殿手骨欲折 胸骨欲断 厉吼一声 另一只被轻衣道士付住的拳头 却是暴突向前 拼上了全身进气 轻衣道士显然并不想 与赤连殿两败俱伤 接着打在赤连殿手臂上的掌势 身体厚飘 赤连殿虽然中了对方一掌 却还是挺了下来 落地之时 脸色红得低血 显然 这一掌对他造成了不小的重创了 轻衣道士 见得赤连殿硬生生挺住了 双眸倒是颇有精泽 心智 若是换做别人 恐怕这一掌 已经是能够让对方难以起身了 赤连殿能够顶住这一掌 其韧性 确实可怕 你是何人 赤连殿冷冷地说 他手臂的骨头已经受到重击 饶使他意里惊人 此时那只手臂却是微微发抖 轻衣道士淡淡地说 你踏逆不到 还是束手就擒吧 你武功不是我对手 你心里明白 朝廷今日定要杀你 你若是不想被人所属 我劝你还是自尽为好 这才是一代名将最光荣的死法 赤连殿冷笑地说 你是劝本都自尽 莫非 你想被鸭府刑场 看都市众 简易道士冷冷地说 赤连殿古怪一笑 说道 你连面貌都不敢识人 显然是混入宫殿的旁门左道 你不是长生刀徒 你究竟是谁 这已经不重要 清衣道士淡淡地说 赤连殿死死盯着 清衣道士的眼眸子 赵梅说 如果没有猜错 你是冯元婆 安排在这里的刺客 冯元婆没有绝对的把握 能够侵杀本都 他知道 自己的那些虾兵蟹将 难以抵挡本都 所以才会安排你 作为最后的杀招 赤连殿还是有头脑的 清衣道士轻笑地说 有人暗地里 成冯元婆为何系搅糊 他做事情 当然是处处留后手 大殿之上如果拿不住你 他才知你一定不会束手就擒 一定会想办法逃离死地的 他甚至猜到 你十有八九会逃到侧殿之中 因为侧殿在短时间内 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吃连殿呕了一声 清衣道士才轻叹道 哎 其实一开始啊 我们还担心你不会前来何系 辽东是你的潮雪 保护森严 想要在辽东除掉你 难于赏青天 也只有将你转到何系 几天淡礼 虽然是个很好的借口 可是 我们并无十足的把握 转你过来 赤连殿冷冷笑着说 你们还以为本都前来是因为你们的设计 他摇了摇头 眼中显出一丝懊恼之色 本都前来何系 只是因为相信了一个人 相信一个人 清衣倒是凝视着赤连殿 直到如今 不知道殿帅是否能为我解惑 你究竟是相信了谁 为何会前来参加几天淡礼呢 赤连殿苦笑一声 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 咱们在这里交手 却并无一人前来 这想必也是风缘破的安排吧 你放心 不会有人来打扰的 清衣倒是声音平和 因为从一开始 你的性命就属于我 在没有击杀你之前 这里不会有人来打扰的 赤连殿淡淡地说 看来你们是志在必得 我们也希望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清衣倒是缓缓地说 你应该相信 既然风缘破苦心修建了天宫 他当然有办法控制住这里了 赤连殿威已沉吟 终于说 如此说来 早在数年之前 你们就已经筹划了今日之局 清衣倒是轻笑地说 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多 也该将你所知道的 探证相告 其实我很想知道 你是相信了谁 才会前来何夕呢 顿了顿 轻声说 你相信的 当然不会是皇帝了 赤连殿的手臂 依然在发抖 他虽然在疆场之上 所向披靡 可是今日面对着清衣倒是 却知道自己的武功 并非眼前清衣倒是之敌手 今日结局 已经是雄多其少了 本都错就错在 相信今次知己的目标 是风原破 赤连殿缓缓地说 本都接到的秘址 是要在这次祭天淡礼之上 除掉风原破 哦 清衣倒是宁氏赤连殿 秘址 皇帝的秘址 不错 赤连殿冷笑地说 就是皇帝的秘址 秘址之中 对这次计划 做了详细的叙述 皇帝召集几位 总督前来的目的 就是要聚众除奸 清衣倒是 发出了古怪的笑声 殿帅说 皇帝给你下了秘址 可是据我所知 皇帝的旨意根本出不了天宫 每一道从天宫搬下的旨意 至少风原破 都一清二楚 皇帝是给你下了一道旨意 却是传召你前来 参加积天淡礼 并无什么秘址传给你 赤连殿淡淡笑地说 莫非你以为本都不知 皇帝已经被你们所控制 神不由己 哦 清衣倒是双眸一紧 赤连殿缓缓地说 正是因为风原破 已经控制天宫 谢天子 一领诸侯 所以生上 才会要将计就计 借这次祭天淡礼 除掉风原破 这次祭天淡礼 本就是你们所策划 想要对付本都 这一点连皇帝都一清二楚 而皇帝就是要将计就计 让本都前来何悉 在大殿之时 秦贼秦王一举拿下风原破 他双眸闪烁 顿了顿才说 皇帝既然被你们监视 当然不会直接给本都送去秘址 只是你们忘记了 皇后的行动 还没有被你们完全所控制 至少朝臣们 还能偶尔面见皇后 轻衣道士双目一冷 你是说 皇后派人秘密 给你送去了秘址 他双眸转动 想到什么 哦 我明白了 祭天淡礼 虽然有何系的官员筹备 但是礼部尚书徐怀安 却是不甘寂寞 他似乎 觐见过皇后几次 骤然之间 轻衣道士双目一亮 似乎明白了 其中的重要官窍了 怪不得 徐怀安会向逢原破局 遇见镇口风前来献祭呀 在此之前 你们早就已经计划好 利用镇口风了 不错 赤炼店说 皇后确实吩咐薛和安 传出了圣上的旨意 你们的眼睛 主要盯在天道殿这边 薛和安那般朝臣 在你们眼中 影响不了大局 你们甚至派人秘密监视者 主扎在天宫之外的皇家禁卫军 却也没有对那般官员 给予足够的重视 薛和安 要找一个心腹传旨 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轻衣道士 微微汗手 嗯 您说的不错呀 确实不难 按照你的说法 皇帝给了皇后旨意 皇后则利用薛和安 向你送去秘址 制定了利用祭天淡礼 除掉冯元婆的计划 收到这里 发出了低笑之声 据我所知啊 皇后当年对你有救命之恩 你对皇后一直心存感激 如果还有值得你相信的人 那就只能是皇后了 皇后救命之恩 几十年来我从未忘记 赤炼殿肃然说 这条命当年是皇后所救 那么这条命就属于皇后 只要皇后一句话 本都这条命随时可以献给皇后 清一道士点头说 啊 我明白了 因为秘址是皇后派人送去 而且你确定 确实出自皇后之手 所以才会没有顾忌 依然前来自投罗网 赤炼殿的眼中显出懊恼之色 说道 有皇后之令 何夕便是刀身活海 本都自然也是毫无畏惧 只可惜 他摇了摇头 叹道 没想到我赤炼殿纵横一生 竟然会死在这里 直到如今 本都也很想知道 阁下究竟是何人物 清一道士轻笑地说 殿帅觉得我会是谁呀 听了清一道士的话 赤炼殿皱眉说 莫非是冯元破 欢仰的门客 如果阁下 真是冯元破的门客 待遇一定很好 一阁下的武功 想要找犯好差事 实在是易如反掌 冯元破 清一道士笑着说 殿帅未免太看得起 冯元破了 不过是玩些小手段的 冯将苦力 贫道 其实还没有放在眼中的 贫道 赤炼殿皱眉说 莫非割下还真是一位道士 难道殿帅觉得我这个道士是冯充的 清一道士笑着说 哈 哈 哈 殿帅所言 只怕并非是真吧 恐怕有些是自己编造的吧 赤炼殿双目冷峻 什么意思 殿帅刚才说 殿帅刚才说皇帝被监视 无法直接派人与你接住 所以借住皇后之手 让皇后将秘旨传送出去 清一道士缓缓地说 借祭天淡礼之机 赵既各道总督 特别是殿帅 要除掉冯元破 这一切 按照殿帅的意思 都是皇帝的计划 赤炼殿冷哼一声 并不多言 清一道士叹道 哎 殿帅不是一直说自己忠心耿耿 如今性命危在旦夕 却为何还要将这些事情说出来呢 而且还要对我坦白 幕后策划的黑手是皇帝 是否临死之前 还要挑拨我们和皇帝的关系呢 赤炼殿淡淡地笑着说 本都收秘旨来 但是现在看来 本都倒似乎是中了皇帝的计策 这次陷阱 显然是皇帝为我而设 你们既然与皇帝一同设下这个陷阱 即使我不说 你们莫非不知 顿了顿 神情冷立起来 如果你们不知 皇帝却设计害我 我又为何要为他隐瞒了 他既不仁 我又何必忠诚呢 轻易倒是点头笑着说 殿帅恩怨分明 敢做敢当 不愧是一代消劫呀 过奖了 赤炼殿淡淡地说 只是本都被你们设计陷害之词 你无话可说 轻易倒是探道 哎 其实我并非怀疑皇帝会给殿帅下秘纸 我只是有一点非常确定 如果说那道秘纸是皇后差人所派 也绝非皇帝的意思 你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的皇帝不可能给你下那道秘纸 更不可能计划在几天淡里除掉冯元破 轻易倒是淡淡地笑着说 你说这一切都是皇帝所计划 可是事实上最不可能计划此事的恰恰就是皇帝 他双眸金光闪动 如果你说这一切是皇后筹划 远比是皇帝筹划更让我相信呢 赤炼殿握起拳头 双眉紧锁 你这伙是什么意思 轻易倒是向前两步 距离赤炼殿更近了 轻声笑着说 只因为现在的皇帝根本就不是大秦的皇帝 而是冯元破手中的傀儡 他绝没有可能借助皇后向你传递秘纸 更没有可能策划这次的计划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连点身体一震 轻易倒是淡淡地笑着说 殿帅难道还不明白 真正的皇帝早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那个皇帝 只是礼带淘江的傀儡而已 是问 一个完全在冯元破手中的傀儡 又如何可能策划祭天淡礼 铲除冯元破的计划呢 赤炼殿双目显出震惊之色 一副匪夷所思之态 施声道 你是说 这 这不可能 所以 所以 殿帅如果没有撒谎 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了 这一次的谋划 很可能是皇后个人所谋 轻易倒是轻声说 其实 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皇后 已经看出了某些破绽 现在看来 皇后当真看出了破绽 所以才自作主张 假冒皇帝的名义 想要与你联手 在金字祭天淡礼上 除掉冯元破 只可惜冯元破这边 早有谋划 皇后一见女流 无兵无权 只将希望放在你身上 可是 又如何能是冯元破的对手呢 如果当真是皇帝所谋 方才为何皇帝 并不派人出手相助 至少他身边还有薛元绍 薛元绍如果出手 你们未必没有一丝机会 这连殿瞳孔收缩 全都紧握 咯咯作响 你是说 所谓的秘址 并非皇帝的意思 而是皇后看出蹊跷 知道身处危局 所以决定除掉冯元破 这才假冒皇帝的旨意 向我传达秘址 而皇帝和宣元绍 根本不知道 这一次目标是冯元破 轻衣道士点头笑着说 如果你所说不见了 就只有这样一种解释了 殿帅 你说的不错 当初皇后救了你性命 你欠他一条命 今天这条性命 你该是还给他了 赤连殿叹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 如果当真如此 我也无话可说了 盯着秦衣道士的眼睛 直到如今 你也敢让我知道 你究竟是何人 秦衣道士的声音 便得怨度起来 大秦帖 其刀下 亡魂无数 你们不会记得太多人 你我虽无直接朝远 但你 既然是大秦的上将军 就注定要死在我们手中 我们 赤连殿皱眉说 你这个我们指的是谁 你和冯元婆 我说过 冯元婆只是我们手中的工具而已 秦衣道士冷笑地说 我们是一群索命冤魂 只有你死了 大秦的天下才会更乱 你才会死更多的人 赤连殿向前一步 立声道 你到底是何人 秦衣道士背负双手 双眸如冰 淡淡地说 本尊 乃 家楼罗王 家楼罗王 直连殿疑惑地说 那是什么意思 静衣道士笑着说 你又何必寻根问底呢 只要知道 自己是死在家楼罗王的手上 至少不会死不瞑目啊 你是说 你杀我 就是为了让大秦更乱 赤连殿说 你们希望看到大秦纷乱 看到生灵涂毯 你若是道家子弟 又是出家人 既是出家人 就该心存善念 又怎会想着 让天下大乱 黎民纷争呢 清衣道士笑着说 说得好 只可惜秦人从无善念 自虚为中原上邦 做的事情却是亲手不如 即使如此 让你们心中的杀念全都爆发出来 岁不是更好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秦人心中的贪念 杀念 恶念 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 秦人自诩 有万里锦绣山河 可是用不了多久 这万里山河 就彻底变成修罗抵御 赤练殿冷笑地说 就凭你们几个萧小之辈 还有能耐让大秦天翻地覆 坚持着痴心妄详 清衣道士并没有说话 他双手展开 食指弯曲 称阴爪之状 赤练殿知道 清衣道士武功了得 显然 这时候清衣道士并不想继续说下去了 已经是准备出手 致电电后退一步 清衣道士正要出手呢 便在此时 他眼角一跳 竟是发觉数道身影 已经是在不远处晃动 心眼看去 只见到七八道身影 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自己身遭 清衣道士的眼力 着实了得 虽然四下十分昏慢 但是此刻却是巧得清楚了 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身影 竟都是身着崭新的道袍 忽然是 玄珍道宗手下的长生道徒 你们退一下 清衣道士冷声说 心中却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玄珍道宗与冯元破串通一气 没有玄珍道宗的吩咐 这些长生道徒 不应该出现在侧点才是呀 只是他一声令下 这些长生道徒竟然纹丝不动 而且悄无声息之中 这几名长生道徒 都已经取出兵人在手 清衣道士家楼罗王 依然感到事情不妙了 沉声道 没有道宗之令 谁让你们来这里 却听得一个冰冷至极的声音说 沈一位 何时轮到玄珍道宗 来发好使令啊 声音之中 斜对面一道身影 缓缓走出来 那人不乏稳健 却是一身道袍 镜子走到赤炼殿身边 此人对赤炼殿 倒是颇有几分尊敬 宗宗说 神衣千虎 月朗秋 见过殿帅 青龙如鬼 白虎长青 玄武万象 朱雀流香 赤炼殿此刻 竟如同泰山一般 神情淡定 嘴角泛起似笑容 青龙千虎月冷秋 本帅是九阳大名 那倒是恭敬地说 殿帅 以身犯险 阴出家罗罗王 圣上必然十分高兴 昏暗之中 这倒是神情冷峻 脸上棱角分明 嘴唇极薄 浑身上下散发一种凛然的寒意 正是神衣卫四大千虎之一的 青龙千虎月冷秋 天道殿正殿之上 鲜血的味道依然在弥漫 皇帝双目威逼 似乎在鼻目扬身 私下里的臣子们 都是大气都不敢传 冯元破却是站在大殿当中 意气风发 冯爱卿 赤连殿还没有拿下 片刻之后 皇帝忽然睁开眼睛 真想知道 你在天道殿内 还安排了何等高手 竟然如此自信 能够拿下赤连殿 赤连殿乃是我大秦 四大上将军之一 武功不凡 泛泛之辈 可不是他的对手 冯元破微皱眉头 安详 伟帝实在是废话连篇 不该多问的时候 偏偏多嘴 只是众目睽睽之下 勉强笑着说 回禀圣上 为了遵照圣上的旨意 去拿赤连殿 臣特地找到了 其人义士 定能一举拿下赤连殿 皇帝喃喃自语 其人义士 真倒很想知道 这其人义士 到底其在哪里 义在哪里 天道侧点 家楼罗王 双眸瞳孔已经收缩 四下里 如同鬼魅般的神医卫 清一色 都是身着道袍 家楼罗王只瞧一眼 就知道 这些神医卫绝非普通之辈 原来如此 家楼罗王的双手 依然是弯曲如钩 本尊一直在奇怪 一直以来 白楼神医卫悟空不入 然是皇帝手下最强的幽灵军团 可是自从皇帝北巡之后 神医卫就似乎凭空消失 难觅踪迹 青龙千户月冷秋 淡淡地说 如果被你们轻易知道 神医卫的行踪 神医卫也就不是神医卫了 本尊知道 神医卫有四大千户 十二大百户 更有众多神医小卫 但是具体有多少编织 从来都只是一个秘密 家楼罗王缓缓地说 有人说神医卫属于百计 也有人说 神医卫其实不过几十人而已 能够始终保持神秘的姿态 编织越少 才会越能保持神秘感 月冷秋呕了一声 问道 哦 那你是否弄清楚 神医卫究竟有多少人 家楼罗王叹道 哎 这始终是我无法解开的谜团啊 我甚至一度以为 神医卫并没有传说中的厉害 不过是徐掌声势而已 现在看来是本尊猜错了 月冷秋神情默然 淡淡地说 本前后知道 你们这群人在暗中 必定调查神医卫的动静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调查 你们的行踪 你们自以为做得很隐秘 可是这天底下 本就没有天衣无缝的事情 你们既然大动干戈 总是会露出马脚的 家楼罗王说 本尊现在明白了 神医卫其实一直都存在 银元北勋 跟随而来的随走 难觅神医踪迹 这事件很是反常啊 我们一直以为 神医卫是暗中隐藏在别的地方 可是现在才知道 神医卫其实总是至终 一直就在大庭广众之下 只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发现 跟随玄真道宗而来的 有上百名道士 我们没有想到 神医卫就在这些道士之中 月冷秋的嘴角 泛起似冷笑 并非你们不会想到 而是你们并没有往这个地方想 因为你们一直以为 玄真道宗是你们的内应 既然玄真道宗是你们的人 他手下的道士 当然不可能有神医卫的存在了 加洛洛王双目一寒 你说什么 月冷秋冷然说 莫非本前后说错了吗 冯元破早在数年前 就已经暗中收买了玄真道宗 让玄真道宗成为了 他在宫中的一颗钉子 原来你们早已经知道 加洛洛王叹道 唉 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神医卫 是你们高看了自己 月冷秋冷笑地说 呵呵 你们自以为收买了玄真道宗 就可以利用玄真道宗 蛊惑圣上 本前后只能说 冯元破太高估自己的智谋 也低估了玄真道宗的忠诚 加洛洛王声音顿冷 难道 玄真道宗是 假意与冯元破结盟 月冷秋欢欢地说 本前后必须承认 冯元破的手段 确实很高明 所谓的天宫 从一开始 就不是为圣上修建的 而是冯元破 为了收买玄真道宗的大礼 一旁的赤连殿 眉头一紧 问道 月前虎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月冷秋 向赤连殿 拱了拱了拱手 说道 殿帅 有所不知 冯元破当年 如今面见圣上 在铁血园 向圣上献上天宫图 圣称要为圣上在河西 修建一座道场 按照天罡术 以河西一道之力 修建三十六座宫殿群 此后全天下的人都以为 冯元破在河西大型土墓 是为圣上修建道场 而实际上 这处天宫 是冯元破修建出来 送给玄真道宗的道场 也是收买玄真道宗的 大礼之一 赤连殿惊讶地说 天宫不是为圣上修建 而是为玄真道宗修建 正是 玄冷秋冷笑地说 玄真道宗当时 虽在圣上身侧 极为受宠 冯元破这是一道总督 如果拿不出 足以让玄真道宗 动心的礼物 也有其人让玄真道宗 为他所用的 试炼殿 眉头紧锁 却没有说话 冯元破说服玄真道宗 当然用了很大的 气力 而且许多说辞 却是让玄真道宗心动 玄冷秋缓缓地说 所以当冯元破觉得 玄真道宗已经可以利用之时 一场阴谋便就开始计划起来 圣上北巡 便是计划之中的重要一步 赤连殿隐隐明白什么了 冯元破在何夕修建天宫 虽然最终是要送给玄真道宗 作为道场 但却先利用这座道场 将圣上骗到何夕 玄真道宗 如果是冯元破的同党 自然会竭尽所能 在圣上身边 又捐圣上北巡何夕 当然 还有那位雪花娘娘 玄冷秋缓缓缓地说 雪花娘娘入宫 就是为了配合玄真道宗 能将圣上骗到何夕 一位是道家之宗 一位是后宫家里 双管七下 在风元破看来 圣上北巡 自然是十拿九稳 而事实上 圣上最终 也确实前来何夕北巡 家楼罗王 只是静静地看着月冷秋 并不说话 但是双眸寒光闪烁 瞳孔深处 不无惊讶之色 显然对月冷秋所言 感到十分震惊 赤连殿问道 圣上北巡 当然不是因为 中了风元破的拳头 圣上瑞智英明 又岂能被 屈屈屠夫所蒙蔽呢 月冷秋嘴角 泛起似倾笑 如果圣上 果真是中了 风元破的圈套 神一位 也就不可能 瞧中大半 混迹在长生道徒之中了 从一开始 落入圈套的 就是风元破 风元破以为 自己是猎人 可是 从圣上离京的时候开始 风元破 就是圣上北列的 一头猎物而已 甲楼罗王 指尖微微抽搐 眼中立光闪现 赤连殿明白过来 哦 月前后的意思是说 玄真道宗并没有真的背叛圣上 这一切都是圣上运筹帷幄 反过来 利用玄真道宗迷惑风元破 玄真道宗并没有忘记 他现在的一切都是圣上所赐予 月冷秋冷冷地说 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风元破 收买玄真道宗的 一个最有诱惑力的条件 被玄真道宗所识破 也幸亏是玄真道宗 换做其他任何人 只怕都难以识破 那个条件 他转世 加罗罗王 一双眼睛 如动寒刃一般 加罗罗王 你应该知道 本前后说的是什么 加罗罗王身体一震 他虽然身处困境 但一直都显得十分镇定 但是此刻 双眸却已经显出 不敢置信之色 如鹰爪般的食指 竟然握起了拳头 月冷秋冷冷撇了 加罗罗王一眼 这在开箱赤炼店 轻声说 殿帅可相信 这世间有人能够 头颅被割下来 却不死 赤炼店一争 周眉说 嗯 割下头颅不死 除非是妖魔鬼怪 如果是世间凡人 本上还从没有见过 会有人有这样的本事呢 如果真的有人 有这样的本事 而且当着你的面 表演给你看 让你亲眼目睹 不得不信 店帅又该怎么办呢 赤炼店嘴唇微动 忠实摇头说 本帅 没有亲见 很难相信 会有这种事情 如果当真眼前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本帅只能相信 他是鬼怪 也有可能是神佛 月冷秋说 所谓神佛不死 千变万化 就算身手分离 却依然安然无恙 这样的奇人 在某种情形下 未必不会发生 赤炼店有些疑惑 不知道这种时候 月冷秋为何会提到 神佛鬼怪 更难相信 有人掉了脑袋 依然可以活下去 但是他知道 月冷秋这种时候 绝不可能说些 无关紧要的废话 既然这般说 那么其中必有缘故 月冷秋转世 加罗罗王冷笑地说 加罗罗王 神兽分离 安然无恙 而且可以恢复如初 这样的事情 本千户知道 你一定不会陌生的 加罗罗王淡淡地说 本尊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你当然明白 月冷秋说 如果本千户没有猜错 当初就是你 加罗罗王 在冯元坡的引荐下 暗中见到了玄真道宗 而且就是你 加罗罗王 让玄真道宗 见识到了 我刚才所说的 那不可思议的一幕 加罗罗王 瞳孔收缩 你们自以为那一次 滴水不漏 只可惜 正是那一次 就注定了 你们今日之结局 月冷秋冷笑地说 玄真道宗 当日确实看到了 你加罗罗王 割下自己的脑袋 看到你身手 分离的模样 而且 看到你没有手机之后 依然是行动自若 加罗罗王的双脚 筋不住 向后退了一步 而此刻 四周的神医卫 都是身形一紧 全身戒备 只待加罗罗王 再有动作 月冷秋一声令下 便就全部扑上 人和人 看到这样的情景 都会相信 你的神通光大 更是相信 你已经操控了生死 月冷秋缓缓地说 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告诉对方 你可以让他长生不死 与天地同寿 那么对方 又有什么理由 不相信你的话呢 为了长生不老 又有什么人 可以拒绝 与你们合作 听从你们 发好使令呢 赤连殿震惊地说 长生不老 月冷秋微微汗手 向赤连殿说 嗯 冯元坡 收买选真道宗的 两个条件 一个是 建造一座天宫 交给长生道 让长生道 成为中原大地 唯一的宗教 选真道宗 也将成为中原 唯一的道主 名副其实的道宗 第二个条件 就是承诺 选真道宗 赐予他 与天地同寿 长生不死 天地同寿 长生不死 天道殿内 皇帝喃喃自语 与似乎若有所思 忽然看下 冯元坡 问道 钟国公 你说这天下 有没有 长生不老之人 冯元坡已争 脸色未有些古怪 却还是耐着性子说 哦 那个圣上 乃是先军将士 别人 臣下不知 但是臣下知道 圣上 定乃是长生不老 看了距离金座不远的 玄真道宗一眼 这玄真道宗 倒也不愧是出家之人 道家之宗 殿上风起云涌 他自始至终 倒是显得异常的淡定 宛若一切都与他无关 冯元坡看到玄真道宗 继续说 玄真道宗法力无变 由玄真道宗相助 圣上自然是与天地同寿 永生不灭了 皇帝轻抚白须 扫视殿中众臣 问道 诸位爱卿以为 这世间是否有长生不死之人 群臣面面相去 太子嘴唇微气 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终究没有发出声音 吏部尚书临元坊间 众人不说话 忙说 圣上 依臣之见 这世间并无长生之人 群臣都是一惊 周庭和薛和安 相视眼 心下都是奇怪 暗想 林元坊素来都是 吉利迎合皇帝 在皇帝面前说的每句话 都是顺着皇帝的意思 谁都知道 皇帝求先问道 寻求长生 林元坊此时 竟当众声称 没有长生不死之人 这显然不是皇帝想听到的话 众人实不知 林元坊为何口出此言 皇帝嗷了一声 眉头果然锁紧了 只是不等他说话 林元坊已经接着说 圣上 世间没有长生不死之人 但是天上就有长生不老神仙 圣上一旦修成长生不老之身 就是步入仙界的仙体了 那就是九天神仙 而不是世间血肉了 众人文言 顿时都显出了轻蔑之色 安想 狗改不了吃屎 林元坊终究 还是溜须拍马 鳄鱼凤鸣之鱼 熟知 皇帝文言 却是身体一震 身体微微前倾 盯着林元坊 目不斜视 你再说一遍 他苍老的脸上 看上去异常的凛然 林元坊见皇帝如此 倒是些发虚 只以为自己说错什么了 扑通跪倒在地 低着头 臣开死 臣胡言乱语 臣没有说你有罪 皇帝皱眉说 臣只是让你 将刚刚说过的话 重复一遍而已 冯元坊见皇帝如此 只觉了有些不对劲 打量皇帝一番 微皱眉头 又瞧了瞧 殿中众人 大部分人的目光 都是聚集在林元坊的身上 冯元坊的目光 瞅到孔雀台那边 只见殿中一根大玉柱的后面 金灵雀面带青纱 身后一左一右 两名彩衣霓裳的丫鬟 莲花台却是被大竹子挡住了大半 只是露出一部分来 林元坊微抬头 见皇帝盯着自己看 只能硬着头皮说 并圣上 世间 世间并无不死之人 一旦修炼成长生不老之身 就是天上神仙 熬有九天之上 自然 自然也就不会存于世间了 皇帝文言 为一沉隐 忽然间放声大笑起来 众人都是一争 不明白皇帝此时 为何会发笑 而且皇帝显然笑得十分开心 额头上那褶皱 似乎也舒展了不少 皇帝长笑抚恤 这才看下冯元坡 问道 郑国公 真心情 听人说过一些奇闻 你想不想听啊 还请圣上赐教 冯元坡愈发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劲 你可知道 天门道在东南造反之后 朕虽然派出雷姑恒 率领大军征讨 可是以雷姑恒的能耐 却不能在短时间内 挡平天门道 天门道反倒是在东南 兴风作浪 风浪显得越来越大 皇帝宁是风源泊 你可知道 为何连雷姑恒也挡不住天门道 天门道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萧萧之辈 却能在东南闹出如此风波气候 风源泊说 臣以为或许是雷将军年事已高 所以精力有些不负当年之勇 他说到此处 却是瞧见太子双眉一紧 脸色已沉 皇帝摇头说 并非如此 雷姑恒老当义壮 永贯三军 他无法在短时间内 平定天门道 原因其实很简单 只因为东南有许多官兵 临阵倒戈 反过头来与朝廷为敌 这当然不是那些士兵想要临阵倒戈 而是他们的将领 被天门道所收买而已 圣上英明 风源泊勉强说 那帮叛逆 最该万死 迟早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那你可知道 他们为何要背叛朝廷 背叛朕呢 皇帝淡淡地说 天门道收买人心的方法很多 但是有些人 本是金银 所无法收买的 但最后 却也背叛了大秦 只因为天门道 还有一个极为特别的 收买人心手段 他那一双 看似有些浑浊的眼睛 盯着风源泊 问道 冯爱卿可知道 那是什么手段 冯源泊眼角跳动 拱手说道 臣愚钝请圣上 辞教 皇帝叹道 唉 就是长生不死 在场其他臣子 都是义争 便是太子 也显著一次惊讶之色 流利秀眉微促 看着皇帝 似乎对此 也是大为好奇 诸位爱卿 如果有人找上你们 告诉你们 他们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只要听命于他们 就可以授予天旗 你们会作何选择呢 皇帝抚恤说 是继续效忠于大秦 效忠于朕 还是背弃朕 为了长生不死 投奔效命于他人呢 殿中诸臣纷纷跪到在地 齐声道 臣等誓死效忠圣上 效忠大秦 皇帝脸上 却是显出古怪的笑容 盯着安逸总督 袁忠尚 问道 袁爱卿 你是宁可长生不老 也不要 要效忠于朕吗 臣的一切 都是圣上所赐 便是身家性命 也都归属于圣上 只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臣之身躯 不求长生不老 只求能为圣上效忠 圣中尚额头贴着地面 斩钉截铁地说 皇帝含笑摇头 说道 你本是个忠厚人 这官当大了 说话也圆滑了 臣不敢 皇帝转世逢元破 问道 中国公 如果换作是你 你又会如何 你想不想长生不老呢 臣不想 封元破瞳孔微缩 大声说 圣上 臣以为 除了圣上 这普天之下 也没有人可以长生不老 皇帝偶立生 问道 哦 那中国公 是否也听说过 天门道 利用长生不老 作为条件 收买了许多大秦官员 这其中 甚至有不少 封疆大吏 在其中呢 封元破眉角微跳 摇头说 臣不知 不等皇帝说话 上前一步 拱手说 圣上 自朕武之今 并无歇息 定是劳累 臣请圣上 还是暂且前往居仙殿歇息 拿下职链殿之后 再请圣上处置 皇帝摇头说 朕不累 今日是朕的受淡 朕很欢愉 并没有感觉到疲累 圣上前几日 龙底欠家 这才刚刚恢复 应该多歇息才是 封元破盯着皇帝 圣上龙底的安康 关系到天下安危 还请圣上保证龙体 皇帝却是直定着 封元破的眼睛 问道 郑国公刚才说 派了齐人义士 擒拿齿连殿 却不知那齐人义士 是否懂得长生不老之道 如果他当真知道 如何长生不老 朕还真想见一见 这位齐人义士 众臣都是围皱眉头 心想皇帝果然是年事已高 有些昏迈了 子弟听到齐人义士 就会想到长生不老 而且此刻不少人觉得 皇帝所言 眉头眉脑 让人实在有些听不懂 按想 皇帝看来 当真是疲累了 连说话 已经有些不清不楚了 侧殿之内 齐连殿 却已经是昼眉说 长生不老 岳千胡 你是说 风元部收买玄真道宗 提出的条件 是要让玄真道宗 长生不老 家楼罗王 本千胡所言 并没有错吧 岳冷秋背负双手 他虽然身穿道袍 但是浑身上下 散发出的冷冽杀气 实在没有半点 出家人的气息 家楼罗王 双眸闪动 忽然间大笑起来 说道 神一位无孔不入 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本尊 看来还是小看了你们 你们知道的 比本尊所预料的还要多 不错 当年风元部收买玄真道宗的条件 正是这两条 这本来是天大的机密 知道的人只有三个人 除了本尊和玄真道宗 就只有风元部 你如今知道其中真相 也就表明玄真道宗 与我们结盟 是他演的一场戏 本则风元部 竟然都被他骗了 此时 他的眼皮子微微抖动 显然他很清楚 如果玄真道宗 从一开始 就没有真心结盟 那么 今日的局面 也就完全在对方控制之中 抓捕猎物的猎人 反倒是落入了陷阱之中 其实本千户一直在想 如果当日 你们真的让玄真道宗相信 可以长生不老 或许玄真道宗 真的就会与你们走在一起 约冷秋淡淡地说 毕竟普天之下 没有谁能抵抗长生不老的诱惑 但是 你们错就错在 忘记了玄真道宗 究竟是谁 家楼落王双目一紧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夜色沉沉 虽然因为祭天淡礼 天宫歌舞升平 可是五平府城 却已经寂静下来 城中的高官豪申 都已经赶往天宫 庆贺皇帝的寿担 虽然五平府城内大街小巷 都是张灯节彩 一派喜庆之色 可是天黑之后 却并无多少人 在街上真正地 去欢庆皇帝的寿担 这几年来 为了修建天宫 河西调动了十几万民府 而且赋水增加 以一道之力 来支撑这样庞大宫殿的修筑 对于河西百姓来说 无疑是一场灾难 虽然在官府的勒令下 城中处处张灯节彩 可是百姓们对于皇帝的寿担 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欢喜之情 反倒是不少人暗中咒骂这位皇帝 是祸害一千年 河西的伤骨 当然也是出血不少 想到皇帝铸留河西天宫 心里其实并没有因为皇帝铸留 河西有丝毫的高兴 反倒是愈发的苦恼了 许多人的消息并不算滞后 京城陷落的消息 已经是传到了各处了 河西这边不少人已经知道 京城陷落了 也就明白皇帝恐怕要长留 河西不少时间了 没有了京城 皇帝无法返回 就只能留在河西了 而皇帝留在河西 对河西上下来说 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了 皇家的运度 一直都是奢化无比 这些开销 殊不得不要向河西征收了 河西百姓固然深受其害 而武平府的豪族附身 少不得也是要大除血的 总督府内也是一片寂静 软禁媚娘的院子内 此时却是一片寂静 屋内点着灯火 夜深人静之时 丁阿三领着一名郎中 在夜室之中到了院门外 正门是两名兵士守卫 现在丁阿三带人来 还没开口呢 丁阿三已经说 啊 里面的姑娘患了病 老爷说过不能让她死了 所以请了大夫来瞧病 说到这里 看向其中一名兵士 那兵士微微点头 正要放心 另一名兵士却已经皱眉说 总督大人有令 除了当你每日送饭 不惧任何人进院子 丁阿三说 我自然是知道的 但是里面那姑娘病得很严重 难道就不闻不问吗 如果老爷回来了 到时候人却病死了 那该谁来担责呀 那兵士正要说话呢 另一名兵士已经轻声说 哎 那他进去瞧瞧也无妨 咱们就守在这里 人也走不脱 这要是病死了人 咱们到时候也要受连累的 那兵士犹豫了一下 终是挥手 是一两人进去 丁阿三领着郎中进了院内 这才轻声嘱咐郎中说 好好的姑娘瞧病 不少你银钱 但是出了门 千万不要乱说话 否则没你好果子吃 他虽然只是总督府的一名下人 但是那郎中却是颇为畏惧 连生成事 屋门虚掩着 丁阿三推门而入 见到屋内点着灯火 媚娘协议在床榻上 看上去绵软无力 十一郎中在门边等候 请不上前 见媚娘背朝外面 似乎已经睡着了 从背后 扫了媚娘那曲线浮屠的身段一眼 才轻声叫道 姑娘 你睡了吗 便见到媚娘郊区微动 看上去颇有些吃力地转过身来 灯火之下 丁阿三便瞧见了媚娘那张 带着半边面具的脸庞 耀眼异常 见那美丽的眼眸正瞧着自己 丁阿三心头一当 盲说 姑娘 我给你把郎中请了过来 你现在感觉身体如何 媚娘 艳然一笑 说道 阿三哥 多谢你了 乔剑等在门外 那宽泡大袖的郎中 盲说 阿三哥 快请郎中进来 丁阿三这才回头 招手说 请进来 赶紧为姑娘诊治 那郎中背着药箱进到屋内 丁阿三倒是十分的周到 过去将房门关上 就再过来 向媚娘笑着说 姑娘放心 这胡郎中的医术精湛 在武平府是守得上号的名医 只要她一出手 姑娘必然是药道病除 郎中忙说 不敢不敢 放下药箱走到她边 问道 姑娘觉着哪里不舒服 媚娘轻声说 只是感觉浑身没力气 竟是主动地伸出一只 七双赛雪的玉璧 大夫 是不是要帮我把脉 郎中健壮 顺手拉过边上的一只小圆凳 坐了下去 丁阿三此时 当然不会把自己当外人了 凑近过来 嘱咐道 胡郎中 你尽管给姑娘诊治 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郎中只是点点头 搂起袖子 探出手指 便要媚娘的手脉打过去了 刚刚碰上 却见到媚娘忽然反手一扣 竟是抓住了郎中的手 郎中和丁阿三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却见到本来柔弱无力的媚娘 就如同一只多彩凤凤凰一样 已经从踏上翻身而起 一手扣住那胡郎中的手脉 另一只手探出两指 两指之间 阴光闪闪 已然是将那银针 插入了郎中脖子的 一处穴道之中了 那郎中哼也没有哼一声 便即一头翻到在地 丁阿三目瞪口袋 张大了嘴 随即感到咽喉一紧 媚娘的一只手 竟然已经掐住了她的喉咙 丁阿三魂飞魄散 双目之中显出惊骇恐惧之色 媚娘却是笑容妩媚 轻声说 阿三哥 只要你不大叫大喊 就不会有事 你听不听话 丁阿三极力点头 媚娘这才含笑说 那就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是能告诉小妹 小妹一定会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姑娘 姑娘 想知道什么 丁阿三完全没有想到 本来柔弱的一朵鲜花 瞬间竟是变成了一个粉修罗 夏夜幽静 守在门外的两名兵士 等了片刻 便见到院内两道深井 正往这边过来 走在前面的是丁阿三 那名郎中则是跟在后面 走到近处 一名兵士已经问道 哎 怎么样了 是不是没什么大事啊 说话之间 丁阿三和郎中 已经靠近过来了 丁阿三和郎中 都是低着头 此时已经走到门边了 一名兵士忽然没脚一紧 沉声道 不对 抬起头来 还没等他说完呢 丁阿三就如同鬼魅一般 气色而上 没等着兵士多言 两指甲的银针 已经插入那人的脖子中了 另一名兵士一知大事不妙 正要开口喊叫 却见那郎中 竟是双手拿起药箱 在兵士还没有叫出生前 已经是狠狠砸在那兵士的脑袋上了 只是眨眼之间 两名兵士便即被放翻在地了 丁阿三转头 看向郎中 低声道 七红 向他们拉到院子里 那郎中点点头 星光之下 正是七红 七红将两人迅速拉进院内 随即出了门 将院门带上 正才轻声问道 夫人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夫人 自然是打扮正丁阿三的妹娘 轻声道 我已经从丁阿三口中知道 总督府四周都是有兵士戒备 凭你我二人 硬闯出去 并不容易 七红低声说 卑职丁当 护卫夫人周全 竭力护着夫人离开 妹娘摇摇头 轻笑地说 总督府四周 都是精兵巡逻守备 我们这个样子出门 很容易就被他们发现 即使如此 我们自然不能硬闯了 大黑让人带着我们离开 夫人的意思是 妹娘却是四下里看了看 目光投向东边 低声说 风温破去了天宫 带走了府中许多高手 府里倒没有几个真正厉害的角色 收拾一下药箱 你随我来 夜色之中 妹娘和齐红一前一后 如同鬼魅一般 向总督府东边 前移过去 夜里的总督府 记忆经非常 倒是有巡逻的护院 时不时地出现 没过多久 妹娘便瞧见前面 出现一个珠红色的院子 迷人的眼眸子 发起一次笑意 回首低声说 就是这里了 这里是 这是冯元破正式居所 平日里冯元破 也大都在这里歇息 妹娘轻声说 别人没法子 护我们出去 冯元破的老婆 总该有法子吧 齐红明白过来 哦 夫人是想 先抓住冯元破的老婆 然后利用她掩护我们 离开这里 妹娘轻轻一笑 并不多言 绕到院外 翻墙而入 她已经从丁阿三的口中 了解到这片区域的地理形势 一直到东远格局 进到院内一片寂静 并没有费太大力气 便摸到了一处 颇为华美的居所外面 确定四下无人 如同鬼魅般靠近过去 绕着屋边 细细打探了一番 这才凑近到主室窗外 将窗纸戳开个窟窿 从窟窿眼里 向里面瞅去 屋内一片四季 一张大床摆在正中间 十分昏暗 也瞧不清楚里面的情景 妹娘从头上 取下一根银簪子 将簪子塞进窗户缝隙中 触碰到窗栓 轻轻一挑 便即挑开了窗栓 轻轻推开了窗户 齐红瞧见 心下忍不住想 这位夫人不愧是出神江湖 对这些江湖上的 旁门左道的手段 那是家庆就熟 妹娘也不回头 只是低声说 你在外面看着 不等齐红多言 已经是如同燕雀般 轻盈灵巧地 从窗口飘进了屋内 齐红是暗暗感叹 大喊官就全神戒备 小心提防 这里毕竟是总督府 谁也不知道 这总督府是否 暗中藏有眼睛 妹娘进到屋内 落地之时 悄无声息 她的兵器早被搅走了 身上只有暗藏的几枚银针 两指夹着一根银针 踩着青布 靠近屋内的那张大床 其实她心下倒有些奇怪 刚才她潜入过来 在外面查探了一番 按照常理 这样的高官之家 其居士是大有讲究的 一般而言 像冯夫人这样的地位 即使在内室歇息 那么外堂 也必然会有丫鬟 守夜之勤的 一方面夜里随时侍候 但是妹娘却是发现 这冯夫人居室外堂 并无吓人 这内室之中 也只有一张床铺而已 倒似乎冯夫人夜里 并不需要吓人伺候 她轻步到她床边 已然发现 帐帘却是挂起的 床上并没有睡人 冯夫人竟似乎 并不是在这里歇息 妹娘阻挤柳梅 心想 难不成丁阿三胆大包天 竟敢欺骗自己 忽听的角落出 传来轻微的动静 妹娘抬头望去 却见到屋角斜放 离扇古墓屏风 这屏风古墓所致 异常精致 却并非透明 宛如一张精致的隔板一样 妹娘听的动静 是从屏风之后传过来的 顿时警觉 美眸一冷 等了片刻 却没听到其他动静 这才轻步的靠近过去 绕过那屏风 妹娘才发现 屏风后面便是一道墙 只是墙壁上挂着一幅极大的山水图 昏暗之中 只一袭看到画上的高山湖泊 具体是什么图 倒也看不清楚 除此之外 并无他物了 美娘秀美促起 有些疑惑 随即柳眉一展 红枕边泛起丝冷笑 她只是瞬间便想到 如果不出意外 这面墙壁 这怕是大有问题 那扇古墓屏风 显然是摆放在此处 已经很久了 如果说这扇精致奢美的 古墓屏风之后 是用来更衣之所 倒也是无可厚非 可是屏风后面 只是一道墙壁 显然就些古怪了 若说冯元破 世话铺张 只是将这面屏风 摆在这里 当做摆设 那倒也解释得过去 可是既然这里 有了一面精美的古墓屏风了 却为何会在屏风后面的墙壁上 挂上一幅画呢 毫无疑问 有古墓屏风阻拦 这幅画平时 根本不能被人所见 如说是为了装点墙壁 显然是多此一举了 这就等如穿了全天下最华美的霓裳 却偏偏要在外面套上一件宽袍大衫 媚娘轻步靠近墙壁 双目闪动 她出身江湖 见多了奇闻怪事了 心中隐隐明白什么 抬手正要敲打墙壁 瞧瞧这墙壁是否另有玄机 忽然想到了什么 放下手臂 脸颊贴近到墙面上 侧耳聆听 媚娘脸颊贴着墙壁 屏息聆听 却并无听到有什么动静 此时已是深夜时分 冯夫人却并不在床上 这让媚娘感到奇怪 重新到的床边也是下气了 床上并无紧背 只是一条上等的软紧 寺下里瞧了瞧 却是发现床边挂着衣裙 凑近上去 却是发现床边挂着衣裙 凑近上前 发现床上有褶皱 看来先前倒是有人在床上睡过 媚娘眼中的转了转 重新回到那面墙壁前 想着这墙壁是否有机关在其中 正想找寻一番的 呼听的奇怪的声音响起 正是发自墙壁的 媚娘微微惊了一下 但是身心如昧 迅速闪到那屏风后面 手握银针 冷眼盯着那面墙壁 很快 却见到墙壁 竟是在并不太响亮的声音之中 裂开了一道缝隙 随着那道缝隙裂开 便见到火光从那里冒出来 媚娘秀眉促起 唇边带着冷笑 心想这墙壁果然是有名堂 很快缝隙见大 可容一人自由进出 那声音戛然而止 媚娘却是瞧见 从那缝隙之中 一道身影缓缓走出来 那人披着青纱 手里竟是取利盏油灯 从缝隙走出来之后 转身抬脚 在鼓屏风的一处 轻轻踢了一下 那声音便再次响起了 缝隙渐渐地合拢起来 这人大约四十五六岁年级 年近半百 乃是一个中年妇人 关上墙壁正要离开 呼的感觉身后一冷 已经听到身后一个冷漠的声音说 不要动也不要叫 否则一个杀死 妇人吃了一惊 全身一震 手中的油灯差点落地 但她显然也有些见识 知道对方既然能够潜入总督府 躲过护卫兵丁 那定然是厉害角色 此时想取自己的性命 如同坦囊取物 听对方的声音是个女子 强自镇定 问道 姑娘是谁 媚娘吟针在手 冷冷地说 打开机关 妇人急道 姑娘 还没说完 便感觉自己脖子上 如同针刺一般 魂飞魄散 急于昏倒 想也不想脚尖 踢在屏风之上 就听到墙壁 再次发出声响来 媚娘此时才知道 这面古墓屏风 果然是大有名堂 这机关 却是射在了屏风之上 等到风气打开 媚娘才冷声道 进去 妇人口着脸 姑娘 你到底是什么人 如想要金银财物 我这便给你去取 少废话 媚娘冷冰冰地说 让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少废话 否则等冯元破回来 看到的 就是一具尸首 冯夫人不敢多言 拿着油灯 又重新进到墙壁缝隙之中 媚娘跟在后面 灯火照耀下 媚娘很快就发现了 墙壁之后 竟是一处并不大的小石室 一面墙壁放着香案 下面则是放了一只蒲团 墙上挂着画像 里面还点着香火 小石室内满是檀香味道 媚娘第一个念头便是 这冯夫人难道是个佛家子弟 这暗室难道是一处小佛堂 室内看起来很简单 乍一看去 确实是一处小佛堂 等到媚娘瞧见 香案上面那张挂在墙壁的图画 禁不住 粗起眉头来 只见到那图画上 竟然是画着一只开瓶孔雀 在孔雀的头上 竟是一圈佛光环绕 这是什么东西 媚娘粗起眉头 冷声问道 冯夫人忙说 啊 并无什么 只是我向来信佛 所以在这里设一处小佛堂 平时经常在这里祭拜 姑娘知道 秦国信道 圣上并不喜欢佛家 所以我们不好 整大光明拜佛 只能在这里偷偷膜拜 媚娘冷笑地说 哼 既然是拜佛 为何会是孔雀徒 我们害怕别人发现 所以才放了这张图 就算被人瞧见 也与佛家无关 冯夫人轻声说 姑娘 这里并无什么 你要是需要金银财帛 这里并没有 哼 你在撒谎 媚娘冷笑地说 我再问你一遍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冯夫人说 我已经说过了 姑娘 你 呼的感觉脖子上 又是一阵的刺痛 就听媚娘冷冷的声音说 我已经用银针 扎入了你的死穴 若是半个时辰之内 不能疏通 你必然毙命 现在还要不要和我废话 冯夫人脸色惨白 身子一软 竟是已经软坐在铺团上了 姑娘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无怨无仇 我再说一遍 你若是再顾左右而言他 老娘定然让你死 都死得不舒坦 媚娘冷冷地说 这孔雀到底是什么意思 冯夫人此时 已经是肝胆俱寒 颤声道 这 这是孔雀明王菩萨 孔雀明王菩萨 媚娘显然对佛家之事 也是置之甚少 你为何要膜拜 孔雀明王菩萨 冯夫人欲言又止 媚娘本来就没有耐心 伸手抓着冯夫人的发际 扭过脸来 抬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 清脆强亮 冯夫人脸上顿时出现 五指狠冷 冯夫人眼中显出怒色 可是看到媚娘 戴着半张面具的脸庞 吓了一大跳 媚娘就着她发迹 冷笑地说 哼 千万不要和我玩花样 你肠子里的花花绿绿 老娘一清二楚 抬起另一只手 手中拿着银针 二话不说 朝着冯夫人脸上 没头没脑地连连扎下去 冯夫人只感到脸上 是一阵阵刺痛 哭叫的 姑娘 还没说完呢 媚娘已经立声吃到 住嘴 要是被人听见 立刻杀死 冯夫人无可奈何 哑地声音 颤声道 白了 恐惧明王菩萨 就能 就能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媚娘粗眉说 胡说八道 哪有拜个菩萨 就长生不老的 你还不说实话 抬手做事 又要用银针 去扎冯夫人的脸 冯夫人急忙用手 挡着自己的脸 苦着脸说 我没有骗你 真的 真的可以长生不老 这是 这是西边的菩萨 只要拜 只要拜恐惧明王菩萨 她的使者 就会赐予我们 长生不老 媚娘见她的眼神 倒并不想再说谎 又丑了那恐惧徒一眼 问道 谁告诉你 拜这个菩萨 就能长生不老 你说是西边的菩萨 那又是什么意思 冯夫人说 其实 其实我知道的不多 我只知道 这恐惧明王菩萨 在西边很受重信 是个法力高强的菩萨 是 是老爷在这里 建了小福堂 转目涌来膜拜 恐惧明王菩萨 老爷说过 这 这恐惧明王菩萨 是佛母 是如来佛的母亲 所以 法力高深 西边 媚娘若有所思 忽然想到了什么 脱口而出 难道你说的是大心宗 他和树伯家在一起 有段时日 自然知道 树伯家是大心宗弟子 树伯家提到过 佛宗天龙和龙舍利 却并没有提到过 恐惧明王菩萨 只是 媚娘自然知晓 树伯家 乃是从西越来的 佛家子弟 从树伯家口中 媚娘一时知道 在西域一带 大心宗的影响力很强 所谓的大禅宗 只是在中原 一度兴盛而已 媚娘对佛法 可说是知之浅漏的 但是 与树伯家相处之时 显来无事 自然也是多少 谈到了一些 佛门中士了 媚娘倒是了解 自从释迦牟尼 创立佛教 佛门却并非只有一个宗派 实际上按照对佛法的不同理解 集圣之时 那是有成百上千的派别 传道中土的佛宗 经过中原改造 后来成为大禅宗 只是佛门的一支宗派而已 禅宗在中原影响深远 可是走出中原 禅宗的影响力便是微乎其微了 至少西域诸邦就对禅宗是一无所知的 对于佛门的任何一个宗派来说 其他的宗派都属于外道 禅宗以正统佛宗自居 使其他佛宗被外道 可是在其他佛宗眼中 中原禅宗也只是一个外道而已 正如西域诸邦 许多的国度便是信奉新宗 使新宗为正统 而媚娘从树卧家口中知晓 新宗在西域的影响力很强 就如同禅宗在中原的地位 此时冯夫人声称 这孔雀明王菩萨来自西一边 媚娘自然就想到了西域新宗了 冯夫人问一言 脸上微微变色 诗声道 你 你怎么知道新宗 她这一问 媚娘便更加肯定了 冯夫人膜拜的孔雀明王 便是新宗佛旗 哼 我自然知道 媚娘冷冷一笑 故作高深莫测 你和冯元珀暗中膜拜孔雀明王 那就是说 你们都是信奉新宗 冯夫人犹豫了一下 才说 我们 我们知道孔雀明王 可以让我们长生不老 所以 所以便膜拜孔雀明王 是冯元珀说 信奉新宗可以长生不老 媚娘粗眉说 冯夫人点头说 是 是 是老爷所说 老爷遇上了明王菩萨的使者 而且亲眼见识过那位使者的法力 老爷说 那使者法力高深 定可以让我们长生不死 媚娘立刻问道 那使者又是何人 现在在哪里 你可见过 冯夫人忙摇头说 没 没有 老爷说过 这些话打死 也不能说出去 媚娘冷哼一声 说道 哼 看来冯元珀对你 倒也很有情分 这些事情都对你说了 少某盯着那孔雀徒 喃喃自语 长生不老 原来冯元珀想长生不老 那明王使者 又是何方神圣呢 天道侧殿内 家楼罗王瞳孔闪动 盯着青龙千户 月冷秋 月冷秋的嘴角 泛起似不屑之色 淡淡地说 你们莫非忘记了 全真道宗 首先是一个道人 其次才是一个炼丹者 而且他养生有数 虽然年过七旬 但是身体强健 比据冯元珀和你家楼罗王 他所见所闻 恐怕比你们加起来的 还要多 家楼罗王似乎明白什么了 忍不住说 你的意思是说 当初他就已经看出破绽了 眼眸中显出一丝质疑之色 显然并不相信 玄真道宗真的看出什么端倪来 月冷秋点了点头 问道 家楼罗王 乃是佛宗八部众之一 你虽然身披道袍 但自然是佛宗弟子 赤炼殿看了月冷秋一眼 眼中倒是显出一丝惊讶 赤炼殿乃是勇武之将 领兵打仗 自然是人中翘楚 便是治理一方 也并不弱于他人 但是对于佛道两宗 却并无太多的了解 他方才听家楼罗王似字 甚至不知这家楼罗是如何书写 更不知道其中是何意思 此时听月冷秋这般说 才知道家楼罗王 乃是佛宗的八部众之一 知我什么八部众 迟连点锁着也是不多 但是此刻才明白 眼前这个身穿道袍的家楼罗王 乃是佛宗弟子 家楼罗王冷笑一声 却并未多说 你虽然是佛宗弟子 但是既然披上了道袍 也该对道宗有所了解 月冷秋淡淡地说 宣真道宗乃是长生道的长教 与长生之道 世上恐怕没有几个人 仍与他相比 你们却以长生之道收买他 不觉得有些班门仲府之嫌吗 下楼罗王立刻发出古怪的笑声 只有你们愚蠢的皇帝 才会相信玄真老道 可以助其长生 玄真老道的能耐 无非是延年益寿 让人多活几年而已 谈到长生不老 只怕连玄真老道自己都不能相信 他虽然在银元身边助其长生 可是连他自己 只怕也一直在寻求长生之道 顿了顿才说 本尊可以让他长生不老 他又为何不信呢 直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 月冷秋摇了摇头 家楼罗王 你可知道南华真经 家楼罗王目光一闪 南华真经 你说的是 道宗秘宝南华真经 月冷秋的唇边 泛起似冷笑 看来你倒也有些见识 不错 本千户所说的 正是被称为道宗秘宝的 南华真经 家楼罗王说 本尊听说南华真经早已经失传 不见踪迹 多少道宗门徒苦寻而不得 难道 显然是想到什么了 瞳孔更是急剧收缩 你看来已经猜到了 月冷秋淡淡地说 南华真经 却是一度秒无踪迹 难觅下落 但是辗转到最后 却是落到了长生道手中 如此道家密宝 长生道得道 自然不会对外宣扬 所以一直以来 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南华真经 就在长生道的手中 而玄珍道宗便是南华真经的拥有者 家楼罗王 事到如今 你总该明白本前后的意思了吧 家楼罗王指尖抽动 忽然间长叹一声 说道 哎 原来如此 千算万算 本尊没有算到南华真经会在长生道的手中 刚没有算到南华真经竟然真的可以 说到这里 却并没有说下去 月冷秋缓缓地说 据本前后所知 在西域番外 有一种功夫 十分特别 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而不自知 这门功夫最为厉害的 便是能够操控人的意识 让人在产生幻觉之后 却以为是亲身经历 毫不怀疑起真实性 双眸盯着家楼罗王 冷笑地说 呵呵 阁下想必 也擅长这门功夫 家楼罗王双手握拳 倾尽暴徒 只是本前后却以为 你就算擅长那类功夫 本事却算不得高明 月冷秋气定神仙 玄真道宗的南华真经 就可以轻易破解你的功夫 看来西域的妖术 也不过如此 家楼罗王沉吟片刻 终是说 玄真道宗故作相谢 明里装作与我们结盟 案里却还是将这一切 告诉了姻缘 否则这一切 你青龙自然也不会知晓 不错 月冷秋双眸如刀锋般 顶着家楼罗王 既然你们自投罗王 我们当然不会错过 这样的机会 冯元破只是区区小丑 无关紧要 但是圣上对你们这类人 却是很感兴趣 既然有家楼罗王 当然还有其他的八部中 今日既然又住了家楼罗王 其他八部中 当然也会一一落网的 家楼罗王顿时大笑起来 说道 清龙 莫非你们以为 有住我家楼罗 就能找出八部中 你以为可以从本尊口中 知道他们的下落 你放心 我一向很有耐心 月冷秋看上去十分自信 只要是虚弱之躯 本千护就能从他身上 得到想要的东西 家楼罗王发出奇怪的笑声 说道 清龙 事到如今 你就不必废话了 但双手骤然成肘 本尊倒是久仰神医位大名 今日就领教神医位 到底有没有传言中的那般厉害 四周的神医位顿时都是双手一紧 想领教神医位的功夫 哼 月冷秋冷然一笑 本千护自然会成全你 今次为了请你 调动了十二大百护之中的七大百护 本千护很想看看 七大百护是否足够拿下你这西语妖人 他化身刚落 却见到四周七道身影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扑出 从七个方位 将家楼罗王围在了中间 神医位威名远扬 四大千护无一不是厉害角色 而十二大百护 也都是独当一面的角色 此刻七大百护同时出手 金风激动 浮光略影 气势惊人 家楼罗王却是双目一沉 面对七大百护的围攻 他眼中毫无惧色 便见得他身影一闪 就是朝着其中一人迅速迎上去 对于家楼罗王来说 此刻被七大百护围攻 根本没有犹豫的余地 虽然此种形式下 小宗神医位的手中脱身 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是只要有一线机会 却是自不会放弃的 这天道殿内宏阔庞大 只要冲出圈子 以自己的身法速度 在这昏暗之中 也未必没有脱身的机会 而当前第一要紧事 便是要冲破七大百护的包围圈 他当然也能看得出来了 七大百护任何一个拿出来 估计都不是泛泛之辈 若是单打独斗 任何一名百护自然不可能是自己的敌手 可是七大百护联手 只怕赤练典和青龙月冷秋 也非其敌 七大百护的站位都是极其精准 这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勇杀将 看似很散乱地站在四周 可却已经将加罗罗王的去路全部封死了 如此情势 容不得他有半分犹豫 当即立断 他却是想着七大百护全都抢上来之前 破七一点 未必没有冲出的希望 加罗罗王方在言谈之间 却早已经暗中留神了 观察几位百护的身法站姿 以此判断 这些人谁的武功最为薄弱 动起手来 自然是从最弱的一点突破而出 加罗罗王此时扑向的 便是最弱的一点 他身性如同鬼魅奇怪无比 右手已经成爪探出 镜子向那名神异百户的猴头 就抓了过去 那百户却是十分汉勇 并不闪躲 双手成拳 利若千军 双拳同时击触 只是加罗罗王的速度 自然要比神异百户快速许多 双拳未至 他的单招已经距离神异百户 不过尺寸之间了 只是那神异百户的反应 却是极其迅速 脑袋一歪 闪躲这一招 虽是如此 加罗罗王出手太快 利爪所过 虽然没能抓到神异百户的喉咙 却还是在神异百户的脖子上 划出了几道深的痕 那神异百户虽然吃疼 却是哼也没有哼一声 他显然也看破了 加罗罗的意图了 知道 加罗罗想突破自己这一点 闯出包围 他身负使命 自然是不会轻易让加罗罗 从自己这一点突围而出的 脖子上鲜血淋漓 但却是唬吼一声 抬起一脚 照着加罗罗王横扫过去了 其他百户的速度也是不慢 刺客早已经扑上前来 拳脚旗帜 加罗罗王未能突破神异百户 瞬间就被七大百户合攻 此刻以敌妻 想要继续进攻 已经是十分困难了 但是加罗罗在七大百户之间 东接西党 却是将众百户的招式 是一一化解 赤炼殿冷眼旁观 见得加罗罗在人群之中 身形如鬼魅 进退灵敏 不用抬手扶着胡须 说道 此人功夫诡异 原来并非中原武功 青龙月冷秋 冷笑地说 不过是旁门左道而已 这些细与妖人的武功 乍一看来 颇为诡异奇特 可是 只要了解他们的招式套路 根本不足为据 赤炼殿转世月冷秋 周眉说 只是这西域人 怎地跑到了中原来 他们是本就生活在我大秦 还是从西域远道而来呢 岳冷秋神情肃然 只是轻声说 这位加罗罗王 必然是从西域而来 只要他的同党 恐怕就不是如此简单了 岳前护 莫非你们一直在追寻 这群人的踪迹 赤炼殿问道 这帮人鬼鬼祟祟 更是与冯元破 密谋造反 我中原与西域 并无仇怨 这帮西域人 为何千里迢迢赶来中原 要与我大秦为敌呢 岳冷秋背负双手 冷冷地看着 深陷战争的加罗罗王 缓缓地说 这一切 就要从加罗罗口中 问出来了 圣上精心布局 今日只要拿下加罗罗 那么他的诸多同党 很快也会被一王打尽的 眼中显出了不屑之色 西域小丑 想要违惑大秦 真是痴心妄想 加罗罗王身法清明 虽然身处七大百户的 加工之中 可是进退有序 而且那双鹰爪 任谁都看得出来 威力不小 一时之间 七大百户却是难以拿下 只是加罗罗王 此时想脱身 却已经是千难万难了 七大百户 各个都是龙惊虎猛 以多敌寡 对于朝廷的高手来说 自然不会遵循江湖秩序了 岂会什么以多气寡了 加罗罗王虽然武功不弱 但是既然难以脱身 在七大百户的加工之下 稍有疏忽 也会被神医卫所致的 即使神医卫一时拿不下他 可是只要时间久了 加罗罗王以一敌妻 精力和体力 必然会慢慢耗尽的 到最后 也只能是束手就擒了 七大百户 显然都是惊艳老道 知道加罗罗王 已经是囊中之物 在崇北之下 却不急于 即刻拿下加罗罗王 而是封死了 加罗罗王的去路 七名好手互相照应 加罗罗王 有心想攻击一人之时 边上立刻有 数名百户 起初杀招 根本不给 加罗罗王伤人的机会 青龙月冷秋看上去淡定沉着 对拿下加罗罗自然是信心十足 他此时却是双眸犀利 死死盯着战团中的加罗罗王 看着加罗罗王的招式 赤连殿也是冷眼而观 忽然之间 却听到一声极为古怪的笑声响起了 那笑声突如其来 在场众人根本没有准备 这一声凄厉刺耳 宛若九天之上的神鹰力笑 却如同九幽冥界的厉鬼气候 青龙本来是气顶神贤 那笑声骤气 月冷秋的身躯竟是一阵 竟是条件反射般的 抬手捂住自己的双耳 边上的赤连殿 竟似乎也是下意识般抬手 捂住双耳 这笑声竟似乎能够穿透人的身体 让人的五脏六腑 在一瞬间剧烈颤动一下 这一声诡异的厉笑 正是从加罗罗王的口中所发的 谁也没有想到 加罗罗王气势渐弱之时 竟然发出如此古怪的一声厉笑 七大百户几乎是在 厉笑声响起的时候 脸上同时显出痛苦之色了 庶人已经抬手捂着耳朵 其中云百户本来是腾身而起的 如同雄鹰般跃上半空 居高临下向加罗罗王 在厉笑声发出之后 那百户竟如同一瞬间失去了知觉一般 竟是从半空中重重的落在了地上 也便在这瞬间 加罗罗王已经是拔地而起 如同猿猴一般飘荡而出 只是眨眼间 竟是飘出数米之远 只是这厉笑声极为短暂 瞬间便就消失了 加罗罗王突破包围圈 便听到身后传来冷力之声 这就想走 没那么容易 进风激荡 青龙道炮飘飘 已经是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 加罗罗王双目一冷 竟似乎没有想到 青龙的反应竟是如此迅速 青龙越冷秋听到厉笑这声 便知道是有蹊跷 他不得不承认 那一声厉笑催心裂肺 实在是一门极其诡异的 也极其厉害的功夫 身为神异百户 他经过太多邪门离弃之事 而且对地经验十足 这短暂的厉笑之声 让他瞬间就准确地判断出来 对方显然是要凭借这门功夫逃脱 他甚至能够判断出来 这厉笑之声 肯定是加罗罗王的最后绝技了 不到万不得已 肯定是不会施展出来的 既然施展出来了 加罗罗王就已经是 强弩之末 而且这厉笑之声十分短暂 只能说明 这已经是加罗罗王的最大能耐了 无法坚持太长的时间 知若是不是没有修炼到家 那就难以知晓了 如果是单打独斗 加罗罗王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厉笑一出 能在短暂的时间之内 让对方神魂聚丧 甚至出现短暂性的攻击力 和防御力消失 加罗罗王自然可以趁此机会 一举击败对手 但是加罗罗王此番面对七大百户 而青龙和赤连殿就在旁边 这门功夫施展出来 也就只能趁此短暂机会脱身了 月冷秋当然不可能让加罗罗王此机得逞了 他的功力毕竟深厚 小声过后 见到加罗罗王要逃 第一个便就反应过来 青龙如鬼 其身法当真如同鬼魅 脚步幻化 道跑飘荡 加罗罗王虽然速度不慢 但是比起青龙月冷秋 却明显是稍须一筹 没走出多远 青龙就已经从后面追上了 加罗罗王的眼中显出了惊骇之色 却并无犹豫 感觉到青龙已经到到自己身后 回首就是一招抓过来 青龙却是没有丝毫的闪躲 也是一只手臂探柱 其五指竟然也是成爪状 竟然是一爪对爪 七大百户此时也都换过事来了 早有人扶起了 落到地上的同伴 抬眼望去 只见到青龙已经与加罗罗交上了手 青龙如鬼 加罗罗如魅 两人的身法都是幻化万端 而且两人四手皆成爪状 你来我往 魅影重重 神医百户都是迅速上前 重新将加罗罗围住 只是看到两人身影纵横交错 月冷秋与加罗罗都是身着道袍 幻之中只看到道袍飘动 此时倒已经分不清哪个是青龙 哪个是加罗罗了 众百户正宁神戒备之际 猛听的砰砰两声响 随即便看到两团身影分开 一切顿时都静止下来了 却见到青龙月冷秋面若寒冰 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口处 众人却是发现 月冷秋胸前的衣襟竟是破碎了 显然是被加罗罗抓到了胸口 只见到青龙的身体晃了晃 随即哇的一声 就是吐出一口鲜血来 众人大吃一惊 早有人问道 警方大人 你 月冷秋抬起手 却并无说话 只是看向对面的加罗罗 却见到加罗罗此时 却是站着身子 双手低垂 众百户心下都是骇然 还想难不成加罗罗到了这个时候 才显出真实势力 竟然能将四大千虎之一的青龙击败 外人不知 神医位百户们却知晓 四大千虎之中 如果论及战斗力 白虎固然是十分了得 白虎手中一杆长枪 可说是所向披靡 三刀四枪破天弓 并无将神秘的神医位位列其中 否则白虎的长枪 足以进入四枪之列 但是 如果论及拳脚攻步 四大千虎 青龙便是独占凹头 青龙乃是神医位 这支暗黑军团中 除了魏都之外的最强高手了 若是此刻 败在加罗罗之手 一刻见加罗罗的武功 实在是非同小可 但是 众人还没有多想 却见到加罗罗双腿一软 竟然已经跪到在地了 随即便见到加罗罗两只手 按在地面上 一时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住 钟白虎这才明白 青龙固然受伤了 可是加罗罗显然伤得更重 青龙虽然口吐鲜血 至少还能挺着站立的 但是加罗罗 却已经是连站住 也是不能了 本前后说过 西域调良小丑 终归是自取其辱 青龙抬手擦去嘴角血迹 冷笑地说 加罗罗网 你插翅难飞 加罗罗所发出的那一声力笑 虽然距离正殿 颇有一段距离呢 但是天到正殿之内 一片寂静 那声力笑却是清晰地传过来 在场众人都是一针 太子本来微闭着眼睛 似乎在闭目养神 听到隐隐传来的力笑之声 已经睁开眼睛 眉角抽动两下 冯元破紧不住 向左殿方向看过去了 微眯着眼睛 正殿之内一派宿静 没过多久 却听到左边传来脚步声 众人瞧过去 却见到两名身着道袍的长生道徒 抬着一人正往这边过来 只见背台那人一身假皱 众人一眼就看出了 那正是赤连殿 两名道士抬着赤连殿到了殿边 小心翼地放在地上 众臣都是显出海然之色 纷纷打亮 却见到赤连殿躺在地上 竟然是一动不动 就如同死了一般 边上一名道士已经说 启禀圣上 赤连殿一语逃脱 在偏殿却被人所杀 杀人者已经没有了踪迹 人群之中便有惊呼声发出了 不少人都是悚然变色 太子禁不住失声说 什么 赤连殿死了 冯元破见到赤连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双眉一挑 向皇帝拱手说 恭贺圣上 义贼赤连殿久由自取 此贼一出 是乃我大秦姓氏 皇帝却是盯着赤连殿 扶须说 郑国公 你去瞧瞧 赤连殿是否真的已经死了 他尾巴一封 这么容易就死了 朕倒是有些不相信 冯元破笑着说 遵旨 缓步走过去 远远瞧过去 只见到赤连殿身上带着血污 曾经统帅雄狮所向披靡的一代名将 此刻静静躺在那里 毫无声息 冯元破的嘴角 泛起似冷笑 走到赤连殿身边 举高临下的看着赤连殿 随即蹲下身子 伸手去探赤连殿的鼻息 手还没有碰到鼻尖的 却陡然惊现 本来双目紧闭的赤连殿 就是忽然睁开眼睛了 冯元破这一惊是非同小刻 知道大事不妙 他倒也算是反应机敏的 知道其中大有蹊跷 此时却并没有闪退 探向赤连殿鼻尖的手 顺势成爪 往赤连殿的面门 就抓了下去 他心知赤连殿的武功 若是此刻自己吃惊闪躲 赤连殿正好出手攻击 自己不去闪躲 而是切实攻击 就算伤不得赤连殿 却让赤连殿只能防守 没有出手攻击的机会 赤连殿果然已经抬手 镜子往冯元破的手脉扣去了 底下却已经抬起一脚 照着冯元破的腹肩狠狠地踹了过来 冯元破早已经横腿挡在腹前 赤连殿一脚却是踹在冯元破的腿上 冯元破虽然吃疼 但是却借着赤连殿的一脚之力 身体厚飘远远跳开了 殿内尚有冯元破十多名部下 都是手握兵器 见得此警纷纷拔刀上前 护在冯元破身边 赤连殿却已经翻身而起 双手握拳 冷冷瞧着冯元破 原来你没死 冯元破眼角跳动 却是冷笑地说 赤连殿 你图谋造反 现在已经是插翅眼南飞了 转世皇帝拱手说 圣上 赤连殿已是在天罗地网之内 绝不可能逃脱 如此大逆不道之贼 必当名争典兮 皇帝却是抚须问道 中国宫不是说 已经安排了齐人议事 在天道殿吗 先前中国宫还自信满满 声称齐人议事 必能拿下赤连殿 却为何赤连殿依然生龙活虎 却见不到齐人议事的踪迹呢 冯元破眼角抽搐 眼中显出一丝利色 却还是勉强说 是臣下疏忽 消失了赤连殿 赤连殿乃是我大秦的上将军 要对付如此人物 又怎能小事呢 皇帝叹道 中国宫 莫非你素来都喜欢小看你的对手 冯元破闻听此言 心下一沉 他盯着皇帝的眼睛 却见到皇帝那双看似浑浊的眼睛 也正瞧着自己竟没有丝毫闪躲的意思 冯元破此时竟是不由然的感到背脊有些发寒 这种感觉来得极其突然 他甚至自己都不清楚 为何面对着区区伪帝 自己竟然有这样的感受 或许是太像了 眼前这伪帝不但相貌于皇帝一模一样 竟是连举手投足以及神态都是宛若一人 更让冯元破有些心惊的是 这伪帝就连书画的语气 竟是与大秦皇帝一模一样 如果不是确信皇帝被关在 不可能脱身的铜墙铁壁之内 冯元破几乎就以为 眼前死人就是真皇帝了 虽然感觉眼前这个伪帝确实透着古怪 可是冯元破却十分确信 眼前死人绝不可能是真皇帝 淫元是冯元破亲自关在地下囚牢之中的 普天之下也只有他知道地下铁牢那重重机关 也只有他才能够打开那铜墙铁壁造就的地牢 冯元破相信 就是神仙下凡也不可能打开地下牢笼 可是眼前的伪帝今日的表现 显然是出乎冯元破的意料 冯元破实在不明白 伪帝今日为何会如此大胆 但是有一点他却已经隐隐感觉到 这中间只怕真的出现了什么变故 赤炼殿能够活着回到正殿 这是冯元破没有想到的 冯元破的目光移向玄真道宗 只见到玄真道宗静静站在那里 双目微闭 竟似乎是站在殿上已经睡着 圣上 臣不明白圣上的意思 冯元破盯着皇帝的眼睛 臣是个粗人 他尚未说完 皇帝却竟然笑着说 我爱粗内戏 周国公 你可知道朕最欣赏你的是什么 不是你的勇武 更不是你的直率 而是你的心系 或者说朕很欣赏你的心术 冯元破眼角抽动 勉强笑着说 圣上过奖了 臣做事 素来粗心大意 更无心术 若无心术 又如何能够将末位遗瞒 收拾得服服帖帖呢 皇帝笑着说 若无心术 怎能保大秦北疆 温若泰山 周国公 你和你父亲 本是杀猪土狗之辈 但是却练就如此心机 实在让朕很欣慰 二十年来 你们父子两代 帮朕镇守边术 不但为朕遗瞒 也练就了何西军 这支骁勇军团 看来朕当年 让你们父子 朕受何西 确实是英明之举 冯元破越听 越觉得不对劲 禁不住握起了拳头 胆胆地笑着说 圣上过欲了 朕想问你 你刚才说过 这天下间 只有朕 可以长生不老 你心里当真是 如此想法 皇帝抚须 含笑看着冯元破 朕问你 你自己 有没有想过长生不老 冯元破身体一震 立刻说 那个圣上 臣只是凡夫苏子 又怎敢奢求 长生不老呢 哦 皇帝脸上的笑容 渐渐连去了 缓缓地说 可是 据朕所知 你不但想过长生不老 似乎也找到了长生不老的法子 要不要教教朕 如何才能长生不老 冯元破心下大喊 此时再也按捺不住了 忍不住力声道 你 你到底是谁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几乎都是一争 不知冯元破为何会突然口出此言 冯元破当众贞问皇帝是谁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看在众人眼里 先不说冯元破如此贞问皇帝已经是欺君犯上 只是这一句你是谁 就是极其蹊跷的 在场所有人看到的都是皇帝 而冯元破指着皇帝进行质问 谁都能听出冯元破是对皇帝身份的质疑 太子双眉一紧 自己已经察觉出冯元破这句话问的蹊跷 而解答瞬间就从冯元破的话语之中理解出一个意思 那就是冯元破似乎在怀疑眼前这个皇帝的真实性 太子看向皇帝迅速扫利 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 正是自己印象中的皇帝 如果说别人会看走眼 父子连心总不会走眼 大胆 周庭一声吏痴 冯元破 你好大胆子 竟敢出言犯圣 还不想圣上情罪 冯元破话语出口 便知道自己犯了大忌了 可是他此刻心里有一桩事 倒是明镜似的 便是金以上指人无论是谁 显然已经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了 所言所行 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 而且处处刁难自己 如此时刻 如果自己当真扶手请罪 金以上的那位 未必不会顺势对付自己 心下一横 看向玄真道宗 大声说 玄真道宗 您终日与圣昭在一起 可侨主 今日这位圣上 可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吗 玄真道宗 眼睛睁开 一抖手中浮沉 看向冯元破 却是反问道 郑国公看出什么不寻常来 冯元破 微皱眉头 冷笑地说 本都怀疑 这皇帝是假的 在场众人都是一争 一直躲在玉柱之后的金灵雀 双眉一紧 秀眸之中 滑鬼似异色 看向了皇帝 见得皇帝轻腐长须 神态自若 秀眉更是尽醋 回过头去 顿时翘容失色 此时竟是发现 莲花台已经被放到地上 而举着莲花台的楚欢 此刻竟没了踪迹 方才垫了一场厮杀 金灵雀等人自然是比之不及 躲到玉柱之后了 楚欢却一直举着莲花台 站在金灵雀的后面 金灵雀先前回头之时 还瞧见莲花台被楚欢举着 可是此时楚欢竟如同鬼魅般 突然消失了 金灵雀甚至不知道 楚欢是何时离去的 他花容失色 四下地瞧了瞧 这天到天何其空阔 雕梁化洞 玉台同顶 此刻又哪里看得到 楚欢的踪迹呢 毛人居也察觉到 金灵雀的神色不对 扭头看去 一时发现 本来站在自己身旁不远的楚欢 没了踪迹了 他亦是神情微变 大殿之中 风起云变 却是将诸人的注意力 吸引过去了 特别是冯元博当众 寻恶皇帝究竟是谁 与其充满了质疑 这更让所有人都一些稀奇 金灵雀和毛人居也是觉得事情不对劲 一时间根本没有注意到楚欢 而楚欢显然也是在那时趁机消失了踪迹了 冯元博声称皇帝是假的 自然是语经四座 周庭已经立声道 冯元博 你胡说霸道些什么 皇帝却经喊笑说 中国公 你说朕是假的 你为何如此肯定 莫非从一开始 你就知道有人在假冒阵 冯元博 见到皇帝的语气神态 心下愈发地往下沉了 不知为何 见到皇帝双眼睛盯着自己 他竟是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 似乎是为了找寻安全感 竟是从身边一名部下手中 抢过一把刀 握刀在手 冯元博的神情再微微镇定一些 看向玄珍道宗说道 玄珍道宗 前方声哨有急 你进菊仙殿探看 当时你对本都说过 菊仙殿的那位皇帝 有些特别 可有此事 玄珍道宗凝视冯元博 却是反问道 中国公说的是什么 贫道年迈老眼昏花 说过的话 有许多却是记不住的 冯元博这般问 其实就是想和玄珍道宗一唱一鹤 这伟帝既然不受控制 他已经存了当众揭露之心 他自然不担心 伟帝会指正自己 伟帝根本没有证据在手 就算喊出来也是空口无凭 冯元博完全可以说 其实污蔑 甚至可以借此理由当众除掉 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本想和玄珍道宗一唱一鹤的 可是玄珍道宗的回答 却是让他大失所望 冯元博眼角抽搐 皇帝却已经抚须说 中国公 直到如今 你还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来 朕还是高估了你的头脑 冯元博当然 早就察觉事情不对劲了 可就是因为 他坚信眼前那个皇帝是假的 是自己手中的傀儡 也坚信真的姻缘不可能出现在此处 所以 即使感到不对劲 却不相信 事情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 便在此时 却听得脚步声响 冯元博扭头看去 直见从左殿方向 竖着身影 正缓缓走过来 见得几名道士 将一名五花大绑的轻衣道士押送过来 太子等人也纷纷寻声看去 见到一群道士 绑着一名道士 看衣着竟都是长生道徒 一时间不明其中缘故 而且被绑道士脸上 物字蒙着青筋 一时间也确实瞧不出此人的面貌 道士冯元博 看到这道士身形脸色一沉 瞳孔收缩 随即从人群的后面又走出一名道士来 三十六七岁年纪 步伐沉稳 缓缓走上前 看了冯元博一眼 冯元博与他的目光接触便却身上一寒 只看那人的步伐就知道那人的武功不弱 却见到那人已经向皇帝拱手说 启禀圣上 妖人加罗罗 一位秦货 皇帝不看加罗罗 却是直视冯元博 问道 冯元博 此人便是你说的 其人一尸 冯元博此时已经知道 大事不妙了 却见到皇帝 已经将目光移到那加罗罗王的身上 却见到加罗罗 已经是双目紧闭 似乎不想看任何人一眼 宣贞道宗 你虽然年迈 但是此人的身形 应该还能记住吧 皇帝扶须问道 当年可就是此人 要传你长生不老之术 宣贞道宗此时 却是显得十分恭敬 向皇帝拱手说 回禀圣上 频道不会记错 此人就是当年 跟随冯元博一起 圣称擅长长生不老之术的高人 当年 正是此人在频道面前 买弄玄虚 割头不死 看来咱们并没有找错人 皇帝淡淡地笑着说 加罗罗 这名字倒是古怪的锦 转世皇后 含笑问道 皇后啊 你可知道加罗罗的意思 皇后说 加罗罗乃是佛教传说中的八部众之一 哦 原来如此 皇帝含笑说 身穿道袍 却是佛门子弟 加罗罗 你这岂不是 被宗叛祖 加罗罗 豁然睁开眼睛 冷视皇帝 冷笑地说 银元 你是怎么出来的 其他人闻言 倒不明所以 不知道加罗罗此言是何意思 冯元伯却是全身一震 再一次看向皇帝 同工闪烁 时声道 他 他真的是 真的是婴人 此时眼眸中 已经显出了惊骇之色 加罗罗淡淡地说 你到现在 连他的真假也看不出来 此人绝非那名傀儡 而是真正的婴人 众臣又是一阵惊骇 在场众人 自然都是极为精明之辈 只是这三言两语 他们已经隐隐 明白其中的蹊跷了 再想到 前前冯元伯 那奇怪的话语 更是理住了头绪了 太子 骤然间看向冯元伯 立声道 冯元伯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反贼 你 竟敢囚禁父皇 令你傀儡 立不上书林元方 此时却竟跳出来 一时急言立色 冯元伯 你这个无辅无君的国贼 难怪圣上一直不曾召见我们 原来是你在背后捣鬼 幸亏天有我大秦 圣上安然无恙 转向皇帝 拱手说 圣上 臣请即刻拿下国贼 冯元伯 斩首示众 已是天下 周庭已经跪倒在地 自责地说 臣等护驾不力 被国贼蒙蔽 不知圣上危难 罪则当诸 恳请圣上此罪 一众臣子们纷纷跪倒在地 向皇帝请罪 冯元伯 脸色阴沉 眼眸闪烁 死死盯着 玄真道宗 冷笑地说 玄真老道 你这个无常小真 原来 原来你早就出卖了我们 玄真道宗 胆胆地说 道门正宗 只会效忠于真命天子 效忠于大秦皇帝 几会与你们这些逆臣反贼 串通一气呢 冯元伯 迟到如今 你还不束手揪琴 瞥了被五花大王的 家楼罗一眼 启听神贤地说 莫非到了如今 你还以为此人 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冯元伯心下意横 握刀在手 冷笑地说 玄真老道 你既然背叛本都 本都自会将你千刀万剐 一回刀 吏声道 魂军无道 重新你们这些妖道 才致使天下百姓 垒于水深火热之中 如今天下纷乱 你们这些人 还要效忠秦国吗 刀锋钳指 大声说 你们若是还执迷不悟 本都可以帮你们 醒醒头脑 他身边十多名好手 已经秘密调集了上万兵马 就在天宫附近 是我这长 你我这亡 顿了顿 盯着赤连殿 冷笑地说 赤连殿 莫非你还要小龙混军 皇帝却是冷冷地瞧着 封原波 终于说 天作孽 有可数 自作孽 不可活 封原波 朕待你们 封家并不搏 杀猪土狗之辈 却能成为封江大吏 都是朕所赐 你不死回报于朕 却图魔叛逆 朕又岂能容你 盈远 冯家有今天 都是我们冯家 自己一刀一枪 拼杀下来的 封原波冷笑地说 呵呵 我们冯家立功无数 莫说小小的何悉了 就算是半壁江山 也照样事物的 他目露寒光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这老狐狸 真是如此老奸巨活 你是什么时候 从地牢之中逃脱出来的 皇帝抚须说 地牢 摇头说 朕九五之尊 上天之子 几回溃于地牢 而且 朕也从没有进过地牢 你又如何能够困住朕呢 你 你没有进地牢 封原破一争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看向玄真道宗 冷笑地说 呵呵 就算玄真老道 吃里扒外 可是当时是我亲自 将你关入其中 也是我亲自 封闭了地牢的机关 别是玄真老道 也不可能打开地牢 玄真老宗 淡淡地笑着说 呵呵 圣上既然已经知晓你的阴谋 又岂会自投罗网呢 封原破身体一振 忽然间想到什么 失声地 哼 难道 难道那日被关入地牢之中的 并不是 并不是昏君 他一口一个昏君 已经是与皇帝刀兵相对了 皇帝却依然是气定神仙 不疾不恼 青龙如鬼 白虎长枪 玄武万象 朱雀流香 站在加罗罗身边不远的青龙前后 月冷秋 忽然说 玄武临前后的一荣树 天下无双 你冯原破 当然是无法辨识了 群臣此时 却是明白 原来冯原破之前 竟然已经设下圈套 要将皇帝关进地牢 虽然不知道地牢在哪里 但是听冯原破的意思 之前竟似乎 真的已经将皇帝囚禁了 周庭等人 都是额头冒汗 背脊发凉 皇帝被转禁 而且冯原破操纵傀儡 朝中大臣却都是浑然不绝 如果不是今日说破 众人到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呢 只是月冷秋一句话 让众人一瞬间就明白过来了 毫无疑问 冯原破确实阴谋囚禁了皇帝 可是魔高一指道高一丈 皇帝自然是事先 早就已经知道了冯原破的图谋 礼带陶江 却是神医玄武千户 义戎打扮 半座皇帝被关入了地牢 本来在场众人 虽然都是朝中众臣 可是对神医卫所知 却是有限 不过月冷秋直言 玄武林千户的义戎术 天下无双 众人也就明白了 为何冯原破自信皇帝被囚 显然冯原破根本没有想到 他关押在地牢的 并非皇帝 而是皇帝的体身 玄武千户 不少人 一想到冯原破的所有计划 都在皇帝的掌控之中 如是重负之际 却对皇帝的心机 感到一阵悚然 皇帝这些年来迷信修道 不理江山设计 如今更是半壁沦陷 谁都以为皇帝已经是老迈昏贵 再无当年纵横江山的勇猛与智慧 可是此时忽然发现 这样一个行江旧墓的老皇帝 却是将冯原破这样一个心机阴险的 风江大壁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份手段实在是让人心惊 冯原破恍然大悟 此时也终于明白了 本以为自己将一切都掌控在手中 皇帝是自己手中的一枚棋子 可是到头来 却发现一切竟然操纵在皇帝的手中 自己反倒成了皇帝的棋子 玄真老道 当初既然都已经出卖了我们 你就早该知道我用你前来河西的目的了 冯原破盯着皇帝 可是你为何还要前来河西 难道你不担心 回到砍了你 皇帝凝视着冯原破 缓缓地说 朕可以告诉你 你又骗朕北巡河西自以为得计 可是你却不知 朕心里早就准备往河西而来 什么 你入京见朕 乘上天公图 更是放言要以河西一道之力 为朕修剑天公 朕当时就知道你的图谋 皇帝靠字在金椅上 居高临下 俯视着冯原破 修剑天公 征兆民夫 便可以聚集人力 需要补充兵力的时候 就不必大张旗鼓 四处征兵 直接可以从天公征兆民夫 开见北江贸易场 便可以敛聚钱财 而且因为修剑天公 你自然更可以巧立民墓 增赴天税 最为紧要的是 你打折为朕修剑天公的奇凹 国库便是在空虚 也不会从河西 调拨钱粮装备 河西当然可以一毛不拔 冯原破的脸色 顿时变得惨白 你谋反之心 昭然若揭 朕虽然心知肚明 却不想打草惊蛇 皇帝淡淡地说 东南天门道 虽然为祸一方 但只是乌合之中 朕不担心东南 朕倒是担心 你冯原破 会从北方发难 所以 朕自然要在你谋反之前 尽力稳住你 你们冯家父子 两代金云河西 在河西根深蒂固 朕若是动用武力 反倒是适得其反 所以 朕从一开始 就准备前来河西 由朕亲自收拾你 众人这才明白 皇帝从前一直对 冯原破 和善有加 是场褒奖 却原来都只是迷惑 冯原破 稳住这条河西之湖 毫无疑问 皇帝心里 竟似乎早就已经做好了 收拾这条河西 搅弧的准备了 太子 双眸闪动 望着金座上的皇帝 眼中神色 异常的复杂 此时此刻 他当然明白了 皇帝的心思了 皇帝北巡 实际上就是 皇帝深入虎穴的计划 皇帝虽然老迈 但是从血与火之中 走出来的大秦开国皇帝 当然不缺霸勇气了 天门道 霍乱东南 倾天王 何被歧视 这些 皇帝当然是一清二楚 皇帝当然也清楚 因为常年修道 皇帝正事 导致天下大乱 国库更是空虚 当年所向披靡的大秦铁骑 已经是往事如风 虽然大秦纷乱至此 皇帝难辞其咎 但是皇帝显然也并不想真的看到 大秦帝国毁于一旦 太子现在已经明白了 在皇帝的眼中 天门道 清天王之流 或许不是最大的威胁 虽说天门道 已经有数十万之众 但却真正属于乌合之众 在皇帝的眼中 边陲大力的趁机反叛 显然比天门道 更具有威胁 放眼天下 真正有能力独霸一方 对大秦形成威胁的 无非辽东 河西 以及西北三楚 相较而言 西北虽然地狱最大 但是在此之前 经受过战火 虚弱不堪 再加上在楚欢独霸西北之前 三道总督 你争我夺 一盘散沙 再加上有西谷关 封锁入关通道 实际上 西北入关的可能性 反倒是最低 甚至于实力 也是最弱 辽东铁骑 固然永汉 但赤连殿 素以中勇著称 皇帝显然对赤连殿 还是有几分信任的 而最让皇帝不放心的 显然就是 何悉冯元破 冯元破 收买玄真道宗 行建天宫 这一切 皇帝都一清二楚 皇帝自然明白 冯元破 已经是反心已定 何悉 地处北疆 冯元破 手握数万何悉军 而且这些何悉军 已是大清国内 战斗力极强的军团之一 何悉军死前 与伊满人常年交战 冯家父子 也都是练兵有方 数万何悉军的威胁 甚至比数十万 天门道徒的威胁 还要大 而且 众所周知 冯家父子坐诊 何悉之后 恩为病失 已经算是将漠北草原上的 遗蛮诸部收复了 本就手握何悉重兵 再加上遗蛮诸部成为附属 皇帝已知道 冯元破反心已定 自然是要想办法除掉何悉大患了 若是调兵平脚何悉 无疑是臭气一招 岂不说 帝国已经很难调出与何悉相抗的兵马 就算真的可以调兵平脚 同时对付天门道 新天王和冯元破 帝国也是完全无法承受的 冯元破 修建天宫 向右边皇帝北巡 从而在何悉地面控制皇帝和百官 邪天子以令诸侯 而这一切却正中皇帝下怀 皇帝顺势便带同百官前来何悉 深入虎穴 以示准备兵不血刃地解决何悉的威胁 冯元破此时明白皇帝的意图 知道自己成为落入皇帝陷阱的猎物 脸上肌肉抽搐 朕一直想看看 你冯元破到底会弄出什么样的花样 皇帝庆服败叙 谢天子已令诸侯 这与朕预想中的一样 并不是什么大手笔 也不足为奇 当日你要以龙骨之名 带朕进入地牢 其歹都心思 朕自然早就知晓 玄武漫成朕的模样 为妙为笑 而且是朕亲子指点 你自然是瞧不住破绽的 风元破冷笑地说 原来地牢之中 囚禁的一支玄武 那么他现在 依然还在地牢之中 带朕负难 玄武终赢可嘉 皇帝缓缓地说 但是朕很了解你 你会囚禁朕 但却不会轻易取朕的性命 所以玄武假冒朕 或许会受些苦难 却不会有性命之忧 风元破冷冷地说 那可说不定 我若要取的性命 一如反掌 你的夫妻 当年是朕的部将 朕对他 都是了若执掌 岂能不了解你 皇帝淡淡地说 你自以为 这是天衣无缝的手笔 囚禁朕 接着祭天淡礼机会 除掉赤连殿 接下来操控傀儡 将效忠于朕的忠臣良将 以剪除 然后打着朕的旗号 收复天下 实际一到 甚至会让傀儡 眼中一场 退位让贤的戏码 风元破 你们冯家 本是杀猪土狗之辈 若朕能做成如此大事 你又岂能不心花怒放 到了那时 你当然想让朕 看到你的风光无限了 苍老浑浊的眼眸之中 竟是显出一丝细谐之色 冯元破 真 没有说错吧 冯元破一手握刀 一手握拳 手被青金暴徒 皇帝不但对他的计划 了若指掌 甚至于对他的心思 也是一清二楚 冯元破此时就感觉 自己全身上下 都被剥光的衣服 赤裸地站在皇帝面前 自己的一切 都在皇帝的视线之下 这种感觉 让冯元破既无力 更是愤怒 群臣听皇帝这般说 亦都是惊心动魄 所以你不想让朕死 玄武现在自然依然活着 皇帝缓缓地说 冯元破 朕念你父子两代 为朕数位北疆 也算是小有功劳 朕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 他身体微微前倾 苍老的脸上威严无比 你谋你大罪 朕不会助你九族 朕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认罪自尽 朕就只会灭你三族而已 冯元破文言身上一寒 但却立时放声大笑起来 嬴元 你当真是大言不惭啊 环顾一周冷笑地说 你莫忘记 这里是河溪 是我的地盘 天宫之外有我上万精锐 只要我一声令下 他们便可以重入天宫 乔相从头至尾 站在皇帝身边 一声为更的宣元上 大声说 宣元将军 你宣元世家 本来是第一五宣世家 当年宣元一族 多上好汉葬身疆场 也是领尊 也是战死沙场 这大秦至少一半的天下 都是你宣元世家的功绩 可是昏君就是如何对待你宣元世家的 宣元少 面无表情 只是淡淡地瞧着封元婆 一国公 文之武功 不在昏君之下 可是昏君 赌贤极能 虽然给了国公爵位 却并无任何实权 奉元破一份填膺地说 你们宣元世家的子弟 才敢之势 堵如牛某 可是放眼朝堂 有几个 处自你们宣元世家 你宣元将军 当初第一个 登上陆安京城的城头 功劳盖世 可是到如今 也只是进宫之内的 一名统治 你难道真的甘心吗 昏君知晓 你宣元世家人才鼎盛 处处打压 虽然宣元世家 建下累势之功 可是并未 给予你们应有的奖赏 宣元将军 多少人 暗地里为你们宣元世家 感到不甘 直到如今 你还要效忠于他 宣元上 却是理也不理 只是淡淡地 瞧着冯元婆 宣元将军 如今昏君就在这里 我们除掉昏君 就可以大战宏图 冯元婆正色说 昏君误国 天下纷扰 你若还要执迷不悟 就只能被昏君所误 只要将军愿意 何系之兵 冯某 尽交将军统帅 皆百姓于水火之中 你看如何 所有人 都是一声不吭 见宣元少部说话 冯元婆转世赤连殿 大声说 天帅 昏君心急之深 你是瞧在眼里的 他既当我何系之兵 设下如此圈套 殿帅的辽东军 比之我何系军更是 他既然设下毒计 如此待我 莫非殿帅能幸免 我若真是被他锁除 接下来要遭殃的 就必定是你电帅了 吃连殿 淡淡一笑 呕了一声 却不多言 呼听的 月冷秋说 冯元婆 你帅何系官员 前来天宫 却有数人没有到场 你的义子冯破鲁 乃是何系近卫军统领 你所说的上万兵马 就是指冯破鲁的兵马吧 冯元婆 神色一争 你做事小心 对你而言 威胁最大的 就是驻扎在天宫以西 二十里地的 两千多名皇家禁卫军 为了一方有变 冯破鲁率领的兵马 已经调动到禁卫军附近 这其中 便有数千遗满起兵 我所言不差吧 月冷秋 双目如刀锋般 看着冯元婆 冯元婆只觉得背脊发寒 却还是勉强笑着说 不错 你既然知道 就该知道 禁卫军虽然骁勇 但是本都锁掉的兵马 你是何系精锐 战斗力并不在禁卫军之下 本前后 只想告诉你 此番隋家北军的神医卫百户 共有十大百户 进阶前来 而此时身在天宫的 只有七名百户 月冷秋淡淡地说 你可知道 另外三名百户 身在何处 冯元婆文庭此言 不知为何 一阵寒意 竟是从脚底涌上头顶了 他此时 已经想到了 为了进行此番计划 何夕众官员 聚意都前来天宫 而精锐之士 却都已经调动到 冯破炉的身边了 用以控制禁卫军 可是这也导致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 那便是 武平俯城变得十分虚弱 可说是城内极为空虚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冯破炉已经接到了 我们送去的心寒 月冷秋缓缓地说 冯破炉一家二十七口 如今都在我神医位掌控之中 为了让冯破炉相信 派去送信的 还是冯破炉的家人 他嘴角泛起戏谑之色 冯原破 你说冯破炉是更在意 一家二十七口的性命 还是更在意对你的忠诚呢 冯原破的眼中 几乎要喷出火来 早已经没有从前 镇定自若之态了 厉声道 你们 你们卑鄙 殿上众人 却都已经明白了 冯原破已经是必败无疑 一切尽在皇帝的掌控之中 冯原破苦心谋划的阴谋 转瞬间便即崩塌了 这让冯原破既惊惧又愤怒 但是很快 他脸上却显出戏谑的笑容 大声说 英语 为了对付我 你付出的代价也实在不小啊 鲁安京城已经陷落 秦国的半壁沦陷 我看你这皇帝 也算是做到头了 皇帝却是淡淡地笑着说 你以为 朕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你 眼中显出细血之色 冯原破 你若是如此想 那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冯原破一争 忍不住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北京何兮 难道 难道还另有目的 呼听的旁边传来声音说 冯原破 你当真是愚蠢头顶 到现在还不明白他真正的目的吗 冯原破眉头锁紧 他也不愧是狡黠之辈 猛然间想到什么 难道 难道是为了你 说话之时 却直直看向了加楼罗王 旁边说话之人 自然就是加楼罗王了 加楼罗王淡淡地说 你现在才明白 他的目的 固然是要在何妻除掉你 可是如果只是这样的目的 你还能活到今日 冯原破历史明白了 加楼罗王所言不虚 如果皇帝当真是要擒贼擒王 皇帝身边既有宣元少 又有宣称道宗 更有装扮成长生道徒的神医卫 其间便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对冯原破动手 冯原破也根本不可能活到今日 但是皇帝却迟迟没有动手 反倒是精心设计 布下如此圈套 显然其目的不仅仅 只是一个河西总督 皇帝却是舒展白眉笑着说 加楼罗 你能够蛊惑朕的封将大力 让他为你驱使 却不自知 你也算是颇有手段了 加楼罗叹道 人心不足舍吞响 平头百姓期望荣华富贵 有了荣华富贵 便希望封官败绝 真的成了封家大力 那野心也就更大了 就像你银元 虽然成为大秦皇帝富有四海 却依然不知足 还要追寻长生不老 人心如此 人心如此从没有满足的时候 连你都奢求长生不老 区区逢元破 又如何能够抵挡了诸长生不老的诱惑呢 皇帝富贵问道 所以你利用长生不老 让他对你俯首听命 随即摇摇头 冯元破本就是个有野心的人 即使没有你在旁蛊惑 此人迟早也要背叛朕 只不过你的出现 让他的野心提早而已 家罗罗王冷冷一笑 并不说话 皇帝瞥了冯元破一眼 问道 冯元破 你好歹也是一道总督 听人说你还有个外号叫做脚狐 怎的却被一个异语藩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你当真以为他能让你长生不老 冯元破眼角抽搐盯着皇帝 眼角余光却是看着轩元少 轩元少背负长弓 谁都知道轩元少的剑术天下无双 此时他并不惧怕别人 唯一惧怕的就是轩元少的破天宫 朕之前说过 天门道徒收买我大秦众臣的时候 最喜欢用的手段就是长生不老 皇帝缓缓地说 他们有许多方法可以让人相信 他们具有让人长生不老的神童 就好比无头而行 烈火焚身却已然完好如初 冯元破 这倒是想知道 这位加罗罗王当初收买你 有时用哪种手段让你相信 他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众臣文言都是一惊 有人心中顿时便想到 难不成这加罗罗王 竟是天门道的道徒 冯元破大逆不道 竟是被天门道所收买 如此看来 天门道当真是无孔不入 只是有人却也想到 加罗罗王乃是佛宗八部众之一 天门道却是道门 俗来佛道不两立 精卫分明 一时间却有些糊涂 怎的佛宗的加罗罗王 竟然与天门道 扯上了干系呢 太子此刻 也是木大疑惑之色 显然弄不明白 这中间到底是何缘故 冯元破却是眼角抽搐 冷笑地说 英勇 我还真以为你真知道一切 原来你只胡猜乱想 朕明白了 皇帝展颜笑着说 想来真正要传以长生不老制法的 并非这位加罗罗王 这位加罗罗王只是使者 传以长生不老制法的 另有其他 可是如此 冯元破的瞳孔顿时收缩起来 皇帝摇摇头 叹道 哎 既然是使者 想来是此人 让你相信 他们拥有长生不老之术 看向加罗罗王 说道 加罗罗王 直到如今 你总该让冯元破死个明白 不然 他死的时候 都是糊涂鬼 冯元破皱眉说 你什么意思 旁边青龙前护 终于说 冯元破 你当然不知道 佛宗有一门功夫 被称为他心通 这门功法 虽是旁门左道 但却是颇为诡异 能够控制人心 让人陷入迷幻之中 脑中所想都是虚幻 可是被控制之人 却会以为一切都是真实的 众臣都是微微变色 还想 竟是有如此功夫 月冷秋显然知道 众臣不明白 向众人解释道 其实 我中原也有这类功夫 迷人心智 让人陷入幻觉之中 只是 闪长此门功夫的人 取之可数 世间罕见 安逸总督元崇尚 忍不住问道 那些神婆装神弄鬼 神鬼附身 可是这类功夫 月冷秋摇头说 并非如此 此类功夫 并非普通人可以修炼 这类功夫实际上 修意 众人都是一片茫然 月冷秋解释道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诸位如果看到 一人面带笑容 那么诸位的心情 自然也会十分舒畅 可是如果看到 一人脸带凶色 只怕谁都高兴不起来 这就是艺术的一部分 一人可以因为所见不同 心境也就不同 而此时的心境 依然被对方的情绪所控制 众人面面相觑 似懂非懂 太子若有所思 确实觉得 月冷秋所说的艺术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但中间近似乎十分奥妙 修意之法 在中原凤毛麟角 甚至可以说已经失传 月冷秋缓缓地说 但是却有一处 专有修炼此法之人 哦 月冷秋盯着甲楼罗王 诸位只知中原有佛宗 乃是西方传入中土的大禅宗 可是诸位或许不知 佛宗派别众多 最省之时成百上千 有时候一名僧侣 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便可以开派立宗 传入中土的只是其中一宗 后来在中土被称为大禅宗 周庭说 佛教是汉时传入我中土 形成禅宗一门 周大人所言极是 月冷秋说 但是在西域藩邦 却并非重信大禅宗 在西域一带 已由佛宗各派互相争雄 其中大新宗 在西域一带的影响力最为强大 家路路王文言 眼角微挑 却是已经明白了 神医卫显然一直在调查大新宗 大新宗与禅宗不同 新宗弟子膜拜的是 大孔雀明王 而创派宗师 法号叫做大波罗居士 月冷秋说 其实新宗的开创并不晚于禅宗 在大新宗眼中 其他佛宗各派都属于外道 而在其他佛宗眼中 大新宗同样属于外道 月冷秋当众说起大新宗 众人知道其中必有缘故 大新宗之所以仍在西域壮大 成为佛宗各派 在西域最大的一派 与他们所谓的护法三术 大有关联 护法三术 太子周眉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月冷秋向太子拱了拱手 才说 护法三术是为体口意 结印为体之经 真言为口之经 意念为意之经 这便是大新宗的护法三术 其实说起来 卑职对其了解的 也是十分有限 护法三术被新宗弟子 使为大新宗的最高功法 普通的新宗弟子 很难接触到 不过 卑职刚才所言的他心通 便是艺术的功法之一 太子微微汗手 说道 哦 如此说来 这位家楼罗王精通一数 月冷秋摇头说 卑职虽然所知不深 但是这位家楼罗王 虽然修炼过他心通 却实在谈不上精通 看向玄真道宗 拱手说 道宗 你对此应该有所了解 玄真道宗一斗浮沉 单手竖在胸前 说道 说来凑巧 家师兰提道人 当年云游四方 曾经与一位西域法僧接触过 那位法僧换作虚弥陀 正是出自新宗 众人心想 这玄真道宗都已经年近八十了 其实自然早已经鲜化了 兰提道人遇上那位虚弥陀 自然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照此看来 新宗弟子竟然很多年前就已经到了中途了 虚弥陀 当年来中原本意是想在中途传扬新宗佛法 但那时禅宗已经十分兴盛了 新宗想要进入中途已经是异常艰难 旋真道宗缓缓地说 家师与虚弥陀相处了有数月 佛道相辨 倒是知道了新宗所谓的护法三数 而虚弥陀便是修意的高人 他所修便是他心同 众人这才是啊 想来越冷修对大新宗的了解都是因为玄真道宗的缘故 家师后来对我们说起过 虚弥陀施展艺术 家师竟是三日焕游 上天遁地 清醒之后 竟是觉得一切真实无比 玄真道宗肃然说 若不是虚弥陀解释 家师无法相信 那三日都是在虚弥陀的艺术之中 家师对此寂静且畏 众人也都是心下骇然 但想 兰提道人显然也不是泛泛之辈 却仍被虚弥陀操控三日 这门功夫当真是耸人听闻 玄真道宗环顾一周才继续说 家师受此折辱 自然是心有不甘 与虚弥陀定下了十年之约 道法天成 玄妙自然 佛宗的他心通虽然玄妙 家师去历世 要从道法之中 找到破解之法 礼部尚书薛华安忍不住问道 却不知蓝提道长可曾找到破解之法呀 玄真道宗摇头说 家师后来知道 佛宗乃是西域新宗百年一遇的人才 自从新宗立派之后 能将他心通修到那等地步的 也仅仅有他一人而已 玄真道宗提到虚弥陀之事 家楼罗王的眼中 已经明显出现了敬畏之色 家师穷十年时间深入道法 十年之约即道 虚弥陀如约而至 玄真道宗叹道 这一次家师虽然有了充分的准备 却依然没能完全破解 家楼罗王冷笑地说 虚弥陀大师乃是天奏奇才 他心通已经是修演到化经 岂是区区小道所能破解 玄真道宗大然一笑 众人听家楼罗王说 兰蒂道长依然没能破解 须弥陀的他心通 顿时都有些失望了 却听得玄真道宗继续说 虽然家师没能破除他心通 但是这一次 须弥陀仅仅让家师 进入一束三个时辰 这对须弥陀来说 已经是败了 家楼罗王眼中一冷 太子忍不住问道 那兰蒂道长用了何种方法 玄真道宗含笑说 贫道不敢欺瞒 假使在这十年之中 找到了南华真经 而南华真经乃是道宗秘宝 虽然没有最终破除他心通 却竟重错了须弥陀的锐气 虽弥陀乃是新宗艺术第一人 若是换作别人 却定是让他心通破了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全真道宗看向了家楼罗王 说道 家楼罗居士当天找到贫道 也是施展了他心通 仅是让贫道进入一束片刻之间 而且贫道凭借南华真经 破解居士的他心通 居士却不知 可见居士的他心通之术 十分粗浅 只能说是略窥皮毛而已 家楼罗王尝他一声 说道 哎 南华真经 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玄真道宗又看向冯元破 说道 冯元破 你相信他们能够传授你长生不老之法 只不过是被他的他心通所获 听到不知他在你面前表演了何种奇能 但那一切都只是虚幻 你自以为是真 却不知都是一患一场而已 冯元破脸色惨白 看向家楼罗 他说的都是真的 家楼罗王叹道 哎 是真是假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你我一拜徒弟 便是有长生之术 那也无法长生了 皇帝这才说 风元破 你现在知道 从一开始 你只被这些西语藩人玩弄于鼓掌之中而已 盯着家喽喽 扶须说 直到现在 朕还没有一睹你的真面目 你卖弄妖鼠 蛊惑我大秦官员 真倒想看看 你究竟是何面貌 青龙月冷秋 却是上前去 伸手抓着家楼罗的面巾 冷然一笑 扯了下来 却见到一张长性脸孔 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合下一缕清虚 双目幽深 道袍在身 虽然被绑住双手身体 可是乍一看去 却颇有出家人的先锋道鼓风范 众人瞧见都有些奇怪 虽说此人是来自新域 可是面貌方正 一副中原人的面孔 毫无藩帮之人的相貌 原来这就是家楼罗王的尊容啊 皇帝笑着说 看来你的血脉之中 也是我中原血液 脸色已沉 淡淡地说 家楼罗王 朕问你 你们大新宗 与天门道 有何瓜葛 家楼罗王放声笑道 哈哈哈哈 盈远 你资本可以从我口中 知道答案吗 朕有耐心 皇帝淡淡地说 朕被寻何夕 就是要设计 秦住 在风源破背后的你 既然真可以带着性子设计秦义 当然也有耐心 让你开口 青龙一静拱手说 圣上 臣一定会让他开口说话的 便在此时 却听得风源破 力声叫贺 拿下迎人 贺声之中 他长刀前回 身边十多部下毫不犹豫 如同十几头恶狼 向金座扑过去 皇帝脸色一沉 青龙月冷秋等署名神音位 已经栖身上前 冯源破虽然以声令下 步忠向前 可是他却双脚在地上一点 整个人却是向后飘过去了 镜子向点门方向飞掠过去 想走 没那么容易 青龙月冷秋身性如鬼魅 直望冯源破注意了过去 轩辕绍长功在首 眨眼之间竟是三剑搭在弓上 毫不犹豫射出力剑 冲在最前面的三名杀手 依然是被力剑穿喉 翻倒在地了 轩辕绍手不停歇 出手三剑 瞬间又是三剑搭在弓弦之上 中杀手剑的轩辕绍出手狠辣 瞬间便夺取三条性命 都是肝胆剧烈 竟是齐齐停住 不敢上前了 面对轩辕绍的长功力剑 此时冲上去 等若是自寻死路 冯源破单刀在手 几个起落前 已经是逼近殿门 横在殿门前 伪装成长生道的神医校尉 其中冯源破离开 横跟在前 赤练殿此刻 却是随在月冷秋身后 追向冯源破 众臣剑的干戈又起 都是心惊胆着 好在此时 殿内都是神医卫 剑身轩辕上也已出手了 众人都知道 冯源破已是强拥之末 翻不起风浪来 青龙身若鬼魅 后发先知 本来与冯源破有一段距离 可是他轻功了得 几个起落 已经赶到冯源破的身后 探手往冯源破的背脊 抓了过去 冯源破感觉到身后进风呼之 猛然间手臂后撩 手中的大刀匪夷所思 反手斩向了月冷秋 刀光匹炼 稀里无比 月冷秋见的刀锋灵力 倒不敢应接 冯源破一手刀法十分了得 位列三刀之中的霸刀 不容小觑 他闪躲开来 冯源破心知 想要脱身十分困难 一刀看空 顺势又是竖刀看过来 一刀比刀凶狠 一刀比刀凌厉 青龙的身发轻盈 鬼魅般左腾右闪 直带找准机会 出手致敌 冯源破连砍树刀 却力声高和 楚总督 事到如今 你还要速度速尾吗 众人正惊意间呢 猛然间 见到一根柱子的后面 一刀身影 如同闪电般骤然窜出 其速度当真是肥所思 众人根本没有看清楚是何状况呢 甚至没看清 那人的身形轮廓 只见到那道影子 竟是直直扑向了 青龙月冷秋 月冷秋显然没有想到 旁边的玉柱埋伏有人 更想不到会在此种时候突然息致 此刻冯源破又是一刀看来 月冷秋正往边上闪躲 而此人突然出现 等若是两面夹击 月冷秋已经是避无可避了 心下吃惊 知道这刺客定然是一等一的高手 其出手的时机 当真是恰到好处 秒到好颠 月冷秋心惊之下 截里出拳 向着身影击过去 只是他闪躲之间 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这一拳完全是 从组之间的自保 那刺客 见到月冷秋拳都击来 并不闪躲 反倒也是一拳击出 眼见的双拳镖撞在一起了 却见到那刺客手腕子一抖 就是匪夷所思的 如同蛇一般扭动一下 已经绕到月冷秋的手腕子底下 月冷秋随即便感觉到 那人的指尖 已经搭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月冷秋心指 若是被对方扣住手腕 后果不堪设想 立合一声 手腕也是一牛 反去扣刺客的手腕 熟知那刺客 先是画拳围爪 刺客 就是画爪围刀 手挣刀撞 月冷秋手掌向下扣去之时 那掌刀 已经从月冷秋的掌中划过 便是这一下子 月冷秋只是觉得自己的掌心 巨疑痛钻心 那人的手刀竟似乎比世间最锋利的刀刃还要锋利 他掌心虽然没有伤口 但是却已经感觉到自己掌心的经脉 竟然是在对手的掌刀进气之下 都被切成了两段了 皇帝和仲臣显然没有想到 会有人突然偷袭月冷秋 皇帝眉头锁住 轩云绍长弓搭剑 却已经抬起对准了月冷秋这边 只是那刺客竟似乎知道 轩云绍的长弓会带来威胁 身形与月冷秋贴紧在一起 而且板边身子以月冷秋的身体作为掩护 令轩云绍投鼠忌气 不敢轻易出见 赤链垫此时却已经扑到了 从侧面向冯元珀一拳打过来 冯元珀瞧见有人相助大喜过望 随即感到侧面是进风席致 毫不犹豫地回刀砍过去 一刀砍去 赤链垫亦是不敢应接 向后跃过去 冯元珀并不罢手 追着赤链垫又是连连出刀 赤链垫竟似乎对冯元珀的刀法 十分忌惮 连连后退 一步步退向了店门 那突然杀出的刺客的手刀 划断了月冷秋掌心经脉 月冷秋剧痛之下 却是大为心惊 那刺客却是不给月冷秋喘息的机会 身法灵小已经闪到月冷秋身侧 点光火石之间 手刀已经搭在月冷秋肩头 而五指指尖如同刀锋 正顶在月冷秋的脖子上 若是换作他人 如此招式 自然无法对月冷秋形成威胁 月冷秋也完全有办法应对 可是此刻他已经知晓 对方的手刀尽其灵力 其锋利程度犹如绝世宝刀 知道对方的手刀只要往前一送 就能刺住自己的脖子 虽然他身法如同鬼魅 轻功了得 此时却是不敢轻举妄动 那刺客延伸在月冷秋身侧 月冷秋完全挡住了轩辕少的箭矢 只听刺客声音不大 却极其冷漠地问道 你可记得我 月冷秋斜眼看去 只见到那人用一方衣巾 蒙住脸口 那衣巾显然是随手 从身上撕下的 只是露出一双犀利的眼睛 那双眼睛如同寒冰一样 正盯着月冷秋 冯元波道锋匹炼 一刀比刀凶狠 赤连殿连连后退 一是退到殿门边上 殿门被关上再无退路了 四名神医校尉不要冲上来 赤连殿却已经历声喝道 都闪开 神医校尉听得赤连殿声若唬 毕竟是帝国上将军 南征北讨 身上自有一股逼人的杀气 虽然管不得神医校尉 但是吼声之下 此名神医校尉 倒是真的不敢进前 退向梁旁 冯元波又是一刀看来 霸气十足 力道雄昏 赤连殿退到门边 不可能再往后退了 只能侧山躲过 而冯元波这一刀历史不减 竟是狠狠砍在殿门的门栓之上 那门栓有手臂粗细 外面肚里层薄薄的金漆 看上去乃是金黄之色 被冯元波这一刀砍下去 手臂粗的金黄门栓 竟然咔嚓一声 被从中砍断了 一刻见 冯元波的霸刀之名 果然是名不虚传 其刀法之雄魂 实在是少有人敌 皇帝的眉头却已经皱紧了 脸色沉了下去 抬头摇望着冯元波和赤连殿 竟然打到殿门边上 嘴角泛起似冷笑 转视玄元少 轻轻咳嗽一声 玄元少已经抬起手臂 长弓上的利剑 对准了远处的冯元波和赤连殿 金殿距离大门颇有一段距离 换作常人 便算是军中勇士也无法射出这么远 但是这样的射程 对宣元少来说显然并不困难 殿内突起变古 特别是蒙面刺客突然杀出 趁青龙不备出售制住青龙 让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便使加楼罗王的眼中 也显出惊异之色 行家一出售就知有没有 加楼罗王武功不弱 神医卫动用一鸣千户 七大百户才能擒拿住他 其武功当之是十分了得 那刺客的身手 加楼罗王自然是看在眼里 平心而论 刺客的身手 亦非泛泛之辈 但是真要与青龙相比 显然还是稍叙一筹 可是那刺客出手的时机 可说是掌握的恰到好处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便是厉害如青龙 也是难以抵挡 加楼罗王更是看出了 那刺客的出手 干脆果断 可说是轻力一击 出手之间 根本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 倒似乎是下定军心 要拿住青龙 其身手本来就了得 再加上心意坚决 又是抓住了最佳时机 这才得手 若是正面单打独斗 那刺客却未必能胜青龙 加楼罗王看在眼中 确实有些疑惑 实在不知怎地会突然冒出 这样一个刺客来 他眯着眼睛 欲看那人的身心轮廓 却被青龙遮挡 一时间也看不清楚 轩援绍长弓在手 稳弱泰山 看了皇帝一眼 只要皇帝一声令下 便即出手射杀 此时赤连殿和冯元破 雾字在缠斗 皇帝只是轻浮白须 并没有立刻下令 青龙则是盯着那一双冰冷的眼睛 围皱眉头 显然对这双眼睛 并无多少印象 虽然被对手的手刀 顶在脖子上 却并无丝毫的畏惧之色 只是淡淡的说 你是何人 本前后见人无数 杀人也无数 并非每一个都记得 雷刺客冷笑的说 这也难怪 我娶你多年 想不到你竟是神医卫的前护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青龙淡淡的说 刺客一字一句的说 雁门关外 长天古边 千古大人 你该不会连这个 也忘记了吧 此言已出 青龙骤然变色 身体一阵 尸声道 你到底是谁 刺客缓缓引道 鬼月寒星 铁面追魂 长臂铜背 快手连镖 血狼飞豹 巨斧双铜 蛇猫贴身 太薄横行 青龙瞳孔收缩 某种满是惊骇之色 尸声道 你 你是十三太宝 他这一声 声音不小 耳朵灵敏之人 已经听见了 太子骤然看过来 便是已经张弓搭建 对准冯元婆的 轩元绍 也已经看向青龙这边 某种显著绿色 刺客冷笑地说 哼 我只问你 当年是谁派你 带人埋伏在那边的 青龙本来惊骇的神色 很快就恢复平静 冷笑地说 带人埋伏 你的话 本千胡听不懂 难道你不承认 封寒孝封将军 和他麾下的十三太宝 在燕门关外的长天谷 遭遇埋伏 而带人埋伏的 便是你 青龙千胡 刺客目光冷立 脑袋威胁 望向金殿之上的皇帝 冷冷地说 是他派你们 摩海风寒孝 和十三太宝 刺客口中的他 当然就是皇帝 此时 冯元珀连出树道 避开赤连殿 便要一脚拽开大门 杠杠抬脚 呼听的空气中 咻的一声响 一直立剑 已经是破空即出了 玄元哨 终究是出手了 立剑如电 冯元珀只听得 剑锋吉利 斜眼看去 一只立剑 已经朝自己飞来了 速度宛如流星 冯元珀一瞬间 全身发寒 剑速之快 他根本无法闪躲 想不到自己精心谋划 最后反受其害 竟是死在 剑神轩元哨的 立剑之下 他双目闭上 耳听的扑的一声响 可是全身却无痛处之感 心想轩元哨 不愧是剑术无双 射在身上 竟然没有痛处 但是很快就觉得不对劲了 睁开眼睛 发现眼睛上方有东西晃动 抬眼向上 却见到立剑的剑尾 正在自己的脑前抖动 这才明白 宣元哨这一剑并没有取自己的性命 而是射在了自己的头顶正上方 毫无疑问 这当然不是宣元哨失手 而是宣元哨有意为之 否则 剑尸只要向下压一样 立剑便能射穿冯元破的脑袋 如此距离 不但精准无比 而且速度和力道都是惊人 放眼天下 似乎也只有宣元哨能射出这一剑了 冯元破截后余生 直觉的全身发寒 脸色苍白 仅仅一瞬间 额头上竟然都是冷汗 他霸刀虽然了得 但是面对剑身宣元哨 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赤链殿 见得宣元哨如此一剑 显然也是大为忌惮 一时间却也并无动弹 向金殿上看去了 只见到宣元哨 早已经重新取了一剑 依然搭在长弓之上 殿内顿时又是一片死寂 皇帝此时 却是看着青龙这边 见得青龙被刺客所致 皇帝神情依然十分镇定 他忽然低下头 似乎在思索什么 片刻之后 才抬头看向青龙 缓缓地说 青龙 你刚才说什么 青龙犹豫了一下 终是说 圣上 这名刺客 与当年的师三太宝 有牵连 哦 皇帝淡淡地笑着说 十三太宝 就是封寒孝麾下 那十三人 朕记得 当年封寒孝和十三太宝 都死在了燕门关外的 长天谷 是被西良人所埋伏 此人与十三太宝 又有何干系呢 宣元哨忽然说 圣上 当年检查事故 城市来的奏报 在长天谷内 只发现了十三具尸首 殿中诸人 此时可说是惊骇连连 几天淡礼之前 谁都想不到 今夜会发生 如此众多事情 而且 一桩笔桩惊人 封寒孝和十三太宝 在燕门关外被害 那是多年前轰动全国的大事 正是因为封寒孝和十三太宝被害 才让西良人趁虚而入 酿成了西北巨变 天下人都知道 封寒孝和十三太宝 是被西良人所害 可是 朝中的许多众臣 却知道其中事情 颇有些蹊跷 封寒孝宅是镇官主将 统育十万西北大军 而且是帝国四大上将军之一 可说是文武双全的一代人杰 当初他只率领十三太宝出关 这本就有些奇怪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作为三军统帅 手握重拳的帝国大将 如此草率出关 就实在是让人觉得 有些匪夷所思了 虽然封寒孝之死 官方宣称是被西良人所害 但是其中详情却是知之甚少 众臣实在想不到 今日竟然连封寒孝遇害之事 也出乎意料地浮出水面了 更让人吃惊的是 这名偷袭青龙的刺客 竟似乎与封寒孝和十三太宝 有着莫大的关系 众臣面面相去 都是一脸的疑惑 太子一时皱着眉头 若有所思 眼中满是疑惑之色 听得宣元绍之言 历史说 当年封寒孝和十三太宝 全都遇害 应该是十四具尸首 怎会只有十三具尸首呢 宣元绍微微点头说 嗯 殿下所言及时 此后经过详细调查 却知十三太宝之中 也有一人的尸首不见踪迹 而且调查得知 那人是十三太宝之中的血狼 血狼 正是 宣上缓缓地说 十三太宝 都是封寒孝收编的能人一时 每一个都是骁勇无比 而且各有所长 他们一直都是以黑柜黑袍式人 而且面部都佩戴着 精同所致的鬼面具 长弓弯道 站立惊人 当年十三太宝 追杀上千系量人 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太子点头说 本宫自然知道 只是那血狼誓死誓活 既然没有他的尸首 他现在人在何方 当时第一时间找寻长天谷 毫无血狼的踪迹 玄元少说 此人如果死了 其尸首应该就能被发现 既然没有尸首 那么此人很有可能 还活在世上 纳言周庭忍不住问道 玄元将军 如果血狼还活着 为何再无他的踪迹呢 他如果死里逃生 就应该返回西北大营 甚至赶到京城 将当时的情况详细禀报 他是唯一幸存之人 对当时的情况 应该最是了解 其实 事后圣上下过旨意 要尽一切可能找到血狼 为此甚至调动了神医卫 玄元少缓缓地说 但是血狼就似乎凭空消失 再无音讯 如果此人死了 尸首不见踪迹 那倒也罢了 可是如果此人还活着 却一直没有露面 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什么 众人都看着 宣元少 宣元少盯着青龙身边的 那名刺客 缓缓地说 那就只能说明 消失的血狼 是出卖封将军 和十三太保的内鬼 众人文言 居于是一惊 宣元少盯着那刺客 沉声道 你说封寒笑遇害 与青龙前后有关 可有什么证据 今日 我并非是来要你们做主 我只想知道 沈一位在长天谷 设下埋伏 到底是谁在幕后之事 此刻盯着皇帝 朗声道 可是皇帝之事 众人心下都是错愕 还想 封寒笑乃是西北军主将 镇守边关 那是当之无愧的边关主持 皇帝怎么可能会派 沈一位埋伏封寒笑呢 可是 众人听刺客 语气十分坚定 竟似乎认准 凶手就是青龙 如果当真是青龙 带人埋伏了封寒笑 那么势必 与皇帝不无关系 沈一位 是皇帝的直属暗黑军团 朝廷各四衙门 都无权干涉 沈一位事务 如果没有上面的命令 青龙 只不过是沈一位谦户 绝不可能有胆量 勃害帝国上将军 并有人忍不住看向皇帝 还想 难不成是皇帝忌惮 当时封寒笑手握重兵 所以才会派人杀害 如果真如此 那皇帝真可为 昏饰透顶 鱼不可及 那是自回长城了 封寒笑在西北 虽然手握重兵 可是财政和物资攻击 都是依赖朝廷的 而且西北三道 当时也都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且不说封寒笑当时 只是控制边关驻军 就算真的被他控制西北 那时候帝国尚未崩塌 而且赤连殿 雷孤恒 鱼不屈三大上将军 都是效忠朝廷 而且京城有十几万屯卫军 各道更有畏锁军 封寒笑若是以图自立 简直是自取灭亡 反倒是 如果皇帝因为忌惮封寒笑 而派出神医卫 对封寒笑下手 那么西北军群龙无首 必然派系分裂 没有封寒笑 威震西北军固守边关 虎视眈眈的西凉人 自然是不可能错过机会 西凉南院大王萧天问 一直都是死死盯着秦国 没有封寒笑 他自然再无顾忌了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西北却是因为封寒笑的被害 而酿成巨货 皇帝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皇帝此时 却已经是皱着眉头 问道 你是说封寒笑被害 与神医卫有干系 他此言 自然是质问那名刺客了 众人听皇帝语气 都有些疑惑 皇帝这般问 倒似乎 青龙带领神医卫 埋伏封寒笑 堂堂的帝国皇帝 竟是一无所知 这让人更是疑惑 神医卫乃是皇帝的直属衙门 他们的所作所为 皇帝必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可是 如果连皇帝都不知道 那么事情 定然是大为其交了 有人历时便想 是否这名刺客危言耸听 在这里胡言乱语 封寒笑被害与神医卫 根本没有干系 也只有如此 才能解释连皇帝对此事 也是一无所知 可是 见得刺客在这种时候出现 而且语气肯定 如果神医卫与封寒笑被害 全无干系 那刺客就为何如此呢 一阵阵谜团 笼伤众人心头 刺客似乎对皇帝的反应 有些意外 反问道 莫非皇帝并不知道 是神医卫袭击了封寒笑 皇帝依然显得十分淡定 说道 朕虽然不清楚 但是现在 却想弄清楚 你既然如此肯定 封寒笑被神医卫所害 那么 自然对当年发生的事情 了若执掌 朕问你 你又是何人 为何对此事如此清楚 那刺客尚未说话 宣元少却已经沉生到 楚大人 到了现在 还有必要藏头陆尾吗 在场众人都是一惊 心想 宣元少原来已经认中了刺客了 其实 方才冯元珀已经叫了一声楚总督 只不过 当时刀兵相见 并无人听清楚 此时宣元少叫了一声楚大人 众人倒是听得一清二楚 只不过大清官吏成千上万 姓楚的官员 亦是多如牛毛 在场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白 这楚大人究竟是指谁 倒是太子 眉头一紧 似乎想到了什么 盯着那边 口中轻轻吐出了一个名字 楚婚 周婷距离太子极近 就在身边 太子声音虽然不大 周婷却是听得清楚 争了一下 那刺客听宣元少之言 却是笑出声来 说道 哈哈哈哈 宣元将军 果然是目光如去 竟然还能记得我楚欢 话一出口 殿中中人都是神色大变 太子身旁的流利 亦是显出诧异之色 随即柳眉促起 安逸总督元崇尚 礼不上出薛和安 那都是楚婚的老相识 文庭此言 也都是骤然变色 楚婚在西北 风生水起 先凭北山萧唤章 后面天山朱灵月 可说是明动天下 已是西北名副骑士的霸主了 谁也想不到 他竟然会以此种方法 出现在众人面前 有人更是想到 楚婚此时此刻 偷袭青龙月冷秋 那就等同如谋反 能够平定西北的一代人杰 竟然如此貌似 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冯元破和赤连殿 都是站在殿门边上 楚婚声音红亮 两人都是听得清楚 冯元破见得偷袭青龙的 果真是楚婚 眼中却是显出古怪之色 他先前困境之下 出言叫喊 说到底乃是想在困境之中 托楚婚下水 他知道楚婚混在孔雀台之中 孔雀台既然在殿中 楚婚自然也是在殿内了 只是没有想到 楚婚竟当真突然出现 而且此刻竟是扯出了风寒笑之死 皇帝却是微皱眉头 陈声道 你当真是楚婚 你既然到了何夕 为何要藏头鹿尾 巧妆打扮混入天宫 楚婚 你居心何在 楚婚朗声说 圣上 臣知道这般出现 惊扰圣驾 是在该死 不过今日之事 臣只能如此 既然圣上不知 风将军被害 与神医卫有关 那么今日 在这大殿之上 臣请圣上当殿审问 还风将军和十三太保 一个公道 公道 皇帝冷笑的说 楚婚 你可知道 污蔑神医卫 等同如污蔑阵 你说神医卫 谋害了风寒笑 可有证据在手中 即使神医卫 真的与此事有关 他们做事 一向小心谨慎 谋害帝国上将军 自然更是要极度保密 你楚婚 又是如何知晓 吏不上述林元芳 已经初恋说道 圣上 臣还记得 这位楚大人 出自云山府 风寒笑预览之时 他只是一切不意 句句不意 怎么可能知道 与风寒笑遇害有关的事情呢 宣元少却已经说 诸位都知道 楚婚是齐王殿下 从云山府提拔上来 他本是云山府的一名禁卫军部将 但是在成为云山禁卫军之前的履历 只怕诸位大人知道的不多 顿了顿才说 楚大人其实在成为禁卫军之前不久 才刚刚回到云山府 在此之前 楚大人消失了八年 这八年时间 履历上一片空白 按照楚大人自己的说法 是被人绑架 压迫为奴 后来找机会逃出来 楚大人 直到如今 你自然该承认 那只是你编造的谎言 楚婚一只手 顶在青龙的脖子上 并没有放松戒备 他知道 青龙不是普通的武者 此人乃是神音卫四大千虎之一 其武功实在是非同小可 而且心机极深 自己稍有疏忽 恐怕不但不能置敌 反倒要被他脱身 从而伤及自己 所以不敢有丝毫懈怠 直带青龙稍有异动 便即出狠手 而月冷秋 也能明显感觉到 楚婚的逼人杀气 那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灵力杀意 却是不敢轻举妄动 哦 楚婚抬手扯下面巾 露出一张脸孔来 只是脸孔上涂抹了东西 那是孔雀台之前的准备编排 楚婚虽然将外套退去了 楚婚虽然将外肠退去 但是脸上的彩绘 却没有时间处理 众人见到他脸上的彩绘 都有些惊讶 玄元绍却是一瞬间明白什么了 向孔雀台的金灵雀 谐腻了一眼 听得楚婚已经说 宣言将军看来对楚某的事情 十分了解 莫非一直在背后调查楚某 楚婚依系记得 当初西梁大王子摩合藏 出世大秦 在摩合藏被行刺的 那次夜宴之前 宣言绍就曾经出言试探过 宣言绍说 如果没有猜错 你应该就是那个 出卖了风寒笑和十三太宝的内鬼 你在十三太宝之中 应该叫做雪狼 众人又是一惊 楚婚出人意料出现 本就让众人大吃一惊了 此时宣言绍竟然说 楚婚乃是十三太宝中的一员 而且就是失踪的雪狼 殿中诸人更是感到匪夷所思 失恋殿和冯元破 也是吃惊不小 雪狼 楚婚轻叹道 这个名字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 宣言绍沉声道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出卖风寒笑和十三太宝 今日竟该出现在天宫 楚婚 不 我应该称呼你为雪狼 你这岂不是自寻死路 自寻死路 楚婚嘴角 泛起自戏谑的笑容 不错 今日确实有人要死 可未必是我 我说过 风将军和十三太宝的雪债 总会有人讨还的 有些事情可以欺人 却不可欺天 神医卫当年做的事情 总是要人出来 讨还雪债的 青龙却是冷笑地说 楚婚 你今日是来找神医卫讨还雪债 且不说 你有没有找对人 你觉得就凭你 也能掀起什么风浪不成吗 林元芳此时大声说 圣上 楚婚在西北独断专行 没有朝廷的旨意 却对北山和天山肆意用兵 此人的野心 朝人若即 今日既然自投罗王 就不能让他跑了 放火归山 后患无取 马洪急忙跟着说 不错 绝不能让楚婚跑了 他偷袭神医千户 那依然是造反 如此打逆不到之徒 必当要明正典型 以尽效尤 圣上 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雪花安忍不住说 楚婚为真中之 绝非打逆不到之辈 今日这般师太 必有缘故 还请圣上名剑啊 楚婚看向雪花安 嘴角泛起似笑容 当年他与雪花安 一同出世西凉 关系十分融洽 今日自己出手 可说是胆大包天 他知道 雪花安围观素来低调 小心谨慎 并不轻易得罪人 此时竟然能出来 为自己说两句话 那已经是极为难得了 黄历微沉吟才说 楚婚 玄元少所言可有虚假 你当真是当年消失不见的雪狼 你自称对当时的情况十分清楚 是因为你亲自经历过当时的事情 楚婚高声说 事已至此 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不错 我便是轩元将军口中所说的 雪狼 轩元少 眼角挑起 皇帝却已经皱眉说 朕记得 当年确实是 少了一具尸体 朕还派人找寻过 一直没有下落 楚婚 你既是雪狼 为何当时没有回到西北大营 为何一直隐匿行踪 甚至假冒成平民百姓出现在云山 难道真如轩元少所言 是你出卖了风寒笑 楚婚却是笑着说 如果我没有隐匿行踪 只怕风将军和十三太保的死 将永远被隐瞒下去 天下人只知道 他们是被西凉人所害 却不知其中另有蹊跷 风将军和十三太保 必将死不明目 楚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太子沉声问道 楚婚瞥了太子一眼 才说 既然神因为杀害风将军 又怎能留下漏网之鱼 青龙 恐怕这些年来 你们一直在暗中找寻我的行踪吧 青龙淡淡地说 楚婚 你果然是深藏不漏 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怀疑过你 在你的履历之中 你小十八年 本就是一个大大的漏洞 只是我们没有想到 你既是血狼 竟敢前往京城 哦 楚婚笑着说 你觉得我不敢去京城 那是为何 因为你们四处追杀我 所以觉得我一定不会自投罗网 神色一脸 双目生寒 你们为何要追杀我 无非是想将当年你们埋伏风卿军的事情隐瞒 你们担心 消失不见的血狼 发现了些端倪 所以你们当然要杀人灭口了 太子周北说 楚婚 风寒小之死 当正与神医卫有牵连 你究竟有何证据 楚婚说 太子 先前我就说过 我并非来求你们做主 我也不是为了证明神医卫有罪 正如圣上所言 神医卫做事干脆利落 十分干净 想要拿到他们的证据 绝为意识 我今日只想知道 究竟是谁 指使神医卫在长天谷埋伏 楚婚 你真是亲友自理 李远芳大声说 你拿不出任何证据 就在这里信口词谎 便是执政平民百姓犯罪 要拿出证据 如今在这里说 是神医卫害了风寒笑 却拿不出证据 那就是在这里血口喷人 一通污蔑 向皇帝拱手说 圣上 臣请立刻拿下楚婚 藏众伐落 皇帝并没有理会林元芳 只是问道 楚婚 你难道不怕死 偷袭神医卫 等若谋反 朕随时可以处决你 楚婚笑着说 实不相瞒 我已经是死过好几次的人了 既然敢出手 也就没有想过生死了 当年我答应过他们 一定要找出幕后真凶 今日既然见到了仇人 自然不会再隐忍下去了 你说的仇人 自然是青龙 皇帝皱眉说 朕问你 你既然是雪狼 风寒笑悲害之前 你自然是在他身边了 楚婚点头说 正是 那次风将军 听闻官外有西凉骑兵出没 所以亲自带领我们十三人 出官打探 秘密出官 且慢 太子忽然说 楚婚 你说当中风寒笑 是听说官外有西凉骑兵出没 所以带你们出官打探 正是 西北军当时 是否在官外派有赤猴 太子盯着楚婚问道 楚婚说 官外却是派有赤猴 在官外五十里之内巡查 他们的职责 只是需要打探官外的情况 即使发现西凉骑兵和马匪 也不可主动攻击 只需要回营 禀报即可 正因为赤猴发现 官外有西凉骑兵的迹象 所以风将军 才会亲自带人马出官打探 本宫很奇怪 风寒笑堂堂西北军大将 为何要亲自出官呢 太子周梅说 既然赤猴都已经打探出 官外有西凉骑兵活动 他却为何还要出官冒险呢 楚欢说 风将军虽然没有说缘由 但是据我猜测 风将军是想亲眼看一看 是否真的有西凉骑兵 在官外游异 在此前数年 西凉人虽然时常祸害边关 但却都是半做马匪出没 并没有光明正大的 以西凉骑兵的面貌出现 可是那次赤猴发现 在官外游异的 乃是正规的西凉兵 太子微微喊手 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在官外出现了正规的西凉骑兵 与之间不同 风寒笑觉得事情可疑 才亲自率人出官打探的 楚欢正次说 现在世人都以为 风将军只有那一次请起出官 其实在此之前 风将军多次乔装打扮出官 勘测官外的地形 顿了顿继续说 从燕门关到金古兰大沙漠之中 有近百里的戈壁地带 地形起伏不定 而且都有深谷地带 风将军就曾经说过 西凉人就算一时半会儿 不会对中原运兵 但是随着他们的实力壮大 大京和西凉一战在所难免 而燕门关 定然是交战的集中地 众人听主官这样说 禁不住都想起了风寒笑 风寒笑早就遇见 秦国和西凉少不得一战 看来其目光十分长远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 西凉攻打秦国 看似原因是风寒笑遇害 但是追其原由 还是因为秦国国立日衰 被西凉人抓住了机会 就算风寒笑活着 三五年甚至十年 都不会发生战争 但是终有一日 西凉人迟早 还是要打过来 楚欢述说着往事 风将军说过 与其将第一道防线 布置在燕门关 还不如将防线向前推进 燕门关虽然坚固 但是死守燕门关 就已经处于被动了 其两人不来则疑 一旦来了 别人会准备充足的人力和物力 燕门关也未必能够撑得住 风将军说过 这天下没有任何关爱 是攻不破的 众人都是忍不住点头 燕门关当初被称为 天下第一雄关 在此之前 谁都以为是阻挡北方来敌的 一道不可逾越的天谦 可是最终还是被西凉铁骑踏破了 你是说 风哈孝当初想将防线 推进到戈壁地带 太子问 楚欢点头说 正是如此 戈壁地带有许多社福之处 还有许多地方可以建造据点 风将军说 如果有足够的银钱 足够可以在燕门关外的戈壁 建造据点屏障 为此他多次乔装打扮出关 看测地形地貌 决定建筑据点的位置 他说 等到看测完成 画出详细的地图 就可以向朝廷上见此事了 皇帝文言 脸上显著感慨之色 叹道 昂寒笑 宫中替国 为国谋事 祁悦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所以 当风将军知道 戈壁出现西凉油漆兵 便领着我们主管打探 这对将军来说 并不算新鲜的事情 也并非大家头一次 请起楚官 楚官缓缓地说 而且不出意外 我们十三人 足以保证风将军来去自如 安然无恙 太子皱眉说 可是 偏偏那一次 你们出了意外 不错 楚官说 我们随着将军在关外巡查 一直没有发现 西凉油漆兵的动静 等靠近长天谷一带的时候 忽然发现了 西凉油漆兵的踪迹 他们不过五六人 似乎是与我们突然相遇 见到我们 他们立刻掉头就跑 太子皱眉说 这是诱敌之计 太子现在知道 是诱敌之计 并不奇怪 楚官说 但是当时 没有人想到 那会是诱敌之计 只因为我们出关 使将军突然起义 将军做事 素来都是雷厉风行 我们得到命令之后 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便立刻出发了 根本没有时间做准备 连我们都没有时间做准备 其他人更不可能知道 这次行动了 而且将军出关 素来都是保持隐秘 西凉人除非有 未不先知之术 否则绝不可能知道 我们出关 更不可能使用什么 诱敌之术 引诱我们进入陷阱 可事实上 他们确实是未不先知 也确实将你们 引入了陷阱 太子若有所思 他的眉头紧皱 自然是察觉到 此事中间的蹊跷之处了 那就是说 你们那次出关 他们确确实实 对你们的行踪 十分清楚 而且精心设下了陷阱 且慢 周庭忽然说 楚欢 你先前说是神医卫 埋伏了封将军和十三太保 可是现在又说 是西凉游骑兵 引你们进入圈套 莫非你不觉得 这前后大有矛盾吗 其他人都是点头 都觉得周庭所言大有道理 楚欢刚刚明明说是 神医卫埋伏了封寒笑 现如今却又说是西凉游骑兵 引诱他们进入圈套 这前后大有矛盾 楚欢却是淡定自若 嘴角泛起似冷笑 说道 周大言不必着急 我们见到西凉游骑兵 自然是要周拿舌头 审讯真相 而且我们当时确实没有想到 行踪已经被他们所知 所以没有提防他们是诱敌之急 等到我们追到长天谷的时候 他的目光陡然间冷立异常 就在长天谷处 我们中了埋伏 在那里埋伏了不下三百名西凉兵 楚欢出人意料的出现 更是提起了当年封寒笑被害之谜 电影中上下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住了 冯元破阴谋造反之时 此刻倒是被冷淡在了一旁了 只是宣元绍的长弓自始至终没有放下 虽然见识此时是对着楚欢这边的 但是冯元破先前已经见识了宣元绍那一剑的厉害了 知道自己如果当真轻举妄动 宣元绍只怕真的要射杀自己了 先前宣元绍算是手下留情 可是保不准下次就是一剑穿猴了 倒是跟随冯元破的那杆刺客 现前在冯元破的号令之下本是要袭击皇帝 被宣绍射杀数人之后不敢上前 却不敢后退散在经典之下 三百西凉兵 太子抬手庆服胡须 你们十四个人面对三百西凉兵 自然是身险重围了 楚欢神清冷峻缓缓缓地说 这三百西凉兵不但都是精条细选的西凉汉族 而且在其中混入了不少高手 皇帝还缓缓地说 西凉人既然埋伏你们 福须人自然使精寻准备 伏击之人自然也都是从西凉国内精挑细选之人 朕知道西凉的大轮台招揽了众多高手 只怕其中就有大轮台的人混入其中 在场中人没有几人知道大轮台是什么意思 楚欢心中却是想 原来皇帝也知道西凉大轮台 不过这也并非什么歧视 毕竟神医卫的消息灵通 西凉和高丽乃是大秦的两大威胁 虽然与西凉相距甚远 但是神医卫打听到西凉大轮台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楚欢说 我并不知道其中是否有大轮台的高手 但是我们在长天谷一番厮杀 虽然杀地无数 可是我们这边也是损失惨重 这帮人利用暗器弓箭 射伤了我们的马匹 防止我们撤离 我们想要派人向关内求救 也已经来不及了 楚欢虽然没有说起 当时厮杀的具体场景 但是在场众人 却都能想到当时的惨烈 十四人历历数百人 而且都是西凉挑选出来的高手 也难怪最终十三太保全军覆没了 封将军知道 大势已去 自然不甘心被西凉人索勤 楚官双眸之中 已经带着赤红之色 当时我们已经退到长田谷牙 前面是西凉兵 后面就是悬崖 封将军在我们面前 调下了悬崖 说到这里 楚欢声音已经哽咽了 殿内一片肃然 封寒笑征战半生 为秦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他一生征战无数 从血于火中走出 可是最终却死在西凉人的埋伏之中 实在让人扼腕痛惜 太子长叹一声 说道 你们见得封将军 跳崖自尽 自然也没有求生之年 所以在长田谷 后来发现了上百具西凉兵的尸首 十三太宝的尸体 也几乎都是在悬崖之下发现的 林元芳大声说 楚欢 你还没有说清楚 这尸镜与谁一位有何干系 本官听到现在 只听到西凉人围杀你们 并无谁一位的事情 既然当时十三太宝都跳崖 追随封将军而去了 你是十三太宝的血狼 为何又能活下来呢 马红也上前一步 他与楚欢倒是老熟人了 两人曾经在户部倒是相处过一段时间 只是矛盾不小 今日有机会 马红自然少不都要落井下石了 薛远将军方才输过 血狼踪迹全母 而封将军他们的踪迹被西凉人发现 这中间大有蹊跷 必然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抬手指着楚欢 厉声道 楚欢 你老实坦白 是不是你勾结西凉人 为了贪图富贵 所以出败了封将军和仲太宝 薛远安此时忍不住说 马布团 方才你听说了 封将军带领十三太宝出关 是临时起义 就连十三太宝也是突然得到军令 我倒要问问马布团 就算楚欢当时知道消息之后 想要出卖封将军又如何能做到 难道让他飞出关外 向西凉人通风报信之后再返回 然后再随动封将军出关 这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嘛 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众人都是微微汗手 便是皇帝 也是皱起眉头 他那看似浑浊的双眸 此时却是暗戴绿色 一只手轻抚白须 似乎在深思什么 马红却是立刻问道 学不当 那么我也要问问了 西凉人难道真的未不先知 在关外设下埋伏 而且还派出游骑兵 故意引诱封将军他们进入陷阱 长天谷的陷阱 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是精心不虚 对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必然花费一番时间 否则也不至于挑选出 金汉勇士埋伏了 他自己也禁不着学糊涂 就算从西凉人挑选人手 穿过大沙漠到的燕门戈壁 那也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做到 难道 难道西凉人 竟然在封将军出关前许久 就已经算准了封将军会出关 太子若有所思 终于说 这样说来未必是有人出卖 或许有另外一种可能 众人历史都看向太子 皇帝已经淡淡问道 太子说的是什么可能 长天谷一战 风寒笑或许是临时起义出关 但是西凉人却绝非临时起义埋伏 太子正色说 西凉人一日对我搭起虎视眈眈 但是风寒笑镇守燕门 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他们密谋刺杀风寒笑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皇帝抚恤问道 太子是说 西凉人在燕门关外的陷阱 不是因为知道风寒笑要出关才设下 而是率先设下做好准备 再想办法又风寒笑出关 太子点头说 嗯 父皇说的极是 儿臣正是这样认为的 西凉派驻精锐到的燕门关外 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了刺杀风寒笑 而长天谷是他们选定好的位置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引诱风寒笑前往长天谷 儿臣以为风寒笑之前数次出关 虽然很隐秘 但却未必没有人知道 或许他几次清洗出关的事情 已经被西凉人打探得知了 西凉人知道风寒笑有过这样的举动 便精心设计 他们故意让游骑兵在关外出没 让赤猴看见 而后赤猴回报风寒笑 那么风寒笑就有可能出关亲自打探了 周婷拱手说 圣上太子殿下的推测大有道理 他们诱杀风寒笑本就不可能有实权的把握 只要有一丝机会 他们都会尽力去做 虽然游骑兵在关外出现 未必能引出风寒笑 但却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事实证明风寒笑确实是因为游骑兵的出现 才会出关 也才中了他们的奸计 如此一来 也就不存在内奸出卖一说了 皇帝看向楚婚 说道 楚婚 太子所言 你可听见 楚婚唇边 反其思冷笑 说道 如果不是另有怪事 太子的解释 倒也有些道理 哦 太子奇怪地说 什么怪事 楚婚微沉吟 才缓缓地说 你们自然知道 风将军虽然是带兵的武将 却是读过书的人 书读兵法 而且闲暇之时 还喜欢提好书法 皇帝却是说 嗯 朕当年对他说过 打天下靠武功 治天下靠文治 想来 他也不会忘记 风将军并没有忘记 楚婚说 只是在长天谷 事发之前的几日 风将军都是很晚在入睡 我们虽然觉得奇怪 却不敢多问 有一天晚上 我见将军帐内 灯火依然亮着 所以想去劝述将军 早些歇息 保重身体 可是在帐外求见 却没有将军的声音 我入帐之后 才发现将军不在帐内 但是在书桌上 却有将军刚刚写下的一幅字 那幅字 只有两个字 哪两个字 皇帝立刻问道 主婚一字一句地说 隐杀 隐杀 众人面面相觑 太子已经问道 那是什么意思 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直到后来 我才明白其中意思 主婚缓缓地说 当日长天古一战 风将军跳崖之后 我和二哥 五哥 被逼到悬崖边上 顿了顿才说 二哥寒心 五哥长臂 青龙 你应该都记得 青龙月冷秋 只是冷冷一笑 并不说话 主官扫尸四周 终是淡淡地说 你们都问我是如何活下来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能够活下来 便是两位兄长所赐 本来 我已经抱定了 闭死之心了 要与将军和众兄长 同生共死 可是 跳下悬崖那一刻 二哥弟声嘱咐我 如果我们能活下去 一定要找到幕后真凶 幕后真凶 太子立刻问道 难道寒心当时 就已经知道 那次事故定有蹊跷 主官点头说 正是 我当时并不明白 追问二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哥只是说了 神一卫三个字 而且当时我分明看到 他死死盯着 西凉兵种中的一人 那人虽然在人群后方 但是十分特别 大多数西凉兵 都是光明正大 可是偏偏在人群之中 也有四五人 虽然身着西凉甲州 可是 他们却都用铁罩 蒙着面容 已经有人立刻明白了 二太宝 韩兴很有可能 瞧出了那些铁面人 就是神一卫了 你是说 韩兴认出那些铁面人 是神一卫 皇帝的声音 变得森然起来 主官说 主官说 二哥当时并没有明说 但是他对我说到神一卫三字的时候 正是瞧着那几个铁面人 一双眼睛如同万年寒冰 冷冷盯着青龙的侧面 青龙 你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青龙月冷秋 发出奇怪的笑声 说道 你说本千户就在其中 本千户就在其中 莫非当时 你亲眼看到本千户的容貌 主官摇头说 那倒没有 其实当时 我尚没有明白二哥的意思 他突然提到神一卫 我甚至当时都没有想过 神一卫就混在西凉兵之中 此刻不少人的神情 显得异常的严峻 皇帝和太子的眉头 都是锁住 太子神情固然凝重 皇帝的神色看起来 也是十分阴寒 大殿之内 气氛异常的凝重 当时 二哥对我和五哥说 兄弟一场 咱们同生共死 既然已经没有退路 就一起跳下悬崖 黑洞将军 于九泉之下 主官声音低沉 我自然不会犹豫 那时我三人 都已经受了重伤 面对上百西凉好手 已经是无力回天 想要突围 那还是不可能的 轻笑一声 可是 就算当时真的能够突围 我们也不会突围出去 众人都是看向楚欢 并不插话 楚欢正在缓缓地说 只是 我没有想到 当时二哥和五哥 已经有了主意 却是将我瞒住 我三人同时 跳下悬崖之后 身在半空之中 我本以为必死无疑了 可是却瞧见 二哥竟然突然出手 他的兵器 但是锁字链 脸都打进了崖壁之中 而五哥被称为快手 出手的速度 居非常任能比 前军一发之师 竟是在半空之中 一掌打在我的背上 他因此而身体迅速下坠 落入了悬崖 可我 却因为那一掌 被推到悬崖之处 二哥 已经将那锁字链 丢给我 只说了一句 活下去 也落下了 悬崖壁之下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是楚欢此时的眼圈 毕竟湿润 眼内更是如同冲血般 赤红可怖 听闻楚欢所言 太子说 据说 长天古牙 高达数百米 落入悬崖 便是粉身碎骨 原来 你是因此而死里逃生的 锁字链 锁字链当时 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二哥 本来可以活下去 但是却将性命 留给了我 楚欢缓缓地说 我当时就想放开锁字链 可是二哥 让我活下来 而且我知道 二哥一定是不甘心 他让我活下来 也绝不是让我苟且投生 皇帝抚须说 韩星让你活起来 是为了查出真相 楚欢点头说 嗯 正是如此 当时我身受重伤 体力依然耗尽了 根本无法从牙臂爬上去 长天谷的牙臂凹凸不平 而且牙臂之上 还有许多风化出来的凹洞 我好不容易 在牙臂找到了一个 可以容我其身之所 我很清楚 敌人不可能就此离去 他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 确保我们全都死了 才会安心 如果发现 血压之下少了一具尸体 必然会四处找寻 我当时 若是被发现 万万是不能活起来的 也难怪事后 你真没能找寻到你的踪迹 太子说 原来你就躲在牙臂之上 自然没有人会想到 你落牙之后 会发生那一幕了 也就没人想到 你已经是躲在牙臂的石洞之内 那后来又如何 好在我们身上 一直带有伤药 我在壁洞之内处理了伤口 只是当时体力 根本无法恢复过来 既不能上去 也不能下去 就只能待在牙臂之中了 楚欢目光坚毅 也正因如此 我倒是瞧见了 那些西凉兵 到山崖之下去检查 而且看到他们四处找寻 那自然是为了找寻 失踪的尸首了 那么 关内援兵抵达之后 你还在牙臂之中 太子问 楚欢点头说 正是 关内援兵 那的速度并不慢 其两人显然也是担心 关内援兵随时会到 所以 并没有耽搁太长时间 甚至连尸体 都来不及带走 便急匆匆地撤离了 关内援兵抵达之后 我也曾想过求救 可是 忽然想到二哥临终前的话 那时候 我便想到了 二哥提到神医卫 那么 是否那次刺杀 有神医卫的影子在其中呢 如果神医卫果真 卷入此事之中 我便万万不能露面 否则 就等着是自投罗网 也就是说 即使是在那个时候 你也无法确定 神医卫参与其中 太子问道 那么你现在 为何有如此肯定 神医卫在其中 还有风寒笑 他写下了隐杀二字 这两个字 又蕴藏着什么意思 你现今 是否明白 从长天谷脱身之后 我便摘下了太保鬼面具 当初 一直以鬼面具使人 无人知道我们本来面貌 只要摘下面具 就等着是改头换面 不必在桥上打扮了 主官冷笑地说 没了隐藏行踪 我甚至没有经过西谷关入关 留下痕迹 而是翻过了北岭 直接进入了安逸道 途径太远 返回了云山府 宣元少终于说 我明白了 你本是云山的一届草民 可是却突然失踪了八年 八年后 才重新翻过云山府 当时许多人都以为 你死了 原来那八年 你是去了西北 成为了西北 风寒笑手下的 十三太保之一 他目光如电 微沉隐 才说 不错 风寒笑 你正是在你 从云山失踪一年多后 才组建了十三太保 只是 我倒不明白 你只是一介乡民 却如何能够 让风寒笑看重 你又是如何认识 风寒笑的 楚欢淡淡地说 我一切平民 自然是不能高攀了 只是这世间 总还有缘分存在 顿了顿才说 将军 救了我一条命 楚欢清楚记得 他前世死亡之后 灵魂穿越时空 恰恰附身在 现如今 这名叫做 楚欢的躯体上 而当时 楚欢的躯体 却是经受过重创 灵魂虽然附在躯体上 可是躯体受了重伤 如果不能及时救治 只能在刚刚 穿越之后 再死一次 灵魂穿越 不但让楚欢拥有前世的记忆 也存留了躯体的记忆 而躯体的记忆 让他当时就知道 躯体的主人的运气 实在太糟了 竟然遇上了两个泼皮 而且起了争执 两个泼皮 对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躯体被打得奄奄一息 被弃在了荒郊野外 楚欢虽然是灵魂穿越 但是一个奄奄一息的身体 让他根本无能为力 本来帝母等死 可是上天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帝国的上将军封寒孝 竟然从那里经过 出手救下了濒死的楚欢 当时楚欢已经口不能言 封寒孝却是将他一起带到了西北 从此以后 楚欢就成了封寒孝身边的近卫 大殿之上 众人互相瞧瞧 林元芳忍不住问道 也就是说 封寒孝救下你之后暗中训练 将你和其他十二人 训练成了十三太保 那么其他人 是否也都和你一样 是封寒孝自己单独找寻过来 然后加以训练呢 其实封寒孝的十三太保 一直都是一个谜 就似乎一夜之间 封寒孝身边忽然多出了铁面黑袍弯刀长弓的十三太保 至若这些人出自何处 如何聚集到封寒孝身边 一直都是一个谜团 人们只知道这十三太保 日夜护卫在封寒孝身边 乃是封寒孝的贴身近卫 而且战力惊人 与赤连殿的辽东三十六旗齐名 只是赤连殿的辽东三十六旗 人们还能知道根源 那都是跟随赤连殿出生入死多年 赤连殿从中挑选出来 在成为三十六旗近卫之前 这些人就已经是赤连殿身边的勇士了 此时林元坊这般问 倒说不少人想听楚欢 许说十三太保从何而来 熟知 楚欢只是冷冷一笑 说道 林大人 这些不是你该问的 林元坊一争 有些恼怒 还要说话 皇帝却是抬手 林元坊顿是不敢说话了 皇帝这才说 冯寒孝当初就你一命 你跟随冯寒孝成了他的近卫 长天古一战 冯寒孝和其他十二太保全都覆没 仅生你一人死里逃生 所以你回到家乡 想要赞避风头 机缘巧合 迎人去了云山 你与迎人相识 更是借助他到了京城 你到京城的目的 一开始自然不是为了加官禁绝 而是为了在京城 追查长天古之战的幕后真相 楚欢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有迎人做保护伞可以很好地掩饰你的身份 云山的时候你当然也是存了故意亲近迎人之心了 甚至那时候你就打算 利用迎人做保护伞前往京城 皇帝盯着楚欢 目光炯炯 而你最终达成自己的目的 在迎人的举荐下得逞所愿 楚欢笑着说 齐王殿下对我恩惠有加 他的恩惠我不会忘记 声上几书我想利用齐王进京 不管怎样说 最后的事实确实是 因为齐王我才能顺利进京 顿了顿才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本想等上两三年 风头小一些再进京调查 只是没有想到齐王殿下出现 让我能够顺利进京 你出世西凉 平定安逸 立功不少 这当然也是为了能够多见功劳 能得到朕的器重 朕对你越是重用 你就越有机会 接触到一些 你本无法接触到的人和事 对你追查长天谷之战的真相 更为有利 皇帝缓缓地说 你步步算计 一直都不是真心为朕办事 而是另有机心 楚欢说 将军对我有恩 我与其他弟兄宛如手足 他们惨死长天谷 只要我还有一丝血性 就不能不为他们的血仇 讨回公道 他仰头望着殿上的皇帝 朗声说 功名利落 荣华富贵 在我看来不值一千 此生 如果不能为他们报的血仇 我也往来人世走这一早 冯元破却竟大声说 楚大人有情有义 风谋钦佩万分 如此血仇 怎可不报 望着金殿上的皇帝 冷笑地说 风将军坐着西北 手握重兵 自然是招人忌惮了 有人想将之除雪 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冯某今次出手 平心而言 就是为势所迫 他邪逆了赤连殿眼 陈声道 冯某坐着何夕 手下比马众多 银元自然也是一直想废掉我冯家 此时我当然有所觉察 今日之事实也证明 银元对我冯家 一直心怀不轨 设下如此圈套 便是为了除掉我 所以我只能铤而走险 放手一搏 众人见冯元破 沉寂半日 又突然开口 知道此人必是不安好心 果听的 冯元破继续说 楚大人 既然你确定 冯将军之死 与神医卫有干系 那么幕后指使 也就不问自知了 他盯着皇帝 神医卫 只听从迎元的命令 青龙便算胆大包天 也不敢背着迎元 擅自刺杀帝国上将军 说到底 长天古一战 就是迎元下职 令神医卫 为封将军布下的陷阱 诶 长叹医生说道 吐子湖碑啊 楚大人 封某对封将军 一直也是敬佩尤家 他半生艰辛 功勋卓著 出生如死 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 可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 冯某也是心寒不已 今日 冯某自当于楚大人 共进退 携手出尖 皇帝的嘴角 泛起似冷笑 眼中划过不屑之色 诸人自然也知道 冯元破如今 是进退两难 可说是满盘结束了 对冯元破来说 现在最紧要的事情 便是能够逃出这天道殿 可是宣元绍威势在此 冯元破不敢轻举妄动 冯元破满口虚言 自然是想与楚官联手 寻得逃出天道殿的生机 冯元破此时 却又看向了赤连殿 沉声道 殿帅 明人不说暗话 冯某设局 确实是想借这次机会 除掉你 你英雄该是 温涛武略 手下都是擎兵猛将 对冯某来说 就如同水踏之旁 我里头猛虎 我怎能不拒啊 赤连殿淡淡的说 你心怀不沉 自然对本帅心存惊惧 若是忠义魏国 又何须惧怕本帅 冯元破却是长声笑着说 殿帅啊 事到如今 又何为说出这种冠冕堂皇之语啊 殿帅心里其实也已经清楚 就算冯某失利 你殿帅君子 也未必能活着走出天道殿 哦 赤连殿神情冷峻 冷冷瞧着冯元破 冯元破朗声说 殿帅 莫非觉得 英雄今次会放过你 你手握撩动铁骑 代价十数万 如今这秦国 比英雄折腾得四分五裂 天下大乱 就算你没有谋逆之心 此人也绝不会放过你 封寒笑便是前者之鉴 事到如今 你若还心存侥幸 那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赤连殿依然很是镇定 冷笑地说 你阴谋败露 无路可逃 难道还要在圣上面前 污蔑本帅 还要挑拨圣上与本帅的关系 挑拨 松言破哈哈笑道 殿帅 方才对我动手 以你的武功 也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 可是你却一直后退到殿门 殿帅难道不是令我所读 赤连殿眼角抽搐 立声道 你说什么 殿帅难道不是发现事情不对 想找机会逃离天道殿吗 冯元破目光灼灼 否则 牛为何阳装不敌 退到殿门呢 赤连殿双眸深寒 殿帅 如今的形势 你我和楚总督都是近况相同 风元破缓缓地说 我本想除掉魂军 但是功亏一篑 他是放不过我的 你手握重兵 银元对你心存记忆的 你想离开天道天 也是痴心妄想 看向楚欢 风寒笑是被神医院所害 这幕后主使当然就是银元了 楚大人既是十三太保的血狼 而且还存着为风寒笑抱出血恨之心 银元自然也不会放过楚大人了 如果到了这种时候 我们三人还要各自围战 那么一个也别想走出天道殿 可是我三人联手 银元也未必能奈我们何 他当着皇帝之面毫不计言 而且将其中厉害 也是一针见血的到来 周庭等人都是畏畏变色 他们心里自然清楚 风元破所言 固然是想在绝境之中求得生机 可是其言在当前形势下 也确实是事实 有人先前还不大明白 此时听风元破之言 便也发现 赤连殿只怕真的心存他念 故意退到殿门前 恐怕当真是为了找寻机会 逃出殿道殿 风元破话已说完 本来退到两边的四名神医卫 立时警觉起来 往前靠了靠 逼近殿门 殿中其他神医卫 也都是全神戒备起来 皇帝目光阴寒 声音低沉 风元破 看来你真的是像株林九族 风元破冷笑地说 嘿嘿嘿 以心机深沉 风寒孝未建立大秦 立下汉马功劳 你连他都不放过 难道还能放过我们 既然横鼠都是死 我们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了 皇帝 皇帝邪逆了楚欢一言 说道 楚欢 真只问你 长天谷一战 如你所说 你并没有亲眼瞧见月冷秋的面容 此番有缘和如此肯定 月冷秋当时在场 我先前说过 二哥跳下悬崖之前 在西凉冰内发现了一群戴着面具之人 主欢缓缓地说 当时我并没有太过在意 但是中间一人或许是心虚 闪躲了一下 我也是瞧见了那人的身形 他的轻功很是了得 而且身形 我也是记得十分清楚 双眸钉在青龙的侧脸上 你 反正长生道徒 混迹人群之中 我第一眼瞧见你的背影 就有熟悉之感 却还不敢确定 哦 青龙面不改色 依然是气沉如水 楚欢继续说 直到先前 你从大殿离去 那闪动的身法和动作 与我当初所见一模一样 你的身形深刻我脑中 也直到先前那一刻 我才终于明白 二哥当初的那句话 哦 虽然二哥当初提到沈英伟 我也一直怀疑 沈英伟与长天古一战有牵连 可是一直不曾确定 楚欢缓缓地说 我倒是想过 如果有机会进入白楼 查阅白楼档案 或许能够找出 长天古之战的真相 只是 没等我找到白楼 却先找到了你 我今日才决定 当年那场血案 不但与沈英伟有牵连 而且 还是你青龙千虎 亲自带人 设下了陷阱 周庭等人心中 各有疑问 但是 沈英伟属于皇帝 直接同管的暗黑衙门 便是朝廷重臣 也不得对 沈英伟指手画脚 更不得有任何的干涉 所以事关沈英伟 周庭等人 却不敢多说 青龙只是冷笑 并不说话 皇帝的神色 却是变得阴沉起来 似乎在想着什么 片刻之后 终于说 月冷秋 楚欢所言 是否属实 你等当真与西两人 勾结在一起 刺杀了风寒笑 皇帝这般说 众人又是一惊 毫无疑问 皇帝这样说 显然是 对长天谷续案的真相 并不清楚 并不知晓 青龙率领 沈英伟与西两人 一起刺杀风寒笑 太子的眉头 也是一紧 看了皇帝一眼 见皇帝神色冷峻 感觉皇帝 并不是在故弄玄虚 心下意识骇然 暗想 如果连皇帝都不知道 长天谷续案的真相 那么沈英伟 又是如何卷入到 长天谷续案之中呢 没有皇帝的准许 沈英伟又怎敢擅自行动呢 青龙听得皇帝质询 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犹豫了一下 终是说 圣上 臣不敢欺君 只是 顿了顿 终是坚定地说 长天谷一战 臣当时 去世在场 青龙当众承认 众人又是一争 皇帝的声音 已经冷立起来 如此说来 封寒笑是你一代人所杀 他身体畏畏前倾 苍老的脸上显得阴沉刻步 朕并无听你向朕禀报 朕也并无这般执意 你是瞒着朕 诱杀封寒笑 青龙说 圣上 朕罪该万死 你是罪该万死 皇帝冷声说 你与封寒笑并无仇怨 也无朕的执意 当然不是奉旨杀他 更不是因为私人恩怨 朕问你 长天谷之战 你当真是与西凉人在一起 青龙朗声说 圣上 臣虽然有罪 但是 臣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尽忠圣上 圣上若要降罪 臣甘愿受死 为朕尽忠 皇帝淡淡地说 与西两人勾结 背着朕 诱杀帝国上将军 这就是你对朕尽忠 青龙并无回答 斜眼看了楚欢一眼 淡淡地说 楚欢 你本不该活下来 你可知道 你活下来 已经是坏了大事 哦 楚欢冷笑地说 是因为 你的肩膜败露 事到如今 究竟是谁在 背后指使你这样做 莫非 你还不想招任 青龙闭上眼睛 沉默片刻 忽然斜眼 看向远处的家楼罗王 双眸寒光闪闪 终是说 楚欢 我的性命 不值一提 为圣上尽忠 我便是被随时万段 也心甘情愿 可是 欲言又止 终是没有多说 向皇帝恭敬地说 圣上 臣不敢辩驳 请圣上 恕臣有苦衷 不能向圣上 禀明实情 欺君致罪 万死不能恕 臣早就准备 等到大事一聊 便即以此 向圣上写罪 既然事已至此 臣大罪在身 不敢苟活 眼中寒光陡险 历声道 楚欢 你要动手 别急动手 不必犹豫 没等楚欢动作 竟已经是 一手成爪 陡然间往楚欢的胸口 抓了过去 青龙陡然出手 倒让楚欢 颇有些吃惊 只是 楚欢并没有犹豫 青龙在他的控制之下 此时出手 等着自寻死路 青龙抬手之际 楚欢手刀 已经顺着青龙的脖子 横里滑过去了 他手中 虽然没有任何兵器 但是积了刀法 配上龙象劲气 威力实在是 非同小可 青龙便觉得 从脖子 到整个右肩头的经脉 有一种 撕心裂肺的疼痛感 饶使他意志坚韧 可是这种疼痛感 简直深入骨髓之中 便是他 也难以承受 论其武功 楚欢并不在青龙之上 绝不会相聚太大 只是此番 楚欢早已经掌握了先机 四大千虎 青龙如鬼 固然是因为 他在神音位负责行讯 手段宛若厉鬼 更因为他轻功了得 身法飘忽 速度奇怪 普天之下 在速度之上 胜过青龙月冷秋的高手 并不在多数 可是楚欢系列龙象精 速度早已经是超出常人 身法之灵巧 出手之迅速 并不在青龙之下 极乐刀法施展开来 青龙便感觉 自己的右臂 似乎在瞬间失去了知觉 心下惊骇之际 楚欢的掌道 再次往他咽喉处寄来了 青龙不愧是神医前护 被楚欢废去右臂了 左臂却在电光火石之间抬起 手中竟是多出一把 寒光闪闪的匕首 照着楚欢的极乐刀就迎了过去 青龙已经知道 楚欢虽然手无利刃 但是那一双手 却比利刃还要锋利 他此刻已经不敢 以手掌相拼了 只能以利刃相搏 神医卫对敌 从来不讲什么单打独斗 殿内有诸多神医卫 先前青龙被主观控制 众神医卫不敢轻举妄动 此刻青龙舍了一条手臂 从楚欢手下脱身 第二场庶名神医卫再不犹豫 早已经纷纷冲上前来 要合围拿下楚欢 众人瞧见一名神医校尾 飞身而起 腾空向楚欢就扑过去了 却见得那神医校尾身在半空 本是进风犀利 却陡然之间 如同一块石头般 重重地落了下去 那神医校尾摔落得极为突然 就宛若天上一只飞略的老鹰 陡然重剑落地 但是谁也没有瞧见 那神医校尾究竟被谁所伤呢 叶变在此时 本来站在金点之下 筋腿两瞻的河系刺客们 忽然间没有树人 软绵绵地栽倒下去了 皇帝眼中顿时显出寒意 太子等人神色未变 这些人倒下去之前 并无任何征兆 眼瞧见那些刺客 竟是一个接着一个 纷纷倒地 太子正吃惊见的 却感觉尖头一重 急忙扭头去看 却见站在自己身色的流里 一只手撑在自己的尖头 另一只手则是打在额头 那张美丽的脸庞 此时竟是颇为苍白 恶奴的身姿 竟是微微摇晃 太子心惊正要说话 尚未开口 却觉得一阵深入骨髓的疲劳之感 瞬间涌上来 让人感到困倦无比 两只眼皮子 已经微微搭了下去了 此时太子已经知道 事情不妙了 听到身后传来声音 勉强回头看过去 只是见到站在自己边上 不远的诸多官员 已经有不少摔倒下去了 周庭 雪和安 林元芳等人 都是坐倒在地上 园中上 梅金柱人则是摇摇晃晃 如同喝醉了酒一般 随即也都尾顿 软倒下去了 大家小心 宣元芳立刻一声 店内有毒 宣元芳见多识广 乔建店中众人 不分敌我 都是转倒下去了 你一时就知道 事情有变 乔建众人的形态和脸色 第一反应便是 有人在店内放毒 青龙本来和楚宽 殊死相搏 乔建店内众人 一个接一个倒下 两人都是同时后退 青龙又比经脉被切断 疼痛钻心 此时就感到身上的力气 正在迅速消失 他是秦国第一暗黑军团的前护 自然也已经察觉到 事情不对劲了 刘立此时 也已经软绵绵的贪左下去 控制加罗罗王的两名神医校尉 此刻也都是气力全销 软倒下去了 反倒是加罗罗王 身心微微摇晃 并无立刻倒下去 而且脸上就是显出神采了 轩元绍本来是站姿挺拔如松的 可是众人此时也分明瞧见 轩元绍双腿微微晃动 竟似乎也是站立不稳 青龙勉强走到一根大柱的边上 伸手撑在柱子上 勉强撑住身体 放眼望去 手底下的神医校尉 竟是接二连三的载道 只是片刻间 大殿能够站立之人 已经是寥寥无几了 冯元伯也是一屁股做到 赤连殿勉强往殿门走了几步 竟也是身心晃动 一只手撑在殿门上 勉强撑住了身体 楚欢此刻 一是感觉呼吸不长 胸腔之内 就似乎有块石头压住了 这块石头让他的气息难以顺畅运转 气力也就难以提上来了 虽然猪人都转倒在地了 而且有困倦之感 可是却并没有失去知觉 大多数人依然可以睁开眼睛 虽然不能动弹 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都能看得清楚 听得咔嚓一声响 一身甲州的轩辕哨 竟然也是支撑不住 双腿一转 竟已经跪倒在金殿之上 手中的长弓也是落地了 殿中猪人几乎都是面露惊骇之色 互相打量 此时此刻 稍有见识的人都已经清楚了 不知不觉中 殿中猪人竟然都已经中毒了 而且这种毒明显是无色无味 悄生息的在殿中弥漫开来 否则殿中高手众多 少有不对 定然被有人察觉出来 轩辕哨 神医卫 赤连殿等一干人 都是毫无察觉 在无声无息之中就中了毒了 事先没有看出丝毫的端倪 你可见 下毒之人的手法 已是非同小可 此时 让众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放毒之人究竟是谁 殿中几大势力 几乎都是中毒倒地了 冯元破处心积虑 若说这是他最后的杀招 可是他却偏偏发声 倒在大殿之内了 而且瞧他的样子 竟似乎中毒很深 此时软坐在地上 不但脸色苍白 不能动他 并是额头上 也渗出冷汗来 皇帝的情形 显然也不是很好 软绵绵靠子在金椅之上 神色也是极为凝重 轩元绍却是将目光 盯在加罗罗王的身上 此刻殿中众人 大部分都已经中毒了 加罗罗王却还是站着 看样子倒似乎并无大碍 众人正以为是 加罗罗王暗中搞鬼呢 忽见的 加罗罗王身形一晃 竟然也是软倒下去了 瞧此情景 众人一知道 这瞧无声息出现的毒 也被加罗罗王释放出来的 毕竟到了这种时候 加罗罗王如果没有中毒 也就不必如此装不作样了 楚欢 扫尸一周 心下也是惊骇 忽然间想到什么 楚欢目光一向一触 指间那处灯火并不明亮 此时却有身影缓缓从那边走出来 此刻 不单楚欢的目光移动过去 便是店内其他住人的目光 也纷纷移动了过去 一根大柱子后面 一道娇小的身影缓缓出现 他走得很慢 在店中诸人都是动弹不得之时 这道人影突然出现 自然是极为惹人注意 楚欢的瞳孔微微收缩 此时他已经瞧清楚 从那柱子后面缓缓走出来的 正是孔雀台金灵雀身边的小莲 此时小莲背对着楚欢 正缓步往金殿靠近过去 楚欢从后面却是发现 本来罩在小莲脸上的青纱 此时已然被扯下 后面的细线已经不见了 静 静雀 皇后坐在皇帝身边 也是全身无力 与众人一般 瞧见突然出现的小莲 也是依赖目光 只是瞧了几眼 便一失声叫出声来 皇后失声 大多数人不知所为何故 太子却是眯起眼睛 也是骤然失声道 是 是静雀 你 你怎么在这里 琉璃夫人 一直失声道 公主 静雀公主 楚欢的神情 已经变得异常凝重 盯着小莲的背影 心中暗叹 果然是小公主呀 楚欢跟随孔雀台 前来五平符 途中见到小莲 便急发觉奇怪 可是却并不敢完全确定 而且小莲是个哑巴 不发一眼 一直跟在金灵雀的身边 受到金灵雀的监控 楚欢也没有机会 与小莲单独在一起 那个时候 她就发现 小莲与失踪多年的 静雲公主 极为相似 当年秦国与西梁一合 双方约定互相结亲 护驾公主 化干戈为玉伯 静雲公主 便是要送往西梁和亲的 秦国公主 楚欢出世西梁之后 回国便知 静雲公主突然失踪 没了下落 于是自那以后 便再无静雲公主的消息了 楚欢一直以为 静雲公主是因为和亲之事 躲藏起来 可是失踪数年 小公主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 楚欢知道 皇帝必然是安排 沈一位在暗中 找寻过小公主的下落 可是一直没有消息 沈一位显然也是 没有找到小公主的踪迹 秦国宫廷 也极少再提到小公主了 就像秦国 一直没有这位公主的存在 楚欢曾经被封为公父 乃是小公主的师父 虽然也没有教授小公主什么本事 却还是有师徒名翻 小公主失踪之后 楚欢也是一直担心 但是小公主的失踪 没能留下一丝线索 楚欢想找寻 人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 沈一位是帝国最强大的暗黑机构 无孔不入 消息灵通 连他们都无法找到小公主的下落 楚欢自然更没有办法了 可是谁能想到 昏迹在金陵雀的小莲 竟然会是失踪数年的小公主 此时皇后 太子和琉璃夫人先后叫出声 这几人都是对小公主十分熟悉之人 虽然几年过去了 小公主外形有些细微的变化 但是这三人既然都叫出来了 也就证明三人都确定 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小莲 便是失踪多年的小公主 楚欢惊讶之余 大是疑惑 不知小公主为何跟在金陵雀的身边 更不知在这种时候 小公主为何会突然显身出来呢 小公主竟似乎没有听到那几人的叫声 外如木偶一样慢慢走向金殿 口中似乎是在喃喃自语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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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坐在金椅之上 看着小公主 苍老的脸上也是颇有些震惊 听得小公主喃喃叫唤着父皇 皇帝那双眼眸中渐渐显出了欢喜慈爱之色 声音就些激动 静云 真的 静云 静云公主自幼在深宫长大 满朝文武见过静云公主之人 屈指可数 周庭是皇帝颇为器重的大臣 却是只知其名 未见其人 静云公主数年前失踪 知道的人固然是寥寥无息 但是在场众人却多少都是知道一些丰盛的 见得失踪几年的静云公主 突然出现在天道殿内 而且还是这样一副打扮 都是惊察不已 不少人心里便竟暗想 今日的祭天淡礼怪事贫注 可说是诡异异常 也实在不知道 今日到底是怎样一个收场 只是有人心里更是惊奇 这殿中诸人 武功高如轩元绍之类 竟都是中毒 丧失了行动能力 静云公主一个较弱的姑娘 却似乎是安然无恙 虽然行走的动作显得颇为僵硬 但完全看不出有中毒的迹象 轩元绍的目光 此时却没有盯在静云公主的身上 反倒是往静云公主身后不远处望过去了 静云公主身后不远便是一根硕大的玉柱 玉柱边上几道身影战力 却正是孔雀台的金灵雀等人 此时的金灵雀 面倒青纱 却是极为淡定地望着金殿上的皇帝 青龙月冷秋 一只手撑在玉柱上 勉强撑住身体 目光也已经向金灵雀望过去了 见得金灵雀身边两人安然而立 青龙的瞳孔已然收缩 双眸冷力无比 皇帝见到静云公主突然出现 露出掩饰不住的激动之色 她似乎想要站起身 可是显然也是中毒在身 勉强想要起身 但是根本无力站起 青云 到父皇这里来 皇帝搭在金椅上的双手 想要抬起也是困难 手指微微颤动 你可知道 朕 朕一直在想你 静云公主走到金殿下 抬眼望着金殿上的皇帝 倾台脚步 踏上了玉阶 玉阶不够十多节 边上环绕着铜鹤香炉 楚欢此时神色严峻 她自然瞧得出来 静云公主虽然可以行动 但是步伐异常的僵硬 完全没有常人行走时的自然 父皇 父皇 静云公主的声音 如同梦义一般 环步走上了金殿 距离金座上的皇帝 不过记忆不止遥 从轩元少身边经过 轩元少见到 静云公主脸上的神色 眉头一紧 眼角微微抽搐 走到皇帝面前 静云正正敲着皇帝 皇后此时 一是禁不住问道 静云 你 你去了哪里 静云公主看也没有看皇后一眼 盯着皇帝 被岁月洗礼的苍老脸庞 步伐微顿 紧紧片刻 便再次往皇帝走过去了 皇帝露出慈祥的笑容 用众人从没有听过的慈祥语气 说道 真的小公主 终于回来了 静云 你可知道 朕日夜都在为你担心 是朕不好 没有好好保护你 朕 静云公主 静云公主 却突然如同受伤的小兔子 扑到了皇帝的怀中 皇帝慈爱地说 今日 是朕的手大 朕的小公主 回到了父皇身边 这才是朕 最好的礼物 朕 他本来戴着慈爱的脸庞 就是在一瞬之间 变得恐怖扭曲起来 瞳孔收缩 双眸之中 显出不甘痴心的神色 众人此时 都是在注视着皇帝 见到皇帝神色斗变 都是有些奇怪 随即便见到静云公主 忽然从皇帝怀中起身 向后退了几步 皇后 看着静云 一桩丹凤岩也在瞬间变得惊骇无比 旁人一时没瞧见 皇后却是瞧见了 静云小公主的右手 竟是血红一片 只是一瞬间 皇后便想到什么了 立时看向皇帝 只见到皇帝靠坐在金蚁之上 双手搭在金蚁巴上 黄袍鲜亮威严 可是皇帝的心口处 却多出了一把匕首 匕首显然已经刺住到皇帝的心口之中 只露出小半截的手把 皇帝的脸色苍白可怖 脸庞完全右翠 他缓缓低下头 看着自己胸口的匕首 谋中依然是不敢置信的神色 此时殿中众人多数都已经瞧见 皇帝心口那把匕首 几乎所有人都显出惊恶之色 包括楚患在内 都无法相信匕首 竟是刺入皇帝的身体之内 小公主退后了几步 便即呆呆站住 依然盯着皇帝 口中物质喃喃自语 父皇 父皇 蛇 圣上 青龙月冷秋第一个发音过来 他虽然距离皇帝有很长距离 但是金殿之上灯火通明 琉璃灯与夜明珠的光芒 将金殿照耀的亮如白昼 皇帝的龙袍鲜亮无比 可正因如此 众人可以清晰看到那把匕首 更是看到皇帝心口的衣襟 正在弥漫着鲜红之色 玉冷秋似乎想冲向金殿 他拼尽全力 只是奔出两步 便一头栽到栽地 撑着身体 在地上向前爬出些许距离 便难以动弹了 为什么 皇帝缓缓抬头 盯着神前的小公主 静月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对真 真 真是你的父皇呢 她的瞳孔充满了不解 无奈 通出 绝望 却并无 愤怒 父皇 父皇 小公主依然只是重复着这两个字 却再无其他动作 皇帝吃力地抬头 向金灵雀望过去 见得金灵雀此时 悄生生地站在玉柱边上 皇帝眼中终是华贵斯愤怒 却是一傻而逝 他胸口的血液鼓鼓直流 只是片刻间 龙袍前进被血液染红 他艰难地想要动一动身体 可是大秦帝国的开国之君 曾经越马扬鞭 总横万里江山 此刻却是连动他一下 也是异常困难 此刻 众人反应过来了 所有人都已经清楚一个事实 大秦帝国的皇帝 竟是被他的亲生女儿 大秦帝国的静云公主 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便是再有想象力的人 也难以想到 会有这样一个场面 周庭背后一声 已然是痛哭起来 血液暗软坐在地上 口中叫喊着 拼命想往金殿过去 却是滚倒在地 林元芳 马虹 袁崇尚 等一杆文臣武将 都是凄厉叫出声来 眼睁睁看着大秦帝国的皇帝 被匕首刺中熏口 躺在金椅子上 却无能为力 楚欢瞳孔收缩 他只觉得双腿虚弱无力 似乎已经不由自己控制 摇摇晃晃 几次都要摔倒下去 却竭力撑住不倒 他知道自己已经中毒了 但是冰心虫叫给了妹娘 即使冰心虫可以解除木下之毒 却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感觉到丹田之处 似乎有一块石头压住 那块石头就似乎封住了丹田 同往全身各处的经脉 导致进气无法顺畅流通 悄无声息之中 已经是按照龙象精的修炼方法 运行进气 龙象精的修炼 本就是在丹田形成一种特别的进气 冲破体内八大主脉的桎 虽然目前只是冲破了四脉 但是早在冲破人脉之前 龙象进气就已经冲破丹田 龙象进气顾名思义 兼有苍龙之霸 巨象之汉 常人修炼的进气 想冲破八脉 难如登天 龙象进气 却是由此能耐 主官明白 全身无力 便是因为体内支气被毒 此毒本身倒不像其他毒药那般夺人性命 要想破解此毒 便需要进气冲开清脉 进气运转通常 气力便可迅速恢复过来 此时他便是想以龙象进气试一试 能否冲开被毒的经脉 皇帝的信口鲜血孤孤之流 匕首伸入心脏 已然是回天无数了 只是这位曾经纵横天下的大秦帝国皇帝 这一刻并没有面临死亡的恐惧和惊恐 瞳孔之中的怒色一闪而过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疑惑 盯着金灵雀终时问道 你们受谁指使 皇帝一生所见无数 此时此刻他当然也已经发现了事情的关窍 先前见到失踪多年的小公主突然出现 心中又如何能够不激动 并没有注意太多 可是此刻他却已经发现 小公主的行动表情显然是不正常 小公主双目无神 口中一直在喃喃自语 而且动作僵硬 就如同一句行尸走肉一般 他明显已经失去了神知了 心口这一刀虽然是小公主所赐 但必定不是出自小公主的本意 他甚至已经确定了 小公主必定是被人迷失了心智 被人所控制 小公主隐匿在孔雀台之中 在这种时候突然出现 又突然发难 必然与孔雀台脱不了干系 皇帝自然而然地想到 此时必然与金灵雀大有干系 他虽然年迈 却并不愚钝 大殿之内莫名其妙 弥漫毒气 让众人失去了行动能力 小公主恰到好处出现刺杀 那么让众人失去行动能力的毒气 当然就是孔雀台所为了 冯元珀本以为 今次祭天淡礼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却不料自己从猎人变成猎物 完全落入了皇帝的圈套 可是直到此刻皇帝才发现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真正掌控今日局势的 竟不是自己 而是另有其人 对方能够混进天道殿 而且能够悄无声息 放出毒气 甚至安排小公主出手自杀 一切都是环中套环 如此计划复杂而周密 却非三两人就能够完成的 金灵雀固然已经露头了 但是直觉告诉皇帝 这一切 仅凭区区孔雀台 根本无法做到 在金灵雀的背后 必然还有更大的黑手 金灵雀显得小公主行刺成功 眼中显出欣喜之色 听得皇帝质问 眼中划过绿色 盯着皇帝冷声道 被自己的亲生女儿刺杀 你感觉如何 此言以出口 也就更加证明 此事与她脱不了干系 楚欢 以免利用龙响经的方法 催动尽气 希望尽快冲破被封堵的经脉 以免则是观察殿中的情形 皇帝被刺 殿中的骑士 便有了新的改变了 楚欢虽然一直觉得 金灵雀心怀叵测 但却也没有猜到 竟是在这个时候 利用小公主 把握如此致命一击 几天淡礼之前 楚欢已经清楚 冯元破要在祭天之时 打动干戈 天宫建造在河西境内 冯元破占据天室地利 楚欢倒也知道 冯元破必定计划周密 只是事先却想过 身经百战的老皇帝 经过无数血雨腥风 冯元破想在祭天淡礼的时候 胜出事端 未必会一定成功的 事情发展 果然是出人意料 皇帝老谋深算 完全将冯元破 玩弄于鼓掌之中 楚欢心中 已是对皇帝的心机 大是惊骇 只是事情发展到最后 楚欢再骤然发现 控制整个局面的 非但不是老皇帝 更不是冯元破 而是另有其人 他一路随从孔雀台 来到河西 小莲始终被金灵雀 带在身边 楚欢虽然隐隐 感觉其中有 不可告人的蹊跷之处 却哪里能够想到 化名小莲的雅女 竟然是失踪的小公主 更想不到 金灵雀竟是一手安排了 小公主行刺当今皇帝 小公主在殿中 显出真身之后 口念父皇 楚欢就知道 事情非同小可 孔雀台上下 都说小莲是哑巴 可是金字 却突然叫出父皇 明显是有问题 楚欢此时 却已经想到 随从孔雀台 前来河西的途中 自己曾经私下 找寻孔雀台总管 吴时钊 询问过金灵雀 和两名女弼的情况 当时说到 最紧要处的时候 吴时钊 却被刺客 突然射杀灭口 现在想起来 杀人灭口的十有八九 就是金灵雀 吴时钊在孔雀台多年 知道一些孔雀台内 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 金灵雀显然是担心 主欢从吴时钊口中 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情 坏了她的行刺计划 现在让楚欢最为奇怪的是 却是金灵雀为何要大费周章 利用小公主去行刺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大殿之内飘荡的毒气 即使不是金灵雀亲自放出 也必定与金灵雀 有着极大的关系 金灵雀一伙人 人既然有能耐放出毒气 将满殿之人尽数放倒 那么 他们完全可以派出 任何一名刺客上去 刺杀皇帝 皇帝身边的第一护卫 宣元少都已经无法动弹了 任何一名刺客上去 都无人可挡 可是他们却偏偏派出了小公主 毫无疑问 安排其他的刺客 远比安排小公主要安全的多 毕竟 小公主乃是皇家公主 若是在行刺之前被人认出 那么行刺计划必将失败 皇帝此时的气息 已经极为虚弱了 苍老的脸上已无血色 皇后 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之中缓过来 双眸 乌子带着惊恐之色 正正看着 靠坐在金椅上的皇帝 你 你们到底是谁 太子此时也是眼含绿色 他邪逆了边上不远处的加罗洛王一眼 立声道 你们 你们是一党 冯元破软倒坐在地上之后 本来显得十分吃惊 但是此刻 脸上却显出欣喜之色 竟似乎想到什么 也是看下了加罗洛王 然后叫了叫金灵雀 眉头舒展开来 竟是显出笑容 拼礼爬到殿门边上 靠着殿门 带着几分得意之色 望着金殿上的皇帝 大声说 英语 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老奸巨华 宝月成性 残害了多少忠臣良将 今日 辞在亲生女儿的手里 当有辞报 仇向加罗洛王 说道 不辞 果然是考虑周全 原来这才是 不尊真正的杀招 加罗洛王先前 却似乎是中了毒气倒地 他坐倒之后 摆了一个极为古怪的姿势 只是众人也没有太过注意 此时却见加罗洛王 缓缓睁开了眼睛 不少人的目光 已经移到了他的身上 在众人注视下 只见到加罗洛王 竟缓缓缓地站起身来 不少人顿时失色 先前见到加罗洛王倒地 还以为放毒的是另一股势力 此时才发现 金灵雀竟似乎真的与加罗洛王 有干系 加罗洛王起身之后 第一个便是瞧瞧了楚欢 说道 楚大人 京城已别 多时不见 想不到竟是在这里 再度重逢 楚欢叹了口气 淡淡地说 道本师父 红语道长 楚某也没有想到 你会是西域的加罗洛王 眼前这加罗洛王 真容易显 楚欢早已经看清其相貌了 更是早就认出 他便是自己在京城所认识的 红语道人 红语道人 是楚欢进京之后 最先认识的几人之一 而且在认识红语道人之前 红语道人 便与自己的结义兄弟 培记 十分熟实 早先楚欢一度以为 红语道人 只是在京城 被人占卜算卦 讨口饭吃的普通道人 只是后来 齐王迎人 逃离京城 在半道上遇险 被一名道士所救 楚欢倒是猜想过 途中出手 相救齐王的 很有可能就是红语道长 只是不敢确定 今日在天道殿 见到新宗的 加罗罗王 竟然就是红语道长 楚欢心下 倒真是 着实吃了一惊 大新宗八卜 楚欢已经见识过 叶叉王 赶踏婆王 模糊罗家王 今日所见的 加罗罗王 已经是他所见的 第四位 新宗部王 化身红语道人的 加罗罗王 只是淡淡一笑 转世金座上的皇帝 淡淡地说 宁远 佛家有言 种下善因 彼得善果 种下恶因 也彼有恶报 今日你骨肉香残 都是你当年 种下的恶因 得到的恶报 恶因 皇帝气息减弱 胸口微微起伏 血染黄袍 脸上却物质带着 轻蔑的笑容 朕 纵横天下 杀人无数 便是死后 亦是同帅 九幽地府 朕杀人 不像什么因果 天字脚下 服侍百万病 猛然间一口鲜血吐出 鲜血顿时都喷在衣巾之上 皇后众臣的神情 都是惊骇万分 皇帝却似乎并不为意 缓缓地说 只是 真却急不得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对你们 西域 新宗 动过手 加罗罗王 叹道 哎 本王说过 你这恶因 皆为你一起 骨肉分离 血海石山 修罗底欲 摇了摇头 英元 你的因当年种下 你的果 今日已经结出 抬起一只手 单手竖在胸前 口中念念有词 并不再说话 太子 盯着加罗罗王 厉声道 你到底在说什么 加罗罗王 却并不理会 太子看向皇帝 见到皇帝模样 知道 皇帝被刺中要害 想要活命 极无可能 眼角抽搐 张了张嘴 却没能说出话来 皇帝靠在 亲衣之中 勉强转过头 看着身边的皇后 皇后 脸色苍白 双眸闪动 眼中已经满是泪光了 这 医生做过很多措施 皇帝 凝视着皇后的 一双眼眸 声音很轻 但是 臣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便是没有时刻 护在你身边 皇后可知道 臣为何要将迎人 留在京中 皇后 皇后 神与颤动 轻气的 圣上 圣上想让迎人 在太子身边 历练 日后 好辅助太子 保国安民 保国安民 皇帝 皇帝眼中显出一次 戏血之色 这 这连自己的架都保不住 又何时指望他们 保国安民呢 他拼力将身体 往皇后那边移动 虽然 距离皇后 只是极致之要 但是 这短短距离 却似乎耗费了皇帝 所有的体力 他曾经 虽然纵横天下 无人可挡 但是如今 区区距离 却已经让他 奄奄一息了 当他侧身 靠在皇后身上时 那仓头号手 在皇后的朱颜值下 更显苍老 皇帝的生命气息 似乎也在慢慢消散 不知是气力消失 还是故意为之 他的声音 极轻 极小 朕留他 留他在京城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 不想亲手杀他 他一双 已经没有神采的眼睛 举高临下 远远望了太子一眼 朕知道 有人会帮朕杀了他 皇后脸颊惨白 身体似乎僵住了 你 你当然知道 是为什么 皇帝的嘴角 竟是泛起一丝残忍的笑意 朕有了国 却 却失了家 朕归为天子 失去的 最好的法子 便是 便是毁灭他们 朕只要长生不老 便 便可重新拥有一切 皇后 身举颤动 闭上眼睛 两行青泪 已经从眼角滑落 朕是天子 朕是天子 皇帝的号手 靠在皇后监侧 双眼缓缓闭上 口中物子喃喃自语 朕是天子 朕敢拥有一切 背双眼睛 背叛阵的 朕 朕都要将之毁灭 朕 朕是天子 背叛朕的 朕 朕都要将他们毁灭 她的声音 越来越轻 从她闭上的 双眼的眼角边上 竟然 有两滴泪水 轻轻滚落出来 顺着布满褶皱的脸庞 滚落下去 皇后 轻泪如水 忽然之间 皇后只觉得 肩头一沉 皇后的心 也跟着同时一沉 骤然睁开了眼睛 微抬头 看着靠在 自己肩头的皇帝 只见到皇帝 双目一臂 眼角带泪 却已经 再无声息了 天岛殿内 死一般的寂静 皇帝号手 静静地 靠在皇后的 肩头 悄无声息 皇后 则是闭着双眼 两行青泪 滚滚而落 皇帝临终之言 极为清晰 殿中诸人 根本没能听清 皇帝在说什么 不少人 却是猜测 皇帝自知 大显将至 所以嘱咐了 皇后临终一言 大秦皇帝迎援 征战半生 神威临临 一手 见下庞大的大秦帝国 如此庞大的帝国 亦曾荣耀一时 便是如今 皇帝老木 但是雄为犹在 任何人见到皇帝 也都会生出一股畏惧之心 可是 谁又能够想到 从铁绪之中 一路走来的大秦皇帝 竟是命丧在自己 亲生女儿的手中 即使小公主 是被人控制 皇帝或许不会责怪她 但是皇帝心中 或许会大大的不甘 多少英雄豪杰 威风一时 可是到最后 却终究逃不过 灰飞烟灭 便在此时 呼听了大门之外 传令震响动 冯元破 距离殿门最近 而且此刻 他便是靠在殿门之上 感觉到殿门在震动 心知 外面有人正在撞门 想来外面 已经有人觉察到 殿内的情况 有些不对劲了 正要撞开殿门进来 冯元破 一直到天道殿外 有轩辕响的皇家禁卫军 在负责秩序 私下巡逻 除了禁卫军 一般人在这种时候 还真不敢靠近大殿 此时 一时听到外面 出来声音 禁卫军小伟成果 求见圣上 打开殿门 那声音十分的刚猛粗重 殿内此时 一片寂静 冯元破 有些心惊 倒是周庭等人 反应过来 纷纷高呼道 有刺客 有刺客 快抓刺客 声浪 此起彼伏 外面众人听到了声音 撞门的力度更是剧烈 冯元破 靠在大门上 随着大门的颤动 整个身体 也随着抖动 轩辕响 强子 撑起半条腿 另一条腿 胆心跪着 抬起头 眼中寒芒如刀 不看冯元破 却是死死盯着楚欢 双眸之中 带着凛冽的杀意 楚欢此刻 却是心无旁骛 集中精力 冲击经脉 只盼在禁卫军 冲进来之前 冲开经脉 否则 等到禁卫军冲进 自己根本无力反抗 忽然之间 听得轰隆一声响 冯元破 却已经是滚倒在地 滚了两滚 殿门 却已经是被撞得半开了 随即又听得轰隆一声响 后中的电门 竟是被生生撞开一个大窟窿 门栓脱落 两边迅击被外面的兵士推开 不少人此时才看清楚 那些禁卫军 竟是抬着铜顶 撞击大门 也怪不得冲击力如此剧烈 大门撞开 十五十名禁卫军 已经是蜂拥而入 祭天淡礼 不允许佩戴兵器 一众禁卫兵士 倒是并无兵器在售 却都是赤手空拳 只是一个个 都是虎背熊腰 如狼似虎 当前一人 更是身材粗壮 领着众人进到大殿 看到殿内的情景 所有禁卫兵士 都是大吃一惊 这领头的 乃是禁卫军校尉陈果 在禁卫军中的地位 仅次于宣元哨 深得宣元哨信任 今夜天道殿内怪事贫乏 虽然广场之上 热闹喧哗 喧嚣无比 可是守在殿外的禁卫兵士 终究还是听到了 殿内的动静 皇帝有令 没有旨意下来 任何人不得闪入天道殿 禁卫兵士 自然不敢擅自进入 找到了负责 此次天宫职守的陈果 陈果知道 大殿之内必有怪事 可是没有皇帝旨意 擅自闯入 罪则不小 他召集了兵士 却没有敢立刻闯入大殿 只是左思右想 与麾下几名干将商议 众人一事不敢轻易抗制 陈果总是横下一条心 亲自带人撞门 若是事后怪责 将一例承担罪责 天道殿的大门厚重无比 便是强壮的猛汉 拼力撞击殿门 也是纹丝不动 陈果最后下令 麾下力量强大的十多人 抬起了铜顶 以铜顶撞击殿门 终是撞开了 此刻进到殿内一片狼藉 大殿地面竟然是翻开的 而且殿内横起数八 躺着诸多的尸首 血腥味道 弥漫大殿之内 众多官员则是倒在地上 所见之警 当真是触目惊心 陈果一时也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何事了 抬头望向金殿 只见到皇帝 斜靠在皇后的身上 你一时也没看清楚 皇帝已经被死毙命了 见到轩元少 丹西跪在皇帝前面不远 那张极少离身的长弓 则是落在手边 陈果心智事情不妙 倒也不敢轻举妄动 斜眼瞧去 却见到冯元珀躺在一旁 不远处赤连殿 一时瘫坐在地 微皱眉头 上前两步跪倒在地 正要说话 轩元少却已经沉声道 陈果 脑下判贼楚幻和冯元珀 陈果一愣 但是轩元少的命令 在他而言 无疑就是旨意 左右看了看 冯元珀他自然是认的 只是他虽听过楚幻之名 却从没见过楚幻真人 一时间却不认识 但是见到轩元少一双眼睛 死死盯在一人的身上 那人背靠一根大柱子 双目紧闭 脸色苍白 瞧上去倒似乎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了 顿时猜测 那人十有八九便是楚幻 再不犹豫 手指楚幻沉声道 拿下了 身后两名飘悍的禁卫军兵士 立刻如狼似乎扑上前去 一左一右 几步之间就逼近到楚幻身旁 看守 不要去擒拿楚幻 两名兵士 四肢强壮有力的臂膀 双双抓住楚幻一只胳膊 不要将他扯过来 暗倒在地 却见楚幻双眼陡然睁开 还没等两名兵士反应过来 只听着楚幻一声爆合 双臂向内一合 两名兵士猝不及背 一时间没松手 却被楚幻双臂带过来 等两人反应过来 要松手闪躲已经来不及了 两人就像火星撞地球 结结实实地撞在一起 众人都是一惊 周庭等人 目自是全身无力 不能动弹 本以为楚幻也是束手就擒 实料不到 楚幻竟然还能出手抵抗 陈果争了一下 但他毕竟是皇家禁卫军 萧尉 发音极快 立刻一声 如同一头猛虎般 已经向楚幻扑上前去了 人未到权一致 陈果尽贯铁拳 岂如山岳 能在禁卫军中担当要之 陈果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 他虽没有见过楚幻 但是楚幻的名声 早已经传扬开来 陈果自知 眼前这人不可消失 这一拳击出 权力以赴 根本不留余力 楚幻的嘴角泛气冷笑 陈果的拳虽猛 但是速度比起楚幻 却是远远不弱 这一拳即向楚幻面门 只是拳道时 陈果只觉得眼前一花 竟失去了楚幻的踪迹了 正惊骇间呢 却感觉胸前进风陡起 电光火石之间 虽然已经发现 楚幻只是挨下身子 可是对方速度 实在太快了 陈果根本无法收拳 他这一拳打空 楚幻的手刀 却是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他的胸口 陈果的拳头 固然刚连勇汗 楚幻的手刀 却是凌厉异常 陈果闷哼一声 口吐鲜血飞出 身在半空 他便觉得 胸骨几乎折断了 陈果身经百战 自幼习武 几乎是练就一身的 钢筋铁骨 却没有想到 楚幻的手刀 有如巨斧铜锤 他紧受楚幻这一击 骨架几乎都要被震散了 楚幻出手 倒也没有想过 取陈果的性命 只是他也看出 陈果是个难缠的角色 以及伤敌 尽早去掉这个对手 宣元绍 眼角微挑 其他人倒有不少显著 骇然之色了 宣元绍 固然是名动天下 周廷等人 其实对陈果 也都是颇为熟悉 知道 陈果乃是 禁卫军中的汉将 一身钢筋铁骨 也是名声不小 实在想不到 如此飘悍的雍将 竟然不是处患 义和之地 陈果的身体 重重地落在地上 一众禁卫兵士 都是海然变色 陈果落地之后 便觉得浑身的骨头 都似乎折断一般 他亲身经受 心中的惊骇 自然是远超常人了 虽然楚幻只出了一招 陈果就知道 这是自己此生 所交手过的 最强的敌手 心下此刻 他还想着 楚幻明懂天下 却果真是一个 了不得的人物 虽然一时间难以动弹 陈果却还是力声喝道 拿下楚幻 金伟军兵士 都是精挑细旋 虽然惊骇于楚幻的武功 却并无畏惧之心 顿时之间 便有十多人呼喝着 冲上前去 便在此时 却听了金灵雀叫道 莲花台 金灵雀身后的毛人居 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莲花台边上 金灵雀一声令下 毛人居毫不犹豫地 拿起莲花台 就如同制石头一样 将莲花台扔向殿中了 那莲花台的造型 美轮美奂 静止非常 但是却并不沉重 楚幻先前单独举着 莲花台入殿 都并不费太大力气 此时 毛人居拼足全身气力 将莲花台丢出 那莲花台飞到了半空之中 殿中众人惊讶之间 猛然间听到一声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了 那美轮美奂的莲花台 在半空之中 却忽然四分五裂 一声巨响过后 已经是炸成粉碎了 这声响 着实不响 连是店外广场 喧闹的声音 也被压住了 人们听得十分清楚 不少人骤然变色 莲花台炸裂开来之后 一股浓烟 瞬间便迅速地弥漫开来 如同天降大雾 那烟雾 以极快的速度 向店中各种蔓延 不少人修纳烟雾 历史便剧烈咳嗽起来 大人小心 烟雾有毒 不知谁人大喊一声 又有人大声高呼 保护太子殿下 保护皇后 此刻摇头 别让此刻跑了 不好 我 我虚有烟雾 我中毒了 快叫人 大殿之内 叫喊声此起彼伏 混杂成一团 一时间也不知道 究竟是哪些人在叫喊 身处烟雾中的金灵雀 倒是安然无恙 低声道 撤 他身发轻盈 烟雾此时 早已经四散蔓延开来 并不因为扩散而变得稀疏 依然是浓郁异常 许多人已经被裹在烟雾之中了 眼前白茫茫一片 混沌不清 金灵雀腰肢一扭 再不犹豫 转身便走 他的身发极为灵巧 当真如同一只燕雀般 向大门方向奔过去了 只奔出五六步 金灵雀猛地听到 身后紧缝呼气 来时极猛 金灵雀顿觉事情不妙 花容失色 瞬间便感觉到背脊一冷 他本是轻盈跃起 一只利剑从他后背射入 贯穿他身体 整个人被他利剑的剑士 生生带出树部 而后一头栽倒在地 容颜之中 混沌不清 金灵雀万没有想到 这只利剑竟似乎是长了眼睛一样 从他后背射弱 贯穿身体 从心口处 贯出 雷霆一剑 绝世无双 大殿之内 浓烟弥漫 太子身在烟雾之中 神情此时 冷峻凝重 两只手倒是物质 搭在轮椅的尾巴之上 虽然之前 因为中毒 而体力消失 但不知是否是因为 药性渐渐消退的原因 他的手 倒勉强可以微微动弹 手指已经是努力地摸到轮椅的机关 只带有人轻易靠近 立即扣动机关 这张轮椅代替太子的双脚 别人的轮椅 或许只是代替行动之用 但是对于大秦的太子来说 作用当然不限于此 中原的能工巧匠并不在少数 要设计建造出等同如武器的一张轮椅 并非难事 太子乃帝国储君 行动不便 对于自身的防卫 当然是十分重视 这张轮椅 便是他的防卫武器之一 此刻身处浓烟之中 所有人都是难以见到别人 太子却并没有忘记 就在自己身边不远处 还站着大心踪的加罗罗王 皇帝被小公主刺杀 幕后指使金灵雀 显然与加罗罗王是一党 既然他们设计刺杀了皇帝 那未必就不会对自己这个太子动手 如果真要动手 此时正是对方的良机 浓烟之中的叫喊声依然不觉 太子却是不乏一眼 他甚至尽力屏住呼吸 即使如此 却还是有烟尘被他吸入腹中 好在浓烟被吸入之后 太子也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之感 毛人居听到金灵雀下令撤退 直到任务完成 也不停留 立刻向大门方向奔去了 他心指 莲花台中的烟雾 自然是金灵雀早就准备好 就是用来逃生之用的 浓烟之下 自然不愁有人会盯着自己 盯着了大门方向 奔出十数步 迎面一道身影过来 视线太差 毛人居却看不清对方到底是谁 挥起一拳 照着对方便打了过去 砰的一声 毛人居一拳正击中那人的肩头 那人叫了一声 被打退两步 毛人居并不缠斗 抬步便走 却听到那人已经叫道 这里有刺客 被他击中的 却是一名禁卫军兵士 一种禁卫军兵士 也都是被浓烟裹住 敌友难分 那兵士在烟雾中乱撞 与毛人居一头撞上 毛人居这一拳击出 也就等若暴露了自己的踪迹了 毛人居心叫不好 此时便听到边上进风呼气 已经有数名禁卫军靠近过来 禁卫军兵士依稀看到 浓烟中毛人居的身影 都是毫不犹豫地扑上来 毛人居一时没能带刀入殿 只能赤手空拳抵挡 在烟雾中 如同眉头苍蝇一般的禁卫兵士们 听到这边的动静 都是毫不犹豫地往这边扑过来 以毛人居的身手 即使对付三四个禁卫兵士 也不落下风 可是此刻 一众禁卫军纷纷向他扑过来 毛人居只觉得四周都是人 拳脚分支 击退人边上又是一拳打过来 下盘更是有人一个横扫腿 一个不慎被一拳打中后背 随即又被人一脚踹到腰眼 身体踉强向前 却被一条腿扫中脚下翻倒在地 还不及爬起 身后一人就如同巨熊一般 已经压在他身上 忽定的 陈果的声音高声叫喊 守住殿门 不要让刺客逃了 陈果毕竟般是老练 殿中陡然生出变故 众人猝不及防 而且担心烟雾有毒 一心想要屏住呼吸 免得吸入烟雾 并没有想太多 陈果一开始倒也觉得烟雾有毒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 烟雾很有可能只是障眼法 对于方放中烟雾 很有可能是要借机逃跑 他方才率领一众兵士 冲入大殿 殿外只是留下两人守卫 但是此刻他已经知道 殿内这群刺客可不是泛泛之辈 两名兵士守在殿门之外 莫说其他刺客了 仅仅处患一人就可以轻易击败 他担心刺客都要从殿门逃窜 李氏想到要封堵住殿门 亲尾军倒也是训练有素 陈果一声令下 靠近殿门的兵士立刻纷纷退到门外 横城一排将殿门牢牢封死了 殿外空阔的广场之上 众多议团本是在纷纷献议 各物生平热闹喧嚣 当禁尾军兵士抬着铜顶撞击殿门 人们便知道发生大事了 众人虽然不敢靠近 却都是远远看着议论纷纷 随即见到殿门被撞开 竟为兵士冲入殿内 很快更是从殿内飘出一股股浓烟 有不少人倒以为是殿内发生火灾 举多亥然 太子在殿内屏住呼吸 全身戒备 莲花台爆裂散发出来的浓烟 虽然一度让殿内诛人的视线 一片白茫茫的 但是那浓烟却终究不是雾霾 逐渐散去了 不少人已经感到眼前的视线 渐渐清晰起来 拦在殿门之外的禁尾军武士 举都是严阵一带 只带有任何人出来 立刻擒拿 天道殿 红过辉弘 浓烟消散 本来喧闹之声 也渐渐宁静下来了 等到烟雾散开 太子宁神细看 却发现大殿之内 竟似乎少了不少人 此时太子却已经觉得 身体可以动弹 心知体内的毒性 如同烟尘一般 已经散去了 瞧见不少本来倒地 不能动弹的神医校尉 正在勉强站起身来 可是金座前的宣元少 却已经没有了踪迹了 连那把长弓 也已经消失不见了 殿下 你 你没事吧 耳边传来 琉璃夫人的担忧之声 太子盲看过去 见得琉璃已经挣扎起身来 伸手过去 握着琉璃的手 关切地问道 本宫无事 琉璃 你感觉如何 琉璃轻声道 毒气似乎并不伤人性命 楚欢去了哪里 呼挺地有人惊呼道 又听人大声叫道 冯元铺也不见了 迟连店 迟连店也不见了 店内众人在渐渐散开的烟雾之中 先后挣扎起身来 太子抬眼向金座上的皇后望过去 却见得皇后已经靠在金座之上 看上去虚弱无力 倒似乎还没有缓过来 皇帝却依然侧靠在皇后的身上 毫无声息 显然已经是轰式了 他忽然想到什么 目光在店内扫动 不但没有轩元哨的踪迹 青龙月冷秋 楚欢 冯元铺 赤连店 竟然都已经没有了踪迹 便是小公主也已经没有身影了 死了一个 边儿上传来一个声音 却是安逸总督元中上 已经走近过来 只将不远处的一举尸首 殿下 那女刺客被射杀了 我该 林元方虽然是文官 此刻却也已经挣扎起身来 对着远处的尸首 催了一口 呸 大逆不倒 该有此报 躺在不远处的 正是金灵雀的尸首 金灵雀尸首扑倒在地 背后则是插了一只羽剑 认识的都知道 每只羽剑 乃是轩元哨习惯使用的白灵剑 冯元破那十几名部下 刺客也都挣扎起身来 恢复行动能力的神医校尉 早已经在一众刺客四周围住 已经有人冷声道 但又反抗着 杀无赦 正刺客见得被神医校尉围住 直到大势已去了 此时连冯元破都已经不见了踪迹了 可说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加罗罗王去了哪里 太子扫视一遍 发现连加罗罗王也都没了踪迹 眉头皱紧 陈果虽然被楚患掌刀击中了 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 他一里精神 身体也确实如同铁打的一般 强撑着站起身来 边上有兵士要搀扶被他推开 见到殿门外已经横着两派兵士 将殿门封死了 吩咐身边兵士 传令下去 封锁天宫所有大门 任何人不得尽触 吊击人手 将天刀殿团团围住 一只苍蝇 也不许飞出去 等兵士下去 他才忍着身上的疼痛上前 跨过狼藉不堪的大殿 此时 金殿进了 在依稀看清楚皇帝的胸前 一片血红 一把匕首插在皇帝心口 陈果大吃一惊 心下骇然 本是想象皇帝请旨 可是看到此景 只能到得太子的身前 拱手道 太子殿下 卑职已经吩咐封锁天宫 已经下令调集人手 保卫天道殿 楚官等人 此时必定还在殿内 没有逃脱出去 接下来该怎么做 还请太子示下 太子皱眉说 你确定 他们还在殿内吗 说话之时 依然是四处扫逝 甚至抬头看着上方 楚官等人 举动武艺高强 保准都躲到上面去了 陈果盲说 卑职保证他们 并没有撑住殿门 太子畏畏汗首 殿下 卑职以为 此处不宜久留 陈果肃然说 还请殿下和圣上 离开天道殿 转移到安全之处 卑职会调集人手 将天道殿 彻底搜找一遍 他们必定是藏匿在 殿内的某个角落 天宫已经封锁 他们无法逃脱 太子忍不住 向皇帝看过去 静静地看着 已经没有气息的皇帝 太子眼角抽搐 眼中的神色极其复杂 但他也知道 大局未定 随时可能发生 其他的变故 帝城吩咐道 父皇已经遇刺 不要被外门的人 知道事情 陈小尉 派人保护父皇和母后 以及诸位大臣 离开天道殿 转移到安全处所 多调集人手 立刻搜找天道殿 绝不让楚欢他们逃了 他神情肃然 双眸生寒 楚欢 冯元破 以及赤连殿 那都是封疆大吏 手握重兵 皇帝在的时候 这些人心底 多少还有些忌惮 如今皇帝被刺 这三人一旦逃出天宫 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比起天门道和青天王之乱 这三人一旦蒙虎归山 大清可就当真在无回天之力了 太子下令禁卫军调集人马 围住天道殿 他深信 冯元破等一干人 并没有离开天道殿 依然在天道殿之内 而他的猜测确实没有错 只是冯元破却并不担心 禁卫军中找到他 他苦心筹划 穷数年之力 耗费了无数的精力 本以为在祭天淡礼之时 一级得手 只要除掉宣元绍和赤连殿 自己便可以利用伪帝 号令天下 手握河西雄兵 争霸天下 对此他自信满满 可是所有的事情都出乎他的意料 不但自己筹划已久的计划 完全没能达成目的 自己甚至命丧天道殿 差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在他还没有死 非但如此 皇帝却已经遇刺 冯元破知道 自己只要逃出天宫 河西大帝依然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金灵雀炸毁莲花台 或许只是为了自己逃命 可恰恰让冯元破死里逃生了 脚步声在涌道之内 显得单调而低沉 涌道并不宽阔 却撑不上狭窄 冯元破手中举着一根火把 在驱绕盘旋的涌道之内 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走 他确实是一个做事谨慎的人 凡事都留有后路 天道殿是他一手建造起来的 外人只看到恢弘大气的建筑 只有冯元破知道 在这天道殿的地下 却是另有玄机 囚禁茂中皇帝的玄武 便是被关在地下囚牢之中 冯元破此时 当然没有心情 去看地下囚牢之中的玄武 在他而言 当前最要紧的便是逃出天宫 召集部将 迅速控制住河西的局势 即使冯破鲁真的被神医卫控制 但是河西军却并不仅仅 只有冯破鲁一路人马 而且冯元破治军严格 虽然他为人检查 但是每逢作战 却是率军在前 所以在河西军中的威望是无人可比 只要他出现 河西军依然会遵从他的号令 他不但可以召集河西其他各部人马 即使是冯破鲁所部 即使冯破鲁被神医卫控制了 但是冯元破 依然可以迅速控制住冯破鲁麾下的河西军卫军 这是天道殿下的一条秘密地道 天道殿在修建的时候 不但建有专门作为囚禁皇帝的地下囚牢 而且冯元破早就在地下准备了两条密道 其中一条密道 本就是用来向宫殿之内输送刺客 荆轲等一杆刺客 冯元破在策划金子事件之前 就已经秘密地培训他们 计划之中 金戈等人本就需要通过密道 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天宫之内 所以那条密道可说是专门的刺客之道 而现在这条密道更是冯元破的杰作 虽然这条密道修建的更为宽阔隐秘些 但是知道进出机关的 就由他冯元破一人 修建密道的匠师们 本就是在极为机密的环境中修建的 而且密道一成 一众匠师便无一人活下 这条密道算得上是真正的密道 冯元破修建这条密道的时候 并没有打算真的能用上它 可是现在他却有些钦佩自己 当初竟然留了这么一手 青石涌道两侧墙壁也是巨大的青石普就 厚重古朴 举着火把走在其中 四周颇有些寒意 冯元破顺着涌道走了许久 前面立时便出现四个分岔口 一条涌道 前方分开四条岔道 冯元破在岔道的前面亭下 回头望了一眼 四下里乔生兮死一般的寂静 那骨子如同九幽地府一样的寒气 甚至有些审人 这自然也是冯元破的小手段 这条密道不到万不得已之时 当然是不会动用的 可是一旦用到 自然是性命攸关之时 冯元破当然想到这一点了 四条密道只有一条 可以顺利离开天宫 而其他三道都是不有机关 只要进到另外三道 莫说走出去了 能够躲避机关或者全身而退 那已经是祖宗积德了 冯元破并不犹豫 举着火把进入其中一条岔道 随即加快了步子 天宫异常的红阔 虽然地下永道可以走脱 可是这条永道着实不短 虽然有轻巧的设计 不至于在地下 因为缺乏空气而弊命 但是永道内的空气 终究十分的浑浊 让人总有一股子沉闷之感 又走了小片刻 冯元破猛然间停下脚步 眼中划过绿色 他的脚步本就极轻 一旦停下 没了脚步声更闲的死寂 冯元破缓缓回头 向后望了一眼 手中的火把 照射的距离并不远 而地下永道并非笔直 回头看去 一道光亮之后 便是黑漆漆一片 等到冯元破重新再走之时 一阵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感觉异常灵敏 涌到空荡 他走得很轻 但终究还是有细微的脚步声 可是每一次落脚之后 冯元破总感觉 几乎是同一时刻 从自己后方也传来脚步声 那脚步声与自己的脚步声 几乎是重合 走出一段距离 冯元破被那脚步声 弄得心神不宁 背心甚至有冷汗一出了 身处地下 而且是在一条死寂的永道内 他有自信 不会有别人知道 这条永道的存在 此刻身后隐隐 有重合的脚步声 冯元破虽然屠虎出身 而且杀人如麻 此时却禁不住心下发毛 谁 冯元破猛然停下脚步 豁然转身 举着火把低声喝道 他相信身后不会有人跟踪 可是脚步声明明存在 他这声低喝 与其说是为了喝止别人 不如说是为自己壮胆 一片死寂 冯元破盯着那漆黑一片的永道 目光如刀 片刻之后 乔家那边并无动静 冯元破的神情 才微微舒展了一些 心想 难不成会是自己脚步的回声 冯元破重新转身 继续前行 这一次依然有脚步重合声 冯元破微皱眉头 很快 身后的脚步声明显不对劲了 已经不再与自己的脚步重合了 使得变得更加急促起来 就似乎有人在后面奔跑一般 冯元破知道事情不对 不要转身 身后已经是近风席致 他心下大海立刻转身 身形未转 一拳却已经冲着后面打了过去 拳势如电 一拳击出 冯元破眼角余光已经瞅见 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竟果真在自己身后 那人也是一臂探出 冯元破心惊之间 依然感觉自己的拳头被一招扣住 而对方另一只手 却呈拳头往自己的腹肩打过来 对方后来加快步伐 本就有冲击力 而且双手皆可用 冯元破却是猝不及防 而且一只手握着火把 这涌刀之内也算不得宽阔 对方的出拳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那一拳击来已经接紧实实地 打在冯元破的腹肩 冯元破只觉得 自己的五脏六腹 似乎被这一拳打得粉碎 剧痛钻心 而身体也竟轻飘飘地被击飞 随即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那人身法了得如影随形 冯元破身在半空之时 火把脱手 那人却是一条腿探住 脚尖一勾勾住火把 随即探手将火把抓住 等冯元破重重摔落在地上的时候 那人已经单手举个火把 站立当地 冷冷地敲着冯元破 冯元破落地之后 五脏六腹路动翻江倒海一般 随即一口血气直冲口腔 哇的一声 一大口鲜血已经吐出来了 他撑着身体往后挪了挪 看向来人 只见到火光之下荧光闪闪 来人一身银色甲皱 在火光之下十分刺眼 看到那银色甲皱 冯元破尚未看到来人脸庞 就已经知道是谁了 惊骇之下已经说 原来原来是你赤连殿 那单手举着火把偷袭冯元破之人 竟忽然是辽东总督赤连殿 赤连殿冷眼看着冯元破淡淡地说 冯总督当真不懂得待客之道 既然自己要走 也不如带本帅一同离开 冯元破被赤连殿一击得手 身受重伤 他武功本就不及赤连殿 此时被赤连殿急伤 生死也完全掌握在赤连殿手中 脸上的愤怒之色瞬间消失了 抬手擦擦唇脚血迹 叹了口气说道 哎 殿帅现在不是跟蓝了吗 而且众所周知 殿帅与太子关系很好 太子曾经甚至在殿帅麾下历练 如今迎援尽此 太子这位储君顺利成章 表登上皇位 到时候自然是要重用殿帅 殿帅又何必脱身逃离呢 赤连殿的唇变显出古怪的笑意 说得好 太子登基重用本帅 即使如此 本帅当然要给太子 献上一份厚礼 以赫新皇登基 你冯元破大逆不道 乃是第一叛贼 用你的人头 作为太子登基赫礼 当然是最好的礼物了 冯元破不去返校 殿帅当真如此以为 本帅说得不对 赤连殿淡淡淡的说 赢元祭祀 大秦名存实亡 太子是否登基已经无关紧要了 冯元破缓缓缓的说 天下温乱 群雄并起 以殿帅的雄心壮志 冯某倒不觉得 殿帅当真要效忠太子 如说殿帅先前对赢元还有几分忌惮 甚至有过中军宝国之年 可是到了现在 殿帅还要说什么中军宝国 恐怕是子欺欺人了 他受伤之下 说话颇急 立时咳嗽连连 咳嗽之时带出血丝 赤连殿只是淡淡的呕了一声 冯元破盯着赤连殿的眼睛 说道 如果殿帅当真有中军宝国之心 先前就不会想要逃离天道殿 殿帅与我交手 即使我手中有刀 殿帅的武功也未必在我之下 至少不会没有还手之力 可是你连连后退 显然是要靠近殿门 准备死即退 失联殿的纯边 又是显出古怪效益了 冯元破 都说你是何夕脚狐 看来还是有些道理的 只是有些话 并不用说出来 哎 脚狐遇上猛虎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风元破叹了口气 殿帅尾随而至 出手投袭 当然不是为了 为太子除掉什么叛贼 不过是想除掉眼中钉肉中刺 何夕军 虽然不能与辽东军相比 但是只要拼杀起来 辽东军即使取胜 恐怕也会打伤元气 除掉我 殿帅就少了一大强敌 恰是如此 更加证明殿帅的 不沉之心 赤连殿冷笑地说 原来你懂得这个道理 即使如此 也就不必废话了 他向前走出一步 冰冷的涌道之中 火把的火光燃烧之中 那火苗 宛若在跳动着妖异的舞蹈 将赤连殿的影子 投射到墙壁上 那影子也变得扭曲不堪了 其默 冯元博见赤连殿靠近 立刻说 殿帅是聪明人 不该起之动手 赤连殿淡胆地笑着说 莫非你怕了不成 你杀人无数 本帅以为 你早已经练就铁石心肠 想不到 你的胆子并没有 本帅想得那么大 落在殿帅手中 冯某当然知道 生死都在殿帅一念之间 冯元博肃然说 可是 殿帅若不杀我 恐怕要比杀了我 得到的 多的多 哦 赤连殿抬手 摸着河下胡须 这又怎么说 冯元博挣扎着坐起身 一只手撑着地面 让自己不至于躺下 盯着赤连殿 说道 应缘即死 殿帅当然不会继续效忠太子 殿帅手握辽东雄兵 自然是人强麻壮 声势浩大 可是在我看来 殿帅如果 仅以辽东之兵 争凶天下 只怕还远远不足 赤连殿淡淡地说 你是说 辽东军没有能力 争凶天下 冯某并不是这个意思 冯元博立刻说 辽东军确实是当今天下第一军团 放眼天下 能与辽东军抗衡的 恐怕一个也没有 赤连殿没有表情 只是盯着冯元博并不说话 只是 殿帅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一枪独立 群雄共驱 冯元博目光闪动 缓缓地说 殿帅的辽东军实力强大 一旦争凶天下 其他各路人马 自然是心惊胆战 可正因如此 却很容易成为众矢之地 到时候 只怕许多人的矛头 会对准殿帅 辽东军 固然能争善战 可是要一个一个打下去 只怕要损失不小 长夜输得好 杀地一万 自损八千 辽东军 虽然勇猛 却毕竟不过十万之中 而且如今 也不过占据东北 一余之地 说到这里 却故意停下 没有继续说下去 赤练殿却似乎 对冯元博的话 颇有兴趣 说道 说下去 冯元博叹了口气 再说 哎 殿帅该知道 东南树道 已经沦陷 被天门道中 所占了 船中之乱 也是如火如荼 金陵道如今 自封为王者 多大数人 还有河北的 秦天王 殿帅虽然如今 在战事中 占据商风 可是辽东至今 还没能打进河北道 被是在浮海道 也是乱口丛盛 蓝巫和方杰 两路人马 殿帅 还没有扫除吧 赤练殿冷冷地说 蓝巫 方杰之流 不过是乌合之中 不足为虑 殿帅所言极是 逢言破说 可是 殿帅不要忘记 浮海蓝巫直乱 其自沿海 他们大都是 愚民出身 如果这些人 即是在路上猖绝 殿帅一声令下 辽东旗 自然能将他们 错骨扬晦 可是他们在海上 有退路啊 殿帅辽东铁旗 固然傲视天下 可是却并未知水军 且不说海上根本无法对乱扣 形成打击 别是殿帅日后入关 进军关中之地 湖泊纵横 水到盘须 为我水军 警告殿帅的铁骑 要想顺利进军 只怕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简直连殿双眉锁起 盲说 还有西北 殿帅 可不要忘记西北三道 那可是民风飘寒的苦寒之地啊 当年封寒笑 平定西北 一时花了大心血 好事多年 如今西北有了严岛 而且还与西粮人做起了买卖 其实力 也是不可小觑的 赤点殿说 你说这么多 倒似乎是在为本帅谋划天下 仅凭你这一番话 你觉得本帅便可以饶你不死 我殿帅误会了 冯元破瞳孔深处 虽然带着一丝畏惧 但眉角却微微挑起 冯某只想问殿帅一句 若是我现在死在这里 何西军将何军何从 赤点点盯着冯元破 反问道 你说呢 殿帅杀了我 犬子尚在 冯元破肃然说 犬子自幼在寒武之中历练 虽然与殿帅之能差至千里 可是却并非无能之辈 以他的性情 自然不会轻易向殿帅屈服 冯某敢保证 活若一死 何西军便是辽东军的头好大敌 赤点殿一直举着火把 手臂稳健有力 依然是面无表情 殿帅的辽东铁骑最终当然可以击败何西军 可是战事过后 辽东军援起大伤 不知殿帅到时候可还有实力横扫关中 当兵西北 赤点殿的嘴角泛起似糊涂 龙总督的意思是说 如果本帅即日放过你 何西军便不会与本帅为敌 不止于此 冯元破立刻说 到了这般地步 我也不说虚言 一开始的时候 我确实想过 谢天子 也令诸侯 借用皇帝之名 庆祝一己 竟是显出一丝惭愧之色 冯某甚至想过 借有这次机会 也除掉殿帅 赤点殿冷哼一声 并不说话 可是如今 皇帝都已经被刺 我的计划 也就成为泡影了 冯元破正色说 如今 真正可以定定乾坤 一统天下的 也就只有殿帅了 我冯家父子三代都在何西 对何西十分的了解 何西军对冯某的命令 也是不敢违抗 顿了顿声音加重 殿帅 如果冯某率领何西军 尽数投奔到殿帅麾下 任由殿帅驱使 不知殿帅是否接纳 投奔于本帅 赤点殿盯着冯元破的眼镜 冯元破立刻说 与其让何西军 成为殿帅的敌手 殿帅难道不愿意 让何西军 这位殿帅争霸天下的 马前族吗 何西数万雄兵 而且还有宜蛮骑兵 驻镇 这些人 只要在下一声令下 便都会誓死效忠殿帅 帮助殿帅成就大业 赤点殿 泛起此笑意 冯元破 你当真会效忠本帅 冯元破却是挣扎着 跪倒在了赤点殿面前 拱手说 冯某对殿帅 一直心存敬畏 即使冯某生死 掌握在殿帅之手 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只要殿帅放我一条生路 冯某必当雍权相报 冯家子孙也拾待小忠殿帅 做殿帅最忠实的猎权 本帅又如何能信你 赤点殿发出奇怪的笑声 你别好搅忽 本帅又如何知道 你不是还兵之计呢 冯元破伸手 从怀中取出遗物来 说道 殿帅 这是冯某的总督令牌 有了这刀令牌 便可以调动何细军 将手中令牌丢了过去 冯元破探手结果 看了一眼 却当作匪铜烂铁 丢在一旁了 冯元破一争 赤点点已经说 何细军 是你冯元破一手训练出来 军中将领 也都是你的人 这块牌子 实在没有任何作用 冯元破勉强笑着说 那殿帅的意思是 赤点点抬抬手 说道 冯总督 先起来说话吧 等到冯元破站起 赤点点才淡淡地问道 你当真要效忠本帅 冯元破立刻拱手 诚恳地说 冯某可以对天立誓 举起一只手 不要立下誓言 赤点点已经说 这倒不易 冯总督 既然你真心想跟踪 本帅 本帅有几个问题 却是想 向你请教 殿帅请问 只要冯某知道的 必当知无不言 言无不信 赤点点紧盯着 冯元破的眼睛 轻声问道 本帅问你 大新宗的人 缘和会万里迢迢 送西域来到中原呢 他们处心积虑 到底想做什么 家楼罗王既然是 大新宗的重要人物 他缘和会与你 走在一起 设下今次陷阱 孔雀台是否奉了 你们的命令 才出手刺杀皇帝呢 冯元破已争 脸上显出了古怪的神情 并没有立刻说话 赤点点的脸上 立刻布满含义 冷笑地说 莫非冯总督 有所知 冯元破叹了口气 说道 哎 殿帅明察 大新宗的事情 冯某当然不是一无所知 可要说真的知道什么 那也是自欺欺人 冯某既然效忠殿帅 就不敢有欺瞒 殿帅在大殿之上 想不也听到 我生出谋反之念 确实是因为 加罗罗王的教所 你是一方总督 帝国的封疆大吏 又怎会轻易听从 一个西语妖人的教所呢 赤点点向前一步 距离冯元破更近了一步 灯火照在他棱角分明 布满粗糙皮肤的脸上 显得异常的阴森 还不是因为 长生不老 冯元破看上去 倒显得十分诚挚 加罗罗王当初隐瞒身份 求见冯某 出口便都是一响天开的狂言 我当时不要向他驱逐 可是 摇了摇摇头 就像是电上所言的 加罗罗王使出了他心通 我亲眼瞧见他无头而行 烈火焚身而不死 现如今知道了真相 当时是被他迷惑 可是那时候 我却以为一切都是真的 哭笑着叹了口气 他后来声称 乃是新宗不尊 可以传授我长生之说 我对此身心不疑 也就一步步被他教唆 一直走到今日这般地步 那他们为何要来中原 直连点沉声道 难道就是为了 前来刺杀皇帝 他们是西域人 中原与西域总无仇怨 曾经更是互通有无 关系和睦 一群西域新宗信徒 前来中原 而且是新宗的重要人物 惺心策划刺杀皇帝 当然不会是史书无音 你既然与家罗罗王 设下这样的陷阱 对他们的心思 当然也不会一无所知了 风原破摇头说 殿帅明见 我被加罗罗王蒙骗 一心只想长生不老 我是士族人 只要是族人 没有谁能逃得了 长生不老的诱惑 本帅明白 除了长生不老 加罗罗王还怂恿我 将皇帝诱到河西 布下陷阱 风原破苦笑地说 谢天子 一定诸侯 争霸天下 这自然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诱惑呀 赤连殿 没有说话 风原破看着赤连殿 我自然知道 加罗罗王举行不良 可是对付那样一个人 我又能做什么呢 这孔雀台 正如殿帅所言 其实也是加罗罗王的安排 加罗罗王让我召来孔雀台 为了避免其他人起疑 我故意向李部的薛华安请教 造成孔雀台的到来 是薛华安的意思的假象 这样就能给孔雀台 少惹一些麻烦 哦 孔雀台入殿嫌疑 这是计划之中的事情 加罗罗王没有说清楚 可是我那时候 已经猜到了 孔雀台 恐怕要生出事端了 孔雀颇说 只是我万没有想到 静雀公主 竟然躲在孔雀台 现在看来 加罗罗王早就知道 静雀公主的踪迹 安排静雀公主刺杀皇帝 让他们妇女残杀 自然也是加罗罗王 计划中的事情了 赤连殿周梅说道 本帅很想知道 加罗罗王 为何要安排公主刺杀皇帝 如果是为了出其不意 杀皇帝一个措手不及 这根本解释不通 那时候 点中猪人全都中毒了 根本不能动弹 随便一个杀手 就能够取走皇帝的性命 加罗罗王 为何偏偏安排公主 冯元破摇了摇头 哎呀 我也不知啊 公主刺杀之前 我甚至不知道 他就在甜刀殿内 赤连殿盯着冯元破 看到冯元破眼眸的深处 也是带着迷茫之色 知道冯元破并无说谎 皇帝被刺之后 加罗罗王的那番话 又是什么意思 赤连殿问道 他说的恶因恶报 总和说起 莫非这 你好无所知 确实不知 冯元破说 如果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就明白 大新宗为何会与秦国为敌了 赤连殿微沉吟 终于说 罢了 冯总督 当务之急 还是要离开这 是非之地 神因为那帮英爪 可不是吃干饭的 我只怕 他们会追踪而来 台首说 你在前面带路 咱们先走出密道再说 呃 殿帅 殿帅是否愿意 接纳宰下呀 赤连殿说 冯都麾下十万精兵 正如冯都所言 天下大乱 纷争在所难免 你我若是相争 一定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到时候 只能便宜其他人了 即使如此 化干戈为玉伯 你我携手结盟 应该是 牧下最好的选择 冯元破坚 赤连殿这般说 松了口气 拱手笑着说 啊 殿帅错了 冯某并不是 想与殿帅结盟 而是想要 效命于殿帅 如今天下大乱 能够定顶天下的英雄 也只有殿帅 能够担当了 冯某只想 殿帅成就大业之后 能够赐给冯家一方土地 也好让冯家后人 衣食无忧 若如此 便是为殿帅战死沙场 冯元破 也是心甘情愿的 你们冯家 一直镇守何夕 等到天下平定之后 本帅 赐你为王 何夕 将成为你的冯义 赤连殿干脆利落地说 不知冯都 一下如何呀 冯元破 顿时显出了感激之色 跪到在地 冯元破 带冯氏一族 谢过殿帅的厚恩 我在此立誓 此今而后 冯家世代子孙 实死效忠殿帅 为殿帅赴汤蹈火 在所不死 若为此事 人神共诸 赤连殿显出了满意之色 抬手说 冯都请起 先离开这里 出去之后 本帅再与冯都详细谋划 冯元破再不犹豫 起身来 在前为赤连殿带路 这一条路 颇为漫长 赤连殿跟在冯元破身后 也不知走了多久 冯元破这才回首说 爹帅 前面 前面就是出口 这里是一处石场 走出去咱们就安全了 说完冯元破抬手 在墙壁上按了一下 被听到轰的一声响 一阵淡淡的光芒投射进来 前方就是出现了一个出口 冯元破拱手说 爹帅请 赤连殿举着火把上前 从冯元破身边进过 走到出口前 指尖的外面 却是堆放着许多乱石 乱石之间 倒是有一条狭小的出口 除非出口外的石头 被西树搬走 否则就只能从 乱石的缝隙之中 爬出去了 见得此行 赤连殿禁不住 皱起眉头来 电帅 冯元破看着赤连殿 脸上满是恭敬之色 赤连殿淡淡的说 此处本帅并不熟悉 还是冯渡先出去吧 冯元破争了一下 也不多言 等到赤连殿后退了几步 正在上前 走到出口处 向外面瞧了瞧 这才曲着身子 钻进巨石的缝隙之中 赤连殿的嘴角 滑鬼似冷笑 正要上前呢 猛听得嘎的一声响起 一瞬之间 赤连殿便知道 大事不妙了 只见当那道 打开的石门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迅速合上 已经走出 涌到了冯元破 转过头来 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赤连殿 依然明白了 这石门的外面 必然另有器官 毫无疑问 冯元破 已经触动器官了 石门一旦合上 等自己再打开石门出去 风元破 必将消失不见 他距离石门 本就不远 嘀吼一声 人如猎豹 点过火石之间 已经冲上前去 眼见的 在石门关闭之前 便可闪身而出了 陡然之间 却见到眼前寒心抖起 却是两枚冷镖 急射过来 赤链殿的身形 为之一致 眼见的两枚冷镖 迎面袭来 他双腿猛然一驱 竟是跪倒在地上 冷镖从他头皮上滑过 而他却借着 跪下的双腿 向前滑出 正滑到石门处 边上的石门 已经迅速挤压过来了 石炼殿 向前滑动的 惯性已经消失 见得深则石门挤过来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双手展开 一手撑着墙面 拎着手 顶着合拢过来的石门 石门乃是机关操控的 关门的速度极快 而且冲力惊人 换作常人 根本无法抵挡 必然要被石门挤压成肉泥 只是赤连殿 气力惊人 顶住石门之后 那石门顿时便无法合拢了 可是赤连殿却不敢松手 少有不慎 那石门便可将它挤成肉泥 逢源破间 赤连殿差点从涌道之内冲出 脸色惨白 大惊失色 额头上已经冒出冷汗来了 等见到赤连殿被石门挤住 无法脱身 这才恢复了身材 身在巨石狭窄的缝隙之内 冲源破勉强转身坐住 盯着赤连殿 得意地笑着说 哈哈哈哈 殿帅被人称为辽东猛虎 现在看来 果然是名副其实啊 这石门的力道何止数百斤 如果不是殿帅长的猛虎 又如何抵挡住这道石门呢 赤连殿虽然跪在门源上 双手撑住两边 石门的机关被触动之后 关闭之力不减 赤连殿全身的力气 获集到两臂之上 神色阴沉 只是冷冷地盯着风源破 你该明白 你我之间本就只能活下一个 风源破笑着说 哈哈哈哈 我走出这里 何锡君依然掌握在手中 而辽东军没有你殿帅 很快就会四分五裂 你手下的那些战将 也只有你能够压伏得住 等到你死之后 他们就会像军猎狗一样 自己先撕咬起来 他身体微微前倾 得意地笑着说 哈哈哈哈 殿帅啊 你还能撑住多久啊 可有什么话要留下啊 赤连殿 淡淡地说 何锡搅糊 果然是奸诈搅滑 本事还是疏忽大意了 殿帅自欠了 你当然没有疏忽大意啊 风源破笑着说 哈哈 方才我请你先出来 你当然是害怕我在你身后 而且 你对这密道之外的情况并不了解 只怕自己不小心中了机关 所以让我在前面带路 这也是小心行事吗 赤连殿冷冷地说 无论我是先走出来 还是你先走出来 你早就有了对策 殿帅莫忘记 何其是我的地盘 这条密道更是我一手设计而成的 冯元破先前被这连殿重击受伤 虽然身体无似不舒服 但疼痛之感已经减轻不少了 手按着腹部 其实你若先走出来 还真没有大事 至少你可以脱身而去 我只不过在里面关上石门 不收你鞋子而已 你当然不会在这里久留啊 等你离去 我也就安然无恙了 嘿嘿一笑 只是啊 你心里一开始就提防我 我让你先走 无非是以退为进 因为我知道 你竟然会让我先主人 为你探路的 赤练电子时 体力倒也充沛 可是他也明白 时间如果太长 体力慢慢消耗 终究难以撑住 如果他此时双腿站住 他还可以借助 腿部的弹力试着脱身 可是此刻他跪在地上 腿上的作用 也就完全用不上了 这石门关闭的速度极快 自己双臂只要松懈 石门必然会迅速挤压过来 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只能将全身力量 集于双臂 一时倒也不敢轻举妄动 严帅 号称人徒 冯某是你眼中钉肉中刺 你本可以杀我 却没有杀 当然 不是因为我说了几句话 便饶我 嘿嘿 冯元婆冷冷笑着说 你在密岛之内 一路跟踪 无非是知道 这条密岛必然有机关 想让我带你脱身 否则你在永道之内 早就动手了 又何必犹豫不决呢 说到底啊 我能活下来 无非是因为 你害怕自己走不出密岛 你答应放我一条性命 也只不过是 想让我带你走出 这最后一段路 只要走出这道门 你当然不会手下留情了 他目中寒光骤气 即使如此 我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了 这道石门 便是你我生死判定之地 你若不死 死的就只能是我了 你说 我又怎能不对你下手呢 赤炼炼 面色冷峻 冯元婆却得意洋洋 回头看了看 石凤之外的光亮透射进来 已经是晨曦时分了 黎明的曙光已经洒射到大地之上 冯某的刀法是总家父 刀法虽然也说不上有多厉害 却混了个霸刀的混号 与风寒笑齐名 哎 冯元婆叹道 人霸诸名 诸霸壮 本来名声在外 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可是对我们来说 却并不是什么好事 谁都知道你刀法诸名 以后交手之前 就对你存了小心之念了 起了地方之心 这可是大大的坏事啊 鬼一笑 所以许多年前开始 我就暗中练习暗器 暗器素来为人不迟 我身为一方大员 自然也不能光明正大的告诉世人 我擅长暗器啊 赤炼店淡淡的说 你暗器的功夫 倒也撑不上厉害 哦 那倒不假 比起真正的暗器高手 我差得太远了 而且暗器本就不好练 我供我繁忙 事情众多 也没有太多时间 倒也不想靠暗器置疑 只要在非常之时 一块暗器保得住性命 便已经阿弥陀佛了 冯元破含笑说 方才如果不是打住暗器 殿帅就不会被捆在石门中了 只怕我冯元破现在 已经是身手分离了 赤炼店冷哼一声 并不说话 他双眸转动 冯元破却似乎 已经看出他心思了 笑着说 殿帅难道想要从石门之中 挣脱出来 我劝殿帅不要轻易尝试 这道石门又宽又厚 而且是机关控制的 殿帅的速度固然不慢 可是以你现在的情势 只要手上的力量小一些 我保证你必然要被石门 挤成肉泥 我还可以保证 你根本无法从中脱身 当然 如果殿帅觉得自己武功高强 倒可以试一试 想当年 你我也是一同跟随 银元南征北讨 你若死了 我定会给你收尸的 赤炼店眼中寒意不消 冷是冯元破 他虽知道冯元破狡猾多端 许多人背着你称其为狡狐 自己也是小心提防 想不到竟还是被此人算计了 银元赤炼店不说话 风元破叹道 哎呀 殿帅呀 想必死也不甘心呢 可是事件本就如此 如果今日我死在殿帅之手 也是大不甘心呢 只不过 殿帅刚才问的问题呀 我现在倒还愿意回答 什么 殿帅方才问我 大信宗为何万里迢迢赶到中原 更是非尽心里 布下如此陷阱刺杀皇帝 风元破叹道 哎 让他的亲生女儿亲自动手 这恐怕让银元死得更加痛苦 如果没有极大的仇恨 信宗弟子又何须如此呀 赤炼店皱眉说 你是说 皇帝与信宗有深仇大恨 未必是皇帝 有可能是秦人 与他们结下了深仇大恨 风元破缓缓地说 银元是秦人之王 如果秦人当真与他们有仇 他们对付银元 将满腔仇恨撒在银元身上 到一时可以理解 赤炼店说 秦宗出自西域 西域封锁西方之后 西域和中原连来往都是很少 双方又能集谢多大的仇怨呢 冯元破喊笑说 哎呀 殿帅当年与银元一起 率兵杀入关中 后来更是负责攻略辽东 与西边相续甚远 有些事情恐怕知道的并不清楚 但是你总该记得吧 当年的鲁国太子 又是如何死的 鲁国太子 吃点点一争 似乎是在脑中回忆鲁国太子的事迹 冯元破已经说 天帅 我非忘记此人 当年西北五大诸侯国 虽说西唐国都是最后一个拿下 可是要说起最后一个灭亡的 却并非西唐 而是鲁国 鲁国虽然被封寒笑早早攻下了国都 但是鲁国的太子 可是在西唐灭国之后许久 才被卡了脑袋 当年封寒笑围攻西唐之时 鲁国太子甚至聚集了数万人马 准备西唐联手对付封寒笑 吃点点眉头一展 似乎想起来了 说道 哦 不错 本帅记得鲁国太子 他是被西唐的林庆元斩了手机 后来是封寒笑带着林庆元 前往罗安京城 将手机掀给了皇帝 文帅那时候还在辽洞 皇帝为此还专门派人 向辽洞传达了消息 告知鲁国太子已经被杀了 他说话之时气息沉稳 但是额头上却已经渗出了一次汗水了 显然石门关闭之力 让他耗费了不少体力 鲁国虽然早早被灭 但是鲁国太子在西北威望很高 他暗中勾连西北诸国的亡国之臣 出出以封寒笑为难 封寒笑在西北大帝之上 一时间却是奈何不了鲁国太子 但是 学少万两黄金 取鲁国太子的人头而不得 封元坡叹道 哎 甚至在西唐北围之时 鲁国太子还能揪起起数万人马 要与西唐里应外合合计风含笑 他的腹部被赤练殿打了一拳 虽然已经缓和许多了 但是伤势不清 一番话说起来 却是感觉腹部颇有些疼痛 微皱眉头 却还是继续说 当年银元通缉四大漏网之鱼 鲁国太子便是位居首位 剑法高手天属国太子刘耀 却只能位居第二 赤练殿并无与蜀国太子打过交道 只知其名 但是却也知道 当年勤过了心腹之患 鲁国太子便是位居首位 正因如此 鲁国太子被杀之后 皇帝才会鸣宣天下 鲁国太子与西与新宗 有何干系 赤练殿问道 冯元坡嘿嘿一笑 说道 我只知道 当年西唐国破之后 丁清元投下了秦国 转而跟随封汉小 一同剿灭鲁国太子 鲁国太子的主力被击败之后 在西北东躲西藏 后来无路可逃 据说带着数百人马 越过了天山 往西边去了 试炼殿欧历生 并无说话 冯元坡继续说 封汉小当然不会放过鲁国太子了 西北诸国即被荡平 唯一的祸患就只有鲁国太子 如果取不了鲁国太子的手机 固然后患无穷 封汉小也无法向银元交代 所以他亲率三千狼兵 翻过天山 那是无论如何 要取下鲁国太子的手机 赤连殿说 三千狼兵西晋 此事本帅有耳闻 据本帅所知 那次西晋 虽然杀死了鲁国太子 但是三千狼兵 却是损失惨重 所生无几 据说 是在西边的大沙漠之中 遭遇了风暴 许多人 要么是藏神沙漠之中 要么下落不明 活着回来的 不过数百人而已 不错 封言破淡淡笑着说 而且回来的人三见其口 谁也没有说起 追杀鲁国太子的事情 而且其中有不少人 回来之后 便急患了怪病 仅仅两年时间 活着回来的数百人 因病死去了大半 最后能活起来的 不过几十人而已 狼兵是风寒晓当年 最得意的军团 为了追杀一个鲁国太子 三千狼兵 几乎是全军覆没 这事情老百姓 知之甚少 但是你我 却是清楚的 此事大伤元气 朝廷也是下职 不许任何人 再提及此事 赤连殿皱起眉头 你的意思是说 亲从东来 与当年的狼兵 西进有关 赤连殿探道 哎呀 其实啊 我一直在奇怪 狼兵西进 那可不是三两个月 而是大半年 这大半年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狼兵单兵作战 能力极强 而且都是飘悍勇猛 这些人在最为恶劣的 环境之中 也不会轻易屈服 而且风寒笑 捅兵的能耐 并不在你 殿帅之下 怎么可能 因为场大风暴 就会让三千狼兵 几乎全军覆没呀 那些生还而归的狼兵 为何又会患上怪病呢 而且在两年之内 死得所剩无几 殿帅是聪明人 这中间 到底有些什么勾当 我想殿帅 应该能猜到吧 你是说 狼兵西进 与新宗的人发生了冲突 这链点明白什么了 三千狼兵 并非损失于大风暴 而是死在新宗的手上 眼中非显惊骇之色 还有那些患病的狼兵 也是新宗的人搞的鬼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毕竟咱们 也没有亲眼见到 风原破缓缓地说 知道真想的 如今也是所剩无几 当年西进狼兵之中 风寒笑和林庆元都在其中 还有咱们的那位义国公 当年他也是随着风寒笑 一起翻过了天山 此外还有一个叫方熙的 殿帅只怕不记得 方熙 是连殿为一尘引 难道是后来的那位 户部侍郎 不错 风原破笑着说 殿帅原来知道此人哪 此人当年是风寒笑 回家的谋士 而且跟随宣言平章 一起负责西北军团的 后勤事务 正是因为 他也跟随狼兵西进 追杀鲁国太子有功 所以后来被调入户部 更是爬上了户部 侍郎的位置 殿帅可知 此人现在如何 赤炼殿摇摇头 风原破说 此人早在多年之前 就已经致事了 在魏陵府一样天年 可是就在几年之前 魏陵府城 发生了一桩血案 方熙被人在府中所杀 而且朝廷 还专门派出 神医卫调查此事 风寒笑 在关外被谋杀 林静元在宫中 也是死得不明不白 方熙更是被人所杀 当年习近的 这几位大人 除了学员平章 全都不得猴死 赤炼殿的眼角 微微抽搐 如果说狼兵当年西纪 与新宗发生了冲突 甚至酿成了巨货 回来之后 谁都不敢再提及 而新宗却前来中原报复 将矛头直指银元 狼兵是秦国的军队 新宗将仇恨 放在银元的头上 那么这一切也就可以理解了 冯元婆含笑说 天帅啊 我帮你了结了心中的谜团 你现在就算死 也不会死不瞑目吧 赤炼殿冷冷一笑 冯元婆危险得瑟 天帅放心 你的志向 冯某自然会带你完成的 今日你死 辽东兵乱 等我先评了太子 稳住河西 便会帮你稳定辽东 没有殿帅的辽东群 只是一盘散沙 辽东铁骑一旦为我所用 到时候要横扫天下 也就不费摧毁之力了 赤炼殿阴冷地看着冯元婆 听着冯元婆继续说 若是殿帅依然坐着辽东 我当然难以对付了 可是没了殿帅 你手下哪杆将领 我有很多法子对付他们 是了 待会儿殿帅体力不足 撑不住石门 必然会被挤成肉酱 此地不宜久留 冯某也不能一直在这里 陪着殿帅 临别之际 不知殿帅还有何吩咐呀 赤炼殿 目光主动刀锋 却一言不发 如果殿帅不愿意承受 被巨师挤压之苦 冯某可以帮殿帅最后一次 他一直手抬起 手中扣着两枚寒针 冯某的暗器功夫虽然不好 但是如此距离 我保证能够摄入殿帅的喉咙 也能让殿帅死得没有痛苦 不知殿帅一下如何呀 赤炼殿终是冷冷地说 多行不义必自闭 冯元坡 你如落在本帅手中 本帅定将你切成108块 每一块都要让猎犬吞噬下去 冯元坡哈哈笑着说 哈哈哈哈哈哈 殿帅好证人毒 我果然是手的很辣呀 只可惜啊 殿帅的心愿只能来生达成了 他话声未落 忽听得砰的一声响 赤炼殿的身体在一瞬间 却如同炮弹一般向前扑出 冯元坡大吃一惊 没有想到赤炼殿竟然敢放手一搏 只是他却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赤炼殿双腿跪在地上 根本没有厚利可见 可是他这一般扑出 倒似乎弹射而出 以冯元坡对赤炼殿武功的了解 此人虽然厉害 可是却没有达到如此地步 也几乎与此同时 冯元坡的眼角却是瞧见 随着赤炼殿扑出 在赤炼殿的身后 一道身影如影随形而出 而这道石门已经砰的一声 轰然关闭了 冯元坡心之不妙 手臂一扬打出了手中的暗器 却无暇顾及其他了 暗器打出之后 转身便迅速顺着石缝向外逃窜 赤炼殿此时 却已经是扑倒在地了 那两枚寒针 朝着赤炼殿身后那道身影搭过去 刀光闪动 那道身影单笔灰 手中刀影闪过 叮叮两声 两枚寒针锯被刀身挡住了 赤炼殿此时却是觉得 后背脊骨似乎断裂了 剧痛钻心 冯元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赤炼殿却也不知道 究竟发生何事了 他本来正拖延时间 寻求拖身之法 冷不防背后似乎有一道铁锤子砸在背脊上 那股力量让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扑出 而他此时才感觉到自己的身后竟然多出了一个人来 身后多出一人的惊骇远超出被袭击的海燃 身后那人出现得悄无声息 在被袭击之前赤炼殿竟是没有一丝的察觉 扑倒在地上 赤炼殿一时间起身不得 强撑着扭过头 却发现一道身影从自己身边划过 一袭看到那人竟似乎还背负着一个人 一闪之间 那人竟已经钻到巨石缝隙之间 向冯元坡追拿过去了 冯元坡此时可说是手足巨冷 赤炼殿在密道之中一路围随 本就让他吃惊不小了 实在料不到除了赤炼殿之外 还有其他人也跟随而来 他设计困住赤炼殿 可是他先前被赤炼殿击中腹部 受伤不轻 与赤炼殿输了许久 迟迟没有离开 并非真想与赤炼殿多说废话 只是五脏六腑受到重创 想借机略作恢复 便是此刻 五脏六腑依然是十分疼痛 等得赤炼殿扑出 冯元坡知道大事不妙 只能忍痛逃窜 他却已经瞧见 与赤炼殿几乎同时飞出的身影 虽然没有看清那人的样子 却知道强敌到来了 那人偷袭赤炼殿 冯元坡虽然正面对着赤炼殿 却也没有发现那人是何时靠近的 赤炼殿本来手握火把 可是先前为了顶住石门 早已经脱手放开了 四下里变得昏暗无比 只有从巨石缝隙外面 投射进来的暗淡光芒照射 赤炼殿身后的云道便是一片漆黑 而且石门关上一半 对方只要贴住石门那边的墙壁 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过来 而不被发现 冯元坡狼狈不堪 虽然没有回头 却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人追上来 他冷汗直冒 好在对这条狭窄的石缝十分熟悉 而且石缝的距离并不长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掏出石缝 前面豁然开朗 这里果然是一片石场 堆满了大大小小无数的石块 已经照到天宫的后方 巨石场不远处 则是一座普通的石山 乱石临巡 凹凸不平 山上甚至没有一棵树木 倒将是乱石堆成的一座石山 冯元坡出了巨石缝隙过道 身上的衣巾 已经被石头的棱角撕裂了 甚至身上也被巨石棱角 划出多道伤口 但此时 冯元坡一心想要逃脱 根本感觉不到肌肤上的疼痛 反倒是这般一折腾 腹部的疼痛更加剧烈了 额头上已经满是痘大的冷汗了 再走一步 立刻取你性命 冯元坡刚刚爬上一块巨石 身后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 晨替的曙光已经洒射到天地之间 东边的天际也已经显著余度白了 冯元坡背脊发凉 那冰冷的声音让他当真不敢轻举妄动 也不敢转身 勉强笑着说 有话好说 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不要动手 转过身来 冯元坡只能是慢慢转身 见到来人脸色骤变 失声的 是你 在他身后追上来的 竟豁然是楚欢 楚欢背上附着一人 手中却握着一把刀 晨曦曙光下 那刀光也是冰冷至极 冯元坡眼角抽搐 却还是勉强笑着说 楚楚楚 这是什么意思呀 莫非楚都忘记了 你我是朋友 又为何要倒兵想象的 朋友 楚都当真是贵人多王室啊 冯元坡尽量自己镇定下来 他心里也异常清楚 无论是赤连殿还是楚欢 都是手握重兵的一方萧雄 如今皇帝被刺天下纷乱 各方势力争雄天下 已经是在所难免了 在自己看来 赤连殿与楚欢 若是蒙虎归山 固然是后患无穷 可是在他们眼中 自己今日若是走脱了 那也是后患无穷 三大萧雄齐聚此地 若是能够击杀对手 就等若为自己日后争霸天下 除掉了强敌 在冯元坡看来 楚欢偷袭赤连殿 追拿自己 当然也是要除掉自己 自己之前 从赤连殿手中死里逃生 现在又落在楚欢手中 可说是凶多吉少 哦 楚都难道忘记了 你还有两位部下 正在寒舍做客呢 而且其中一位 还是楚都的红颜之急 冯元坡说 你我既然已经脱身了 不如一同前往寒舍 我自当安排楚都 和你两位客人 一同离开何夕 楚欢淡淡地笑着说 到了这种时候 冯都还想要挟本都 若是你将我当朋友 为何独自逃生 岂我不顾呢 楚都误会了 冯元坡苦笑地说 哎呦 当时啊 店内巨石烟雾 我又如何能够 找寻到楚都呀 楚欢笑着说 冯都找不到我 却仍在烟雾缭绕之中 找到地下密道的入口 楚欢对冯都 当真是钦佩的紧呢 这这 哎呀 楚都现在已经脱身了 那就是上天保佑了 冯元坡勉强笑着说 楚都 当真是机敏啊 竟然也能找到密道 并非我机敏 而是你自己该想到 你早就暴露了 密道的存在了 楚欢淡淡地说 你安排荆轲等人 突然杀到天道店 他们甚至都持有武器 你虽然空有核心日底 可是天道店 是宣元绍的禁卫军守卫的 荆轲他们 不可能通过禁卫军的检查 携带兵器进入天宫的 冯元坡脸上肌肉抽搐 却还是勉强笑着说 这个楚都所言极是 他们既然能够出其不意地 出现在天宫 也就证明 天宫必然存在一条 外人所布置的密道 这条密道 竟然可以让金歌他们 悄无声息地进入天宫 自然也可以让你冯都 悄无声息地逃脱了 楚欢缓缓地说 殿外都是守卫 我当然不敢冲出殿外 自投落网了 烟雾之中 谁也看不到谁 正是你脱身的大好时机 我又怎能错过如此机会呢 如此说来 烟雾之中 楚都依然发现了我的行踪了 冯元破常叹道 哎呀 楚都年少有为 武功非凡 机敏过人 冯某此番是真正服了 冯都依你之见 你我现在相聚的距离 如果我现在将这把刀 当作暗器丢过去 会不会伤到你呢 楚欢目光如刀 声音虽然平和 但是与其之间 却明显带着森然杀意 冯元破心下一沉 他在大殿之内 见识过楚欢的武功 知道楚欢实乃是一流高手 武功避在自己之上 自己如果没有受伤 而且手中有刀 未必不可一搏 可是现在的处境 却没有半点机会 苦着脸说 楚都难道要杀我 我还在犹豫 但是冯都如果真倒是朋友 我或许会手下留情 冯元破忙笑着说 我自然是向楚都当朋友的 从一开始 我就与楚都相见恨晚 既是如此 那么有了冯都 从上面下来了 主欢微仰着头 看着站在巨石上的冯元破 我想和冯都说说闲话 可是距离太远了 只怕冯都听不清楚 冯元破无可奈何 只能从巨石上小心翼地下来 走到楚欢身前 此时才发现 楚欢背负之人 竟是行刺皇帝的小公主 心下吃了一惊 按想 楚欢当真是了得呀 不但尾随自己进了密道 甚至顺手将小公主带出了 也不知道 这西北苍狼的心中 到底是何打算 楚欢却是慢慢地 转到冯元破身后 大刀搭在冯元破的肩头 刀锋贴进了冯元破的脖子 那刀刃与姬夫接触 透过含义顿时 席愿冯元破全身 让冯元破禁不住 打了一个寒斩 禁卫军萧尾陈国 在蔡子的吩咐下 即刻下令 调集了天道殿附近的首位 除了封左各门 以及要道的必须兵士 其他所有兵力 都调集到了天道殿 将天道殿团团围住 广场上的官员士绅 以及义团 也被下令就地等待 不可随意走动 否则力杀无赦 太子以及一种官员 则是在兵士的护卫下 迅速转移到了居仙殿 皇后看上去 悲伤欲绝 却在周庭等官员的劝说下 离开了天道殿 回到了居仙殿东殿 太子为了提防皇后悲痛之下 做出傻事 吩咐刘吏 陪在皇后身边照顾 皇帝已经是没了气息了 在神医小微的簇拥下 稍作掩饰 将皇帝的尸首 也转移到了居仙殿 暂时安置 天道殿内 一片狼藉 等到太子 以及众人撤离之后 禁卫军立刻进入殿内 开始搜索天道殿的 每一处角落 此番随同而来的神医校尉 有数十人 除了留下一部分保护太子 也分住一批 协同禁卫军 在天道殿搜找 居仙殿内 太子显然还没有 从震惊之中 换过神来 脸色没有血色 神情已是异常的凝重 周庭等官员 则是惊魂未定 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说一句话 殿内的气氛 压抑到极点 许久之后 太子忽然想到什么 没脚一跳 说道 你道 众人都是一愣 尚未明白太子的意思 太子已经解释到 风原婆安排的刺客 突然出现在天道殿 他们绝不可能 混过禁卫军的检查 不错 他们是从密道 潜入殿内的 天道殿 必然有一条秘密通道 可以直通天宫之外 风原婆 必然是从那条密道 脱身的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周庭已经说 殿下 如此说来 楚婚他们是否 也有可能找到 那条密道呢 楚婚和赤连殿 都是狡猾多端之为 本宫既然想到这一点 他们自然也已经想到了 太子冷笑地说 殿中的烟雾 让我们什么都看不清 可是赤连殿和楚婚 都是武道高手 他们听声便位的功夫 自然不差 禁卫军数着天道殿 他们自然知道 不可能冲出天宫 所以将脱身的机会 盯在了冯元婆的身上 殿下所言极是 林元方拱着身子 不识时机地说 他们既然知道 冯元婆知晓密道入口 自然就知道 冯元婆一定会利用密道脱身 只要盯住冯元婆 就有机会逃出去 袁崇尚皱眉说 那宣元将军和青龙千户 又是去了哪里呢 还有加罗罗王和公主殿下 他们去了何处 静云只怕 已经落在他们手中了 也许就是加罗罗王 接走了静云 太子目光如刀 宣元武功高强 青龙机密过人 他们竟然是发现 楚婚想逃走 所以追寻过去 马洪立刻说 宣元将军和青龙千户 亲自追纳 冯元婆和楚婚 别人难以脱身 只怕很快 就能将这两个逆贼 捉拿归案 赤连殿为何要走 太子扫视众人 你们说 赤连殿是为了追纳叛贼 还是他自己想走呢 众人闻言面面相许 却都是不敢说话 宣元少和月冷秋 对朝廷忠心耿耿 自然是追纳叛议了 太子缓缓地说 赤连殿始终是奸 本宫现在倒是不明白了 与其加重 再一次问道 你们说 赤连殿到底始终是奸 臣子们自然知道 这句话的分量 赤连殿手握重兵 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帝国名将 如果说赤连殿依然效忠朝廷 自然是大秦之福 可一旦因为皇帝之死 赤连殿另有心思 对当下的秦国来说 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太子显然对这个问题极其关切 林元芳依靠皇帝的宠信 一路青云爬到今日的地位 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皇帝祭死 太子接下来理所当然是要继承大同 作为新党的代表人物 林元芳曾经可是一度与太子党过不去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 可说是岌岌可危了 这种时候自己定然要迎合太子的心思 向太子示好 以免太子秋后算账 只是此时却实在不知道 太子心中是何想法 犹豫了一下 随即心意横上前去拱手说 殿下 臣以为赤连殿不可不防 哦 太子瞥了林元芳一眼 林大人的意思 莫非觉得赤连殿心怀意志 林元芳硬着头皮说 殿下 赤连殿手握重兵 一直以来就是拥兵自重 帝国四大粮仓之一的极平仓 更是一度成为赤连殿的辽东私仓 顿了顿 偷偷地瞥了太子一眼 监太子正盯着自己看 倒似乎正在认真听自己说 急忙说 如果他一心效忠朝廷 便不会突然离去 臣觉得对此人 不要小心防范 殿下啊 赤连殿始终世间尚未明了 如果他当真包藏祸心 此番本可以不来参加几天淡礼 周庭申请肃然 呃 臣以为 赤连殿前来参加几天淡礼 就表明他心里至少还装着朝廷 或者说 就算他心思未定 却未必以心想谋反 太子闻言 微微汗手 周庭继续说 在没有确定 迟连殿始终世间之前 我们宁可相信他是忠臣 也绝不能将他逼着 走到谋反之路上 太子说 周纳言 是老成谋国之言 呃 殿下 臣以为当前要务 是尽快控制河西局势 礼部尚书须寒安 初列说 河西数万大军 加上宜蛮骑兵 这些都是百战之兵 如果不能及时控制 被逢原破猛虎归山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现在 只有轩辕将军手下的三千禁卫军 虽然都是骁勇善战 可是 一旦河西军发难 三千禁卫军 根本无法抵挡 周廷立刻说 正是如此 殿下 河西军都是能争善战 一旦冯原破逃脱 势必聚集河西军 攻打天宫 到时候 根本无法抵挡 冯家父子在河西二十多年 根深蒂固 河西军的将领 也都是跟随冯家父子 争杀出来 对冯原破唯命是从 当前最要紧的 不是赤连殿 也不是楚祸 而是冯原破 报 便在此时 外面传来禀报之声 太子点点头 早有人将来人传召进来 进来的乃是一名神医校尉 太子已经问道 情况如何 可发现哪敢叛当 回禀太子殿下 我们正在天道点搜找 囚禁玄武千户的地牢 已经找到 正在想办法破解机关 哦 太子周眉说 何时能够救出玄武 地下囚牢的机关重重 设计得十分巧妙 短时间内很难破解 沈依夏威禀道 我们已经让精于机关之属之人 立刻破解 可是最快 也要三五天时间 方能打开 冯原破既然潜逃 玄武校尉的饮食 自然无人供应 他现在誓死誓活 也难以预料 太子知道 神医卫四大千户 都是独当一方的人物 而且神医卫誓死 效忠皇帝 乃是最为忠诚的部下 皇帝既死 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自然是要 接管神医卫的指挥权了 玄武便是自己的 得力干将之一 如此得力干将 太子自然要竭力保诛了 吩咐道 你告诉他们 要不惜一切代价 救助玄武 打开地牢 本宫定有重赏 玄武对父皇忠心耿耿 如此忠勇之事 也要重重加赏 卫之明白 神医校尾说 周庭本想说话 可是帝国官员 绝不可对神医校尾 指手画脚 都是忍住了 好在太子已经说 你告诉他们 冯元破很有可能 是通过密道脱身 你们仔细找寻密道所在 随即咒霉 心向冯元破 竟然精心设计下了一条密道 自然是隐秘至极 神医卫虽然能力出众 都是追踪办案的高手 可是 要找到那条密道 恐怕也不容易 林元坊查验官色 他本就是十分机灵之人 已经瞧住太子心思了 上前小心翼翼地说 殿下 要找到密道 恐怕不容易 下官以为 有一人或许知道一些信索 哦 太子立刻问道 谁 林元坊小心翼翼地说 殿下居仙殿的西殿之内 住着雪花娘娘 她是冯元破进贤圣上 而且她一直蛊惑圣上北巡 雪花娘娘有没有可能 是冯元破故意安排在 圣上身边的眼线呢 若是如此 雪花娘娘或许知道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太子和众官员此时才想起 这居仙殿中 还有一个雪花娘娘在这里 皇帝北巡后宫之内 除了皇后随同世家 雪花娘娘也是除皇后之外 唯一随嫁北巡的后宫妃嫔 太子眼中寒忙划过 淡淡地说 即使如此 将雪花娘娘请过来 她如今只是太子 尚未继承大同 而雪花娘娘乃是皇帝亲风的妃子 名义之上 乃是太子的庶母 按照后宫礼制 太子要见雪花娘娘 本该亲自前往拜见 却不能传召过来 但是此等非常时刻 太子传召雪花娘娘 众人却不敢多说一句 而且雪花娘娘进京之后 迷惑皇帝 身边的太监更是嚣张跋扈 早就不得人心了 在场诸人 除了林元坊和马洪 与雪花娘娘走得近些 其他臣子对雪花娘娘 没有丝毫的好感 雪花娘娘来到居县正殿之时 长裙如云 输着飞天计 她的长相本就美艳 一番打扮之后 更是娇美夺目 众人看在眼里心想 也难怪逢元坡 会将此女献给皇帝 如此美人 天下只怕 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拒绝 雪花娘娘身边 则是跟着两名太监 正是她的贴身 遗蛮太监 叶利欣和蒲欣 尚未走近呢 看到眼前阵势 雪花娘娘有些错愕 两名太监 也显出惊异之色 天道殿发生的事情 此时知道的人并不多 雪花娘娘身在居仙殿内 对天道殿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更不知道皇帝已经是遇死身亡了 今次祭天诞礼 皇帝带着皇后处理 却并没有带同雪花娘娘出去 这让雪花娘娘的心里 颇有些恼怒 一直在居仙殿生闷气呢 冷不丁地有人声称 太子传召 这让雪花娘娘有些惊讶 不知太子为何会传召自己 只是她出身宜蛮 对秦宫礼之并不熟悉 知道太子乃是帝国储君 太子传召却是收拾一番 踪踪过来 只是看到眼前景象有些吃惊 见得一众官员 看自己的神色极为冷淡 便连从前在自己面前 卑共屈膝的林元芳 也是冷淡之色 便觉得事情不简单呢 太子坐在轮椅之上 淡淡地瞧着雪花娘娘 雪花娘娘走上前 打量太子一番 尚未说话 太子已经说 你就是雪花娘娘 太子与雪花娘娘互相之间 都指之其名 未见其人 是 雪花娘娘见得太子 脸色冷峻 心下微微深寒 勉强笑着说 你就是太子 本宫就是太子 太子淡淡地说 本宫找你来 是想问你几件事情 哦 雪花娘娘 美眸流转 心下却是忐忑 她知道 这些官员平日里 都是聚集在皇帝身边的 可是此刻 不见皇帝 却冒着一个太子 事情显然不对劲 倒是 耶利欣 跟随雪花娘娘 有些时日了 在清城时候 就气眼嚣张 来到河西天宫之后 在冯元坡的主持下 更换一批内侍之后 耶利欣和普兴 更是嚣张跋扈了 他们见太子 坐在轮椅之上 是个患有腿脊的残废 有些小事了 大声说 太子 娘娘这几日 神体 瓶泪 不能一直站着说话 要奔正 一直过来 雪花娘娘 得到皇帝的宠爱 耶利欣 更是仗着雪花娘娘 为后台 气眼滔天 但是死了心 要抱着雪花娘娘大腿 极力讨好 此时说这句话 无非是借机 讨好雪花娘娘 太子看也不看耶利欣 淡淡地说 恩公说话 谁在边上锅躁 张嘴 耶利欣 哪里在意太子这句话 立刻说 我是娘娘的人 你不能发落我 大胆 雪花怒声说 在殿下面前 一个奴才 怎敢自称我自 当真是无法无天 此刻早有两名 禁卫武士上前来 一人便去抓 耶利欣的手 耶利欣怪叫一声 只是禁卫武士 何等嫖悍 不等耶利欣挣扎 一名武士 已经轻松地 扣住耶利欣双手 另一名武士 不知从哪里找了一块铁片 二话不说 对着耶利欣的嘴巴 狠狠抽打下去 铁片轻薄 可是打下去 却是疼痛难忍 内武士出手 也不留情 几下打过去 耶利欣嘴上 便已经是鲜血淋漓 牙齿脱落了 耶利欣最终哼急 每次刚要说话 铁片就已经狠狠抽打下去了 他在秦宫为非作代 再让不少官员都知 此人受宠生交 无法无天 此时见他被武士抽打 心下都是觉得欢喜 见了殿下 你为何不贵 薛桓安对这两名 医蛮太监早有成见 见得耶利欣被打 尽下畅快 眼角瞅见 朴欣目瞪口呆地 看着耶利欣 立时贺道 不懂宫中规矩吗 那朴欣 见得耶利欣被抽打的 口中冒血 魂飞魄散 听得薛桓安贺问 双腿一转 已经溃倒下去了 薛桓娘娘化容实色 实料不到太子 一出手就这般狠 有些恼怒地说 我要见圣上 圣上在哪里 父皇不会再见你了 太子冷冷地说 本宫听说 这两名雕奴 适宠生骄 仗是欺人 始宫中法度如无误 瞧了薛桓安一眼 问道 薛大人 你掌管礼部 应该知道 雕奴作恶 无法计 瞒上膝下 该当何罪 薛桓安拱手说 殿下 方才这两名雕奴 见到殿下却不行理 不论其他罪过 仅此一条 表仗则武师 国无法不利 既然有法度在 那就好办了 拉下去 仗则武师 太子挥挥手 又上来几名武士 将耶利辛和普辛 拖转下去 雪花娘娘 朽眉紧促 美眸中 满是愤怒之色 却无可奈何 很快 就听到惨叫声 传来了 片刻之后 声音渐小 直到没有了声息 一名武士 很快过来 禀道 启平殿下 他二人 经手不住仗则 只打了三十仗 便都已经弃绝了 啊 雪花娘娘 脸色惨白 双手捂着嘴 目中满是惊恐之色 太子却是淡淡地说 说好是五十仗 死了也不能逃过 是 武师一拱手 退了下去 你 你打死了他们 雪花娘娘又惊又怒 你怎么能杀死他们 太子冷冷地说 不是我杀死他们 而是他们触犯了国法 要受到应得的惩罚而已 雪花娘娘 据本宫所知 你是冯元破 进县到宫中 这不会有错吧 是 是又如何 太子 冷然一笑 说道 你是冯元破 派进宫中的 奸细 边上众人 见太子 如此一说 都是一争 暗想雪花娘娘 虽然是冯元破 进县的 可是却并无 直接证据证明 雪花娘娘 便是冯元破 派往宫内的奸细 太子如此说 倒是直接 给雪花娘娘 扣了一顶大帽子 只是 众人瞬间便想到了 太子这一般说 显然是要 战得先机 毕竟雪花娘娘 是皇帝的宠妃 名义上 是太子的庶母 如果不给雪花娘娘 先扣上奸细的帽子 太子便不能 对雪花娘娘 轻易施礼 否则便算得上 是大不孝 太子自然不想 担上如此罪名 先下手为强 给雪花娘娘 扣上帽子之后 也就占据了 主动权了 雪花娘娘 显然没有想到 太子就会这般说 吃了一惊 身体拒陈 立刻说 我不是 冯元婆已经谋反 你可知晓 太子淡淡地说 她在河西设下陷阱 准备刺杀父皇 据本宫所知 你在经中之时 一直劝说父皇北勋 本宫问你 你究竟是何居心 雪花娘娘听得冯元婆谋反 更是惊慌失措了 见得眼前阵势 一时双腿发软 脚去晃了晃 差点软倒下去 她并非心机深沉之为 亦不曾见过如此场面 太子声音冷漠 群臣亦是面色不善 而且太子一出手便 仗毙了她的两名近视 而且太子的气势沉稳淡定 在雪花娘娘看来 太子定然已经找到 充足的证据了 否则绝不会如此气势凌人 心下顿时变虚了 眼圈一红 产生的 我 不是 不是我 一时间却不知道该如何辩驳 你是父皇的妃子 只要你拒世交代 本宫可以网开一面 太子见雪花娘娘的神态 知道已经震住了 淡淡地说 冯元婆谋反 你之前是否已经知晓 我 我不知道 雪花娘娘娇躯 瑟瑟发抖 是 是她让我进宫 自豪圣上 让我劝入圣上 前来和喜悲讯 我 我不知道她要谋反 否则 否则我一定会告诉圣上的 她可告诉过你 在这天宫上有密道 太子目光冷峻 盯着雪花娘娘 她是否告诉你 一旦出现意外 如何从天宫秘密走脱 没有 雪花娘娘急忙摆手 说道 她从没告诉我这些 我 我也不知道这天宫 还有什么密道 太子 我没有害圣上的心思 都是 都是凤元婆 她逼迫我们斯拉夫部族 见些美人 从上 正在将我送到恒喜 献给她 我 我是被她所破 心里对她 很是怨恨 太子察言观色何其厉害 却瞧得出来 雪花娘娘应该是真的不知道密道所在 毕竟 密道乃是逢元婆心中机密 绝不会轻易告知别人的 传召雪花娘娘 也只是存着一丝侥幸心思而已 听雪花娘娘这样说 紧不住皱起眉头来 雪花娘娘见太子沉着脸 心下害怕 围攻太子也会对自己动手 问道 圣上 圣上在哪里 我 我要 见圣上 皇帝的尸体 安置在后殿 雪花娘娘并无瞧见 父皇 已经遇刺 太子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 你是父皇生前最宠爱的妃子 本宫问你 你可愿意相伴父皇于九泉之下 啊 雪花娘娘大惊失色 失声道 生上死了 太子淡淡地说 父皇确实已经驾崩了 本宫准备让你陪侍父皇 你可愿意 我 雪花娘娘直觉的头晕眼花 再也支撑不住了 如同凋起的花朵软倒下去了 长裙散开 惊恐无比 全身发抖 我 我不了死 众臣心想 太子却是心狠手辣之辈 仅仅一句话 不要让雪花娘娘去赔罪 只是 这般做法 倒也不是为目前处置雪花娘娘 最好的做法 难道 你不想陪侍父皇 太子目光更是冷峻了 如刀锋 搁在雪花娘娘身上 雪花娘娘 瑟瑟发抖 忽然想到什么 大声说 太子 不能杀我 你 你说是杀我 姨妈 姨妈部族都要叛乱 你说什么 我是皇帝的妃子 姨妈才会出兵帮助剿匪 你 你要是杀了我 他们不会帮你们 而且 而且姨妈各族 会成为秦国的敌人 雪花娘娘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 我的家族 在斯拉夫部族是大族 你杀死我 斯拉夫族就会为我报仇 姨妈其他部族也都会叛乱 如果你不杀我 我 我可以帮你说服姨妈人 让他们出兵帮秦国打仗 周婷 凑近过去 压低声音 说道 殿下 他说的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据臣所知 此番姨妈人出兵 其实是风缘破的意思 姨妈人善战好杀 反复无常 只是因为被冯元破打怕了 才会取宗于冯元破 那些姨妈的酋长 如今都在五平府城内 是冯元破 为了方知姨妈人不受控制 所以将他们软禁在那边 如果冯元破当真逃出去 姨妈人恐怕 还是要跟他们狼狈为奸的 太子 微微汗手 轻声问道 这个女人 可以让姨妈人改变主意 她是否能说服姨妈人 下官也不知晓 周婷低声说 但是臣下一位 咱且留住她 日后只怕还有大用 如果讯元将军 拿下了风缘破 那么姨妈人 没有了风缘破的震慑 只怕要生乱子 由她在此 我们大可以借助她 与姨妈人商谈 只要策略得到 大可以将姨妈人 守为己用 顿了顿 更是低声说 圣上家破 果不可一日无绝 殿下死当早日几成大统 如今正是非常之时 如果当真出局了雪花娘娘 不明真相之人 反悔在背后遭遥声势 说殿下善杀树母 这对殿下的声誉 总是大有影响的 太子说 嗯 周那爷所言极是 抬头盯着雪花娘娘 淡淡地说 是否陪是父皇 回头再说 你若当真能够 说服姨妈人 效忠大秦 倒可以将功赎罪 陈圣道 来人 带雪花娘娘去西殿歇息 派人保护 没有本宫吩咐 谁也不能接近 娘娘也不能离开西殿一步 雪花娘娘见太子松口 这才松了口气 脸色惨白 早有兵士上来 领着雪花娘娘退了下去 等雪花娘娘退下 太子这才说 和西的诸多官员 如今就在天宫 派人先看住他们 以免生乱 袁总督 袁总上立刻上前 拱手说 下官在 袁总督 你是带兵出身 本宫定你现在 就前往天宫附近的 禁卫军驻地 解冻陈国 立刻进军五平府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控制五平府 封原破和和西官员 都来到天宫 五平府城 现在定然十分空虚 你们必须速战速决 太子神情冷峻 干脆利落地说 那些五平府之后 几个带人 赶往和西禁卫军驻地 禁卫军统治 冯破鲁的家人 被沈亿为控制住 你们大家可以利用这一点 找到冯破鲁 告诉他 只要他效忠朝廷 本宫之前一切既往不救 双目一寒 盯着袁冲上 此事颇有些凶险 但袁总督神经百战 你是父皇当年爱将 如今只能让袁总督挺身而出 无论如何 也要夺下和西禁卫军的兵权 袁总上拱手 苏然说 赴汤刀货再做不辞 若不夺下兵权 下官提头来见 顿了顿又说 殿下 和西禁卫军是逢原破的禁卫军 下官前往一无反顾 可是 本宫知道你的意思 太子肃然说 你是说金剑虎符 正是 袁总上拱手说 金剑代表天子 虎符可调兵马 只要有金剑虎符 时要敢犯上作乱 臣下可以当场割杀 太子转向周庭 周庭皱眉说 圣上共有四把金剑 两免两杀 免死金剑可抵死罪 朱杀金剑可占百官 楚欢前往西北的时候 圣上赐给他一把免死金剑 剩下的三把 下官也不知道 圣上是否从镜中带来 只若虎符 圣上定然是带在身边的 金剑倒也罢了 虎符和玉玺如今都在何处 太子赵梅说 封原破此前三番四次 时常进宫来 找寻圣上 加盖玉玺下职 周庭周背说 只是封原破 找了傀儡冒充圣上 却不知那玉玺 是否也是假的 便在此时 却听得脚步声响 中人寻声看去 只见从东边走来三人 即是宫女 一名中年宫女 带着两名年轻宫女 走过来 身后两名宫女 都是断着玉盘 尚未靠近都已经跪倒在地 众人正好奇间的 那中年宫女已经说 启平太子殿下 皇后娘娘派奴婢 将将东西送来 让我们乘给殿下 太子扣动轮椅机关 轮椅转动方向 滚动过去 距离几步只要停下 众位问道 是什么东西 那宫女起身来 太子却是瞧见 两名宫女手中拖着玉盘 玉盘上面 则是盖着黄色的紧箔 一时间却瞧不清 下面究竟放着什么 中年宫女轻声说 将东西扔给太子殿下 两名宫女跪在地上 挪动上前来 双手高举 撑到太子面前 太子皱着眉头 抬手掀开一面紧箔 瞧见玉盘中的物事 神色一争 边上众人瞧见 也都是显著吃惊之色 那玉盘之中 兵牌摆着两把剑 色泽金黄 正是代表着 天子权威的金剑令牌 金剑并非是用来 当作武器的 而是一种令牌 不过两指之长 制作精致 剑身之中 则是刻着自己 一把免死金剑 另一把却正是诛杀金剑 太子立刻翻看另一张金剑 上面豁然摆放着 天子玉玺和伴为虎服 皇帝乃是帝国的九五之尊 皇帝以武立国 对军队的控制 自然是谨慎有加 帝国的皇家禁卫军 边军 卫所军 州军 以及各道的禁卫军 各成体系 也要调动兵马 手续颇为繁杂 便是一道总督 除了麾下的禁卫军之外 想要调动州军 或者卫所军 兵力一旦超过五百人 便需要朝廷的旨意 否则等同于谋反 没有兵部批文 谁也不敢轻易调兵 即使调兵 没有兵部的批文 将官也不敢轻易 听从他人调遣 唯有皇帝 可以随时随地 调动任何一只兵马 而他调兵 便只需要手中这 半枚虎服 太子伸出手 抚摸在玉玺之上 宫女已经说 启禀殿下 皇后娘娘说 圣上到了何夕之后 这几样东西 一直都是放在 娘娘那里看管 如今圣上驾崩 这些东西 就都交给太子殿下 只盼太子殿下 善加利用 莫复了圣上的期许 太子闭上眼睛 抚摸玉玺的手 唯唯发抖 问道 皇后 还有什么说的 没有 那她现在怎样 太子缓缓睁开眼睛 是否受惊 琉璃夫人 正在照顾皇后 皇后气色不好 琉璃夫人 正在为她煎药 宫女禀道 琉璃夫人 让殿下放心 国事为重 夫人会好好照顾皇后 殿下不必担心 皇后娘娘 当真是雪中送炭呢 见到此景 众官员顿时一片欢喜 这紧要时候 若缺了这些东西 事情还真是难办了 皇后虽然受惊 却显然保持了清醒 知道这种时候 太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即使派人送来 可说是帮了太子大忙了 有人心中更是想 皇帝对皇后 确实是信任有加 外人都以为 皇帝宠爱雪花娘娘 冷落了皇后 可是关键时刻 皇帝骨子里 还是信任皇后的 太子神情黯然 你是没有说话 很快抬起头 沉声道 袁忠尚何在 袁忠尚起步间 到了太子身边 跪道在地 太子拿起虎符 和朱砂金剑 沉声道 本宫将这两个东西 交给你 大秦存亡 在此一举 只怕你早回解报 袁忠尚自然知道 事不宜迟 持则生变 也不犹豫 接过金剑虎符 肃然说 陈下若不夺下兵悬 比当疑死鲍殿下 再不言语 起身来 收起金剑虎符 神神一离 转身便走 周纳言 下官在 你闻在斐然 本宫令你 你三道指 派人送给 河西三州州军前护 告诉他们 风元破谋反被诛 宜瞒人 已经效忠大秦 河西禁卫军的 冯破炉 已经向朝廷 宣誓效忠 他们只要效忠朝廷 立个逢猴 太子欢欢地说 河西谋反 都是冯元破 一人之过 与他人无关 冯元破既然被诛 作用一切 既往不救 告诉他们 他们若想谋反 神一位随时会出手 让他们小心 有头睡觉 无头起床 小官立个泥血 周庭神情严肃 在场众人都知道 虽然天道殿的阴谋 被挫败了 可是事情 却远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 一个处理不善 定会导致河西叛乱 太子手中 现在依仗的 只有几千禁卫军 和一支暗黑军团 神一位 而且 神一位的人手 并不算多 一旦叛军 孤种一掷 杀到天宫来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 要用父皇的口吻 下着几刀纸 太子沉声道 父皇驾崩的消息 算是不能向外传扬 周庭立刻说 下官明白 其实 大家很清楚 皇帝虽然老迈 但是 是帝国的开国之君 余为犹在 若是太子下旨 远比不上皇帝的旨意 更有震慑力 梅龙 胡锦道 总督梅龙 立刻拱手说 下官在 太子盯着梅龙 梅龙 河西的局势 究竟会怎样 一时间 本宫也难以断定 本宫派人 先护卫你离开天宫 你即刻返回 胡锦道 整备兵马 一旦 河西局势紧张 立刻率领 胡锦军 先来支援 叹了口气 说道 本宫 不能送你了 胡锦道 位于河西道南边 面积极小 不但与河西道 毗林 而且与西北 连接安逸 西部一块 与西山道 相邻 南边 更是与御林道 相连 被四道 位于中间 下辖不过 两周之地 胡锦 禁卫军的编制 也不过三千人 一道 所有兵马 加起来 也不过 数千之中而已 实力极为弱小 梅龙并不犹豫 拱手说 下官即刻返回胡锦 召集兵马 听从殿下调牌 你无法调动周军 太子拿起 另一把免死金剑 这把金剑令牌 你戴在身上 胡锦所有兵马 你都可调动前来 梅龙双手接过 神经凝重 承蒙殿下信任 赴汤蹈火 下官 在所不辞 晨曦的光芒 从窗外 透过沙漫 洒射进来 大离石地面 光芒点点 天气 已经炎热起来 可是皇后 看起来 就似乎很冷 靠坐在软榻上 身上竟然盖了一层 金黄绣段 隔着沙漫 帮着半开的窗户 晨曦的光亮 似乎让皇后 终于心惊了不少 这时 琉璃在她身边 轻唤两声 皇后却望着窗外 正正地出神 似乎并没有听见 直到琉璃的手 轻轻地搭在 皇后的手上 皇后宛若 受惊的鸟儿 全身一颤 竟是缩了缩 看见是琉璃 这才叹了口气 琉璃 见皇后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柔软 却不是恭敬地说 皇后 臣妾失礼 请皇后降罪 皇后摇摇头 看上去虚弱无力 惨然一笑 说道 本宫现在 是不是很难看 皇后乃是大清国母 美丽端庄 又怎么会难看呢 琉璃端着 盛有药水的浴碗 笑如春风 她本就有 国色天香之容貌 轻柔一笑 男人 固然是为之倾倒 便是皇后 这般高贵的妇人 却也是觉得 琉璃一笑 让人心头一大 皇后 琉璃微动药理 见见皇后 在殿中受惊 伤失坏气 好在宫里 找寻到药材 这碗药 可以安身静气 皇后试一试 皇后也不拒绝 在琉璃的服饰下 饮了小半碗 这才推开 琉璃将药碗 递给一旁的宫女 轻声吩咐道 你们都退下吧 我在这里照顾就好 宫女退下之后 皇后才轻声说 想不到 你长得如此美貌 还能精通医术 真是难得呀 臣妾的父亲 本就是游方郎中 琉璃浅笑地说 琉璃自幼 跟随家父身边 耳濡目染 对药理不感兴趣 大了一些 父亲便传授我医术 本宫记得 是太子换了腿脊 掌绑求医 你入府 为太子治病 皇后说 太子的腿脊 可有好转 琉璃含笑说 啊 殿下的腿脊 其实就是经脉坏死 要让殿下腿脊痊愈 要将太子腿上的经脉 全都打动 这需要时间 不过 已经治疗了数年 殿下腿上的经脉 已经有了生机 再有一年半载 应该可以站起来 哦 皇后并没有流露出欢喜之色 只是未点禽手 那就好 琉璃 太子的腿脊 你就多费心了 圣上 圣上已经去了 大秦江山的重担 都要压在她的身上了 哎 只是悠悠地叹了口气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是琉璃分内之事 琉璃定会竭尽所能 让殿下重新站起来 琉璃轻声说 皇后 圣上 您不要太难过 皇后 欺然一笑 啊 也是难过 又能如何 圣上 一心求长生 可是最后却 哎 圣上又自会想到 是静云出手 杀了她 公主 也是被妖人控制 并非出自本心 琉璃立刻劝慰道 公主定会安然返回 内感反贼 也终会受她惩罚 皇后伸手 握住琉璃的手 温言说 琉璃 你不但容貌出众 而且心地善良 太子身边 由你服侍 本宫 也就放心了 琉璃 怨然一笑 随即轻声地说 皇后 琉璃有一事 很奇怪 不知能不能问 你说 之前 在店外的时候 圣上说我生的 像皇后年轻的时候 竟有七八分相似 真有这般奏巧 琉璃好奇地 看着皇后 皇后凝视着琉璃 这张倾国倾城的橘色脸庞 说道 本宫年轻时候 也是记不上你 只是 除了眼睛 你的容貌 倒也与本宫年轻时候 十分相似 是了 琉璃 你不是中原人 你容貌 虽然是中原人的轮廓 可是你的眼睛 琉璃闭眸闪动 笑着说 琉璃祖上是西域人 后来随着商队 来到了中原 家父与家母结缘 家母却是地道的中原人 哦 原来如此 皇后微微点头 那你可知道 西域新宗的事情 琉璃说 哦 家父倒也提及过 但是没有多说 琉璃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琉璃听父亲说过 西域许多地方 都信奉新宗 我家祖上 在西域的时候 似乎也是新宗信徒 不过 到了中原之后 适应中原生活 也就没有再 膜拜过新宗了 皇后 你一个了解西域 皇后摇头说 啊 说不少了解 只是听人说起过 也见过一些西域人 宫中有不少 西域的珍宝 只是本宫 并不大喜欢珍宝 所以也没有在意 琉璃祖上 虽然是西域人 但却不知西域人 都是如何生活的 琉璃悠悠地说 太子简约 太子府内 也并无多少西域珍宝 否则 若有西域的古丸字画 却可以一睹西域风采了 随即 浅然一笑 说道 皇后要多歇息 琉璃和皇后说话 竟是忘记了皇后歇息了 嘴开万死 皇后摇头说 本宫在这宫内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陪着本宫说话 本宫现在 已经好了许多了 琉璃笑着说 啊 即使如此 琉璃就陪在皇后身边 陪着皇后说话 一直说到 皇后累了才好 皇后将琉璃说得俏皮 显出一次笑意 说道 啊 只可惜本宫 没有生下公主 只有祈王 若有公主在身边 只怕 也不会如此寂寞了 说到此处 觉得有些不妥 她素来 极少表露自己的心境 我说外人了 便是在皇帝面前 也是小心谨慎的 却不知为何 与琉璃说起话来 竟似乎是多年的相识 更像是在和自己的女儿 在说着家常话 皇后娘娘 琉璃说一句 大不敬的话 其实 其实琉璃以为 虽然许多人都觉得 圣上宠爱雪花娘娘 可是圣上的心中 真正喜欢的 还是皇后娘娘 琉璃轻声说 方才皇后将金剑虎符 和玉玺都交给太子 那是圣上放在皇后身边的 交给皇后保管 由此可见 圣上对皇后十分信任 琉璃觉得 圣上宠爱雪花娘娘 或许只是 故意迷惑风原破 皇后 尖色一笑 说道 啊 这已经 不重要了 皇后 琉璃欲言又止 似乎想问什么 却终究 没有直接问出来 皇后何等精明 又如何看不出来呢 说道 你想说什么 琉璃摇头说 啊 琉璃不敢胡言 皇后握着琉璃的手 揉声道 你陪我说话 就当我是你的母亲 不用顾忌 我很久没有这样和人说话了 琉璃犹豫了一下 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 皇后 琉璃是想问 您 您心里是否喜欢圣上 皇后一争 我还没有想到 琉璃会问出这个问题 脸色微变 琉璃忙说 皇后 是琉璃胡言乱语 求皇后娘讲讲罪 皇后 就是转过头 将目光投向窗外 一阵风吹来 轻薄的沙漫飘荡起来 皇后的神情 变得黯然起来 片刻之后 才轻声说 琉璃 你可知道 琪璃现在情况如何 她 她现在 究竟在哪里 琉璃说 皇后难道不知道吗 太子殿下 莫非没有向皇后 禀明 皇后说 太子事情烦多 本宫不好向她询问 琉璃 你告诉我 琪王现在 究竟如何 她显然有些焦急了 琉璃叹了口气 说道 哎 如此说来 皇后并不知道 琪王曾经安排人 污蔑行不上书 那件案子 在京城闹得满城风雨 太子为了避免事态扩大 将琪王软禁在王府之内 而且派人保护 什么 皇后粗眉说 迎人派人污蔑求据 好 此事 京城不少人都知晓 琉璃苦笑地说 琪王殿下 年轻气盛 身边有许多官员怂恿 其实太子一直共念兄弟之情 可是 可是琪王被人怂恿 圣上北巡之后 琪王处处与太子为难 太子软禁琪王之后 本来相安无事 可是不知为何 琪王一天夜里忽然消失 音讯全无 太子派人找寻 也一直没有消息 皇后 柳眉促起 严重满是担忧之责 一只手抚在胸口 握着琉璃的手也微微颤抖 你是说 嬴人如己生死难测 琉璃说 皇后千万别担心 琪人自有天下 琪王殿下 一定不会有事的 皇后呼吸微粗 皇帝遇刺 她本就是又惊又悲 如今牵挂琪王的生死 本来成熟美丽的脸庞 就更显得苍白了 皇后 您不要紧吧 琉璃将皇后脸色苍白 大肆担忧 自责地说 是琉璃多嘴 胡言乱语 让皇后担心 皇后叹道 哎 与你很无干呢 喃喃自语 嬴人 你千万不要出事 她虽是前朝公主 当朝皇后 可更是一位母亲 独子在外 生死未卜 又如何不担心呢 皇后 那位 那位玄真道宗 可会算卦 琉璃忽然想到什么 人的吉凶 有天术未定 她若会算卦 可以让她为齐王 算算吉凶 皇后说 本宫只知道 她会练丹 并没有听说 她会算卦 琉璃无奈地说 哎 如果有补玉就好了 不但可以算出吉凶 甚至连齐王殿下 如今身在何方 也可以算出方位来 补玉 皇后奇怪地说 什么补玉 琉璃解释道 哦 我听父亲说过 西域有些神师 他们经言吉凶未来 借助补玉 可以准确算出人的吉凶 补玉据说是 上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神域 富有灵性 不过就算是在西域 也十分罕见 如果某位神师拥有补玉 那就了不得 父亲也没有见过补玉 不过听人说起过 补玉看上去就像普通的石头 没什么特别之处 只是颜色与寻常石头大不相同 石头 皇后焦躯一阵 你是说 带颜色的石头 家父是这样说过 琉璃没有见过 琉璃悠悠地说 家父倒也说起过 如何利用补玉 测算人的吉凶 他也是听人说起 也不知是真是假 见皇后表情古怪 盲说 皇后 你 皇后盯着琉璃的眼睛 问道 你是说 有了补玉 你可以算出迎人是凶是吉 可以算出迎人 身在何方 琉璃 为点琴手 哦 跟随父亲学习医术的时候 父亲管教极眼 日夜都沿袭药理 臣妾有时候 生出厌烦之心 便寻了一些 阴阳挂数的书籍阅读 父亲倒也没有阻止 还与琉璃说了一些 西语神师们占卜之事 随即摇头说 只是 就算琉璃略懂占卜之术 那也没有用处的 琉璃 比如的那些神师 他们就算没有捕鱼在手 也能沾酸阴阳 琉璃 并无那般本事 如果 有捕鱼呢 皇后立刻问道 琉璃一争 轻声道 啊 若是有捕鱼 琉璃或许能勉强一事 那立刻摇头说 不过 捕鱼在西域 都是极为稀罕之物 可于而不可求 中原 更不会拥有此物了 皇后 并没有说话 绿沉吟 终是说 琉璃 你赴本宫起来 皇后 您受了惊吓 此事正该僵养 需要什么 吩咐琉璃去做就好 琉璃忙劝道 皇后要注意凤体 皇后 却是掀开盖在身上的绣段 不要起身 琉璃见状 无可奈何 伺候着皇后 穿上鞋子 皇后 却是先走了 庄台边上 从庄台的抽屉里 取出了一把钥匙 这才转到一扇 屏风后面 屏风之后 却是摆放着两只 做工极为精致的 金黄色箱子 琉璃 显出了疑惑之色 皇后 已经将钥匙 递给琉璃 指着其中一只箱子 说道 这都是圣上北巡时候 从镜中带来的珍宝 圣上其实对珍宝 也并无兴趣 不过内宫之中 珍宝众多 圣上来何夕的时候 挑选了一部分 皇后轻声说 琉璃 你打开那个箱子 里面有一只碧玉盒子 你帮本宫取出来 琉璃接过钥匙 不敢违抗 上前去 打开了金锁 抬起箱盖 眼前顿时一片琳琅满目 箱子之中 果然整整齐齐地 摆放着不少精致的盒子 琉璃自然清楚 那些盒子之中 自然都是放着宫中奇珍 那只碧玉盒子 倒也不难找 就在相似角落里 看上去倒并不显眼 琉璃取了过来 这再关上箱盖 锁上金锁 这再转身 将钥匙和碧玉盒子 都交给了皇后 皇后将钥匙 收在身上 却是小心翼翼地 打开了碧玉盒子 看了一眼 伸手从盒子里 取出一件东西 晾在琉璃眼前 问道 你可认识此物 此物乍一看去 宛若金锭 金光闪闪 可是细细一看 形状椭圆 比这鸡蛋 要稍大一些 通体却是金黄之色 只是金色的石头之上 却如同金脉一样 布满了细细的浅色条纹 若不细看 倒不能一样发现 但越是仔细看 比越能看清楚 上面的线条 皇后 这 这难道是补玉 琉璃显出了吃惊之色 皇后反问道 琉璃 你看一看 这是不是你说的 西域补玉 琉璃 虽然听过西域补玉的传闻 却并没有亲眼见过 琉璃说 只是这东西 倒与琉璃听说过的 补玉的模样 十分相似 父亲曾经说起过 补玉似乎 就是如此模样 您是皇后 好奇地说 皇后 您 您怎么有补玉呢 皇后缓步 走到软榻边坐下 解释道 这 并非本宫之物 而是圣上之物 圣上 本宫不瞒你 其实本宫 也有一块补玉 颜色与此并不相同 皇后说 本宫那块补玉 色泽纯绿 那也是许多年前 圣上赐给本宫 那绿色的补玉 一年四季 无论寒暑 握在手中 都是温暖如春 颇有些稀罕 本宫向来 也是一直待在身边的 哦 琉璃说 那块补玉 琉璃是否也能看一看 皇后摇头说 现在 已经不在本宫的身上 本宫将它 赐给了迎人 那块补玉 温润得很 本宫先前 一直也不知道 那是西域神师 用来补算之用的 只以为是 西域的吉祥之物 所以 交给齐王 带在身上 保它处处平安 琉璃笑着说 啊 皇后并没有说错 补玉在西域 不单是神师的圣物 也是吉祥之物 其王殿下 有补玉在身 定然会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的 但愿如此 皇后娘娘 琉璃貌美 不知圣上为何会有西域补玉呢 琉璃说 补玉在西域 乃是圣物 便算是贸易 也不可能有西域商人 将补玉 贸易到中原来 哦 琉璃倒是知道 很早以前 中原和西域 互通商贸 西域也有使团 前来中原朝建 难道是那时候 西域使团 进献中原的宝物吗 皇后摇头说 并非如此 两块补玉 乃是当年 西北大将军 风寒孝 竟献上来的 风寒孝 皇后说 哦 那已经是 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魏晨隐才问道 你是 西北人 琉璃汉手说 哦 琉璃幼时 是随父亲 在西北长大的 那你应该还记得 风寒孝当年 奉圣上之命 蒸发西北 皇后轻声说 你师父还记得 西北有一个鲁国 鲁国 琉璃若有所思 为点禽手 哦 琉璃记得 鲁国的国都 被风寒孝攻破之后 鲁国太子 却没有抓住 而且此后 在西北兴风作浪 直到西唐国破 风寒孝率兵 击败了鲁国的残暴 鲁国太子 在一路西逃 皇后缓缓地说 风寒孝带着狼兵 一路追纳 甚至翻过了天山 最后终日将 鲁国太子斩首 风寒孝回京之后 便向圣上 浸现了不少珍宝 两只捕玉 一在其中 哦 原来如此呀 琉璃恍然大悟 皇后是说 风寒孝曾经率兵 到过西域 是否到过西域 本宫也不确知 皇后叹道 哎 本宫素来 不轻易过问国事 而且据本宫所知 为了追拿鲁国太子 风寒孝率领的兵马 损失惨重 死了不少人 这事也谈不上光彩 也就没人多提了 两只捕玉 圣上便赐了一只 给本宫 这一只 圣上就留在了身边 说到这里 皇后终是将 手中金黄色的捕玉 递给琉璃 琉璃 如果这就是捕玉 你是否能够算出 迎人现在是凶是急呢 可知道 她如今身在何方 琉璃 结果捕玉 浅浅一笑 说道 啊 皇后娘娘放心 琉璃 定当竭尽所能